第六十集 外面一直流传叶军玉疯了 萧锦也强调叶军玉的状况很不好 究竟能糟糕到什么程度还不得而知 但是叶初期已经忍不住开始担忧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能见一面他都已经心满意足了 虽然不能以女儿的身份叫一声妈妈 我今天早上跟你爸爸联系过 靳思辰一边开着车忽然开了口 叶初期还完全沉浸在自己紧张又伤感的世界里 叶时没反应过来靳思辰刚才说了什么 不过萧锦也是忽然通知我 而且只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通知了你爸爸 但是太突然了 他没有办法赶过来 哦 靳思辰看他兴致缺缺的样子 又问了一句 这段时间你跟你爸爸都没联系过吗 他和叶军豪通话的时候 叶军豪还问了叶初期的情况 听那语气像是并不知道叶初期 已经从他那里搬出去了 还那么忙 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嗯 没事就不联系了 他还真没见过这么疏远的妇女 叶军豪的心也真是大 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扔得远远的 不关心也不担心 真的放心吗 叶初期并不打算多说叶军豪 靳思辰也不便多问 接下来两人一路无话 之前的种种谁也没有再提 开心的 愤怒的 好像都随着这些不闻不见的日子 消失不见了 哪怕现在并排坐在一起 也像是陌生人一样 在安静的时候 气氛还一度有些尴尬 好在靳思辰的电话时不时的响了起来 叶初期从他说话的内容 可以判断出应该是公司的事情 他好像也很忙的样子 他扭头看着他的侧脸 听他说着工作的安排 他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那些说认真的男人就有魅力的女人 一定是没见过认真的通过三言两语 就能指点江山的男人 简直让人一不开眼 大叔 等到靳思辰挂断电话 叶初期才率先开口 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沉默 靳思辰扭过头来望着他 嗯 叶初期搅着手指 略带迟疑地问道 那个 待会儿我去见我姑姑的时候 你会陪我一起的吧 他看到他在不停地接电话 好像随时都要走的样子 他要走 他自然没有阻拦的理由 可是 他还不知道叶军玉的具体情况如何 并且还有可能要面对萧锦 他就特别希望能有个人陪在身边 靳思辰一秒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他仗了一下 心情顿时就明朗起来 看到他在离开他之后 依然过得春风得意 他一边欣慰 一边又不是滋味 直到他一个不小心 又露出了那种依赖他的小表情 他忽然就释怀了 他喜欢那种 对他需要的感觉 但是 他却沉默着没有说话 耐心地等待着 他想看看他还要过多久 才会缠不住气 夜初七却将他的沉默 理解成他是在考虑 所以马上又到 应该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反正你都已经来了是不是 再说了 你还是老板 让下属等一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靳思辰依然沉默着 一秒 两秒 三秒 对于夜初七来说 每一秒都无比地漫长 也不知道等到第几秒的时候 还是等不到他的半点回应 他只能泄气地道 算了 如果你实在忙的话 那我 他已经做好准备了 有人赔固然最好 但是一个人 硬着头皮也能上 而且看他那么为难的样子 还是算了吧 然而 好 就在他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 他忽然就回应了一声 好 一个字 却质地有声 靳思辰刚才也在默默地数着时间 一分钟都不到 小丫头对他的期待 也不过就是短短几十秒而已 多求他一个字都不愿意 他答应了 他脸上的笑容就再次明媚起来 他们最后的目的地 在京都郊区 车子停下的时候 夜初七看着精神病院几个大字 就算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 心还是沉了下来 他知道 这里是横峰集团旗下的精神病院 他原本还心存幻想 叶君玉怎么说也是萧家曾经的女主人 就算他病了 萧锦可能会将他安排在 沁园后院疗养 没想到 却是直接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这也说明也许叶君玉的情况 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叶初七跟静思辰到达的时候 萧锦也在 萧锦再次向他们强调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并非他要卡死时间 而是叶君玉的情况 真的很糟糕 前些日子还病了 现在是大病出狱 情绪似乎也平稳了一些 但是谁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还会发作 所以不要逗留太久 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不要靠近他 萧锦的话 叶初七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他只知道 到了这里 他的母亲或许就在距离 他几道墙的地方 他很快就能见到 他最亲的亲人 在护士的带领下 他每靠近叶君玉的病房一步 心里的忐忑就多一分 真正到了之后 他这才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一间普通的病房 所有的门窗都安装了铁丝网 像是一座坚实的牢笼 里面空荡荡的 只在中间放了一张床 有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床上 一动不动地垂着头 叶初七愣在门口 忽然迈不动脚了 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接受了肖锦说 叶君玉的情况很糟糕的说法 但是亲眼看到这一幕 心里的冲击 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那个披头散发 精神憔悴 骨瘦如柴的女人 是他的母亲 他喘了口气 眼眶就马上犯了酸 就连陪同而来的禁思辰 都不敢相信这一幕 叶君玉他也认识 也很熟悉 曾经他是名满京都的贵夫人 极美貌与才情于一身 随时随地都光彩照人 任凭谁看了 都无法将里面那个呆坐在床上的 妇人与叶君玉联系在一起 他们都驻足不前 护士则解释道 萧夫人这样还算是好的了 最起码平静下来 她最糟糕的时候 没等护士把话说完 叶初七就已经冲了进去 在距离叶君玉 还有两米远的地方 她就已经弯下了膝盖 整个人扶了下去 挪到了叶君玉的跟前 姑妈 姑妈 妈 叶初七的唇哆嗦着 刚一开口 眼泪就下来了 她跪在地上 身子扶在叶君玉的膝头 气不成声 重生以来 她将所有的情绪都憋在心里头 以最积极乐观的一面 来面对新的人生 从来没有机会 这么痛快地哭出声来 她伸手过去 想要抱住叶君玉 可才碰到叶君玉的手 整个人便浑然一震 连哭声都被迫终止了 那双手 那双曾经精心保养过的手 如今却又哭又瘦 才几个月的时间 叶君玉就已经被折磨得贵气不再 反而像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太 最最最关键的是 她的双手居然还带着铁环 被铁链牵引着 绑在床脚 夜初期感觉 自己的心疼得都快不会跳了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锁着她 她一边疯狂地拉扯着铁链 一边叫道 她只是病人 她不是犯人 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解开 快给我解开 冰冷的铁链碰撞 再加上她的哭声 无比凄厉 靳思辰刚要上前去 护士却比她快了一步 阻止了夜初期 夜小姐 请你冷静点 我们没有想过要锁着萧夫人 可是她的情况真的不乐观 她之前一直哭哭啼啼的 吵着要见她的丈夫和女儿 还叫嚷着 说是我们把人藏起来了 不让她见 她发起疯来 不仅会伤害到照顾她的人 还会伤害自己 上回 自己把头往墙上撞 若不是阻拦及时 恐怕就 你看 这伤疤还在这呢 护士一边说着 一边轻轻撩开了夜君玉 乱糟糟的头发 果然 在她额角的位置 有一道淤青的伤 即使伤口已经愈合 依然触目惊心 夜初期呆愣在哪里 心在发抖 如果可以 她多希望 那道伤在她的身上 多希望夜君玉 现在遭受的罪 都由她一个人来承担 护士又道 我们真的是为了 萧夫人的安全着想 才锁着她 毕竟她像现在 这样安静的时候不多 夜初期只顾沉浸 在自己的悲痛欲绝中 听了护士的话 才猛然间意识到 从她近来到现在 夜君玉都是一声不吭 一动也不动 她泪眼婆娑地 抬起头来 却见夜君玉 也在看着她 不悲不喜 不怨不怒 就这么看着她 隐隐还有几缕 困惑的样子 姑妈 夜初期强迫自己 赶紧擦干眼泪 冷静下来 这次见面的机会 得来不易 她不能这么 一直哭下去 她缓缓地抬起手 轻轻地抚上 夜君玉的脸 小心翼翼地开口 姑妈 你看到我了吗 我是小七啊 我来看你了 你赢我一生好不好 夜君玉只是看着她 呆呆地 暮暮地 却无动于衷 你不认识我了吗 你以前最疼我了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我爸爸每次 想打我的时候 都是你护着我 我爸谁也不怕 就听你的话 她说的每一个字 都经过斟酌 说得很小心 她很清楚 自己能出现在这里 一举一动 都在萧锦的眼皮子底下 所以她现在 就只能是夜初期 虽然她也很想叫一声妈 告诉她 我是你的小小啊 但不能 当初在沁园 她试探过萧锦炎 连萧锦炎都对萧小的失踪 惠莫如深 万一他们一家三口的不幸 真的与萧锦有关 她就更不能透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若是让人怀疑她是萧小 她此番的暴露就相当于自觉坟墓 她只能将夜初期的角色扮演好 一边和夜军玉说着话 一边用手整理好夜军玉凌乱的头发 姑妈 你赶紧好起来好不好 我和爸爸都很担心你 今天太突然了 爸爸没来得及过来看你 下次我和她一起来 我知道 你心里挂念着表姐 你放心吧 她既然自有天相 一定会没事的 但是 她一定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你快好起来 等她回来 表姐回来了就好了 夜初期的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 也不知道夜军玉到底有没有听到 可是 她几番提到萧小之后 原本呆滞的人终于有了反应 萧小 第六十一集 夜军玉忽然开了口 像是许久没有开口说过话了 她的声音嘶哑 简单的两个字从嘴里溢出来 都显得无比的吃力 夜初期浑身一僵 她跪在夜军玉跟前 仰起头 直视着夜军玉浑浊的眼神 她终于又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如过去的二十多年一样 温柔又宠溺地叫她 小小小小小小小 梁酒 夜军玉浑散的目光才有了焦距 落在她的脸上 对视那一瞬间 夜初期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 再次涌出了眼眶 夜军玉却再度开口道 我的小小 回来了 夜初期强忍住哭声 差点就要点头了 夜军玉粗糙干脸的手 颤抖着抬起来 扯动了铁链 然后动不了了 夜初期猜到了她的意图 马上将脸凑了上去 让夜军玉的手贴到她的脸上 夜军玉轻轻念叨着 小小 我的小小回来了 夜初期不敢应叹 只能沉默地流着眼泪 就在这温情时刻 夜军玉的画风都陡然一变 不对 她温和的目光 一下子就变得很利起来 一把将夜初期重重地推开 夜初期一屁股摔到地上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了夜军玉的叫喊声 你不是我的小小 不是 你是谁 我的小小的 你们都是坏人 把我的小小藏起来了 把小小还给我 还给我 她一边说着 立即就像是疯了似的 抄着夜初期扑了过来 夜初期在毫无防备之下 被夜军玉扯住了头发 用力拉扯 她痛得头皮发麻 呼痛了一声 健壮在门口等候的护士和靳思辰 同时冲了进来 护士去拉夜军玉 靳思辰则是将夜初期从地上拉起来 他赶紧抓住夜军玉的手 不让他继续揪 夜初期的头发 场面一度变得混乱不堪 这里的动静传到了外面 很快又跑进来两个护宫 这才将夜军玉和夜初期分开 刚才将他们引进来的护士紧紧搂住夜军玉的腰 吃力的叫道 快叫医生过来 准备镇定计 其余的人先出去 不要再刺激他 独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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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初期看到夜军玉 奋力地挣扎 叫喊 不管不顾地想跑过去 靳思辰却拦住了他 劝道 冷静点 别过去 放开我 让我过去 让我看看他 独猫 不准去 他会伤害你 靳思辰提高了阴量呢 你没看到 他是因为你提了肖小才受到刺激的吗 你还想继续去刺激他 不要你 放开我 他等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才能见上一面 无论如何也不肯就这么轻易出去 看到夜军玉发疯的样子 夜初期几乎也没有了理智 他不怕被伤害 他只是怕下次再见到妈妈 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夜初期 靳思辰吼了一声 试图让他保持冷静 但显然效果不佳 看到他满眼泪痕的样子 他的心也跟着揪了起来 终于还是放缓了语气 别哭了 他真的会伤害你 也会伤害自己 别这样 靳思辰不是一个太会安慰人的人 只能将哭得浑身颤抖的人抱进怀里 继续劝道 别哭了小东西 你乖一点 我们别在这儿刺激他 这样对你姑妈的病情很不利 你还有机会再见到他的 很快就能再见到 我向你保证 乖 夜初期的哭声虽然不止 但是却把靳思辰好声好气的劝说听进去了 他看着几个医生鱼冠而入 看着他们合力将叶军玉按在床上 看着医生将针管扎进叶军玉的手臂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看着 那么瘦弱的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爆发力呢 大概是有多痛苦 就有多令人意想不到 夜初期最终还是被靳思辰半搂半抱着 带离了精神病院 萧锦说给他一个小时的时间 实际上却连二十分钟都不到 他们走后 叶军玉也慢慢地安静下来 他虚弱地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 如果不是微弱的呼吸油在 恐怕会让人误以为 躺在那里的是一具尸体 医生将他制服之后 也都出去了 他就这么安静地躺着 也许十分钟 也许一个小时 直到萧锦进来了 他们都是萧家的人 曾经的两人不相上下 如今却是天差地别 但从外表来看的话 萧锦其实也是个 婉约温柔的弱女子 他不太喜欢笑 那副寡淡的模样 仿佛与世无争 可是 他如今却能独立掌握 整个萧家 又怎么会是个 简单的女人 他踩着高跟鞋 一步一步地 走到叶军玉的床边 叶军玉明明睁着眼 却只是望着空空的天花板 仿佛入定的高僧 根本就察觉不到 有人靠近 萧锦抿了下唇 笑得云淡风轻 你的弟弟和这个侄女 倒是真心记挂着你 几次三番 想要见你一面 我今天也算是好心 成全你们 要知道 我应该早些 让你们见面的 那么我就可以 早点欣赏到 你精湛的演技了 今天这场戏不错啊 弟妹 叶军玉的眼珠子定了定 没有回答 没有反 然后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萧锦是一副 胜利者的姿态 进来示威的 却没想到 叶军玉直接对她视而不见 她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她的语气顿时冷了下来 别以为你还是当初 那个风光无限的萧夫人 敢对我摆脸色 叶军玉 我劝你好好配合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说不定我还会一时心软 让你少受些折磨 否则的话 你做梦 叶军玉依然闭着眼 只是唇半威起 送给萧锦三个字 冷冷的声音 无比坚决 却也无比清醒 根本就不像是刚才装疯卖傻的模样 萧锦纵然是见惯了她的这副死样子 却还是被气得清金抱现 恨不得直接上前去掐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可她忍住了 想要叶军玉的命很容易 但是想要撬开她的嘴却很难 萧锦沉住起冷声道 好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既然你不打算开口 那就一辈子给我在这里待着 我倒是想要看看 咱们俩谁能耗得过谁 说完萧锦冷哼了一声 离开了病房 叶军玉这才慢慢地睁开眼 脑海里浮现出叶初七刚才 在她面前哭得肝肠寸断的模样 被铁链锁住的手 缓缓地握成了拳头 午后 正值户外的阳光最毒辣的时候 叶初七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就蹲在地上哭了个天昏地暗 前世今生所有的眼泪加起来 都不及这一天多 她也知道哭是最懦弱的行为 可是今天见了她亲爱的妈妈 妈妈的憔悴和疯癫 就像是一根导火索 彻底引爆了她长久以来 都憋在心底的懊悔和不甘 除了痛哭一场之外 她找不到其他的发泄途径 金思辰原本想劝两句 但最终还是叹了口气作罢 就让她哭吧 看到叶君欲如今的模样 就连她的心里都久久无法平静 更别提叶初七了 那是她的亲人 沉默了半晌 她才走上前去 站在她的身侧 蔑志炎炎之下 她用自己高大的身躯 为她遮出一片阴凉 叶初七抱着头 埋在膝盖上 哭得不能自已 她的脑海中浮现出 叶君欲发疯的模样 又想起护士说的话 叶君欲的精神 已经濒临崩溃 她不是自残 就是伤害身边的人 她一边在念叨着 自己的丈夫和女儿 萧宇已经死了 她还在这里 却连死了都不容 叶初七从未像现在般后悔过 若是她当初乖乖听劝 不跟云凯在一起 就不会白白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结果害死了爸爸 逼疯了妈妈 她恨不得扇自己两个耳光 然后以死谢罪 但是叶君欲的模样 又浮现在眼前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若是继续下去的话 不行 叶初七吸了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想死很容易 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那种滋味一点都不好受 只会让愁者快 心者痛 她才不会再做那种傻事 既然上天都给她 重活一次的机会 她就更加不能向困难屈服 她必须得让自己变得强大 才能把前世失去的东西 一样样给夺回来 她紧咬着牙根 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金思辰看着她 从嚎啕大哭 转变成阴阴哭泣 她才将她从地上拉起来 塞进车子里 再亲自送她回家 夜初期依旧时不时地抹着眼泪 两人一路无话 直到车子停下 夜初期的情绪也平复得差不多了 下了车才发现 金思辰带她来到了狱警班 她正了一下 不解地望向她 那眼神分明就是在问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第六十二集 金思辰自己也有片刻的恍惚 她这一路上都没有任何的思考 也是到了这里之后 才意识到又带她回了家 你 夜初期的双眼红红的 睫毛上还挂着精亮的眼泪 在她询问的目光下 金思辰竟语色了片刻 然后接着道 你还有点东西留在这里 话没说完 她就后悔了 其实金思辰的本意是 她现在的情绪不好 她担心她一个人住在酒店 会胡思乱想 所以想接她回来的 可是话到嘴边转了个弯 说出来之后 就完全变了味 她已经许久没有过这种感觉 连心跳都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就像是情窦初开的矛头小子 喜欢上一个女孩 女孩壮着胆子亲自来问她 喂 你是不是喜欢我 她就像被窥破了心事 口是心非的否认 谁喜欢你了 说出来就后悔了 但想反悔 却不好意思再开口 夜初期的脑袋有些木染 呆呆地盯着她 忘了几秒 才反映过来 她刚才说的那句话 所以是让她回来收拾东西的意思 她呕了一声 便跟着她进了门 上了楼 不一会儿的工作 她还当真收拾好了两大包的东西 从卧室出来的时候 金思辰刚好在门口 也不知道是不经意间经过 还是专程在这里等着她 重要的东西我都收拾了 可能还会有什么落下的 如果你发现的话 直接扔了就行 金思辰没有说话 心里就像是堵了两团棉花 连呼吸都难受 夜初期也不打算多停留 想要照过她往楼下走 然而金思辰却往身旁的位置 挪了两步 正好堵住了她的去路 所以 她这又是刚好碰巧移动位置 还是故意拦她的路 夜初期抬起头来 瞪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 疑惑地望着她 金思辰的面色不变 但侯杰却滚动了两下 终于开了口 怎么一个人去住酒店了 她之前就是直接到酒店接她的 他们虽然不见面 但很明显 她对她的行踪了如指掌 知道她并没有住在向超家里 也许这也正是她这段时间 放任她在外面 却无动于衷的原因 若是她真的敢待在向超家里 说不定她早就忍不住杀过去了 夜初期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轻声答道 住在别人家里 总归是寄人篱下 很多时候都不方便 还是住酒店自在 等过些天开学 我就可以搬到学校去住了 好一个寄人篱下 她以前住在她这里 是不是也这么想 金思辰看她今天哭得可怜兮兮的 才强忍住心头的不快 继续说道 你不是说在和项羽杰谈恋爱吗 她的目光和语气都咄咄逼人 夜初期赶紧垂下头去 那我不是觉得 她应该接受多一点考验才行吗 对于谈恋爱这件事 她既没承认也没否认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得到的消息 金思辰已经基本确定不是真的 这丫头当时十有八九 是在和她赌气 她无声地叹了一下 终于问道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啊 夜初期乍听之下是猛的 但是再次抬起头来 接触到她意味深长的眼 她很快就明白过来 有什么值得生气的 她也不过就是醉酒后抱了她 亲了她摸了她 结果她还道歉了 骂也让她骂了 踹也让她踹了 陪上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不说 今天还带她来见了叶军玉 谁亏了谁赚了 谁又说得清 她之前是一位钻了牛角尖 所以才瞒不讲理 这段时间 一个人的时候冷静下来想了想 金思辰为她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她就算不对她感恩戴德 也不应该再无止尽地作谈 想通了也就那么回事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没有 叶初七说出这三个字 斩钉截铁 她深吸了口气 坦荡荡地与金思辰对视着 无比诚恳地道 大叔 我也要向你道歉 之前是我任性不懂事 对不起 金思辰愣了一下 没想到她会突然来这招 叶初七接着又道 还有 这几个月我给你惹了很多麻烦 非常感谢你 对我的包容和照顾 金思辰的脸色很快传了下来 她忽然变得这般懂事 她非但无法适应 还觉得心里千百般不是滋味 她不动声色地道 啊 还有吗 还有 叶初七咬了下唇 好不容易又憋出一句话来 现在 我长大了 以后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不用担心 她确实能照顾好自己 不管是叶军豪还是金思辰 都没有在物质和金钱上 亏待过她 让她可以没有任何经济压力地去思考 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一个人很好 虽然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金思辰却还是不依不着的 继续问 还有呢 还有 叶初七实在想不出来了 只好的 大叔 大叔 你今天肯定很忙 却还是抽了这么多时间陪我 那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金思辰没有在说话 叶初七穿着平根的拖鞋 凭她一米六七的身高 也只能凭视到她咽喉的位置 她偷偷地抬了一下目光 才看到她薄唇敏得紧紧的 双目如巨地盯着她 她不知道她忽然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只能继续的 大叔 那我就先走了 哎 也不知道是谁的叹息声 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清晰 金思辰终于出声 我送你 她的话音刚落 叶初七忽然就感觉 自己的心震荡了一下 她这才明白 说了那么多次要走 全都抵不过内心深处那一缕 轻飘飘的期盼 其实 她有偷偷地期待过 她的挽留 她最终留不留是一回事 她挽不挽留她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 她却说要送她 叶初七的一颗心 都开始七上八下的 马上就拒绝到 不用了 我随便打个车 很方便的 你今天接了那么多电话 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真的不用送 不用 接下来 又是沉默 明明说好了要走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迈不开脚 直到金思辰再次轻霜开了口道 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嗯 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 嗯 好像又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这一次 这一次 金思辰主动往旁边让了让 给她让出了一条路 夜初七没有再看她 提着自己的东西 就匆匆地下了楼 连再见都忘了说 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 彼此心境各异 她想 金思辰说过让她走了 就不要再回来 所以终究没有挽留 她想 都拖延了这么长时间 废话了这么多 夜初七终究还是要走 那就让她走吧 金思辰当真没有送 其实她也不是那么的忙 工作上的事情永远都忙不完 但是她手底下有那么庞大的团队 总不是凡事都需要她亲力亲为 她只是觉得她离开她之后 反而理智了 懂事了 也长大了 或许真的不需要她再操心了 更何况 像之前这段时间 这样和她保持着距离 她虽然觉得 仿佛全世界都安静了 心里头有点空 但总体而言还是平静的 比起那种忽上忽下 不确定的感觉 她还是更喜欢这样的平静 她也总是要独立长大 金思辰回到卧室里 掀开窗帘的一角 看到夜初七提着行李走出大门 一大包的东西 她提着有些吃力 却还是一步步地走远 她以为 她会这样一直远离她的视线 直到消失不见 可是 在某一个瞬间 她忽然停下了脚步 似乎又迟疑了几秒 然后疏得转过身来 望向大门的方向 金思辰感觉 自己平静的心弧 仿佛被调皮的孩子 置入小小的石子 荡漾起一圈一圈 浅浅的涟漪 也不知道到底是圆满了 还是被扰乱了 本以为她会走得毫不犹豫 却不曾想过 她回了头 她的心微微动了一下 不自觉地勾了下唇角 小丫头 金思辰放下了窗帘 回到卧室里 她真的没什么可忙的 没有出门 也没有去书房 只是将手机掏出来 扔到一边 然后合一躺到了床上 将双手搁到脑袋后面 诊好之后 她的眼前又回放着 今天在精神病院时的那一幕 叶军玉忽然受到刺激 发了疯 还将叶初七视作假想敌 不管不顾地冲过来 就揪住叶初七的头发 当时 金思辰也是吓了一跳 她原本以为 不管叶军玉的状况如何糟糕 只要她守在门口 就万无一失 但没想到 叶军玉的速度那么快 才隔了两三米的距离而已 她的反应居然会慢了一拍 让叶军玉得了手 叶军玉纠扯着叶初七的头发 绝对是下了狠手了的 她冲过去阻止 拽住了叶军玉的手 她努力地去回想 当时的情景 叶军玉表情猙獰 手背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 可是 在碰到她的手的那一瞬间 她分明感觉到 叶军玉的手指很轻很轻的 在她的手背上 挠了两下 那样轻的力道 绝不可能是一个正在发疯的人 该有的力道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就是她的感觉和判断错误 要么就是 叶军玉在向她暗示什么 第六十三集 一个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随时随地都要发疯的人 却能暗示她 那么思前想后 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叶军玉没疯 她没疯又为什么装疯 这才是重点 如此看来 萧家的这趟浑水 可能比她想象的还要浑 更有可能像叶初七所说的那样 萧家一夜之间溢了煮 萧鱼的死 叶军玉的风 萧晓的失踪 都不是巧合 就算曾经跟萧家的关系不错 但是进家也是树大招风 进思禅时刻不忘自己背后 也有一个大家族 但凡一个人的言行出了错 就有可能牵连整艘船覆没 萧家的事该不该深究 她一直很矛盾 所以她并没有将叶军玉的事 告诉叶初七 一来这只是她的猜测 二来也是怕叶初七知道的太多 容易冲动行事 9月8号 京都一科大学开学的日子 进思辰没有出现 估计是根本就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学 叶军豪也没有出现 只是给她打了个电话 告诉她又往她的卡里转入多少钱 让她照顾好自己 等她有时间了再来看她 现在比较忙 叶初七都不甚在意 她打包好自己的行李 很低调地办理好了入学手续 大学生涯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 同一个寝室里还是一共住了四个人 却是来自不同的专业 柳芳飞药学专业 于南护理专业 另外一个是孙甜甜和叶初七一起学的 是密尿专业 准确来说 还是主攻男性的密尿专业 这年头的妇科男医生和男科女医生 虽然已经不稀奇了 但毕竟还是少数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个专业 才住进宿舍的第一晚 几个女孩自我介绍之后 就围绕着这个问题聊开了 孙甜甜是个东北妞 说起话来会声会色的 像表演二人传似的 我在填专业的时候 就想了一件事 那就是什么专业最好找工作 你们想啊 现在男性问题越来越普遍 主攻这方面的医生又少 我这脚不走寻常路 将来找工作的时候 好僧多肉少 工作好找 压力小吗 哦 柳芳飞和于南 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纷纷感慨自己的专业选错了 尤其是听了孙甜甜的分析之后 仿佛错过了几个亿 如孙甜甜所说 这确实叫做不走寻常路 据了解 他们这个专业 今年一共招了36名新生 只有叶初七和孙甜甜两个女的 其余青衣色的男色 现在都已经是僧多肉少了 问完孙甜甜 马上又转到叶初七身上来 孙甜甜问道 啊 叶初七 那你呢 你怎么也跑来学这个了 比起孙甜甜的理由 她的理由可就羞愧了 叶初七倾壳了一声 答道 因为我的高考分数不上不下的 我怕填其他的热门专业 会被刷下去 所以才选了这个比较老门的 哦 好吧 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接下来 他们又从家庭背景 聊到恋爱经历 聊到不知不觉的睡着过去 大学生活的第一天 过得还算是轻松惬意 比叶初七曾预想的还要愉快 然而 磨难在第二天就降临了 因为在开完迎新大会之后 宣布苦逼的军训 马上就要开始了 比军训更苦逼的是 军训和大姨妈同时降临 第三天 秋老虎来势凶猛 当天晴空万里 室外温度高达三十六度 叶初七在听闻这个噩耗的时候 想死的心都有了 因为他这次的大姨妈 也来得格外凶猛 不仅量多 测漏 还小腹账统 谁让他们这个方队里 放眼望去 全是男生 所以 教官训起来 也格外的严厉 所有人都在接受酷暑的考验 夜初七 也不敢随意请假 于是 当天下午三点半 在操场上训练战军司的时候 夜初七忽然感觉 下面有什么东西 一涌而出 小腹一阵抽疼 额头上冒出来的 也不知道是热汗还是冷汗 他下意识地闭了下眼睛 在睁眼时 忽然眼前一黑 就这么倒了下去 他倒抽了口凉气 真他妈疼 周围的同学将他扶到医务室 留下孙甜甜照顾他 其余人又被赶回去军训了 作为一个班上唯一的同性 又住在同一个宿舍里 孙甜甜是知道夜初七 有大姨妈在身的 也是个热心肠的姑娘 一边按照校医的吩咐 给夜初七冲红盆水 一边开始数落 我就说让你跟教官请假的吧 撑不住了还死扛着 搞成这样难受的 还不是你自己吗 别人又不能替你受着 夜初七默默地喝着水 没有作声 有特殊情况的话 请假也不是不行 但是他不想在刚开学的时候 就搞特殊 更想让自己记住 这点苦算什么 如果连个军训都熬不过去 接下来的路上 还会有更多的艰难险阻 他要怎么一个人走 孙甜甜又道 那个教官看起来凶巴巴的 我看等你休息一会儿 估计还要被领回去接着训练 你还行吗 夜初七硬着头皮 应该行吧 哎 你不是说你有亲戚是京都的吗 要不然你联系一下 让你亲戚随便找个什么由头 帮你请个假 反正先躲过这两天再说 你觉得呢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是夜初七又忽然不说话了 他所谓的亲戚 只不过是和这些室友聊天时候 随便说说而已 自从肖家出了事儿 就算他是真的夜初七 在这里也没什么亲戚了 他认识并熟悉的 不过就只是一个晋思辰而已 上次从他家里离开 一直到现在 又过去了十几天了 他和晋思辰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任何联系 他都已经说过 自己长大了 可以照顾自己了 他也如他所愿 让他独自高飞了 现在再因为这么点小事 去麻烦他 会不会不太好 他半晌不语 孙田地马上到 喂 夜初见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啊 听到了 你那什么亲戚在京都啊 就是一个叔叔 那你让他帮你请个假呗 这种时候 还是要有家长说话 才比较有分量 我怕你着急去请假的话 那个凶巴巴的教官 会觉得你想偷懒 不如就让你叔叔帮你吧 嗯 夜初期支支吾吾的 半天才到 还是算了 他平时很忙的 我想他应该没有时间 我还是不打扰他了 你问过我的吗 怎么知道我没时间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夜初期一正 木的抬头 望向门口 他怎么觉得 好像是听到了 禁思沉的声音 不对 不是好像 是真的听到了 不仅听到了他的声音 还看到了他的人 像是从天而降的神 出场自带光辉 夜初期瞪着圆圆的大眼睛 一时间 惊喜和惊吓 同时充斥着他的心 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结结巴巴的问道 大叔 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禁思沉的目光 从他脸上淡淡掠过 忽然来了一句 我说我是不小心路过这里 你信吗 夜初期一正 他呆滞地望着他 一时忘了说话 不行啊 那种小乱乱状的感觉 又来了 在两人没有见面的 这段时间里 他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每一天都心如止水 可是他才出现不到一分钟 他的心跳就乱了套 他不过就是问了一句 他怎么会来 可他的回答 算是他独有的见识幽默吗 别说他没事 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学校 就算是有事路过 也不可能那么巧的路过医务室 所以当然不是巧合 那么他就是特地为他而来 从他被送来医务室到现在 前后一个小时不到 他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只能说明他平时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他是关心他的 那种关心并没有让他觉得像是监视 反而像是被人捧在手心里 得知他出事 能第一时间就赶来的 除了他也不会有别人了 夜初期手里捧着温热的红糖水 心里也热乎乎的 有点感动 有点欣喜 还有一丢丢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害羞 弄得他在面对近思沉的时候 竟然不知所措起来 第六十四集 反倒是近思沉 他在夜初期不知所措的时候 走到夜初期身旁 垂下头又问夜初期 不是说过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的吗 夜初期也低下头 不敢直视他 不知是关切还是责愤的目光 弱弱的道 又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 我觉得你一定很忙 就觉得还是不要麻烦你好了 那现在就不麻烦了 大姨妈的事情 她也说不准的呀 若是换做别的事情 在她搞不定的时候 一定不会逞强 但是事关大姨妈 总觉得不太好开这个口 但是近思沉 却不这么认为 她目然间又来了一句 现在好点了吗 好多了 还有多少天 啊 夜初期不明所以地 抬起头来 不是不理解她这话问的意思 她只是不太敢确定而已 近思沉更直白地问 你的大姨妈还要几天 夜初期愣了一下 感觉小脸瞬间烧了起来 就连一旁的孙田田也是目瞪口呆 这个大叔说话还真不带拐弯的 然后没有人回答 近思沉思沉 近思沉觉得女孩子害羞的点还真是奇怪 这明明就是很正常的生理问题 她也尽量问得很随意 难道问话方式还是不对 好吧 她决定再来一遍 听到就回答 自己的生理期多少天你都不知道的吗 她不是不知道 也不是不回答 而是闹不明白她好端端地问这个干什么 但她还是老老实实地答道 这个 一般 五六天吧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然后呢 我待会儿还要见个重要客户 不能在这里多逗留了 你自己好好休息 记得 以后有事情 要给我打电话 夜初期愣愣地应道 哦 我先走了 夜初期张大嘴巴 一声哦 还没有说出口来 也还没来得及说声再见 晋思辰就已经转身出去了 她走了 跟来的时候 一样突然 前后夹起来 应该也不超过五分钟了吧 夜初期的大脑空了一瞬 陪在她身边的孙甜甜 反而就大叫了起来 哎 夜初见 孙甜甜拽住她的手臂 刚才那个 真的是你叔叔吗 嗯 你叔叔 你以前怎么没说过 你有一个这么帅的叔叔 夜初期语色 拜托同学 我们就认识了几天好吧 哪里来的以前 哎 她是你亲叔叔吗 不是 我爸爸的朋友 他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结婚了没有 有女朋友吗 你说说不仅人长得帅 还好高啊 目测 至少有一八五以上吧 跟我站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那啥 嘴萌身高差 夜初期不动声色的 逆了眼 激动不已的孙甜甜 这位同学 怎么说呢 人如其名 长得倒是蛮甜美可爱的 至于身高嘛 夜初期只能说 东北妞 不足一米六 也算是蛮稀有的 跟净身高一八七的 近思辰 站在一起的话 怎一个蒙字了的 夜初期已经习惯 这些无知少女 看到近思辰之后的反应了 比如之前的安又林和刘畅 哪个不为近思辰的 盛世美颜所倾倒 喂 你说话呀 孙甜甜半天也等不到 夜初期的回答 不由得摇了摇她的手臂 夜初期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毕竟刚才 孙甜甜的问题那么多 所以归根结底 只有一个字 嗯 孙甜甜喜笑颜开的 又向夜初期 打听了一些关于 近思辰的情况 两个人聊着聊着 孙甜甜忽然又大惊小怪的 叫起来 呀 那你刚才怎么不提 让你叔叔帮你请假的事 夜初期也猛了一下 是啊 怎么没提呢 孙甜甜又道 还有啊 你叔叔看起来蛮关心你的嘛 特地过来看来 可他为什么没帮你请假 也没接你回家休息 只问候了你的大姨妈啊 夜初期又猛了一下 是啊 怎么就只问了他的大姨妈呢 他特地赶来看她一眼 就问了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然后就走了 所以呢 夜初期刚才也是后知后觉 这会儿才意识到 他来了还不如不来呢 既没有帮他解决燃眉之急 反而还多招惹了一个小迷妹 真是的 像他那种行走的荷尔蒙 就不该出来祸害人 夜初期有些泄气 他今天是着实撑不住了 才得意休息小半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还是得硬着头皮上战场 别说他是大姨妈在身 同宿舍的其他几位 都被晒得皮肤通红 一回来就瘫在床上 揉着胳膊腿 怨声载道的 直呼受不了 一个个儿都求爷爷告奶奶的 不是咒教官生病 就是祈求老天爷来一场雨 可是一查天气 别说雨了 连朵云都没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京都都是晴空万里 最高温度全是三十度往上 别无他法 只好干熬着 第二天 大家刚在操场集合完毕 天边忽然刮来了一朵黑云 然后下雨了 下雨了 也不知道是哪个胆大的 忽然喊了一句 然后整个操场就跟着沸腾起来 烈日炎炎之下 谁也不想继续这苦逼的军训 恨不得来一场雨可以放假休息 这下子终于得偿所愿了 教官们都猛了 京都今年大旱 已经差不多连续一个月不下雨了 天气预报也显示至少未来的十天内不可能下雨 可是大家仰头望着天 稀稀利利而下的确实就是雨啊 一场大雨解放了大衣的心生们 户外军训是不可能了 于是所有人到室内体育馆集合 聚在一起接受思想教育 然后进行拉歌训练 再然后纷纷回宿舍休息了 这一场诡异的雨真是大家的福星啊 一个小时后雨势渐小 但始终不停 断断续续地下着 夜初期和室友们一起叫了外卖 吃过早饭之后 就躺在宿舍里睡觉玩游戏刷微博 在这个网络通讯如此发达的年代 有了手机陪伴谁也不寂寞 忽然正在刷微博的云南大叫起来 哎我就说呢 今天怎么突然就下雨了 原来是人工降雨啊 这一叫唤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 什么人工降雨 你们自己看微博都上热搜了 于是大家都纷纷登陆了微博 果然排行第一的就是京都今天 忽如其来的大雨 全民都在热议 京都干旱太久 有时候也会进行人工降雨 一戒燃眉之急 但是这些都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做的工作 唯独这一次是个例外 原来这次降雨是经过相关部门许可的私人行为啊 眼看着京都人民都被汉情闹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于是有人出资赞助了这次降雨 还连续降五天呢 妈呀五天 我们可以放下五天了 没想到这年头的资本家里还是有好人的吗 不知道是哪个大佬一出手这么阔闯 建市集团应该是个大公司吧 建市集团我知道 一直没吭声的柳芳飞忽然出生了 她是土生土长的京都人 所以了解一二 接着道 建家是京都四大家族之一 现在当家的晋邦国在每晚的新闻联播上 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吧 听说建市集团就是晋邦国唯一的儿子一手创立的 孙田田和于南都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惊得张大了嘴巴 这么牛逼的背景 怪不得 孙田田在惊讶过后 忽然灵气一动 像是想起了什么 她连忙从床上蹦起来 也不顾他们都是睡在距离地面一米八的上铺 直接从自己的床上跳到了夜初七的床上 这忽如其来的举动 别说是夜初七了 就连柳芳飞和于南都吓了一跳 孙田田却哆哆嗦嗦道 夜 夜 夜初七 昨天来看你的那个 你教她大叔的那个 你后来说的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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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姓晋啊 夜初七还是傻愣的 可是 孙田田此话一出 柳芳飞和于南都连忙望了过来 夜初七这才点头 是 可是 她其实有那么一瞬想要隐瞒的 至少告诉他们 靳思辰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靳 孙田田没等她继续说下去 就夸张地大叫起来 哦 我不行啊 昨天跟这么牛逼的人物面对面 我居然没跟她问一下手 也没问她要一个签名 你见到她了 于南和柳芳飞一口同声 第六十五集 孙田田道 可不是嘛 你们不知道她有多帅 当时我一看她那气场 就觉得她肯定不是凡人 没想到真的这么牛啊 哈哈 感觉我有红眼金睛啊 夜初七好像也不能再否认什么了 确实 有些人不用说话 不用介绍 用气场就足以告诉所有人 她无视凡人 想瞒都瞒不了 小夜初七啊 没想到你有这样的后台 深藏不漏嘛 我以后要抱紧你大腿 有事你得照我 好吧 她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咱们也没想到 才开学短短几天时间 她原本想低调的 却还是以这样的方式高调起来 她沉默了片刻 认真的道 好了好了 别吵 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就好 可不要到外面四处宣扬 行吗 只要你照我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懂 越是牛逼的人 越要低调 夜初七放心的点点头 下一秒 一惊一乍的酸甜甜 又尖叫起来 不对啊 夜初七 昨天你大叔匆匆忙忙来看你 别的不关心 就问你大姨妈多少天 还有这种内幕 鱼乃和柳芳飞 又是一副八卦脸 望着他们 孙甜甜接着道 她问完之后 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吗 你说五六天 结果今天就搞人工降雨 还连续五天 有一个事实已经呼之欲出 他们三人六只眼 齐刷刷的 全都望向夜初七 夜初七咽了下口水 有种被捉奸在床的窘迫感 忽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 说什么都不对 孙甜甜又补充道 你还说他不是你亲叔叔 那你们 哦 有料哦 快报快报 别说什么事都没有 别说你们是纯洁的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一个叔叔 知道我来大姨妈 不方便军训 就特意一掷千尖 为我来一场人工降雨呢 哟哟哟 我的少女心要炸裂了 啦啦啦啦啦 哇塞 大叔威武 大叔好帅好帅 我要成为他的死忠粉了 他们三言两语的 全是调侃 夜初七感觉到 自己的心头 有一股激烈的情绪在碰撞 仿佛马上就要跳出心口来 心跳快的都要不受控制了 他的脸红红的 一直红到耳根脖子 他倾壳一声 故作淡定的道 哼 哎呀 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了 他真的真的 就是我大叔 不跟你们说了 夜初七捂着脸跳下床 假装去上洗手间 事实上 他却是等到自己激动的情绪 完全平复了之后 用手机拨了靳思辰的电话 嘟嘟嘟 电话没响一声 夜初七的心就往上提了一下 这种紧张又兴奋 想要他快点接通 却又怕他接得太快的感觉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夜初七都不曾有过 所以他不知道是什么 喂 是靳思辰的声音 只是很平常的问候声 没有波澜 听不出情绪 夜初七的心 却在这一刻 崩到了极致 忽然说不上话来 喂 许师太久 没听到回应 靳思辰又围了一声 夜初七紧张地 吞咽了一下口水 这才好不容易 找到自己的声音 喂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不知道靳思辰 听到这句话的 第一反应是什么 总之 夜初七都被自己吓了一跳 他本来就是个 大大咧咧的性子 忽然间 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连说话都娇声软语的 软软的 诺诺的 嗲得让人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最重要的是 连一声称呼都没有 直接奔入主题 就搞得跟茶岗一样 就好像他们之间的关系 亲密如恋人 靳思辰确实愣了一下 他甚至怀疑 给他来电的人 是不是夜初七 他猝了下眉 特地将手机 从耳边拿下来 然后看了一眼 看到手机的屏幕上 显示着小东西三个字 是他 却又不像他 这次轮到 靳思辰久久没有应答 夜初七懊悔的 呲牙咧嘴的 好半天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如常问道 喂 大叔 是我啊 嗯 知道 你现在在做什么 忙吗 还好 有事吗 听听 刚才还是谁谁谁在说 谁谁谁炸裂了 谁谁谁的少女心 结果呢 夜初七有时候觉得 这男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解风情 一上来就来这么一句开场白 搞得好像没事就不能给他打电话一样 他吸了口气的 没 没什么事啊 就是 大叔 今天下雨了呢 我看见了 都干旱了这么久 我听说这次是人工降雨的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话题引到正题上来了 刚刚才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跳 忽然之间又狂乱起来 夜初七感觉自己握着手机的手掌心都冒了汗 紧张得不知所掌 万一他很直白地承认这是他做的呢 万一他更直白地承认这是他专门为了他做的呢 那么他该怎么接 啊 夜初七紧张地等待着 在他恩了一声之后很久都没有别的话 他这才确定他的话说完了 恩了一声就完了 他事先预想的剧情不是这么发展的呀 他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怎么重提这个话题 如何套出靳思辰的回答 靳思辰却忽然问道 你身体好些了吗 夜初七愣了一下才答道 好多了 又不用军训了 那就好 我现在还有点事要处理 你先好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 夜初七闷闷地应了一声 哦 然后还没等他说再见 靳思辰就已经挂了电话 夜初七听到电话里的盲音 看着手机屏幕一点点按下去 心情郁闷了 所以他给他打这通电话是为了什么 聊了这么久 该说的没说 想听他说的 他也没说 而且 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出来 他不想提人工降雨这个事 什么意思啊 把自己当成活雷锋了 做了好事还不想留名啊 算了 反正他就是这么闷骚的男人 他不想说 他也就不勉强了 但是 归根结底 这场降雨可谓是将他解救于水火之中 他向他表达一下感谢 是应该的 本来想再拨一次他的电话 想起他刚才说在忙 他只好改成了发信息 他说 我请你吃饭吧 他发完就收起了手机 毕竟他说在忙 应该不会那么快回复的 却不了 靳思辰秒回了一个字 好 很快又补充了一句 等我不忙了 再联系你 明明就是一句很正常的话 没有任何特别的字眼 可是夜初期就盯着这句话 看着看着 唇角不自觉的往上翘起来 那唇角上扬的弧度 跟靳思辰如出一辙 同一时间 张扬正好在靳思辰的办公室里 汇报工作 他亲眼看到靳思辰接了电话 发了信息 然后 笑了 纵使张扬是个男人 却还是愣了一下神 有一种男人 连同性都觉得 他的笑颠倒众生 而且 空旷的办公室里 就他们两个人 出奇的安静 即使靳思辰的手机 没开免提 张扬也将他和夜初期的对话 听了个大概 也没见聊什么特别的 居然笑得那么一言难尽 而且 靳思辰避免提起人工降雨这个话题 张扬也听出来了 说起人工降雨 张扬就很想吐槽一下 他也是昨天忽然接到 靳思辰的吩咐 让他去跟政府相关部门联系 务必要在今天 进行一场降雨 京都乃天子脚下 干旱了这么长时间 相关部门已经准备 要进行人工降雨了 这时候 却有资本家带着资本 找上门来 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 必须降 马上降 钱不是问题 要多少有多少 张扬都猛了 靳氏集团 什么时候改行做慈善了吗 他跟在靳思辰身边这么些年 对大老板的印象 一直都是成熟稳重 深谋远虑有主见 从来不冲动行事 可是 最近却接二连三地做些 莫名其妙的决定 第一次大发善心 是给新亚高中 捐图书馆 捐多媒体教学楼 再加上全校学生 从春到冬的校服 张扬是知道的 那次是因为夜初期 那么这次呢 第六十六集 直到靳思辰在吩咐时 假了这么一句话 京都汉了这么久 对整个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 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工降雨 势在必行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会下雨 所以这次 就连见五天吧 尤其是大学城那边 大学城 张扬马上就联想到夜初期 又是因为他 果然是因为他 尤其是当张扬知道 靳思辰搞这么大阵仗 只是为了让夜初期 在生理期 递开军训的时候 不得不将一个大写的福字 揣在心里头 这波骚浪的操作 就问你服不服 有钱人真会玩 大boss连泡个妞 都这么的婉转有内涵 张扬不禁 为夜初期暗自磨了把汗 那么软萌的妹子 怎么可能逃得出 大boss的五指衫呢 说好了要请靳思辰吃饭 夜初期便一直在等他的电话 结果他还没等到 靳思辰的电话 倒是向雨杰先联系了他 那日正值周末 夜初期窝在宿舍里 前一晚追剧到半夜 正打算一觉美滋滋的 睡到自然醒 没想到 却被电话铃声 扰乱了计划 我 他好半天才摸到手机 迷迷糊糊的接听 向雨杰的抱怨声 很快就传来 夜初期 你可没良心的 居然让我足足等了五十一秒 才接我的电话 你哪次找我 我不是秒记啊 你居然让我等这么久 夜初期猛了一下 他并没有留意电话响了多久 可是五十一秒是有多久 为什么听他的语气 就像是等了三声三声似的 向雨杰却偏偏小题大做 继续道 你知道在这五十一秒的时间内 我等得有多绝望吗 你知道在这五十一秒里 我的心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吗 夜初期从床上坐起身来 原本仅存的那点睡意 也被向雨杰的鬼哭狼嚎给吓没了 这家伙 又是日常发哪门子的神经 他还没怪他打扰他和周公相会 他反而还怪他接得慢 不就是五十一秒吗 有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夸张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这是在客串穷妖戏呢 说话 向雨杰没等到夜初期秒回 马上就要求的 夜初期拢了下凌乱的长发 问道 好家伙 你今天又吃错了什么药啊 废话少说 你马上来机场 机场 夜初期不明所以 问道 干嘛 废话少说 马上来 考验咱俩交情的时候到了 你这次若是不来 以后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他还没搞明白究竟是什么情况 向雨杰已经挂了电话 他们俩的交情吧 虽然谈不上有多深 但是好歹曾经统一过战线 想以气死大叔为目标 就算最后没有成功 但并肩作战的情谊还是在的 他没有迟疑 以最快的速度将自己收拾好 就匆匆出了门 到了机场 他才知道 向雨杰所说的 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是什么意思 想当初高考成绩出来之后 几家欢喜几家愁 夜初期还算是欢喜 但是向雨杰却明显是愁的那个 只要他把18岁就当爸的光辉经历说出来 任凭谁也不会相信 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学习成绩就更不用说了 向雨杰的高考分数在全校垫底 自然无缘大学 但是他爸爸是向超 走后门这种事 向超也不是没干过 否则向雨杰当初也不可能在新亚高中学习 可是向超却不想继续在国内走后门了 思前想后 向超决定将向雨杰送出国去历练几年 学校联系好了 生活住宿安排好了 向雨杰却不肯去 向超这次没有依他 而是亲自将人押送到了机场 夜初期赶到的时候 向雨杰正在候机厅里 抱着身边的大圆柱子不肯松手 跟向超来硬的不行 他便开始走温情路线 爸 我们父子分离了十九年 好不容易才团聚 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你老人家 你忍心就这么把我送走了 向雨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着 当然这只是一种情绪 他既没有鼻涕也没有眼泪 向超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种话 差点就感动了 不过既然已经下定决心 这招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用 他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强硬 说道 等我真成了老人家 再回来孝敬我也不吃 向雨杰见一技不成 折好再生一技 那小宝呢 他还那么小 我知道 从小没有爸爸陪在身边长大的苦 你想让小宝也重蹈覆辙吗 向超像是听了什么笑话 道 那正好 可能你也需要跟我一样啊 尝试一下骨肉分离的滋味 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爸爸 等你什么时候能独立抚养小宝了 就让你回来 你 向雨杰像是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他终于放弃了抵抗 一手捂住胸口 一手颤抖地指着向超道 你 向超 你欺人太甚 人家还只是个孩子呢 欺的就是你 想抗议 先等自己有那个能赖再说吧 反正他就是打定了主意 转硬不吃 不管向雨杰出什么招 他都不接 向雨杰知道大势已去 索性不再求饶 直接豁出去了 好好好 我算是看透你了向超 我就知道 你在嫌弃我和小宝的出现 扰乱你原本 潇洒自由的生活 搞得你现在每天都得准点回家 你又不能泡了 夜店不能去 你恨不得找个机会 将我们一脚踢开是不是 你 你这么对我 我要告诉我妈 向超沉稳的脸色 终于有了小小的波动 他捏了向雨杰一眼 依然不冷不热地道 有两件事你搞错了 第一 我嫌弃的只有你 不包括小宝 我疼小宝还来不及呢 不会将他一脚踢开的 第二啊 别给我提你那个妈 你回来跟我这么长时间 他露过面没有 打过一通电话没有 有本事你就告诉他 我还想问问 他怎么当妈的 被嫌弃成这样 他感觉自己生无可恋了 他重新抱住柱子 眼看着向超较过来拽他 他被迫使出了最后一招 威胁道 你 你别过来啊 要不然我就 我就 就 柱子后面忽然传了一声轻壳 夜初七从后面走出来 在向雨杰诧异的目光下 他很淡定地道 行了 差不多得了 气太过就嫌假了 别说你真的敢一头撞上去 向雨杰还真的不敢 他惊讶地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看他一副气定神贤的样子 就知道绝对不是刚刚才到的 果然 夜初七打道 不早不晚 应该刚好在你开始表演的时候 所以 他刚才那么怂的样子 全被他看到了 向雨杰本来就只是威胁向超 这一下子 真的连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向超走过来 直接拎着他的衣领道 行了 少来这套下火 我连孙女都有了 传宗接代都用不着你 也以为自己有那么重要 我不要走 你放开我 叶出戏 你愣着干什么 快帮我劝劝向超 起码让我追到你再走 否则我的泡妞史上 出现这种败笔 我死也不甘心 你要等着我 听到没有 向雨杰大呼 小叫的 吵得向超 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巴 还想让人家等着他 也就是自己的亲儿子向超才不忍心那么打击他 小子 认输吧 你玩不过 金思辰那只老狐狸的 说话 就好像也没什么意见 可第二天 金思辰就主动联系了他 说是已经帮他物色好了 哪个国家 哪个学校 哪个专业 列举了很多 随便向超自己挑 可谓比向超这个当爹的还要上心 不过向超却很清楚 金思辰心里的那点小酒酒 他哪里是热心 分明就是黑心 巴不得把向宇杰送得远然的 以后不能再缠着叶出妻 最终向超下定了决心 虽然不全是因为金思辰 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他也跟天底下所有的父亲一样 望子成龙 随着年纪的增长 以前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现在都变得通透无比 向超自认 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从未参与过这个儿子的成长 所以向宇杰长歪了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向宇杰的本性并不坏 只是行为习惯 过于懒散 大概是以前有他母亲惯着 后来又有父亲可以依赖 向超想了许久 他觉得向宇杰应该去吃点苦 才能独立 一味地将他庇护在羽翼之下 只会害了他 所以决定了 就不回头 第六十七集 夜初期眼睁睁地看着向超 把向宇杰压向了安检口 他当然没有劝 甚至连脚步都没有迈一步 他只是微笑着 朝着他离开的方向 挥了挥手 如果他真的只有十八岁 或许会觉得向超的强硬不可理喻 可是 以他现在的心理年龄 已经可以理解 什么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 向宇杰离开这里 谁也预料不到 这对于他未来的影响是好是坏 但至少已经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有缘自然还会再见 夜初期目送着向宇杰 进了安检口 这才转身离开 这边才刚刚恢复平静 那边马上又是兵荒马乱 夜初期还没来得及离开机场 忽然就迎面冲进来一群人 男的女的都有 普通年龄偏小 一眼望去就是中学生居多 有的手举横幅 有的拿着海报 还有的挥舞着手中的灯牌 全部涌向街机口 这种景象在京都机场很常见 但凡是有明人明星出现 这些疯狂的追星族就会集体出动 夜初期对这些没有兴趣 却低估了追星族的迫切和疯狂 大家都是一勇而尽 只有他在往外走 两股力量相碰撞 宛如鸡蛋撞上了石头 夜初期被挤得一个猎浅 不小心撞到了身旁的人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那人穿着一身深蓝色的休闲西装 身上提着一个款式简单的公文包 正巧他搁在包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打算接电话 公文包的拉链还没来得及拉上 就被夜初期这么一撞 噼里啪啦 他的包和手机通通被撞掉在地上 就连包里的东西都撒出来不少 对不起 夜初期连忙道歉 不过在嘻嘻嚷嚷的人群里 估计对方也没听见 他只能停住了脚步 等那群疯狂的追星族 全部路过这里走远了 他才重新道歉 不好意思啊 刚才人太多了 不小心撞了你 他一边说着 赶紧蹲下身去 帮人捡东西 没关系 那男人开口回了一句 也同时蹲下了身 夜初期将公文包捡起来 拍了拍 才递还给了他 又仔细扫视了一圈周围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遗漏了 果然有 就在距离他脚边不到一米的位置 躺着一枚小小的印章 夜初期将印章拾起 在递过去的时候问道 这个也是你的吧 是 他伸过手来接 但夜初期却忽然断了一下 不还了 男人疑惑地望向他 却见他先是呆愣了片刻 然后 欣喜一点点地迈上眼眶 最后激动地道 是你 这个是你的 难道你就是那个 那个传说中最年轻的名画家 就在刚才准备将印章递过去的那一瞬 夜初期无意间 瞥见了印章底部的字 薛一鸣 要知道 前世的他不爱医术 对于家中安排他学习管理 他也是被迫接受 他唯一自己感兴趣的 就是画画 薛一鸣这个名字 是最近几年才活起来的 在全世界 举办了几次巡回画展 如今他的画已经被炒到 最低百万起步 被誉为最具收藏价值的画 夜初期很爱他的画 自己就收藏了好几幅 闲暇时还刻意模仿过 他的作画风格 这个薛一鸣 说是他的偶像也不为过 他是努力地克制着 才没有像刚才那群追星的小迷妹一样疯狂 而是洋装淡定地 抬起头来 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他大约三十上下的年纪 鼻梁上下着一副无边框眼镜 清俊如雅 夜初期将印章递给他 忍不住又想确认一遍 这个印章是你的 所以你真的就是那个画家 薛一鸣 薛一鸣点点头 我是 太好了 我可喜欢你的画了 没想到居然能见到你本人 更没想到 你不但画画得好 本人还这么帅 许是他的反应有点夸张 薛一鸣的脸上 立即闪过一丝不自在 夜初期这才意识到 初次见面 自己的反应太唐突了 他忍住笑意又问道 那个 我听说你近期准备 在京都举办一场大型画展 是真的吗 薛一鸣点头 啊 有这么回事 夜初期更高兴了 真的吗 他他他太好了 在哪里举办 什么时候会有官方消息出来 我一定会去看的 薛一鸣看到小姑娘如此热情 不由地勾了下唇角 他从包里取出两张入场券 递给他 道 难得咱们今天有缘碰见 时间和地点都在入场券上 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邀朋友一起去看 巧遇偶像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夜初期觉得不太真实 在机场和薛一鸣分别之后 他就回了学校 还时不时地拿出那两张入场券来看一下 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入场券上在明的时间是10月8号 还有十来天呢 夜初期盼着那天早点来临 也时刻在盼着电话早点响起 当然他的电话几乎每天都会响 但他骗不了自己 他盼的那个人是晋思辰 自从上次军训被送医务室那天 匆匆见过他一面之后 他像是又从他的生活里退场了 后来他主动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提起要请他吃饭这件事 晋思辰的回答还是忙 等空下来再说 夜初期还算懂事 没有再打扰 一天天下来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军训结束 国庆长假也随之而来了 同寝室的其他人都回家去了 只剩下夜初期一个 毫不凄凉 他就是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晋思辰的电话 有些期待 过了最关键的时刻 也就渐渐的淡了 不过夜初期还是很快 就接了他的电话 刚围了一声 他那边就严谨意该的道 是不是在宿舍 嗯 出来 夜初期愣了半晌 才反应过来 问道 大叔 你该不会又是碰巧路过我们学校吧 这回我信 晋思辰没理会他的调侃 还是那两个字 出来 十分钟后 夜初期在学校门口看到 晋思辰 确切来说是看到了他的车 他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当玻璃降下来的时候 他才弯下腰来 看到了坐在车里的男人 笑盈盈的问道 大叔 你怎么来了 来讨阵 啊 我今天刚好不忙 又刚想起 好像有谁说过要请我吃饭来着 所以我就过来了 夜初期愣了愣 过去了这么些天 他不提 他还真放了 最后 夜初期提 去吃海鲜 晋思辰同意了 夜初期一直觉得 两人的相处模式很奇怪 他依赖他 信任他 在他面前 才敢毫无戒心地 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有时候百无禁忌 有时候又 说不出的尴尬 正如此刻 两人又有一段时间没见 明明刚才在车上的时候 还有说有笑 聊得很开心 这会儿 两个人面对面 坐在包厢里 等待上菜 那种不自在的感觉 忽然就来了 夜初期不知道 这是他一个人的感觉 还是晋思辰的感受 也同样如此 各自安静了几分钟之后 大叔 你急着不忙了吗 两个人同时开了口 分毫不差 四目相对时 两人的视线中 又牵引出 隐隐的尴尬 在以前朝夕相处时 这种感觉并不清晰 如今久久才见一面 不知怎么的 就忽然变得不对劲了 不过 有了一个新话题 夜初期也终于有话可说了 挺好的呀 同学们也都挺好相处的 我还加入我们学校的美术社 晋思沉重了一下 美术社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 医学大学 虽然主打那个医子 但是为了培养学生 多方面的兴趣爱好 各种社团活动 也是层出不穷 他忽然问道 你也喜欢画画 夜初期理所当然地回答 对呀 我也就这么点特长了 特长 对呀 怎么了 就 就是爱好 也不是特别 那什么 晋思沉盯着他的目光 有点不太对劲 夜初期忽然就有点心虚了 不明白他那种像是质疑 又像是探究的目光 到底是什么意思 晋思沉忽然道 你和你爸爸 你们平时 是不是都不怎么交流的 啊 这两个话题的跨度 有点大 他一时跟不上他的节奏 当初 你爸爸将你送来京都的时候 我向他打听了一些 你基本的情况 他说你学习成绩很糟糕 琴棋书画全部一窍不通 我看他似乎对你很不了解 夜初期心里一紧 立即警惕起来 他明白晋思沉的意思了 当然 叶军豪说的也许都是实话 原本的夜初期 也许真的就有那么糟糕 连自己的亲生父亲 都把他否决了 结果呢 他考上了京都医科大学 他还说自己有画画 这门特长 难怪晋思沉会起疑 不过幸好他只是质疑他和 叶军豪之间的妇女关系 而不是其他的 而且他刚才的原话是 你也喜欢画画 也 大概 他是想到萧小了吧 第六十八集 夜初期不想过多地 谈论这个问题 随意道 你不是都知道吗 我妈妈不在了以后 她又是忙工作 又是忙着找小老婆的 哪里能分心来管我 久而久之 如你所见 我们的交流真的不多 晋思沉沉默了 关于叶军豪的私生活 他不想评价 最重要的是 不能在夜初期面前评价 夜初期的心情 本来是有些低落的 直到护生上了 他最喜欢吃的 麻辣海鲜套餐 他心头的机遇 顿时就散开了 在开动之前 还对着美美的餐盘 开了一张照片 发了朋友圈 很快就收获了 很多的点赞和评价 孙甜甜还单独 发了信息给他 抱怨他不够意思 平时在学校吃食堂 等到大伙都离校回家了 却一个人偷跑出去 吃大餐 夜初期贼笑着 回了一句 就爱吃毒食 你咬我呀 孙甜甜马上回了一个 骤然的表情包 夜初期又回道 我这不是先来试试口感吗 等你们返校了 我请客 难得他豪气冲天一回 原以为依照孙甜甜的个性 很快就会欢欣鼓舞 谁知道 却迟迟没有回复 兴许是忙了吧 夜初期不慎在意 放下了手机就开吃 晋思辰看到他吃得 津津有味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丫头 请人吃饭还真够有诚意的 他根本就不吃辣 他却点了一大盘的麻辣海鲜 也不知道是有心的 还是无意的 他看着他直接上手撕螃蟹 吃完了还甩了一下手指的样子 思绪渐渐跑远 是他的错觉吗 怎么会那么的像 他的印象中 也有那么一个人 喜欢画画 爱吃麻辣海鲜 还有顺手指的习惯 怎么提醒都不肯改 他正出神 忽然听到叮的一声 是夜初期的手机 又有信息来了 夜初期吃得正欢 只疼得出一只小指 来按了一下手机的屏幕 原来是孙甜甜 又给他回信息了 之前都是发文字的 奇料他这回却回了一条语音 夜初期已经手快地按了下去 便听到孙甜甜的声音传了出来 请客就免了 反正我海鲜过敏 你要是想做好事 不如就帮我跟你们家大叔 吹出枕边风呗 夜初期脸色一僵 他刚包好了一只大虾 塞进嘴里就忘了嚼 孙甜甜很直白地说 你们家大叔 好吧 他家的就他家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枕边风是什么风啊 平日里他们怎么调侃 夜初期都无所谓 可是现在 当着晋思辰本尊的面 孙甜甜真是雷了他个措手不及 很显然 晋思辰也听到了 他抬眼望向他 微微促起了眉头 那只大虾明明没有吞进去 夜初期却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 剧烈地咳嗽起来 又是叮的一声 夜初期吓得脸都降死了 想要赶紧关掉手机 然而越是忙越是乱 手机还没来得及关掉 孙甜甜的语音信息再次发了过来 我觉得今年老天爷可能中了血 这都十月了 我们大东北都还能热死个人了 是不是太没天理了 要不跟你们家大叔说说 再来几场人工降雨 造福一下我们东北民众 夜初期成功地关了手机 在他的手机关掉之前 已经足以让晋思辰听完了这番话 夜初期将手机拍在餐桌上 将头也埋下去 用自己的额头 一下一下地轻撞向桌面 生平第一次有这种 恨不得去钻地缝的感觉 这个大嘴巴孙甜甜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说这个话题 为什么 他窘得都无颜面对 晋思辰了 现在的感觉就是 哀莫大于心死 等待着晋思辰的质问和宣判 可是他等啊等啊 额头都快磕肿了 对面的男人 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好像刚才的事情 就没发生过一样 这就过分了 杀人还不过就是头点地 他又不是龙的 明明就听得一清二楚 早点问清楚不行吗 为什么要这样 慢刀子杀人 慢慢磨啊 也不知道就这样 过了多久 夜初七趴在桌子上 都快睡着了 还是没听到 晋思辰那边 有任何动静 他索性把心一横 心里倒数着 三二一 然后猛地抬起头来 晋思辰也早就 放下了筷子 双手抱毙 靠在椅子上 锐利的双眸 紧锁在他的身上 像是从来没有离开过 夜初七就这么猝不及防地 落入他深如寒潭的眼中 他什么都不说 但是从他的目光 到他的表情 都在传递着同一个讯息 解释 夜初七苦着一张脸 扮起了可怜兮兮 大叔 啊 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什么都没想 晋思辰只不过是凑巧 听到了而已 夜初七赶紧道 不凡是 我绝对没有故意向同学 透露你的身份 但是他们会看新闻的吗 京都虽大 兴进的也不少 但是能排得上名号的 他们稍微在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而且你那次又到医务室看过我 他们自然就联想到你了 我真的真的没有为了满足自己的薛荣心而吹牛逼 晋思辰不动声色地勾了下唇 吹一下也无妨 啊 夜初七没等来他的兴师问罪 反而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猛了一下之后还是下意识地反驳 我没有 晋思辰又道 这就能满足你的虚荣心了 我 好吧 他承认 当室友们双眼冒红心 一个劲地夸赞他的大叔有多好 对他又有多好的时候 他的心里跟抹了蜜似的 勉勉强强的 算是有那么一点虚荣吧 可是 晋思辰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他的担心似乎多虑了 他非但没有要追究的意思 甚至连一点点的介意都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 好像还觉得他在调侃她 是怎么一回事 夜初七定定地盯着她 观察了半晌 确定她是真的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之后 心也就定了 胆子也大了 他轻了轻嗓子 一开口便道 他说 你是在 撩我吗 撩 晋思辰被这个字 雷德俊连有几分僵硬 夜初七心里却乐呵了 看吧 反转就是来得这么的突然 仿佛一下子 仿佛一下子就掌握了主动权 夜初七心里有个邪恶的小人开始张牙舞爪 看你呀的刚才敢吓我 看我现在不怼死你呀的 晋思辰没有马上回答 夜初七又继续道 哦 我差点忘了大叔你跟我们之间存在好几个代沟 你是不太理解 撩是什么意思吗 嗯 晋思辰也真的希望他不理解 呃 就是 炮的意思 反正我的室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都说你是因为想炮我 他们在无话可说的时候 夜初七总感觉自己被他牵着鼻子走 稍有一个不留神 连空气都是尴尬的 然而 一旦找到了话题 尴尬就自然化解于无形 他胆大起来 连晋思辰都招架不住 至少他这会儿无言以对了 夜初七却眨不着大眼睛 无辜地盯着他看 他脸上任何一个细微的表情 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的惊喜 还好 晋思辰毕竟也是见过大世面的男人 交了几秒之后 面不改色地道 这么说来 我和你们之间的代沟 应该不止几个 连对炮子的理解都不同啊 所以 这是否认了 夜初七忽然迫切起来 像是急于求证什么 可是 你特地跑去问我大姨妈回来几天 难道不是为了让我在生理期避开军训 才搞的人工降业 巧合 竟是能发展到今日的规模 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也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心意 所以 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候 做些什么回馈社会 有什么问题啊 夜初七想了想 貌似还真的没问题 所以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 人工降与这件事 是本来就打算做的 他在这个时候来大姨妈 是巧合 碰巧 帮了他而已 你好 我好 大家都好 而已 得意不到一分钟 就被打回原形 夜初七表示不服 他的美目一瞪 不管他说的多有道理 他也要强词夺理 哪有那么巧 就算都是巧合 可是大叔 你也很巧的让人误会了 靳思辰贪手 问道 你误会什么 你要为人民群众谋福利 早个几天就行 晚个几天也没问题 偏偏要跟我的生理期 对上日子 你不是曾心让人误会吗 搞得我的室友们都以为 我和你有什么不可描述的关系 你知道对我的名誉造成多大影响吗 什么叫做倒打一耙 夜初七把这一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 靳思辰看着他小题大做的样子 挑眉道 这么严重啊 连名誉都受影响了 那你说说怎么办 夜初七趁势道 你得负责 负责 靳思辰 靳思辰猝了下眉 少有兴致地 咀嚼着这个词 他遇到过的女人不少 费尽心思想往他身边靠的也不少 但还是第一次 有个女人敢对他说 你得负责 哼 他忘了 他甚至还算不上女人 靳思辰轻笑道 怎么负责 第六十九集 夜初七洋装想了想 唇边荡漾起一缕狡黠的笑意 精神上的损失 勉强用美食来弥补好了 学校食堂的饭菜真的很一般 等我什么时候想出来吃大餐 你随传随到就好了 他的笑容很明媚 完全驱散了心头的阴暗 怎么办呢 明明知道应该离他远一点 却又忍不住寻个由头和他接近 靳思辰每次看到他纯彻的笑容 他觉得自己的心境也跟着开阔起来 笑道 如意算盘打得挺惊的呀 说是请我吃饭 全点你喜欢吃的菜 年单还没响 就开始盘算着 下回要怎么坑我了是不是啊 叶初七大大方方地承认 哼 算是这么个意思吧 靳思辰笑了笑 却不予置否 虽然中途出了点小插曲 但是这顿饭还算是吃得很和谐的 结束后 靳思辰又把叶初七送回学校 叶初七总是忍不住 在他专注开车的时候 偷偷看他 以前还住在他家里的时候 每天都见到他 反而没察觉到有什么异样 自从搬出来之后 这都还没有分开 就不由自主地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这种感觉似乎有些不妙 尤其是他在这儿胡思乱想 而靳思辰却淡定自若 似乎又有些不甘 黑色的宾利在京都医科大学大门口停下的时候 夜色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 夜初七打开了车门 才卖下去一条腿 忽然又转过身来 对他说了一句 大叔 其实我知道你对我好 嗯 这么明显的事情 他应该也不是第一天发现吧 那么 这个时候忽然来这么一句感慨 是想要怎么样 夜初七接着道 可是 如果你以后还要对我好的话 其实可以比现在更婉转一点的 靳思辰一头雾水 表示没听懂他想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他对他好 为什么又要婉转一点 夜初七抿着唇 笑得无比单纯灿烂 否则你搞得这么高调这么明显 别人都误会了 我也误会了 所有人都说你这么好 我也觉得你这么好 万一我不小心喜欢上你 怎么办 靳思辰一愣 脑袋里像是被捅破了马蜂窝 嗡嗡地响个不停 有那么一瞬 他甚至忘了思考 然后涌上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他喜欢的不是小鲜肉吗 他还沉浸在兵荒马乱的情绪中 没能回过神来 夜初七却扑斥一声 点开嘴笑出声来 跟你开玩笑的了 瞧把你吓的 大叔 拜拜 还没等他缓过来 夜初七就已经下了车 欢快地朝校园里跑去 丢下一颗烟雾弹 管他是会当真也好 当他再开玩笑也罢 总之 搅动一下他的心胡 胡思乱想的 不止是他一个人就好了 夜初七很满意这样的抱负 他那错愕又惊悚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不相信他会喜欢上他 还是害怕他真的会喜欢上他 夜初七觉得应该是后者居多 接下来的好几天 金思辰没有联系过他 他给他发过一条信息 特地又很认真的解释那句话 真的就是个玩笑 算是多此一举吧 他承认 谁让全世界都在说 他在撩他 他却还死不承认 好不容易待着个机会 他也要反撩回来 就是要让他有事没事 揣测一下他的心意 却又怎么都猜不透 如他所料 金思辰没有回复 夜初七便自动地默认为 他是在躲着他 那就暂且让他先躲一些日子吧 一周的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十月八号 如期而至 夜初七看着手上的两张入城券 激动地放在嘴边亲了两下 然后在寝室里挨个问了遍 谁有兴趣陪他去看画展 柳芳飞说 跟男朋友有约会 孙田田说 刚从几百公里外的老家赶回学校 需要导一下时差 需要倒一下时差 云南说 自己连个圆圈都画不圆 恐怕欣赏不了大师画中的意境 就不遭他那张得来不易的门票了 好吧 夜初七只好约了刘畅 京都大学和京都医科大学分别在一南一北 两人自从上了大学以后 联系都不如以前密切了 其实 夜初七知道 刘畅也不经于画画 但是像他那种级别的学霸 是不会放过任何 有助于开拓视野的机会的 所以 刘畅答应了 上午十点 两人相约在清秀山见面 京都地势平坦 唯独清秀山一枝独秀 早已开发成市民健身游玩的好去处 在清秀山的山顶 有一栋五层的观景塔 总面积余一千平米 此次画展的举办地 就是在观景塔内 薛一鸣的名气毕竟摆在那 所以一大早就有上千人在门口排着队 一个个检票入场 接近上午时 塔内已经人满为患 薛一鸣不仅名望颇高 还是个高产画家 这么大的一座塔 从一层到五层 居然全部都陈列了他的画 有的是学画初期的作品 有的是已经拍出天价的真品 夜初期和刘畅一层一层地看上去 每一幅都不错过 逛到第四层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薛大师 夜初期激动地叫出声来 在靠近窗边的角落里 矗立着一抹高大的身影 虽然只是一个侧影 但是夜初期却认出来了 正是在机场 跟他有过一面之缘的薛一鸣 可是那人却没有反应 这里是第四层 相对于下面的三层而言 人算是少的了 更何况是来看画展的 即使是讨论也很小声 没有人会大声喧哗 在这么静谧的空间里 夜初期觉得 自己刚才音量足以让他听见了 刘畅还扯了下夜初期的袖子 小声问道 不会是你认错人了吧 夜初期也怀疑 会不会是自己看错了 于是洋庄看画 慢慢地往窗户那边挪了几步 最后确定就是薛一鸣本人 薛大师 他又叫了一声 已经到跟前的声音 终于引起了薛一鸣的注意 然而当薛一鸣转过身来 却让夜初期愣了一下 眼前的男人 依然身材高大 眉目俊朗 可比起之前在机场相见 此时的他 却显得脸色有点苍白 大白天的明明在室内 却戴了一副宽大的墨镜 遮住了几乎半张脸 薛大师 你怎么了 薛一鸣握着拳头 挡在嘴唇上 轻咳了一声 开口时声音很是沙哑 没大碍 就是眼疾犯了 见不得过 再加上 最近有些感冒 嗓子也不太舒服 夜初期嗷了一声 心想还真是祸不单行 大概是不习惯 被两个小姑娘 这么近距离地盯着看 薛一鸣别开了眼 别宣扬出去 下面的人太多 我最近不太舒服 恐怕也没精力应对 就让大家 安静地欣赏话就好了 我明白 我不会说的 薛一鸣虽然名气很大 虽然却很低调 若不是曾见过面 夜初期也不会知道 站在角落里 安静如画的男人 居然就是薛一鸣本人 他出现在画展上 却又不想因为自己的出现 而引起轰动 夜初期明白他的心意 也乐意成全 这位安静的美男子 薛一鸣又道 这上面两层 都是我初学时的肤浅之作 精品都在楼下 你们要看画 还是往楼下去吧 我在这里 感谢你们对本次画展的支持 大画家这么有名 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夜初期马上到 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啊 啊 就算他的视线被墨镜阻隔 夜初期也能感觉到 他疑惑的目光 你不记得我了吗 啊 他该记得吗 我们见过的呀 那天在机场 大概十多天前 你还记得吗 我撞到了你 捡到你的印章 后来 今天这两张入场券 还是你送给我的呢 不记得了吗 他有些急切地 向他传达这些 他们曾经见过面的证据 夜初期觉得 真不是他自恋 而是就凭他的这张脸 辨识度也算是挺高的呀 就算他脸萌 分不清没瞅好了 但是才十多天前的事情 他无论如何 也不该对他陌生到这种地步吧 薛伊鸣明显地震愣了 在夜初期看来 他应该是在努力回想 大概回想了十几秒之后 他终于才恍然大悟一般 道 哦 原来是你啊 他终于想起来了 夜初期不由地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 毕竟被自己的偶像遗忘 真的很受打击 他还想和他说些什么 忽然 不好了 着火了 第七十集 也不知从哪传来一声大叫 请客之间 仿佛全世界都混乱了 夜初期和刘畅同时紧张起来 下意识地往周围看了眼 没见到哪里着火 又赶紧打开窗户 往外瞧了瞧 果然着火了 目测应该是二楼的位置 已经有浓烟飘了出来 整座塔内乱成一片 尖叫声哭喊声求救声 以及四处逃窜时的脚步声 几乎要把整座塔给震塌 火势蔓延得很快 整座观景塔 主要以水泥钢筋为框架 其余部分 几乎都是用木材搭建而成的 干柴欲烈火 想不燃烧都不行 在大火将塔席卷之前 在下面一二层的燃 都逃得差不多了 可是 在上层的燃 才刚逃到二楼 却已经被大火阻断了去路 夜初七和刘畅就在其中 两人牵着手 看着熊熊大火 很快燃烧到楼梯上 吓得都说不出话来 薛一鸣紧跟在他们身后 也冲了下来 看到在场的工作人员 还在试图扑灭大火 他急得大叫起来 别顾着这些话 烧就让它烧了 所有人赶紧往楼上撤离 快点 话是这么说 但是挂在二楼的每一幅画 都价值百万以上 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他们化为灰烬 怎么能不肉疼 不过 在危急关头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薛一鸣都发了话 其他人也什么都不顾了 自己逃命要紧 脚下的木地板 也已经开始烧了起来 夜初七和刘畅向前进 却又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迟迟不敢迈出脚 夜初七喘着粗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对刘畅道 刘畅你别怕 我们都勇敢一点 趁着现在冲出去 或许只是受点皮外伤 若是等到整座塔都烧起来 我们被困在里面 会没命的 刘畅也喘了口气 恩了一声 准备好了吗 我数一二三 我们一起冲 刘畅点点头 一二三 最后一个数字 刚落下音 两人果然很默契地 往火中冲过去 但是他们焦急 却有人比他们还要急 被困在三四五层 还没来得及逃出去的 大概还有几十人 所以他们才刚迈出去 后面却有人的速度更快 直接从楼梯上跳了下来 正好冲到他们中间 两人握在一起的手 被迫松开 叶初七也是跑了几步 才意识到刘畅不见了 同一时间 却听到刘畅 啊的一声尖叫 被淹没在 滋滋作响的大火里 刘畅 叶初七 叶初七级的大声叫刘畅的名字 大火愈烧愈烈 浓烟已经遍布塔内的每一个角落 叶初七开口的时候 浓烈的烟味呛进喉咙里 他忍不住咳了几声 他刚停止 又有轻微的咳嗽声 传进耳朵里 他不由地震了一下 又叫了一声 刘畅 小七 刘畅虚弱的声音终于传来 我在这里 叶初七看不太清楚 只能循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 走近了 才终于看到 刘畅摔在地上 挣扎着想要站起山来 大火只差十公分 就烧到他的脚边 叶初七赶紧跑过去 将人扶起来 问道 你怎么了 哪里受伤了 刘畅皱着眉道 扭到了脚 此时 整座观景塔 四周围用木板搭建的地方 全都已经被熊熊大火包围 塔里面 也已经是烟雾缭绕 叶初七也没来得及 去查看刘畅的伤势如何 赶紧扶着他 往楼梯那边走 木制的楼梯扶手 也已经开始燃烧 熊熊大火 就围绕在身边 叶初七感觉 他们身陷其中 连五脏六腑 都被烤得快要燃烧起来 他们忍着热气 忍着疼痛 也尽可能地屏住呼吸 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 终于从二楼下到了一楼 只剩下最后几十米的距离 他们很快就能逃出去了 尽管烟雾太呛人 他们已经快不能呼吸了 尽管地板上被烤得极热 鞋子踩在上面 都快要融化了 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 然而 夜初七的长发已经急腰 今天扎了个高高的马尾 发尾不小心扫过燃烧的窗户 也跟着燃了起来 结果他一偏头 已经燃起来的发尾 甩过他的手臂 他就被烫了个措手不及 本能地松开了手 刘畅失去了他的支撑 一个重心不稳 就摔倒在地上 双手撑在滚烫的地面上 烫得刘畅一声尖叫 夜初七甩了甩发尾 也不知道上面的火有没有熄灭 赶紧蹲下去扶起刘畅 刘畅本来就受了伤 现在是伤上加伤 他大口地喘着气 却发现越喘越难受 喉咙里火辣辣的 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刘畅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 支撑自己站起来 夜初七也是细胳膊细腿的 再加上浑身的皮肤 被烤得难受极了 一时半会儿也扶不起刘畅 刘畅 刘畅你再忍一下 起来 快起来啊 你升一十点力气 你只要摔在地上 会被烤坏的 再撑一下就好了 我马上就能出去了 刘畅 夜初七的话 没能再说下去 他自己也被呛得咳嗽起来 他看着漫天的火光 仿佛在经历一场 生与死的搏斗 想要活着很容易 大门就在距离他 三十米不到的地方 如果他丢下流畅 只要几秒钟 就能冲出去 可是他不能 即使他知道 自己重活一次 有多么的不容易 他也不能昧着良心 弃自己的同伴于不顾 要走只能一起走 如果走不了 那就都别走了 所以 哪怕到了最后一刻 他也没有放弃 周围都是逃窜的人 陆陆续续的 有人从楼上跑下来 再奔出去 他喊着救命 求着别人帮帮他 可是没有 这个时候 谁都怕 怕多耽搁一秒 就会葬身火海 在生死面前 谁也怪不得谁 更自私 夜初期还是扶不起刘畅 刘畅越来越重 眼皮越来越往下垂 已经快要昏厥过去 夜初期只能拖着他 挪了几米 只是几米 连拖都没办法了 原本陈列在一楼正中央的画架 倒了下来 已经烧出了一条火路 同时也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夜初期几乎要绝望了 那种感觉就好比他曾经躺在游艇的内舱 等待着云凯来扒他的心 就好比他曾经躺在太平间的冰棺里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他 是不是因为他前面的二十几年 过得太舒心 太舒畅了 所以后半生 注定会有种种磨难 接踵而至 他不知道自己能逃过几次 也不知道这次过后 是不是还会有下一次 巧合 还是人为 全部都逃不过 可是不能放弃 就在他准备再次将流畅扶起来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人奔到他的身旁 帮着他一起将流畅扶了起来 夜初期在绝处 终于看到了一缕希望 叫起来 薛大师 没错 正是他的偶像 大师级的画家 薛一鸣 薛一鸣没有回答他 只是跟他一左一右的 扶着已经半昏厥的流畅 往外面走 终于到了大门口 他才推了他们一把 开口道 快带他走 越远越好 那你 夜初期刚想问他 那你呢 他的话还没有问出口 薛一鸣也没有应他 马上就转身 再次奔赴火场 依照目前的情形来看 在短短几分钟内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逃出去了 但是刚才有人到了最顶层的五楼 往下逃的速度肯定比较慢 尤其是还来了一段 八十多岁高龄的 老爷爷和老奶奶 而且老奶奶的腿脚 还不太方便 拄着拐杖 无所是从 好不容易从五楼来到一楼 两个老人家 都已经被浓烟呛得不行了 薛一鸣赶紧过去 扶住了老爷爷 可是老奶奶的拐杖 已经被火烧得 如同烙铁一样烫 他顾得了这个 又管不了那个 夜初期半扶半搂着流畅 艰难地走出十几米远 他担心薛一鸣 忍不住回头看去 目的瞪大了双眼 他亲眼看到 薛一鸣在千钧一发之际 将老爷爷和老奶奶 往外一推 可他自己 却已经来不及躲闪 燃烧中的楼梯扶手 断裂了一截 从上往下掉下来 正好砸到了薛一鸣身上 熊熊大火迅速将他淹没 薛大师 夜初七惊地尖叫一声 却已经于事无补 他呆愣在那里 一时之间忘记了该做出什么反应 应该是先逃出来的人报了警 很快消防车警车的鸣笛声就响了起来 训练有素的火警立刻冲进了火城 原本雄伟壮丽的观景塔 此时已经成为一座火塔 夜初七眼睁睁地看着火花飞溅 满心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没事 薛一鸣要没事 所有人都要平安无事 第七十一集 横丰医院 夜初七三番四次来到这个地方 不是自己受伤 就是自己身边的人受伤 一次又一次心力交瘁 他骨子里虽然有点叛逆任性 但从小到大所接受的也是明院式的教育 至少在表面上要维持着端庄优雅 从不曾有过邋遢的时刻 今天也算是个例外了 他出门前还特地穿了一件小白裙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 为了让自己的淑女气质 与今日的画展相匹配 可是此刻却是一身狼狈 头发乱糟糟的 发尾被大火烧焦了 参差不齐地绑着 整个人也是灰头土脸的 小脸烤得红红的 右侧脸蛋还被刮出了一道伤痕 身上的裙子就更不用说了 脏得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夜初期本人没什么大碍 除了呛入少许烟雾之外 就只有右手臂被烫伤了 红肿了一片 然而刘畅却被送入了急救室 同时被送进去的 还有最后被从火场里 抬出来的薛一鸣 夜初七是跟随救护车 一起来的 此刻徘徊在急救室门口 不停地向上天祷告 一定要保佑他们 平安无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急救室里还没有传来消息 反而从走廊的另一端 传来了脚步声 夜初七抬眼望去 就看到靳思辰迈着紧张的大步 走了过来 他原本就坐立难安 此时更是坐不住了 输得站起身来 脑子里立刻有无数个念头 一闪而过 他怎么来了 他从出事到现在 也没有通知过他 他是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每次只要他一有事 他总是第一个赶到他身边 靳思辰待会儿会和他说些什么 是温柔的安抚 抚慰他受到惊吓的心灵 还是凶巴巴的责备 又怪他竟干一些不让他省心的事 为什么好好的去看个画展 都能进医院 无论如何 他来了就好 夜初七忽然发现 他悬着一颗心忐忑不安 无论他怎么一个人 求爷爷告奶奶的 都比不上靳思辰来到他身边 然后告诉他 我在 没事的 他就是信他 他说没事 就一定会没事 靳思辰身边跟着张阳 两个人都是神色紧绷 脚步匆匆 可是眼看着就要来到他身边了 他还是目不挟视 就仿佛没看见他一样 夜初七想象中的安抚 或者责备都没有如期而至 就在两人快要擦肩而过时 他忽然开口 叫住了他 那说 靳思辰的脚步一顿 急杀了下来 他望着眼前狼狈的人 紧拧的眉头 没有松懈 反而拧的更紧了 连忙问道 你 怎么会在这里 那么疑惑的样子 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夜初七这才确信 他刚才是真的没有看见他 或者说 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他 所以根本就没有留意 夜初七觉得 自己一直都是勇敢的 就在一个多小时前 在死亡线上徘徊的时候 他也没有怯懦过 他以为 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自己的内心已经足够强大 足以承受所有的大风小浪 绝不退缩 可是一见到靳思辰 他的心里仿佛破了一个洞 那些还来不及表现出来的惊慌 恐惧和委屈 全都一涌而至 他委屈地嘟着嘴 弱弱地道 他说 我今天 怎么了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靳思辰没等他把话说完 就抢先一步问道 夜初七的眼眶一热 我以为我今天出不来了 我还以为我会在大火里死掉 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说哭就哭 连酝酿都不需要 靳思辰被他忽如其来的眼泪 给惊到了 赶紧伸出手臂 揽住了他的肩膀 放柔了语气 到底怎么回事 别哭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他从头到尾 打量了一遍 最后将目光 落在了他的手臂上 他赶紧执起他的手 怎么弄的 被烫到的 身上呢 还有没有哪里有受伤 没有了 就是手 夜初七觉得 要是再迟一秒 他恐怕就要动手 扒了他的衣服 亲自检查了 靳思辰看着他的右手臂 大概有个拳头大小的位置 被烫伤了 最严重的部位 甚至还起了几颗水泡 他轻轻地碰了一下 他就忍不住 撕了一声 疼 靳思辰直接拽住他的手 就要走 我带你去看医生 不用 我这点小伤 不要紧的 这还是小伤 靳思辰的音量 不由自主地拔高了几个度 就好像他身上哪怕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对他来说都是天大的事 更别说是被烫成这样了 这伤口不尽快处理 你是想感染 还是想留疤 夜初期都不想 可是 比起感染或者留疤 他更关心的是 还在抢救的流畅 所以 哪怕靳思辰一再坚持 带他去看医生 他还是拒绝了 认真的道 大叔 我真的不要紧的 我不能走 我的朋友出事了 他还在里面抢救 没等到他平安的消息之前 我不走 两人争执不下 最终还是张杨站出来 打了圆场 靳总 既然叶小姐坚持在这等着 不如我出去买点药 先让他抹一下伤口 等里面有消息了 再去看医生 这也算是个折中的好办法了 靳思辰和夜初期都没有异议 张杨便离开去买药了 靳思辰仔细看着眼前 狼狈至极的小丫头 问道 谁在里面抢救啊 我高中时的一个同学 你们去干什么了 你这一身怎么弄的 他陪我去看了画展 谁知道哪里会忽然着了火 我们都被困在里面了 差点就出不来 现在想想当时的那场景 依然心有余悸 靳思辰却悄悄地松了口气 幸好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要是现在躺在急救室里的人是他 那可怎么办 他缓缓地呼出了一口气 忧心却又庆幸 他握住他的手 忽然不敢再轻易松开 短暂地握意识很正常 可是他已经再三强调没事 他却还是紧握不放 那么霸道的力量 搞得他都不好意思了 夜初期轻轻震了一下 没震开 为了掩饰心底的那股不自在 他忽然问道 大叔 你怎么会来这里 靳思辰明明是形色匆匆赶来 看到夜初期的第一眼 不是放心 而是惊愕 像是根本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他 所以夜初期无比肯定 他不是为他而来 那是为了谁 靳思辰的脸色顿时沉重起来 正想要开口说话 忽然 刚才他来时的方向 又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与刚才不同的是 这次是高跟鞋的声音 很快 一个漂亮优雅的年轻女人 匆匆奔了过来 秀斯 女人面露忧色 直奔靳思辰而来 像是拽住救命稻草一样 抓住他的手臂 愤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这个女人夜初期也认识 她正是靳思辰的同胞姐姐 靳思雅 他们姐弟两个是一段龙凤胎 靳思雅只比靳思辰早出生了十几分钟 明明已经三十岁的女人 但是漂亮的五官保养得宜 再加上一身少女的装扮 看起来像是二十出头的小女生一样 他们姐弟俩乍看之下 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但细看之下也不是那么像 一个刚硬 一个鲜柔 全然不同的气质 靳思辰不动声色地松开了夜初七的手 扶了把自己的姐姐 我也刚到 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靳思雅喘了口气 面向紧闭着的急救师大门 难难地倒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办一个画展而已 好好地一栋楼 为什么就着火了呢 早知道我该陪着她一起去的 她这几天又不太舒服 我怎么没陪着她一起 都怪我 靳思雅说着说着 脚脸埋在靳思辰的胳膊上 声音中已经带着哭腔 靳思辰叹了口气 拍了拍她的后背 安抚道 不管你的事 不管你去不去 关锦塔着火这个事实都不会改变 姐夫既然自有天相 也会没事的 别担心 叶初七听到他们的对话 这才反应过来 姐夫 所以 薛怡明是靳思雅的丈夫 就凭肖家和靳家以往的关系 叶初七应该对靳家的每一个人都很熟悉才对 唯有靳思雅的丈夫是个例外 大概在十几年前吧 具体的时间 叶初七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那年 她还在念初中 听说靳思辰的三姐和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早恋 被发现了 闹得人尽皆知 自古以来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 总是要遭到反对的 就比如前世她和云凯就不被所有人看好 就比如当初安又林和柯毅偷食禁果 就连她自己都想反对 可想而知 堂堂靳家的三小姐 居然恋上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孤儿 这将会在靳家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靳家的老大和老二都本本分分的很听话 偏偏靳思雅和靳思辰这段龙凤胎都是个刺头 靳思辰为了逃避进部队 就往自己身上纹了纹身 靳思雅十几岁早恋 为了和心爱之人在一起 主动宣布跟父母断绝关系 靳家二老被弃了个半死 断绝关系是不可能的 他们将靳思雅关在了家里 然后靳思雅半夜翻墙逃跑 跟人家私奔了 靳邦国派人去追 再然后靳思雅在被追捕的过程中出了车祸 躺在床上休养了三个月才康复 却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靳思雅很懊悔 却不得不为自己的叛逆付出代价 靳家二老也很后悔 早知今日不如当初成全他们 可是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 大概唯一欣慰的就是 那个让靳思雅不顾一切去随他私奔的男人 没有在这个时候遗弃他 反而更珍惜他 靳家二老只能放手成全 后来他们一起去国外生活 很少回来 再后来 谁也没想到 当初那个被靳家嫌弃的孤儿 最终会成为享誉全国的名画家 至少夜初七是没想到的 当年的这件事并不光彩 靳家不外露 连夜初七也只是知道个大概 他没见过靳思雅的丈夫 所以见了面也不认识 在靳思辰的安慰下 靳思雅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 他擦干了眼眶的湿润 忽然问道 爸妈还不知道这件事吧 我是在知道出事之后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只通知了你一个人 二老年纪大了 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不过出了这么大的事 迟早是兜不住的 靳思雅沉默了一瞬 双手合十 默默地祈祷 一切安好 张杨回来的时候 看到靳思雅也在 打了伤招呼之后 就把刚买回来的药 递给了叶初七 叶初七刚伸手 就被靳思辰给切了过去 他仔细地看了下说明之后 再次拽过叶初七的手 挤出药膏 涂在他的手臂上 药膏清清凉凉的 涂在伤患处很舒服 但他偶尔没注意力道 夜初七还是忍不住 醋了眉 叫掌道 大叔 疼 靳思辰 绷着脸没说话 却细心地给他吹了吹 靳思雅见状 明显愣了一下 惊得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 这真的是他们家小四 他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有对一个女孩子 这么温柔体贴过 小四 靳思雅抬了下下巴 一有所指 这位是 其实他并不是现在 才看到叶初七 刚来的时候又匆忙又焦虑 没留意到身边还有其他人 后来留意到了 又觉得他应该是其他病患的家属 所以也没吭声 如果不是他们已经手牵手 靳思雅真的不会把看着 像未成年的小姑娘 跟靳思辰联系在一起 一个朋友的女儿 夜初七这才不得不直面 靳思雅 乖巧地笑了笑 姐姐好 靳思辰不悦地皱了下眉 不然道 这是我靳姐姐 我知道啊 看出来了 所以他最终也没能理解 靳思辰的意思是 他和靳思雅是同一个辈分的 叫他大叔 却管他的姐姐也叫做姐姐 这样子是不对的 靳思雅勉强地对夜初七 挤出一丝笑容 不由地又多打量了几眼 小姑娘很漂亮 但是看刚才靳思辰给人家上药的那架势 若是说他们没有一丁点的暧昧关系 靳思雅反正是不信的 关键是 小姑娘真的太小了 靳思辰正想再说些什么 急救室的门忽然开了 青秀山关锦塔失火案 造成了如下损失 一 关锦塔被彻底烧毁 只能重建 无法翻修 二 塔内一共展出2009幅画 战学一名所创作总和的97% 市值超过1亿 全部化为灰烬 三 最严重的是 此次大火造成了96人轻伤 三人重伤 一人死亡 其中死亡的是 那个拄着拐杖的老奶奶 重伤的是老爷爷 刘畅 薛一鸣 靳思辰不想让年迈的父母 为此担心 还想过要把这件事压下去 但是 闹得这么大 在场的见证者也多不胜数 此事一经报道 就是社会热门新闻 想要压下去 根本不可能 在急救室外 最先传来的是 是两个老人家的噩耗 老奶奶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就不行了 抢救了不到十分钟就宣布死亡 老爷爷毕竟上了年纪 遭此一劫 虽然暂时保住一条命 但也没有度过危险期 刘畅的情况还算是好的 脚扭伤 浑身上下有几处皮肤 轻度烫伤 之所以昏厥 是因为吸入过多的烟尘 精心调理一段时间 就会康复 这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夜初期旋转的心放下了一大半 幸好刘畅没事 否则他真不知道要如何向刘畅的父母交代 恐怕这一辈子也会活在内疚和自责当中 至于薛一鸣 情况就不怎么乐观了 急救室的门打开那一瞬 夜初期也在场 当时 浸丝雅是第一个冲上去的 医生摘下口罩来 疲惫的脸上有一丝颓色 一般来说 这都是不好的征兆 果然 医生一开口 就是沉重的语气 你们家属 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啊 听到这一句 浸丝雅整个人一致 像是连心都不会跳了 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倒下去 幸好浸丝沉服了他一把 夜初期虽然不是家属 但薛一鸣怎么说 也算是他的偶像 而且在危难时刻 还帮了他一把 听到医生的话 他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浸丝沉算是最镇定的 可是也受不了 医生连句话都要说成好几段 磨磨蹭蹭的 他扶着浸丝雅 开门见山的问道 人还活着吗 医生点点头 如此就好 薛一鸣重伤被送来医院 浸丝沉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估计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 但只要人还活着 活着就是希望 也不知道是这个医生 经过漫长的抢救 是真的太累了 还是天生就是个慢性子 他点完头之后 又间隔了十几秒才到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 是危险期 如果能平安渡过去 应该能保住一条命 然后呢 又间隔了十几秒 等到就连夜初期都急得 恨不得冲上去 掰开他的嘴时 他终于再次开了口 不过 他吸入了过多的烟尘 可能对嗓子有所影响 还有 他全身有好几处严重的烧伤 尤其是脸部 百分之六十以上 三度烧伤 就算是后期经过直皮 或者整容 我估计 也很难恢复到 原来的容貌了 另外 好不容易说了一大段话 该说的 也都差不多表达清楚了 却在关键时刻 又来了一个转折 欲言又止 也许是看到 还有其他人在场 医生道 伤者家属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吧 靳思雅二话不说 就跟了上去 靳思辰看医生的样子 也唯恐事情不妙 又怕靳思雅一个人承受不住 不好的打击 也打算跟上去 临走时 看了眼呆愣的夜初七 交代道 别乱走 在这等我 夜初七点了点头 目送他离开 他就这么等啊等 等到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家属来了 流畅的父母也来了 靳家那边的人 也在接到消息之后 陆续赶了过来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靳思辰和靳思雅才回来 靳思雅一看 就是放声痛哭过 双眼红红的 情绪明显的低落 就连靳思辰也都是一脸的沉重 像是这一路走过来 他酝酿了许久 才开口道 别想太多 人活着就好 靳思雅在经过极致的崩溃之后 此时反而冷静了下来 我没事 你跟在这儿 忙活了大半天了 先回去吧 大姐和二姐他们 待会儿应该会过来 你最好回去安慰一下爸妈 就说我这儿挺好的 会好起来的 上他们二楼 就别来医院了 靳思辰点点头 他确实没有太多时间 在这里逗留下去 还有残局 等着他去收拾 和靳思雅说了几句话之后 靳思辰就打算离开 瞥了眼 还在状况之外的夜初七 直接拽着他的手 在离开医院前 到底还是待夜初七 先去看了下医生 他手臂上的伤并没有大碍 拿了一些药 医生再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两人就一起从医院离开了 上了车 靳思辰没问他要去哪 夜初七也没说自己要去哪 最后 他将他带回了玉井湾 下车的时候 夜初七看到这个地方 不由地愣了一下 疑惑地望向他 靳思辰看懂了他眼中的询问 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你觉得这样子就能回到学校去 夜初七低头 看到自己狼狈的样子 确实不妥 两人进了门 房子里的一切都还维持着原样 唯一不同的就是 翠姨不在这儿了 问了靳思辰才知道 翠姨本来就是请来照顾她的 如今她都不在这儿了 只需偶尔请个终点工过来打扫就好 夜初七想到 翠姨曾经对她的照顾 不由地感慨 物是人非 靳思辰一回了家 就去书房打电话去了 夜初七则是回了她原来住的房间 直奔浴室去洗澡 手上有伤 她洗得小心翼翼的 洗掉一身的狼藉之后 她看着自己被烧焦的长发发了愁 她的头发不是很黑 接近板栗的颜色 但是保养得很好 一直柔顺地垂到腰部以下 若是剪掉的话 恐怕还有几年才能长到这么长了 好不容易洗完头洗完澡 她却更犯愁了 因为她忽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她第一次离家出澡时 带走了不少东西 第二次又特地来收拾了一次 所有的衣物都收拾走了 如今洗了澡之后 没衣服可穿了 在浴室里纠结了好半天 夜初期才裹了一条浴巾在身上 可是 往镜子里一照 她又觉得不妥 虽然重点部位都遮住了 但是肩膀手臂都露在外面 总觉得没有安全感 更何况 这栋房子里还有一个浸丝尘 孤男寡女在同一个屋檐下 还是要谨言慎行 所以她又往肩膀上加了一条浴巾 确定没有哪里露肉了 才走出去 她直接来到书房门口 将耳朵贴在门板上听了听 无奈 书房的隔音效果太好了 听不到任何动静 她试探着敲了下门 她说 等了好几秒 依然没有回应 她再次贴近了门板 将耳朵凑了过去 就在这时 门却忽然开了 第七十三集 浸丝尘是没料到 她靠在门板上 夜初七是没听到 里面的动静 没料到 她已经过来开门了 底上前的力量 一时半会儿收不住 往里面倒去 好巧不巧的 整个人贴在了浸丝尘的胸膛上 浸丝尘眼疾手快地拦住她 顿时感觉到了 满怀的心香 像藤蔓一样蔓延开来 很快就缠住了她的心 她心里有一丝的荡痒 却不敢贪恋 将她从怀中推开 然后 这才看到了 裹得像木乃伊一样的女孩 她身上有两条 浴巾的双重保护 长发还滴着水 慵懒地披在肩头上 一双湿漉漉的大眼睛中 还有没来得及收起的慌乱 她自以为 上面遮得严严实实的 就万无一失了 却不知 下面只遮到了大腿根部 两条细白的长腿 同样吸睛 无论如何 她在防备她 这是一定的 浸丝尘立即转身 一边往书房里走 一边问道 怎么了 夜初期的脸蛋 红扑扑的 硬着头皮跟进来两步 弱弱地说 大叔 怎么办 好像我没有衣服可以穿 浸丝沉正了一下 这才想起 她已经搬出去了 连翠仪都不在这里了 非要找衣服穿的话 那就只能是她的了 她回卧室去 找了一件衬衫递给她 我让人给你买一套新的送过来 你穿着硬服一下 夜初期红着脸接了过来 难得她还很有礼貌地说了句 谢谢大叔 换上她的衬衫之后 夜初期整个人都自在多了 她再次来到书房 找进思辰的时候 她正坐在书桌后面 桌上的电脑开着 像是在和什么人视讯 她进来的时候 她才刚刚结束了通话 一抬头看到门口的女孩 浸丝沉的眼睛都直了 她也想让自己目瞪口袋的反应 不要那么直白 却又实在委婉不来 女人最性感的着装是什么 有人说 最性感 莫过于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衣 外面却照着男人的白衬衫 她以前从不认同 可现在 夜初期拿她的白衬衫当裙子穿 明明遮得很严实 就连胸前的扣子都一丝不苟的 扣到了倒数第二颗 可她乍一看之下 还是觉得性感的要命 用性感这样的字眼 来形容一个十八岁的女孩 其实并不是那么合适 但她一时半会儿 却想不到其他的形容词 但说 直到夜初七叫了她一声 她才默地挥过神来 她倾壳了一声 只能用略不耐烦的语气 来掩饰孤如其来的口干舌燥 又怎么了 她拧着眉头的样子 夜初七也看到了 她想 是不是她在忙 而她不小心打扰到她了 她才刚往书房里迈了两步 马上就停滞不前了 大叔 你在忙吗 那我先不打扰你了 等你忙完了再 她一边说着 一边有往后退的趋势 过来 靳思辰忽然出声 夜初七没从这两个字 听出什么异样来 但靳思辰刚说完 却被自己吓了一跳 她为什么要叫住她 叫她过来 是想要干嘛 夜初七嗷了一声 乖乖地走了过来 两人之间还隔着一张 办公室的距离 靳思辰却已经闻到 熟悉的心香 或许是沐浴露的香味 又或许只是她的体香 淡淡的 传到她的鼻子却很清晰 很清晰地挑战着 她的理智和神经 大叔 夜初七不知道她是怎么了 为什么时不时地就发症 出神 靳思辰吸了口气 什么事啊 我就是想问问你 之前你答应我会帮我寻找我表姐的下落 有什么消息了吗 还有那个诸伟 找到了吗 靳思辰又愣了一下 她才提到诸伟 她就想起 诸伟跟她说的那些话 又想起那碗喝多了 差点对她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明明知道不该 却还是不受控制的 回想起那些模糊的画面 她的身体鲜浓有度 柔软的不可思议 脱得光溜溜的时候 浑身的皮肤就像是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洁白无瑕 再看看眼前的她 她忽然有种想要撕了那件衬衫的冲动 看看她里面是不是穿了所谓的黑色蕾丝内衣 那说 这已经是夜初期第三次提醒她回神了 靳思辰赶紧将那些画面从脑海里驱赶出去 晴天白日的 她在想什么呢 她将目光从她身上挪开 哦 一直忘了和你说了 诸唯我是找到了 可是 她能拍下那张游艇的照片只是偶然 距离太远了 什么都没看到 夜初期的表情从欣喜变成失落 不过就是靳思辰一句转折的时间 这么说来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点线索就这么断了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靳思辰这么说就等同于再告诉她 她没有放弃寻找萧萧 这条路行不同 总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夜初期也马上重拾自信 恩了一声 这件事情急不来 她早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所以也不气馁 只要她还活着 总有一天会让真相大白 结束了这个话题 她又想起了今日之事 于是问道 大叔 薛大师 就是你姐夫 她没事吧 想起靳思辰和靳思雅 从医生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沉重的模样 夜初期总觉得薛一鸣伤的不轻 或许比医生所说的还要严重 靳思辰腻了她一眼 不打反问 你今天就是去看了她的画展 是啊 她一直是我偶像来着 只是没想到那么巧 居然是大叔的姐夫 本来今天是高高兴兴去看个画展 谁知道居然会出了这种事情 说到最后 她不由地惋惜起来 最关心的依然莫过于薛一鸣此时的身体状况了 她到底怎么样了 夜初期又问了一遍 靳思辰有几秒的迟疑 这才答道 你不是也听她的医生说了吗 很严重 不过只要是活着 会慢慢好起来的 比起夜初期 靳思辰又何尝不担忧不惋惜 她家中一共有兄弟姐妹四人 大姐和二姐比她年长许多岁 所以平时相处起来根本不像姐弟 反而更像是长辈和晚辈 她最亲近的就是三姐了 两人一母同胞 从还在娘胎里开始 就比其他普通的姐弟要亲密 当年靳思雅出了事 靳思禅比任何人都要痛心 可是 好在她挺过来了 这么些年和薛一鸣在一起 过得很幸福 薛一鸣的所作所为 也让靳家的人开始相信 这年头的婚姻 不一定非要门当户对了 就在薛家人 对薛一鸣的能力和人品 都完全信得过的时候 却又遭此不幸 靳思雅虽生在靳家 却还是避免不了 多灾多难的人生 唉 靳思辰在心底里重重一叹 事已至此 除了祈祷薛一鸣能度过此劫 尽快康复过来 也别无他法了 夜初期看到靳思辰忽然沉默的样子 就知道他没有跟自己说实话 当时医生在急救室门口说的话 他是听到了 但后来又叫了家属去办公室 肯定另有隐情 既然靳思辰不愿意说 他也不想过多地去探究别人的隐私 他的心愿也只是 希望薛一鸣能尽快好起来 今日的画展 是薛一鸣迄今为止 在国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画展 他的画有多受欢迎 从当时到场的人数就可见一斑 本来是他扬名立范的好时刻 眼看着就要战上人生巅峰 然而却被一场大火毁于一旦 夜初期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 那说 今天好端端的 怎么会忽然失火呢 从事发到现在 夜初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 思考这个问题 举办这么大型的画展 肯定在时间和选址方面下过功夫的 不可否认清秀山是个好地方 观景塔也与薛一鸣的画风相符 薛一鸣这么出名 谁都知道他的画价值连城 那么在举办之前 肯定会对实地进行考察检测 确保万无一失 可偏偏就失火了 怎么就失火了呢 不知道是不是经历过太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现在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夜初期就开始阴谋论 但是确实值得深究 不是吗 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 现场已经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火 警察会调查清楚的 连禁思辰都这么说了 夜初期也只能是等消息了 半个小时后 征阳来到了御井湾 正巧 近思辰在接电话 所以是夜初期去开的门 看到张阳给他新买来的衣服 夜初期连连道谢 还顺便将张阳请进客厅里来 又很热情地跑去厨房 给他倒了一杯水 这已经是张阳第二次 给夜初期买衣服了 第一次是在黄金台 只可惜那次他还没赶到 夜初期和近思辰就已经被警察 以扫黄为由带走了 这是第二次 张阳看着夜初期身上那件宽大的衬衫 那分明就是近思辰的衬衫 如果不是之前在医院见过夜初期狼狈的样子 说不定他现在看到这一幕都要想入飞飞了 孤男寡女在一起 女人还穿着男人的衬衫 这确实已经构成了想入飞飞的理由 张阳接过夜初期递过来的水 同时忍不住往夜初期身上多瞄了两眼 结果出事了 第七十四集 这么险跑我这里来喝水 不是让你到警局跑一趟吗 去了 近思辰的声音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 颇为严厉的语气 吓得张阳的手都抖了一下 都已经将水杯凑进嘴边了 却愣是一滴也没喝到 他赶紧放下杯子 看到近思辰从楼上走下来 静 静总 很渴啊 可不是吗 不 不可 虽然京都的气温有所降低了 但是张阳今天忙得跟陀螺似的团团转 在公司忙了一个上午 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就跟近思辰去了医院 给夜初期买了药之后 近思辰又打发他回公司 接见了一个客户 客户前脚刚走 他又接到近思辰的电话 让他买一套女装送到预警湾 他然还没到预警湾 近思辰又吩咐他去一趟警局 就算要去警局 也得先送了衣服呀 然后就是现在了 他渴 他想喝口水有错吗 可迫于近思辰的威慑力 他连水都不敢喝了 夜初期没闹明白 近思辰为什么忽然黑了脸 刚才他们在书房时 还是好好的呀 可是看到张阳 见到近思辰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他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所以他再次将那杯水滴了过去 这次张阳还没伸手去接 近思辰马上又发话了 既然不可 还愣在这儿做什么 还不快去办事 天黑之前 我要知道警方那边的第一手消息 好 我骂上去 张阳抹了把汗 逃命似的跑了 老板翻脸 就跟翻书一样快 并且还毫无预兆 张阳觉得 自己就跟夜初期的专职跑腿似的 可还能怎么办 忍命呗 看在近思辰每个月 给他发高额薪水的份上 张阳不明所以 夜初期也同样莫名其妙 忍不住说了句 大叔 你怎么这样 你看他都满头大汗的 怎么会不可 虽然是你下属 你也不能这样剥削人家 连沟水都不让 他乐意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去把衣服换了 我送你回学校 所以 夜初期一直到回了学校 都不知道 近思辰忽然黑脸的原因是 看到他穿成这个样子 居然还敢在张阳面前晃悠 张阳还敢多看了两眼 简直最无可恕 清秀山的观景塔失火案 很快就有了结果 经警方介入调查 初步鉴定为观景塔内的电路故障 而引发的火灾 可是 为了确保画展能外无一失 在开展前 明明都已经经过检测了 工作人员不承认自己的工作有疏漏 警方又调查过当天 所有去看画展的人 并没有发现异常 再加上 现场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连线索都所剩无几 为了减免市民的恐慌 只能暂时对外宣布 已经调查清楚 给民众一个交代 然而 是否是电路的问题 警方也不能完全确定 事关进家的人 警方不敢怠慢 私底下还在查 当然 夜初期是不知道这些细节的 他和所有的人一样 以为这次事故 已经有了确切的定论 以为薛一鸣只是倒霉 被这种从天而降的货端 给砸中了 尽管他在事发的第二天 就要投入到繁忙的学业中 但是他只要一有时间 还是会往横峰医院跑 一来是去看望流畅 二来嘛 他好几次也想去看一下薛一鸣 但是都被拒绝了 向近思辰打听了才知道 薛一鸣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一场大火 不仅把他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还毁了他的容 薛一鸣醒来后 表面上很平静 但再坚强的人 也很难承受 同时来自心理和身体的双重打击 他不愿意像现在这样 面目全非地见人 就连近家的人前来探望 都被拒见了 大家都能理解 所以也不强求 平日里除了照顾他的护工 他甚至连近思雅都不见 大概就是越狼狈 越不想让最心爱的人看见 近思雅没日没夜地 守在病房外面 哭得两只眼睛 都肿得像核桃似的 薛一鸣无奈之下 让他进去见了一面 远远的 隔着一张纱帘 夫妻俩总算说上了话 薛一鸣让近思雅给他一点时间 他不想这个样子让他看见 只怕他会更难过 他还保证了 会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他会慢慢好起来 他们的日子还很长 就算别人不了解 但近思雅比谁都清楚 由于出身低微 又曾被近家上下嫌弃过 他的心自卑而高傲 他是那么一丝不苟的男人 怎会容许自己最狼狈的一面 展露人前 近思雅含着泪 却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请求 夜初期并没有亲眼所见 只是听近思辰转述的这些话 却也能想象出 那个场景有多让人揪心 这世间向来都是好事多么 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患难见真情吧 还好薛一鸣是坚强的 他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 他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还好近思雅也是个性情中人 在自己的丈夫身心受创的时候 他包容他理解他鼓励他 陪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 但愿这段经历了重重磨难的夫妻 能幸福一生 刘畅出院以后 夜初期就不再往医院跑了 他的大学生活很忙碌 也很充实 平时出了上专业课 他还抽出时间往美术社跑 最近又在空闲的时间 开始跑图书馆 翻了一本又一本 繁重而枯燥的精神类书籍 有不懂的地方 还去咨询相关专业的教授 他时刻不忘 妈妈还被关在精神病院里 萧锦以给叶军玉治病为由 以他如今的身份 根本不可能将叶军玉接出来 他在等待着 也在努力着 叶军玉疯癫的模样 他没想起一次 心里的疼痛就更深刻一分 他乐观地面对如今的每一天 不代表他忘了妈妈正在受着苦 若有朝一日他们能母女团聚 他一定要想法子治好妈妈的病 京都一大就有相关的专业 跟专业课不冲突的时候 他都会去旁听 讲课的邹教授 也很喜欢这个长得漂亮 却又努力好学的女学生 邹教授的授课方式很随意 从不点名也不留作业 只要求所有的学生 每个月写一篇论文 发到他的邮箱即可 十月末 京都的空气里已经漂浮着凉意 夜初期最近 没空去听邹教授的课 所以都忘了写论文这一茬 到了最后一天才临时抱佛脚 在寝室里熬到凌晨一点 才把论文写完 然后登陆邮箱发送出去 看到发送成功的字样 他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举起双手伸了个懒腰 正打算退出邮箱 却忽然发现有一封未读邮件 邮箱里经常会收到一些垃圾广告邮件 他并没有太在意 只是随手点开来 然后 他的双目输得瞪直了 甚至还将脸贴近电脑屏幕 唯恐自己看错了 可是 没有错 他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却让他浑身汗毛倒立 整个人都跟着警惕起来 若想知道萧小的下落 就去接近景思辰 但别让他知道 什么意思 叶初期呆呆地看着这一行字 久久回不过神来 他的脑子里顿时闪过无数个念头 谁给他发的邮件 为什么要发这封邮件 目的是什么 他查看了一下对方的邮箱地址 却发现对方一定是想隐藏身份 所以做了手脚 居然只看到了一串字符 其余的什么都看不出来 邮件发送的时间是在三天之前 三天前 等等 这个邮箱是夜初期不久之前才申请的 就是为了给教授交作业 平时几乎不登录 但是对方不仅知道了他的新邮箱 还特地掐准了时间给他发过来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那个人对他的生活了如指掌 甚至极有可能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下 夜初期心底一寒 下意识地回过头看了看 却发现 同寝室里除了几个已经熟睡的室友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他知道这是在自己吓自己 却还是被吓了一跳 他环抱着双臂 磨平了手臂上刚起来的鸡皮疙瘩 一再地告诉自己 冷静 一定一定要冷静 都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再恐怖的事情都已经经历过了 现在不过就是面对一封匿名邮件而已 现在是敌在暗 他在明 更不能自乱了阵脚 夜初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理智地去分析一下 邮件里这短短的一句话 若想知道萧萧的下落 就去接见剑丝尘 前提是萧萧的下落 可 萧萧已经死了不是吗 也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当初在游艇上的云凯等人之外 恐怕只有他自己确定 萧萧已经死了 在其他人眼中 萧萧只是失踪 给他发邮件的这个人 却用萧小的下落来引诱他 这就耐人寻味了 并且还让他去接近近思辰 接近 怎么才算是接近 夜初期不动声色 立即给了回复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对我的事情那么清楚 你让我接近近思辰 要怎么样才算是接近 他按了一下发送键 成功地发送出去 思索了几秒 又回了一次 我为什么要按照你说的去做 除非你先告诉我 萧小在哪 再次发送成功 他就不信了 这世上还真的有人会知道萧小的下落 就算是真的知道 恐怕如今也变成了一捧黄土了吧 第七十五集 夜初期再次感觉 心底里有一股寒气在往外冒 冷得他浑身发抖 他就这么坐在电脑前等了一夜 却没再等来对方的回复 他用了一夜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问题 对方让他去接近近思辰的目的是什么 到底是冲着他来的 还是冲着近思辰来的 他什么都不确定 围巾之计 只能以不变定万变 早晨六点 天高蒙蒙亮 于南的床位最先有了动静 京都一大的所有寝室 都是单人的上下床 上铺是床 下面则是书桌鞋柜书柜 互相之间不干扰 云南虽然还迷迷糊糊的 掀开了文杖 就熟练地从楼梯爬下来 这是他每日必做的项目 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事实上 他的眼皮真的是下垂的 打算下了床就直奔卫生间 解决了问题之后 还能回床上再睡个回笼觉 理想很丰满 可现实确实 他一个不小心瞄到了对面床位的夜初期 只见夜初期坐在电脑前 像是一尊雕塑似的 一动也不动 天还没大亮 在昏暗的寝室里 看到这一幕实在吓人 至少云南就被吓得脚一滑 手也抓不稳 于是 一声尖叫 伴随着云南摔到地板上的声音 响彻了整间寝室 还在睡梦中的柳芳飞和孙甜甜 也被叫醒了 赶紧从床上爬起来 开了灯 然后看到云南 人仰马翻地躺在地上 夜初七则推开椅子站起身 马上要过来扶 可是 她保持了整整一晚的坐姿 双腿都麻木了 再加上站起来太急 她的脚一软 还没来得及去扶于南 她自己反而摔了 本来只是一个人人咬马翻 现在搞得 整间寝室都鸡犬不宁 柳芳飞和孙甜甜 赶紧跳下床 将他们给扶了起来 孙甜甜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打着喝钱 才六点不到 你们俩搞什么呀 云南扶着自己的腰和屁股 呜呼哀哉的 皱着眉道 我就像上个洗手间而已 我做错了什么 到底怎么了 你为夜初七啊 我刚下床就看到她坐在那 吓得我还以为是见鬼了 我说你这是骑得早 还是一晚都没睡啊 不好意思啊 我昨晚要赶论文 交给邹教授 所以都没得睡 没想到会吓到你 我真不是故意的 夜初七一边说着抱歉 一边暗暗观察 他们每一个人的反应 于南是真的受到了惊吓 摔得也不轻 语气中有几分怨怼 孙甜甜完全是被干扰了睡眠 好像给她一张床 她就能秒睡过去 柳芳飞在他们这个性格统一 大大咧咧的宿舍里 算是比较文雅的一个 此刻既有些惊讶又有些担忧 他们都跟平时一样 并没有什么异常 夜初七向来不喜欢这么去揣测人心 尤其对象还是跟自己亲近的人 但是有个人对于他的生活了如指掌 让他又不得不对身边亲近的人 多出了一个心眼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吃过大亏之后 他已经学会了警惕 跟他同寝室的人 是最清楚他选修了什么课 最清楚他在什么时候要教论文的 所以他才特地提起 要敢邹教授的论文 如果那个人在他们寝室里 就等同于知道 他开了邮箱看了邮件 说不定会露出什么端倪来 然而并没有什么收获 要么是演技太好 要么就是他猜错了方向 但愿是他猜错了 他也不愿跟自己住在一个寝室里的人 居然也验中了那句 人心叵测 这个小插曲就这么过去了 夜初七问于南有没有摔伤 要不要陪他去医务室检查一下 当时他才下了两级解体 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下来 万一伤了筋骨的话 于南却说 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娇贵 没事 就这么又过去了两天 在这两天中 他无数次查看自己的邮箱 却始终没等到对方的回复 就仿佛一场恶作剧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没了下文 同时他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 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金思辰 给他发邮件的那个人说 别让金思辰知道 但也只是这么一句提醒 并没有说 若是他告诉了金思辰 将会面临怎么样的后果之类的话 其实李志也告诉他 不能说 可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对方像是摸透了他的心思 那么他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 对方以为他不会说 那他偏偏就说出来 无论如何 金思辰是他唯一信任的人 他现在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与其独自在这儿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来个结果 还不如和金思辰一起商量 解决的对策 叶初七不给自己过多的时间去犹豫 比如他在上课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走神 做出了这个决定 到了课间就跑出教室去 马上给金思辰打电话 大多数时候给他打电话 金思辰都会隔很久才接听 甚至有时候根本就不接 等他空下来的时候再打过来 可是这一次他却是秒接 喂 只是一声问候雨 只是听到了他的声音 叶初七的心就出奇地安定下来 他的声音沉稳又充满雌性 就如同他这个人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这世界上 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这种心安的感觉 让叶初七更加笃定 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这几日堆积在心中的郁姐 似乎都消散了不少 他哼哼两声 尽量欢快地道 大叔 让我逮了个正着了吧 金思辰不明所以 我给你打电话 才想了一声你就接了 你说吧 是不是让着自己是老板 所以就在上班时间 光明正大的玩手机 电话的那端 金思辰似乎轻笑了一声 然后竟跟他开起了玩笑 连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那当然 我有千里眼 所以最好比背着我 做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 小心我在背后盯着你 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 纯属玩笑 然而电话里却沉默了一瞬 大叔 我开玩笑的啦 金思辰却已经结束了这个玩笑 一本正经地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啊 尽管叶初期不太喜欢听到这句话 但是却不能否认 他几乎每次都是因为有事才找到他 想想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他决定先委婉一些 大叔 你今晚有空吗 那得先看你有什么事 小你请我吃饭 毕竟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叶初期觉得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还是找个机会见了面才好说 吃饭只是个借口 金思辰也想起了他之前曾说过 他的举动让人误会了 对他的精神造成的损失 可以勉强用美食来弥补 只要他想他请吃饭 他随传随到就好了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 他当时说这番话时 那副灵动的模样 不由地勾起了唇角 学校食堂的饭才吃你了 嗯 还是想吃海鲜吗 如果上次吃的你家味道 还可以的话 我让人给你送到学校去 啊 剧情怎么不按照 他编写的剧本发展了呢 他的重点是见面 而不是吃啊 正想要开口说清楚 金思辰却道 我今晚约了人 没有空 他这一句就把夜初期准备 要说的话给堵死在喉咙里了 却还是不死心的 多问了一句 是约了客户吗 金思辰有一秒钟的迟疑 然后才答了一个字 是 如此一来 夜初期就只能暂时作罢了 他的事儿虽然也很紧急 但是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的 他每天都那么忙 他不可能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事 就去耽误他的公事 哦 他闷闷地应了一声 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 那好吧 你今天先忙你的 那我先预约你明晚的时间 可以吧 好 金思辰很爽快地答应 两人刚结束对话 孙田田就从后面窜上来 拍了一下他的肩 他也不顾夜初期吓了一跳 马上就自顾自地调侃道 哎 你家大叔还真是日理万机啊 连跟他吃个饭 都要先提前预约才行 和这样的男人谈恋爱 也挺累的吧 终于找到大叔的不足之处了 否则遇到这么完美的男人 你这种人生赢家 也太能拉仇恨了 所以呢 他是想要表达什么 大概是从这几位室友口中 听到的一直都是 对金思辰的夸赞 夜初期已经听不得别人 说他的不好了 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他居然想为他解释一句 别人知道他姓贱 都以为他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地位 是与生俱来的 事实上 他家里一开始 并不赞同他经商 自然没有给予太多的支持 他也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打拼 大多数时候都很忙 说了这么一大段之后 在孙甜甜暧昧的目光下 他忽然意识到 不对 小脸一秒仗红 连忙否认道 谁说我跟他谈恋爱了 我们没有 天地良想 真没有 明明就在一个城市 有谁谈恋爱 会像他们一样 十天半个月都不见面的 又有哪段恋人 会在没什么事的情况下 连电话联系都没有的 当然 他不是抱怨 他就是在强调 他们 真不是那种关系 孙甜甜却笑道 放心了 我懂的 你们要低调吗 他已经无力解释了 反正无论他解释多少遍 也不会有人相信 久而久之 搞得他自己都不信了 被孙甜甜这么逗趣一番 夜初期忽然就失落起来 好像他真的成了约男朋友吃饭 却被拒绝的小女生 整个人就跟失了恋似的 既然见不着面 他对好吃的也提不起兴趣来 发信息通知晋思辰 不要让人给他送什么海鲜了 他跟室友出去吃 晋思辰很久才回了他一个字 好 第七十六集 事实上 他的室友们真的约定了晚上一起出去吃火锅 但夜初七却躺在床上装死 不想去 白天学业繁忙 他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安静的想一想 除了无止境的等待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让自己迅速变得强大的捷径 他能等 但夜君欲恐怕等不了 想起妈妈 他整个人又沉重起来 这种负面情绪干扰着他 一直等到出去吃火锅的室友们都回来了 他们三个人进门后就开始你推我攘的 于南 你说 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 方飞 还是你说吧 孙甜甜 你们是同一个班的 你也最了解情况了 你说 说什么 夜初七从床上坐起来 打断了他们的话 三人同时望向夜初七 于南和柳芳飞同时将孙甜甜推上前去 孙甜甜这才不得已 爬到夜初七的床边 小心翼翼地道 那个亲爱的 你心脏没问题吧 啊 血压呢 那你的血压正常吗 你觉得呢 如果心脏没问题 血压也正常 那你的胆子如何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表示 真是受够了这么长这么无聊的铺垫 那我说了 你听完之后千万要挺住 不要怀疑人生 要继续相信爱情 要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OK吗 别说夜初七 最后连柳芳飞都受不了了 直接公布了答案 我们今天出去吃饭 看到你的大叔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夜初七微微地震愣了一下 真的 就只是一小瞎 因为他很快就想起了之前 给靳思辰打电话时 他说的话 怂怂尖道 那不是很正常吗 他说过今晚没空 要见客户的 也许 不过就是那个客户 碰巧是个女的而已 就这么点事 值得你们几个这么大惊小怪的 这还叫大惊小怪 其他三人交换了个眼神 表示无法苟同 孙甜甜是个一根筋的 马上道 你是不是被你们家大叔灌迷魂汤了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哎 师族少女 回头试案吧 居男摇摇头感慨 就连柳芳飞也多弄了一句 看他们那么亲密的样子 那女的可不像是什么客户 都说这年头的十个男人九个坏 还剩一个不会出轨 是因为他去搞鸡了 看来是真的 本来还以为大叔有多美好多完美 结果 哎 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还能不能相信爱情了 不过不过大叔的言真的是盛世美颜 菲菲菲 菲菲 你觉得呢 好吧 我承认 确实比我男朋友帅那么一丢丢 居男和柳芳飞 对于大叔此人 是指闻其名 未见其人 今天是第一次见到 幸好孙甜甜之前就见过一次了 否则 他们也不可能认出大叔的真身来 喂 孙甜甜凶巴巴的打断了这两个 还在歪歪大叔美颜的无知少女 嘿 你们俩 咋回事呢 底线的原则呢 扁呢 大叔都已经把叶初期给绿了 渣男就是渣男 长得帅也演出不了渣的本质 你们 其他几个都被孙甜甜突然的爆发 弄得一头雾水 要知道 孙甜甜可是大叔的头号粉丝 维护得不行 叶初期扯了下孙甜甜的衣角 小声道 这个 其实真没那么严重 他 不管怎样 真的也不算渣 叶初期始终还坚信 这其中 必定有什么误会 他打从心眼里 是维护禁思沉的 听不得别人说他渣 误会也不行 孙甜甜的嘴角 抽了两下 情绪一旦到位 马上就放声大哭起来 猝不及防的眼泪 把室友们都吓了一大跳 他们还没想到安慰的措辞 孙甜甜已经抽掖着道 想当年 我爸也是逢人就夸他帅 可那又怎么样 最后还不是抛下我和我妈 被其他女人勾走了 叶初期一听 还有这种故事 马上安慰道 好了好了 别哭 我负责任背叛婚姻 那是你爸的错 你哭什么 对对对 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啊 鱼男也附和着 有芳妃保持沉默 她也很无奈啊 他们在回来的路上 还在商量着 要怎么安慰叶初期 为什么现在全都反过来 安慰孙甜甜了 行了孙甜甜 关于你这个悲情故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可以晚上开个卧谈会 仔细说道 现在再耽搁下去 人都走吧 孙甜甜一听 立马收住了眼泪 她握住叶初期的手臂道 对 我们就猜到你不会信的 常言说得好 捉贼拿脏 捉尖捉霜 你赶紧跟我们去看看究竟 就明白了 这个 我觉得 对 反正也不远 距离咱们学校就十分钟的车程 应该还来得及 不是 我真的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你们可能有什么误会 这帮室友为她操碎了心 叶初期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 她已经说过无数遍 表示她跟禁思辰真的不是那种关系 可越说越没人相信 这下好了 都叫她去捉奸了 误会就像是滚雪球 越来越大了 首先 她对禁思辰的人品还是信得过的 她说是要见客户 那就是见客户 完全没有骗她的必要啊 其次 就算她真的跟什么女人在一起 她也没有立场去捉奸呢 叶初期也算是伶牙俐齿了 可是 以她一人之力 实在堵不住他们三个人的嘴 现在连解释清楚的机会都没有 误会什么呀 我们都见所见你的大叔 跟那个女人抱在一起了 两人吃个饭有说有笑的 关系是那个女人还挺漂亮 是客户就见鬼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她最近有什么异常举动没有 我们也只是想让你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不想让你被骗了 叶初期忽然沉默了 这种事情 如果只是个人的片面之词 那么随便听听也就算了 可是 他们三个人一致认为 禁思辰今晚见的那个女人 不是什么客户 那就说明 也许真的不是误会 那么简单了 如果非要说禁思辰最近有什么异常 仔细想想 她忽然也觉得 今天和禁思辰通电话的时候 她似乎好几次都欲言又止的样子 难道 不知怎的 她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 禁思辰和一个女人 搂搂抱抱的画面 心里竟然觉得 不是个滋味 她的双目有些呆滞 脑袋里有一瞬的放空 就在这一瞬 于南已经果断的道 哎呀你还磨蹭什么 再晚就来不及了 于是 夜初七就这样 在室友们的左右加工之下 被拎出了宿舍 果然只有十分钟的路程 他们一行人就来到了主打泰国菜的餐厅门口 据他们几人所言 他们是在隔壁的海底捞大块朵移植后路过这家餐厅 然后在二楼靠近落地窗的位置看到禁思辰和那个女人的 可是 现在几个人伸长的脖子往上面望去 却不见了人眼 哎 人呢 前后最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难道他们已经走了 孙甜甜 该不会是刚才大叔把你认出来了 所以就提琴走了吧 我就说让你不要偷看人家 还看得那么迷目张胆 夜初七的心里有点空 他不知道自己是庆幸禁思辰已经离开 还是在为看不到他而失落 应该是庆幸的吧 被他们几个拉出来 已经是被冲动驱使了 既然见了他 也不能怎么样 还不如不见 夜初七刚松了口气 想叫他们就此散了 却意外地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 朝他们所在的方向迎面而来 他的身姿高大挺拔 一身手工定制的高级西装穿在身上 宛如行走中的衣架子 再加上 他如同经过精心雕刻过的完美五弯 无论在哪儿都是焦点 至少四个正在议论纷纷的小女生 一眼就看到 那个人不是晋思辰是谁 其他三人只顾盯着晋思辰 个个儿双眼冒红心 夜初七的目光 只在晋思辰身上停留了几秒 然后就往他身后瞄去 没有人 夜初七连眼睛都没有眨过 就这样足足盯了十几秒 他非常确定 晋思辰是一个人出来的 身边并没有其他人 这么多双目光同时聚焦在自己身上 晋思辰想忽视都难 他一眼望过来 就看到了夜初七 即使冷静如晋思辰 他的眼中还是有一闪而过的正恶 迈开长腿往他这边走过来 率先开口问道 怎么在这里啊 夜初七这才回过神来 成功地掖住了 他怎么会在这里 他也不知道 只知道那种想要钻地缝的感觉又来了 也许他今晚真的是应酬 只不过跟客户吃了饭 吃完之后人家就走了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那么他来干嘛呀 啊 晋思辰久久没有等到他吭声回答 不由地语气上扬 表示疑惑 然后 不等夜初七回答 他又扫视了一圈 陪同夜初七前来的其他三个人 他们对晋思辰不熟悉 但晋思辰却熟悉他们每一个人 夜初七从玉井湾搬出来去住校 他没有阻止他 但毕竟是跟他住在一个寝室的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每一个人他都有调查过 所以压根儿不需要夜初七介绍 晋思辰也都认识他们 他问道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一起出来 其他三人都凌乱了 说好的捉奸捉双呢 现在为什么只有大叔一个人 那个女人呢 而且 晋思辰的眼神 依次从他们身上掠过 刚才那句话中的一起 应该就是问他们所有人了 第七十七集 我们 三人你看看我 我望望你 确认过眼神之后 很默契同时开了口 说句话 很默契 只是分秒不差的同时开口 却各说各话 然后 最怕空气忽然的安静 他们三个人毁得肠子都清了 恨不得将舌头给咬下来 夜初七则是默默的闭上了眼 这回地缝都不够他钻的了 干脆一头撞死得了 他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晋思辰皱了下眉 一时也搞不懂 这几个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能望向夜初七 又用上扬的语气 恩了一声 夜初七硬着头皮 自圆其说 其实我们 我们是一起出来吃饭的 吃晚饭又去逛街 如果时间还充足的话 顺便再去书店 买几本学习资料 其他三人 终于做到了异口同声 对 就是这样 就这样 晋思辰若是信了 还真是信了他们的邪 夜初七也知道 他不好糊弄 为了避免被继续追问 他又道 我觉得我们还是改天再去书店了 今天太晚了 不如赶紧回学校去吧 大叔 夜初七是想跟他道别来着 那一刻他就在心里提醒着自己 冲动是魔鬼 脑子才是个好东西 以后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上 今天就是一场闹剧 及时止损 幸好还来得及 可是却被孙甜甜抢先了一步 这妞儿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居然主动开口 大叔 有开车吗 不知道能不能顺便 送我们回学校 于南也道 哦 这么晚了 我们四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万一碰上了黑车司机 会很危险的哦 柳芳飞心想 这俩人也太不矜持了 女生哪有这么主动的 她反正是走淑女路线的 只能勉强附和道 嗯 我也这么觉得 夜初七却是一副 挨莫大于心思的表情 恨不得将他们三哥的嘴 给缝起来 能不能拜托 别整幺蛾子了又为 送还是不送 靳思辰似乎有片刻的犹豫 正想要开口 忽然 思辰 随着一道轻柔的声音传来 一个窈窍的身影 已经飘到了 靳思辰的身旁 是个女人 那女人一上来 就伸手勾了一下 靳思辰的手臂 不知道是为了 以示亲密 还是为了引起 靳思辰的注意 紧一瞬 她就将手放开了 抿着唇微笑道 抱歉 这边洗手间的人 有点多 让你久等了吧 没事 女人的注意力 这才落到 眼前的四个女孩身上 你认识的 靳思辰忽然 吸自如今起来 安了一声 女人又问道 你们刚才在聊什么 聊完了吗 如果你们还有话 要说的话 不如我先到车上 去等你 女人的声音 其实很好听 轻轻的 每一个字 都可以用温柔来诠释 可现场的气氛 却莫名地开始紧张起来 原来 真的有个女人 孙田田等人都认出来了 她们之前 并不是眼花 跟靳思辰在一起 亲密用餐的 就是这个女人 现在捉奸捉到了 她们反而一个个 都静弱寒蝉 不敢出声了 这女人很漂亮 怎么说呢 其实 她的五官 并不是特别突出 乍看第一眼 并不觉得 她的长相 有什么出挑的 但她身上 就是有一种 出尘脱俗的气质 让人越看越顺眼 尤其是此刻 穿着一身 米白色的长款风衣 一头几臀的长发飘飘 她面带微笑地 站在那里 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 再看夜初期 漂亮是漂亮 但是 被匆匆忙忙地拖出来 只扎了个凌乱的丸子头 身上还穿着 珊瑚绒的粉色家具服 像个没长开的 黄毛丫头 对比之下 估计任何男人 都喜欢仙女姐姐的 优雅成熟 室友们被 靳思辰的威射力 以及仙女姐姐的 气质所折服 都想直接拖着夜初期 走人了 至于仙女姐姐 在看到靳思辰点头之后 她也正打算离开 就在这时 一直处于又羞又窘的 状态中的夜初期 像是被母夜插附了身一样 阳高了声音 喊了一句 白威 你站住 夜初期一秒变了脸 惊呆了包括 靳思辰在内的所有人 孙田田等人 只当是夜初期 终于亲眼所见 大叔劈腿 终于要开始发飙了 可是 白威是谁 仙女姐姐停下脚步 转过身 纳闷的 望着夜初期 你认识我 白威虽然也在心里 默默的猜想 这几个小姑娘是谁 看起来都跟中学生似的 跟靳思辰又是什么关系 尤其是夜初期 虽然穿得一言难尽 无奈 长相太出众 白威一眼就注意到了 她总觉得 这女孩的相貌和气质 有点熟悉 但在脑海里搜寻了一圈 又发现 自己实在不认识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可是 夜初期却准确地 叫出了她的名字 认识她 白威正纳闷 却听夜初期冷笑道 哼 当年一种有名的 白莲花仙女 我就算不认识 也听说过啊 你 白威的脸色 顿时变了 一阵红一阵白的 夜初期却不再理会她 而是直接面向 尽思辰 质问道 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 没错 就是质问 她原本还在心里懊悔 为什么要怀疑她 为什么要听 室友的教唆出来找她 真的是丢脸 丢到姥姥家了 可是 在看到白威之后 她却庆幸自己出来了 否则 怎么会看到这一幕 怎么会知道 靳思辰居然和这个女人在一起 靳思辰却没有马上回答 可以说 她此刻的震惊 超过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叶初七 为什么会认识白威 而且 她还提到了当年 她不回答 叶初七便继续道 怎么说话了 靳思辰 我一直觉得 你至少是个常识的男人 就算全天下的男人 都喜欢玩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但至少你是不屑的 可是 你为什么要骗我 她的质问迎面而来 咄咄逼人 叶初七觉得 这会儿真的是打了自己的脸 打得啪啪响的 在室友们纷纷认为 靳思辰在欺骗她的时候 她依然觉得她不会骗人 她的人品是值得信赖的 没想到 一个骗子 把整件事情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靳思辰懊恼地叹了口气 没错 她骗了她 在她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之所以能秒接 是因为刚接完白威的电话 还没来得及将手机放下来 白威也是约她晚上一起吃饭 她答应了 所以就没有答应 叶初七 她也许就是顺口一问 是否有应酬 应酬 不算吧 那一瞬间 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居然就这么应了 为什么呢 其实 她心里隐隐明白 就怕如果说不是应酬 叶初七又会问 她有什么事 她下意识地不愿意让她知道 她拒绝她是因为和另一个女人 有约在先 为什么不想让她知道呢 这种微妙的反应 连她自己都解释不清楚 于是 就这么构成了欺骗 她觉得 自己也很冤枉啊 却又无言反驳 就当是她当时的言辞不当吧 但她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啊 实在没有必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在这儿对质 在一群小女生面前 她也是要面子的呀 所以她好半赏才解出一句 时候不早了 你们先回学校去 这件事情等改天再说 改天 改一秒都不行 叶初七就像是受了伤的小刺猬似的 继续咄咄逼人 怎么 你就不打算解释一下 干脆就说白莲花是你今晚要见的客户也行啊 也许我一个不小心就信了呢 她一口一个白莲花的 白威不干了 司辰 这个小姑娘是谁啊 我跟她互不相识 她这么说话是不是过分了 进司辰也觉得 有那么一点点吧 今晚的夜初七 刚开始还是软萌可爱的 忽然就跟吞了炸弹似的 连她都招架不住 再说了 进司辰没说话 反而是夜初七怒了 你闭嘴 我在和她说话 你插什么嘴 拜托小姑娘 你在说我哎 我连插嘴都不能了 进司辰吸了口气 行了 女孩子家家 说话注意点 别这么得理不饶人 夜初七受到了责备 就更不饶人了 对 我就是得理不饶人 我当然没有你的白莲花初恋 那样会讨好人 果然初恋就是不一样啊 当念你的事情 你忘记了吗 你不能因为她是你的初恋 你就搞双重标准 她怎么样都是对的 我就是不饶人 你忘了她当初对我 我表姐 做过什么了吗 夜初七仰着脖子质问她 眼眶泛着红 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然而白威一秒惊慌 进司辰顿时黑了脸 至于看热闹的室友们 没想到听了这么劲爆的料 原本以为只是大叔劈腿 没想到劈腿的对象还是初恋 那么夜初七悲催了 没错 白威就是进司辰的初恋 当年十七岁的进司辰 看上了同校的白威 于是在肖小面前 夸赞白威有多好多好 势必要将人追到手 那时候的肖小 一心只当进司辰是哥们 哥们春心懵动了 他自然是要支持的 甚至还帮他写了情书 当然帮他写情书的条件就是 让进司辰偷偷带他 去看他心中的仙女长什么样 见到了白威之后 肖小觉得他的眼光难得得还不错 于是进司少第一次追求一个女生 却一脚踢到了铁板 白威不是那么好追的 哪怕进司辰品貌兼有 家世出众 白威也是一再的拒绝 对他不屑一顾 大概就是身边围绕了太多主动接近的女孩子 这样的不屑一顾 才显得更加与众不同吧 进司辰又是个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性子 势必要将人追到手 后来白威成了他的女朋友 再后来 他们知道了白威当初的不屑一顾 只不过是欲擒故纵的一种手段 再再后来 白威知道 肖小是进司辰的未婚妻 做了一件伤害肖小的事情 仙女姐姐从此从神坛跌落 在进司辰和肖小眼中 沦落成了一朵白莲花 得罪了肖小 白威的白莲花之名传遍全校 不得已转了学 自此 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他以为 进司辰早就看清楚了 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可现在 时隔多年 却还跟他在一起 是怎么回事 如果过去未曾谋面 如果以往 不曾了解白威其人 那么今日所见 也许就连夜初期 也会被白威身上的仙气 所折服 不愧的初恋 当年进司辰的眼光 还是不错的 可如今 夜初期却连看一眼都不屑 他只是固执地望向进司辰 进司辰 我就要你一句话 我跟他之间 你以后只能选择一个人来往 你选谁 进司辰的瞳孔 默得一缩 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这样的场景 似曾相识 当初 萧小也是这么问他的 如今的画面 似乎与十几年前重合在一起 就连眼前的人 他似乎也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萧小的影子 然而 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联想 进司辰闭了下眼睛 呼出了一口气 将这样的念头 驱逐出脑海 在睁眼时 他的双眸已经深邃 如不见底的浩瀚大海 冷肃地倒 这件事情改天再说 先跟你的同学回去 夜初期本来就是 一点就然的脾气 火爆异常 他还是萧小的时候 有的是骄纵的资本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他成立夜初期 已经逐渐学会了收敛 八面玲珑左右逢圆 他不是不懂 可是 在进司辰面前 他永远都是最真实的 那个萧小 但 进司辰不一样 他这个年轻的男人 身上的棱角 早已经被他的见识 和阅历磨平 处理一件事情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没必要那么极端 弄得两败俱伤 夜初期那么了解白威 已经足够让进司辰震惊了 这丫头还这么没头没脑地 爆出他的初恋 不知道有些人 只适合活在记忆中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进司辰并不想去提及当年 谁还没有个年少无知的时候 但他现在都是大叔辈的了 非要在一群小女生面前 接他的情史让人看笑话吗 夜初期确实偶尔极端 他并没有想那么多 在他看来 白威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进司辰应该是无条件 站在他这边的 而他现在选择逃避谈论这个话题 就是摆明了维护白威 为了白威 就这么快 想把他打发走是吧 他偏偏不走 夜初期死降着道 那你送我回去 他就是铁了心了 非要在这个时候 跟白威争一个胜负 他已经不在乎 进司辰为什么欺骗他 又为什么会和白威在一起 他只要他现在明确地表个态 否则没道理啊 凭什么他送白威 却不送他 进司辰叹了口气 他总算是看出来了 夜初期跟白威不对付 却偏偏要争个高低 把他当成什么了 谁胜利了 就能领回家去的战利品吗 这种人设让他不耐 甚至恼怒 夜初期 他面无表情地换了他的名字 冷冷地警告 是不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 所以 让你连任性都不知道该有个多 夜初期 惊了一下 其实 以前 进司辰也不是没凶过他 反正他们的状态 一直都是好一阵 又别扭一阵 他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 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他居然为了白威而凶他 所有的愤怒和委屈 在这一刻 膨胀到极限 气得夜初期 冲他嚷道 我旧任性怎么了 谁让你惯着 你就惯着你的白莲花去吧 我永远也不要理你了 说完之后 扭头就跑 倒是很符合他的个性 进司辰有片刻的症了 不知道是他眼花了 还是街边的霓虹灯太耀眼 他刚才似乎看到 他的眼眶有点红 夜初期跑了 他的室友们 也没有继续逗留下去的理由 眼前的情况 他们也算是全都看明白了 白莲花的段位太高 大叔也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说话 温柔体贴的时候 简直让人发指 可是一旦凶起来 单是沉下脸都能吓死个人 他们忽然有点同情夜初期了 不过 他们跟夜初期 始终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不敢责备 进司辰望恩负义没良心 只好集体把气 撒在白莲身上 几个小姑娘赶上去追夜初期 路过白莲身旁的时候 无耻 下剑 不要脸 白莲无语 他招谁惹谁了 他眼张张地看着那几个女孩走远 抬头望前 进司辰的脸色也不太好 开口时有些不知所措 司辰 他 他们 走吧 进司辰只丢下这两个字 就静止走向停车的方向 白莲急忙跟上去 坐上了副驾驶座 他原以为 进司辰生气了 肯定就会气夜初期于不顾了 其实 气是气了 他却放慢了车速 看着那几个小姑娘 围绕着夜初期 不知道说些什么 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四个人全挤了进去 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甚至有些压抑 白莲几度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看到进司辰始终沉着脸 脖唇紧抿着 他酝酿好的话都不敢说了 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时 他们本应该是直走的 但是进司辰却跟随着车流往右拐去 白莲这才出声道 司辰 这条路不是我回酒店的路啊 你怎么 一样能去到 他目不斜视 丢下这几个字 是啊 最终也能去到 只不过多绕了几公里而已 白莲还想说些什么 却感觉出来 进司辰的语气 不是太友好 又默默地闭了嘴 十分钟后 当车子停在了京都医科大学门口 当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亲眼看到那四个女孩子一起走进校门时 白莲才明白过来 那个女孩明明就惹她生气了 她却还一路跟了过来 确保人家安然无恙之后才离开 想来那女孩在她心里一定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吧 白莲垂下眼瞼 终于还是按纳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试探着问道 司辰 刚才那个女孩 她 她是 她就是随口一问 其实没有把握能否听到她的回答 然而 近司辰却出乎她意料之外的爽快 马上就解答了她的疑惑 她叫叶初七是萧小的表妹 叶君豪的女儿 还有什么问题吗 也不知道是她话中的哪个字 戳到了白莲的心窝子 她的指甲一下子抠进了掌心里 整张脸都白了 叶初七在跟室友们一起回笑的路上 心里就已经默默地将近司辰家里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好个近司辰 居然跟那个白威贱人混在一起 他们这是要闹哪样 久别重逢 干柴烈火 旧情复燃还是 还是他们之间的联系就一直没断过 前世是他太蠢 不仅饶了云凯的道 还天真的以为近司辰真的会为了他而放弃心头的白月光 一想到这里 叶初七就恨不得将白威吊起来剥皮抽筋 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她的脑海里 以至于回到了宿舍之后 她的表情看起来还是凶狠之中 还带着一丝丝争鸣 室友们都是跟她统一战线的 纷纷开始安慰 小七你别生气了 为了渣男妾女 气坏了自己不知道 你心里若是实在难受的话就哭出来吧 柳芳飞不太会安慰人 不过还是随波逐流说了一句 我们都不会笑话你的 叶初七扫了他们一眼 反问 我为什么要哭 其他三人再次交换眼神 心想 我是被甩了吗 若是连这个都够不成哭的理由 只能说明心里太强大了 要哭 也是总有一天 我要看着那个贱人哭 好吧 果然够强大 渔男弱弱的问了句 那个仙女 贱人姐姐 真的是大叔的初恋吗 叶初七很肯定的道 是 孙甜甜也问了句 那个 你今晚 应该不是吃醋那么简单吧 看起来好像跟那个谁 有什么恩怨的样子啊 恩怨 哼 那是仇恨 叶初七从不掩饰自己 对白薇的厌恶 已经完全忘了当初 她也曾以为 白薇是个人见人爱的仙女姐姐了 那年 她刚上初中 十三岁都不到 那年 他们萧家 还没有搬进沁园 就住在 靳思辰他们家对面 两家的关系 向来亲密 她和靳思辰 也是亲如哥们 靳思辰动不动 就欺负她 却总是在 别人欺负她的时候 第一个站出来 保护她 她有时候 讨厌死了 靳思辰 却总是不由自主地依赖她 只有那该死的娃娃亲 他们很默契地 不愿提及 那段一起上学 放学 一起玩闹 一起闯祸 一起从童年玩到少年的日子 真是一生中 最美好 最惬意的时光 这样的时光 被白薇的出现 终止了 那年夏至的余热 一直清晰地遗留到现在 那个傍晚 靳思辰刚从学校的球场回来 裹着一身汗味 直奔她家里 进出她的卧室 也从来不避嫌 她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小小 我觉得我要恋爱了 那一刻 她是猛的 第七十九集 十二三岁的少女 正是青春懵懂的时候 她也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最讨厌别人说 她和靳思辰有婚约 长大后 是要嫁给她当老婆的 他们明明就是哥们 怎么能当夫妻呢 自己那些怀春的小心思 她一直都还参不透 却忽然听到靳思辰来了 这么一句 她要恋爱了 和谁 她说 他们班上转来了一个小仙女 她看上了 小小不知道 那一瞬间忽然失重的感觉 到底是失落还是解脱 但是 当她决定帮靳思辰写情书 追白威的时候 她就告诉自己 是解脱了 怎么不是呢 她有喜欢的人了 那正好啊 以后就再也不会被两家长辈 拿他们的婚约来开玩笑了 她才不要嫁给她呢 管她喜欢谁 管她要追谁 靳思辰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追上了白威 他们两个 顿时成为学校高中部的风云人物 但是自从那以后 谁再在她面前提起 靳思辰 肖小再也不搭话了 她都是别人的男朋友了 关她什么事呢 直到有一天 她收到了白威 偷偷托人递来的小字条 白威说 她和靳思辰吵架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毕竟 靳思辰和肖小那么熟 想请她给出出主意 约了肖小奉学后见面 肖小很邪恶的想 终于吵架了呀 但是 她不允许这种莫名其妙 出现的小恶魔继续作乱 所以答应了 在去赴约的途中 她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她和靳思辰是好哥们吗 现在哥们的感情出现问题了 帮她排忧解难 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能那么小气的 可是 那天 却出了事 她来到和白威 约定见面的地点之后 等了很久 也不见白威出现 正打算要离开的时候 却被迎面而来的小混混 拦住了去路 她被几个小混混 拖到附近的废弃工厂里 若不是肖家的保镖 及时发现事情不对 并将她救了出来 她那天可能就被小混混糟蹋蹋了 敢打堂堂肖家大小姐的主意 那些小混混的下场可想而知 最重要的是 从那些小混混口中知道了真相 原来 一切都是白威的诡计 白威因为长得漂亮 再加上总是一副清高的仙女样 不仅在学校有很多追求者 就连走在外面被人惦记也是常有的事 由于她爸爸欠了高利贷 一群地痞流氓找上门讨债的时候 正好见到了白威 从此 白威的生活便不得安宁 有一次 她在放学被小混混拦截时 情急之下 只好爆出了靳思辰的大名 说她是靳家四少的女朋友 谁敢动她 绝对没好果子吃 就在小混混们半信半疑之际 她又说 只要他们肯放了她 她就给他们介绍一个 更加漂亮的小女生 小混混们信了 于是白威才找了个由头 约萧萧出来 原来她极度萧萧不是一天两天了 尤其是知道了萧萧原来是靳家认定的儿媳妇 而且靳思辰跟她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提起萧萧 她自己大概都不知道 她在提起萧萧时 两只眼睛会发光 怎么可能只是纯粹的哥们情谊 白威受不了 那种疯狂的极度达到了极限 恨不得毁了萧萧 然而最终毁的却是她自己 靳思辰在得知真相后大怒 不仅是因为她伤害了萧萧 还因为她之前一直欲擒故纵 引她上钩 她差点掐死了她 萧家的宝贝千金 因她身陷淋雨 虽然最后有惊无险 但萧家不会放过她 她经营了好久的小仙女形象 毁于一旦 从此声名狼藉 她们全家被从京都驱逐出去 已经是萧家对她最后的仁慈 那些往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夜初期至今依然咬牙切齿的 不仅仅是因为白威做的那些事 而是当年靳思辰第一次带她去见白威的时候 她居然真的有过自愧不如的想法 那时候 她是当自己多不堪 才会连白威都不如 如今回想 只剩下恶心 当然 她不可能把这些往事 都和室友们如实到来 只能换了个说法 把大概的剧情 套用在现在的夜初期身上 大意就是 白威跟靳思辰确实谈过恋爱 但是 他们明明分手了 白威不甘被抛弃 就把歪脑筋 动到靳思辰的新欢身上来 等等 编剧的脑子可能被气坏了 暂时脑容量不足 如此一来 岂不是坐实了 她就是靳思辰的新欢 她还想改一下剧板 重新安排一下剧情来着 但是 已经说出去的话 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收回来 是不可能了 那么 姑且就这样吧 反正能准确地表达 她和白威之间的 不共戴天之仇 就行了 很显然 夜初期的渲染很成功 几个小姐妹 都被她煽动得 义愤填膺起来 我靠 还真的有这种 不要脸的白莲花 这么恶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她这么能 怎么不上天呢 上帝恐怕都不想收她 这两只是没谈过恋爱的 看问题到底是比较片面 只顾着讨伐白莲花了 柳芳菲到底是过来人 知道从别的方面找原因 于是道 男女间的事情 到底是讲究个你情我愿 白莲花纵然可恨 可是 如果你家大叔 就是觉得她可爱呢 更何况 人家还不是普通 段位的白莲花 而是初恋呢 大叔这次也太 太让人失望了 哎 书上不是说那啥 女人都忘不了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我看男人应该也差不多 初恋啊 哎 他们接二连三哀声叹气的 搞得夜初七都有些气馁了 是啊 初恋呢 当年的事情刚出来的时候 也许晋思辰也是愤怒的痛心的 不仅是为了肖小 更是觉得自己被摆了一刀 估计真的想弄死白莲的心都有了 然而 这么多年过去 两人不经意间一个重逢 也许就激起了年少时互相爱恋的情怀 过去的一切都随风而散了 白莲毕竟是晋思辰真心喜欢过的吧 如果晋思辰现在就是非得要跟白莲在一起呢 说真的 夜初七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高兴的时候可以对他千衣百顺 可若是触及他心头的白月光 听他今晚的语气 还不是后悔把他惯坏了 更何况 他最后的选择已经一目了然 就算是肖小 也许都不能撼动晋思辰 想要一心护着白莲的决心 更别说他现在是夜初七 管天管地 也管不着他要和谁在一起 最后 还是柳芳飞说了句实在话 现在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 夜初七 要么你就放弃吧 像大叔那么英俊多金的成熟男人 你既然驾驭不了 那也不能让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听起来很理智 也很励志 还很有道理的样子 然而 这个提议基本不被考虑 就这么放弃 别的不说 像白莲花认输 多怂啊 夜初七还没说什么 孙田田已经焦急地问道 那第二呢 柳芳飞道 第二 当然是想个法子 把白莲花KO出局 再把大叔的心套牢 从此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报冤 多爽快 拉倒吧 夜初七忽然说道 把剑思辰的心套牢 他只能呵呵搭 他连他的心在哪儿都看不到 也不知道是谁会套牢谁 他觉得 他还是赶紧洗洗睡吧 再好好地研究一下 是不是还有第三种靠谱的方法呢 连他这个当事人都不参与讨论了 其他的人也都觉得索然无味 最后不了了之了 唯一庆幸的是 夜初七还算冷静 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 夜初七洗过澡之后 躺在床上 一直睡不着 脑子里一会儿白威 一会儿近思沉的 最要命的是 想到他们两个此时 可能会在一起 他就觉得 心里憋闷得厉害 为了暂时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他又拿来了手机 刷了一下微博 发现什么都看不进去 然后 在某个不经意间 想起了邮箱里那个 神秘的联系人 他登录了邮箱 这两天都没有任何动静 原本也不抱任何希望 但这一次却发现 又有了新的未读邮件 夜初七的新意景 连手指都是抖的 慢慢地点开来 果然 又是那个匿名用户 对方并没有回复 他之前提出的问题 而是直接给他 发来了一张照片 宿舍的网速有些慢 在等待照片打开的 那个过程里 夜初七一度觉得 自己紧张的心跳都停止了 最后 终于看到了那张照片 又是那艘游艇 但跟在朱伟家里发现的那张照片不同 这张照片又比较模糊 但是比起朱伟拍的那张远景 这张照片却拍得很近 可以看到游艇的近景 以及游艇上的人 两个人 看不清楚脸 其他人也许认不出来 但夜初七的新 都快要跳出来 那是萧小 还有云凯 当时云凯就站在他身后 从背后拥住他 在云凯拿出那个戒指之前 他们两个一直都是浓情蜜意的 静思辰说 他找到朱伟了 但朱伟只是碰巧拍到游艇而已 夜初七夜亲自去过朱伟家中 隔着那么远的距离 朱伟确实不可能看清楚 游艇上的情景 那么 这张照片又是怎么来的 除了朱伟 难道还有别人也碰巧看到了吗 可是 连靳思辰都查不到的事情 还有什么人会这么清楚 一定有的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即使云凯机关算尽 尽管做到万无一失 但若是老天有眼 一定还有人知道 那天事情的真相 这么久了 别说要为自己报仇 夜初七连云凯这个人在哪都不知道 如今有线索送上门来 不管是圈套也好 什么都好 他总归是要试一试的 于是 他马上回复了对方 你说让我接近近思辰 你想让我怎么接近 第八十集 夜初七开门见山 直奔主题 他没有再问对方是谁 给他发这张照片的目的是什么 让他接近近近思辰的目的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废话 明知对方不会说 他也不想多废唇舌 既然已经是明码标价的交易 那么不妨就直接把各自的目的和利益说清楚 若是能达成一致 自然最好不过 若是道不同就不相为谋 没必要浪费时间 原以为对方还是会像上次一样 吊足他的胃口 久久也没有回应 岂料 一分钟不到 对方就回了他一句话 怎么才能接近得了近思辰 那就得看你的本事吧 等你什么时候成了近太太 我就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 近太太 夜初七不想笑的 可是看到这三个字实在绷不住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造了什么念 老天爷居然要和他开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前世 他从满月开始就已经是清定的近太太 是他自己对生来就具有的东西 气弱必履 在即将要成为近太太的那一天 还临阵逃脱 重活一世之后 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了 他居然需要机关算尽 去夺取本来不屑一顾的东西 而且还未必能得到 他还隐隐有种感觉 对方似乎是冲着近思辰来的 让他接近近思辰 成为近太太 然后呢 他成为近太太 对对方有什么好处 或者说 对方是想利用他近太太的身份 来达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疑惑 有一万种解答 叶初七不知道 哪种猜测才是正确的 所以干脆也不费 那个心思去猜测了 他只是忽然想起 近思辰和白威 站在一起的画面 又想起刚才柳芳飞所说的 让他选择的两条路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时冲动 但是叶初七很清楚 他只有借着这一时冲动 才能做得了这个决定 最终 他给对方回复了一个字 好 把手机往旁边一扔 他马上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从床上蹦起来 柳芳飞 你刚才说的那第二个方案 具体说说 要怎么操作来着 宿舍里的其他三人 都已经躺下 却又马上被他这平地一声雷 给炸了起来 一个个不明所以的望着他 说好的拉倒呢 叶初七也知道 自己变卦变得有点快 眼神闪烁了几秒 还是理直气壮的道 我就是忽然改变主意了 不行啊 于南马上去双手赞成 行 我精神上支持你 把大叔抢回来 孙田宁也道 虽然大叔脚踩两条船 还跟初恋 旧情复燃的行为很渣 不过看在他有眼有钱 还有大长腿的范儿上 我也支持你 把他从白莲花的坑里 拉出来 常言道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你认真的 叶初七立马点头 比珍珠还真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 禁思辰和白威破镜重圆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凭什么白莲花坏事做尽 可是一回头 又能重新登上人生巅峰 还有禁思辰那个不厚道的家伙 他是瞎的吗 当初他还是他的未婚妻 他就已经明目张胆地去追白威 那就说明他打从心眼里就觉得 白威比肖小好 现在他是叶初七 暂且不管他是他的谁 反正今晚他已经把选项 摆在他面前了 他却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白威 白威到底有什么地方 那么吸引他 叶初七决定了 要好好地给他治治 眼瞎的毛病 同宿舍的这几个 虽然好奇心重了点 但是鉴于他们能一眼看出 白威不是禁思辰的什么客户 可见眼力还是不错的 反正他现在一个人愁眉苦脸的 也没什么好计谋 倒不如集合众人之力 就算他们只会出些馊主意 最起码也多个主意 柳芳飞见他无比坚定的样子 只好道 男人吗 他喜欢什么样的 那你就变成他喜欢的样子就好了 叶初七问 那我岂不是要变成白莲花 你也可以称之为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白莲花用什么招数 来跟你抢男人 那你就用 比他更高一个段位的同样招数 再把男人抢回来 气不死他 乍一听 竟觉得还有几分道理的样子 妆柔半弱 夜初七不是不会 他也经常这么干 但问题是 不一定有用啊 他只好又问道 还有吗 这话问出口的时候 他就觉得 自己这两世可能都白活了 居然连这种问题 还要请教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当然 他也不是没接触过男人 只不过 唯一一个 就是云凯那个超级失败的案例 不具备参考价值 幸好柳姑娘 颇有经验的样子 摊手道 想要驯服一个男人的心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可眼下你的情敌 都已经到家门口了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慢慢耗 只能速战速决 夜初七再次不耻下问 怎么速战速决 柳峰飞道 很简单啊 说服他 不知怎的 夜初七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了起来 一说到这个 原本还是虚心听教的 云南和孙甜甜 也来劲了 全都是一副 跃跃欲试的样子 争先恐后的发表 自己的言论 对对对 网上不是都说了吗 男人都是用下半身 思考的动物 尤其是大叔那种男人 多少女人挤破脑袋 都想往他身上扑啊 夜初七 你要是没两把刷子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 多看看小电影 修炼一下技术 我说剧功的话 白莲花虽然蛮漂亮的 但是我觉得 你随便收拾一下 其实比白莲花还漂亮 无奈太嫩太青色 说不定大叔喜欢 妩媚妖娆那款 你平时也得在 穿衣打扮上 多下功夫 毕竟技术不够 就用颜值来凑嘛 别看这两个妞 连个遮儿八经的恋爱 都没谈过 一谈到这个话题 倒是一套一套的 都快赶上人家 唱二人传的了 知道的是在 给叶初七出主意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俩 是拉皮条的 叶初七都听不下去了 赶紧打断道 说什么呢 一上来 就这么简单粗暴 我和大叔 是纯洁的好不好 纯洁的 其他三人 一口同声 难以置信 最终 柳芳飞拍了拍 叶初七的肩膀 感慨了一句 那我只能说 不管是套老大叔 还是打败白莲花 这都是一条 任重道远的路啊 加油 祝你好运 叶初七再次 信了他们的邪 本以为人多力量大 一人说一句 就有三句 就算是 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概率 说不定 就会碰上一个 有用的建议呢 结果倒好 一个比一个黄暴 这年头的男女关系 大多都始于床上 有可能最后 还终于床上 叶初七不是不懂 但是这代价 未免太大了 能不能搞定 晋思辰还不知道 他不想最后 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帮小妞 到底是见识浅薄 太单纯了 叶初七才不会听他们的 他决定 要自己酝酿一个大计划 白威是绝不可能 得偿所愿的 至于晋思辰 反正他的眼神也不好 不如这次 直接亮瞎他的眼 距离那次的不欢而散 已经过去了几天 叶初七这回 很沉的住气 一直都没找 晋思辰服软 反而是晋思辰 先顶不住了 先给他打过电话 叶初七看了眼 没接 他再打 他直接挂断了 他再再打 却再也打不通了 此时 晋思辰正坐在 晋市集团三十几楼的 总裁办公室里 听着您所拨打的电话 不在服务区的提示音 心情很烦躁 晋市这几年 也致力于电子产品的开发 所以他很清楚 从不接到拒接 再到不在服务区 是因为夜初七 把他的号码 给拉进黑名单了 他的心里头 顿时像是长了草 乱糟糟的 这死丫头 能耐了呀 他原本信心满满 以为他那晚 不过是负气之下 一走了之 他最多也只能撑到第二天 也有可能连一碗都熬不住 肯定会打电话给他的 也许是质问 也许是讨伐 也许是撒气 总之不可能就这么没了下闻 夜初七的那个暴脾气 绝对不可能把满腔的火气 往肚子里咽的 所以他一直在等着他 主动来找他 第一天没动静 他觉得他这次是成长了 第二天还是没联系 他觉得小丫头 恐怕是气得不轻 所以还没气消 等到第三天 他主动打给他 可是他去电话不接 还把他拉进黑名单 这哪里是成长 分明就是脾气渐长 靳思晨气得直接撂了手机 行 看谁熬得过谁 他就给他一天的时间 若是明天他还敢继续跟他死将的话 看他不活剥了他的皮 看他还敢不敢把他拉进黑名单 然而夜初七就是这么能耐 靳思晨单方面给他一天时间到了 还是没有电话 没有信息 没有联系 号码也依旧没从黑名单里被放出来 靳思晨已经很久没有过这种烦躁的想要跳脚的感觉 心里头有两个念头在拉扯 一是马上去捉他回来 但是捉回来之后呢 总不能真的剥了他的皮 而且万一被他误会成是他在主动服软怎么办 六一个说 要不再多给他一天时间 夜初七这个名字像是一根绳索 勒得他有点透不过气来 第八十一集 靳思晨烦躁的松了松领带 还没考虑清楚要拿夜初七怎么办 电话就响了起来 还以为是夜初七 他打算端着线 让铃声响久一点才接 可是瞄了眼屏幕之后 还没来得及期待就已经被失落给取代 不是夜初七 而是相超 靳思晨调整了一下烦躁的呼吸 才接通了电话 喂 今晚八点准时到黄金台 老地方剑都准备好了 准备什么 今儿不是你生日吗 像往年一样立心庆祝啊 别跟我说你把自个儿的生日都给忘了 他还真忘了 他看了眼办公桌上的台历 今天确实是他的公立生日 这么多年来 他几乎每年都要过两次生日 公立跟兄弟朋友一起庆祝 农历回家陪年迈的父母吃饭 从无例外 今天虽然没什么心情 但是他更不愿意一个人在这里为了夜初七儿 劳神伤费 于是道 知道了 晚上八点不到 他提前来到了黄金台 相超特地在顶楼留了一个包厢 只用于他们的日常聚会 明明是最熟悉不过的老地方 但这次刚推开包厢的门 他就惊呆了 误以为是自己走错了地方 原本素雅的包厢 今天装扮得花里胡哨的 包厢里的灯光调成了温馨的暖黄色 天花板上飘着五彩斑斓的青气球 气球上还绑了彩带 垂到半空中 沙发上摆满了各种软萌可爱的小玩偶 四周的墙壁上还挂上了粉红色的沙漫 这场面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走进了婚礼现场 剑思辰看呆了 呆过之后 还扫视了一圈包厢里比他更早到的其他人 心想 这群人今天是不是集体都吃错药了 里面全都是一些熟悉的面孔 这样的聚会 每年最少几十次 所以大家也不客气 哪怕兽星还没到场 都已经开始玩嗨了 你们这是搞什么 如果今天自己不是主角 剑思辰也就染了这氛围 可是 说好的是替他庆祝生日 却把现场布置成这样 他怎么就觉得 自从一进来之后 浑身就不自在了呢 他来了 全场的重心 也就自然而然的转移到了他身上来 相超道 每年都是千篇一律的节目多单调啊 今天特地给你弄点特别的 是不是感觉很惊喜啊 剑思辰呵呵他 他不屑的表情已经充分说明了他此刻心里所想 没有喜倒是惊了一下 裴子谦也道 看看 这全场粉嫩的颜色 多好的兆头啊 知道这预示着什么吗 陈哥 预示着你过完这个生日之后就会走桃花运 年旭瑶依旧没什么好说的 他从不跟着相超和裴子谦一起起哄 但是却对裴子谦所说的桃花运表示赞同 靳思辰没理会另外两个使劲作妖的二货 直接走到年旭瑶身边坐了下来 这个角落比较安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 他有些话想要私底下和年旭瑶谈谈 凭他们二人的关系 开口不需要客套 靳思辰直接就到 续瑶 有个事情 你得帮我一个忙 年旭瑶虽然有些意外 但并未表露在脸上 他薄唇轻起 缓缓吐出两个字 你说 那一瞬间 靳思辰不知怎么的 就想起夜初期曾经说过的话来 年旭瑶的声音 好听的能让人怀孕 怎么又忽然想起那个丫头来 这种不受控制的念头 让靳思辰感觉有片刻的失重 竟不由自主地 开始琢磨起年旭瑶的声音来 年旭瑶刚才就说了两个字 你说 真的有那么好听吗 没觉得呀 陈哥 年旭瑶忽然唤了他一声 他们这群人的朋友圈 其实很广很强大 只不过 他们四个人尤其铁而已 若是按年纪来论资排辈的话 向超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靳思辰是老二 其次是年旭瑶 最后是裴子谦 所以 年旭瑶和裴子谦 都得正经的 叫靳思辰一声歌 年旭瑶的脸上 总是没什么表情 仿佛不管沧海桑田 世事变迁 在他这里都经不起任何的波澜 此时他皱了一下眉 也是因为靳思辰走神了 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 靳思辰这才反应过来 心间不禁懊恼 他忽然想起夜初期那个臭丫头就罢了 为什么还会想起他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他呼出了一口气 也顺便将那些不该有的念头驱逐到脑海之外 我想动用你那边的关系给我查一个人 靳思辰道 年旭瑶看他一脸严肃的样子 料想应该不是件小事 于是问道 谁啊 靳思辰垂下眼瞼 说了一个他最不愿意提及的名字 云凯 年旭遥遗症 云凯这个人 他谈不上熟悉 之所以不熟悉 是没有正面接触过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听说过 那不就是萧小的男朋友 靳思辰的头号情敌吗 靳思辰居然要查云凯 靳思辰知道 年旭遥心里头 必定装着满满的疑问 他也不隐瞒 如实道 我一直在寻找萧小的下落 但就目前得到的线索来看 用处都不大 所以我打算换个方向 从云凯身上下手去查 年旭遥没有说话 而是听靳思辰继续道 我之前也查过他 发现他的背景很简单 但越是简单 越能说明问题 我不相信两个活生生的人 就会这么凭空消失了 有些事情我不太方便出面 所以想拜托你 好 年旭遥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他懂 靳思辰所说的不方便出面 是什么意思 靳思辰出身近家 那是真真正正的根正苗红 这样的身份 让他不能过多地去接触那些灰色的地带 否则被有心人察觉利用的话 会给整个家族引来祸端 但是年旭遥不一样 他的父亲本来就是靠黑道发家 如今打着正经商人的旗号 虽然已经渐渐地走在洗白的道路上 却不能一洗就白 如今年旭遥当家 手下依然掌控着众多的灰色势力 有些事儿 只要他敢做 且没有后顾之忧 靳思辰的忙 年旭遥一定帮 还会帮得很爽快 只不过 陈哥 他又叫了一声 欲言又止的样子 靳思辰挑了下眉 嗯 你再找萧萧 如果找到了呢 靳思辰眉语间的困惑更深了 他听得懂年旭遥的话 却不太明白 年旭遥这话是想要表达什么 年旭遥其实本来还想问 你若是找到了萧萧 夜初期那个傻丫头怎么办 今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呢 可惜他还没来得及 将最后这句话说出来 裴子谦就挤过来 打断了他们 你们俩够了呀 又不是大姑娘 凑在一起交头件 说些什么悄悄话呢 裴子谦边说 边将靳思辰从沙发上拖起来 你们有什么事儿 待会儿再说 先过来拆礼物 靳思辰更纳闷了 还有礼物 他们几个大男人 个个都是单身 所以凑在一起庆祝是成事儿 但是从来不搞送礼 这种肉麻兮兮的事情 今年的规矩都变了 靳思辰对所谓的礼物 暂时持中立态度 有一点点好奇 但也不是特别期待 顶多就是觉得 人家的一片心意 若是拒绝的话 未免太扫兴了 裴子谦一个响纸 包厢的门再次被推开了 靳思辰扭头望去 只见几个平时也跟他们一起混 但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的朋友 推着一个大大的礼盒走了进来 包厢里舒缓的音乐 马上切换成了 祝你生日快乐 靳思辰愣了一下 老实说 他感觉头皮有点发麻 僻静只是一群大老爷们 在这儿庆祝个生日 正常情况下 不是应该喝酒吹牛打牌 或者叫几个公主进来 一起happy吗 为什么要搞这种 能酸掉牙的幼稚把戏 他正愣间 那个大大的礼盒 推到了跟前 生日歌也都播放完了 所有人都围上来 催促他拆礼物 靳思辰一脸的莫名其妙 脑子里也全都是大写的问号 迟迟没有动作 还傻愣着干什么 快拆啊 放心啊 里面装的不是炸弹 真的有惊喜 旁边其他的人 也都跟着起哄 快拆快拆 惊喜惊喜 尽管靳思辰 有种想要遁地而逃的冲动 但是他好歹是今天的主角 为了让自己不显得那么怂 他只能故作镇定地伸出手去 慢慢地解开礼盒上绑着的蝴蝶结 再切开盖子 Suprise 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然后眼前一花 似乎听到了礼花炸开的声音 眼前顿时一片五彩斑斓 靳思辰下意识地闭了下眼睛 等到飘在空气中的礼花 纷纷落了地 他才看清楚眼前的景象 礼盒里居然藏了一个穿着粉色蓬蓬裙的女孩 长发披肩 还戴了个粉红色的发箍 跟今晚包厢里的布置很搭 他冲着他大喊一句 大叔 生日快乐 那样的名谋后耻 那样的热情奔放 不是夜初七是谁 几天前 他还生气说着永远也不要理他了 昨天他不接他的电话 还将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他今天还在为联系不上他 而心烦意乱 此刻 他却那么生动地就在他面前 夜初七知道 这样的场景其实很俗气 很没有新意 早已经被无数人使用过千百遍了 但是无所谓啊 招不在心 有用就行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 能第一眼看到他的反应的办法 人的潜意识是最真实的 至少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他 他惊了 也喜了 事实上惊不惊喜 靳思辰真的没有太大的感觉 他已经预料到了这帮人 会搞很多花样 反正只要有相超和陪子千载 从来都不会缺稀奇古怪的点子 然而他千算万算 怎么也没算到夜初七 所以当他拆开铝盒 居然看到他从盒子里蹦出来的时候 顿时就 他都想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 来形容现在的自己 但他知道 自己这会儿 惊得连嘴巴都合不上的样子 一定特傻 但是他就是说不出话来 夜初七蹦出来的那一刻 靳思辰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停滞了一秒 然后如同千钧万马从心头奔腾而过 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每一个细胞都在跳跃 那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即使他用力地深呼吸几个回合 依然控制不了 他没有说话 因为不敢开口 他怕一旦开了口 那颗蠢蠢欲动的心会直接从喉咙眼里跳出来 身边的人推推嚷嚷 每一个人都仿佛有七嘴八舌 在这么嘈杂的环境下 靳思辰却只看到了夜初七 看到了他的嘴巴在动 大叔 我有些话憋在心里已经很久了 趁着你今天生日 我一定要说出来 靳思辰的呼吸又治了一下 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搞得这么郑重其事的 他怎么忽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呢 他还是想阻止他的 毕竟在众目睽睽之下 万一他来个语出惊人什么的 可是 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 其他的人以向超为首 已经纷纷开始起哄 又是欢笑又是鼓掌 最终鼓动 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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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受到了鼓舞 夜初七清了下嗓子 被自己壮胆 开始道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命运 让我遇见了你 我亲爱的大叔 他一秒就被自己的口水噎住 差点惊掉了下巴 他知道 这丫头古灵精怪的 戏一直很多 但现在这是什么操作 开场白过后 夜初七的灵感 顿时如泉涌 开始娓娓道来 到这一秒为止 我来到你身边 一共六个月二十一天 九个小时零五分 从来没有一个人 能像你这样照顾我 保护我 包容我 你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我一直都铭记于心 也从心底里 把你当成 我最敬爱的长辈 直到那一天 他停顿了一下 又继续道 那天看到你和你的 初恋情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忽然就有了危机感 靳思辰忽然有些绝望 为什么又提那 什么该死的初恋情人 当年他和白薇谈恋爱的事情 今天在场的大部分人都知道 那真的只是一段 不堪回首的往事 此次白薇忽然回来找他 他都没敢让这帮人知道 就是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调侃和取笑 没想到现在 被叶初七一句话 就接了老底 唉 他也很无奈啊 还好 此时大家的关注点 都不在于什么初恋情人 但是 危机感又是什么鬼 靳思辰忽然觉得 那种不太好的预感 来得更加强烈了 他很想立即就冲上去 捂住他的嘴 但是又忍不住 想要听听 他接下来 还会说些什么 就在他迟疑的这会儿功夫 叶初七已经接着道 我不想看到你和他在一起 不想你被任何女人抢走 我想你永远都只属于我一个人 只对我一个人好 我好像 喜欢上你了 全场忽然陷入安静之中 叶初七又道 不 不是好像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全场 更静了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有黏续摇 他站在靳思辰后侧方的位置 在夜初七说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的时候 他明显感到 靳思辰微微亮强了一下 不过 亮强的不明显 靳思辰很快又战粉了 但是还是没有反应 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候 怎么会冷吵了呢 相超向来是最会活跃气氛的 第一个开口打破了沉寂 怎么了这是 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的臣 人家小可爱都表白了 你好点给点反应啊 裴子谦道 难不成是因为刚才太吵了 所以没听清啊 此话一出 马上就有石像的人 递了个高分贝的麦克风上来 相超亲自接了过来 再递给了夜初七 大家都安静点啊 小可爱再说一遍 这回听清了啊 最后这一句 提醒的是靳思辰 夜初七接过话筒 说实话有点猛 但都已经被逼上梁山 他也只能豁出去了 大声道 大叔 我喜欢上你了 他特地提高了音调 还加上话筒的扩散 清脆的嗓音 回荡在紧闭的包厢里 久久都不曾散去 同一句话 他刚才已经说了几遍 但是靳思辰是真的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任何表示都没有 直到这一次 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顿时浑身的血气上涌 将他的大脑淹没 一时间竟头昏脑胀的 也幸好包厢里的灯光有些暗 所以其他人才看不到 他的整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直红到了耳根 从小到大 他的身边从不缺女人围绕 那脸的直白的热情的欲情故纵的 什么样的都有 他早就已经能够从容地面对 女人爱慕的目光 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表白 他都能做到心如止水 可是此刻 好一个夜初期 他居然有本事在他的心里掀起一阵海啸 靳思辰发誓 他活到三十岁 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不仅心里的惊涛骇浪 久久无法平息 就连脸上都像是有两团火在烧 他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在这种时候居然傻到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简直不要太怂 但是他说什么呀 他还没酝酿好 夜初期已经举起一只手臂到他面前 笑意盈盈地倒 大叔 我知道这很突然 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那你先过来拆礼物好不好 他嘟着唇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练就了这么过硬的心理素质 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着他嗲嗲的撒娇 他让他拆礼物 礼物在哪 夜初期将手臂举到他眼前晃了晃 靳思辰这才看到 他的胳膊上也用丝绸带子绑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什么意思 他过生日 他把自己打包成礼物送给他 夜初期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要么不玩 要玩就玩一票大的 他知道靳思辰什么时候过生日 也知道他会在生日的这天 跟这群朋友一起庆祝 所以他才会主动找到了向超 虽然向超觉得 夜初期要是做他儿媳妇也挺不错的 但凡事都讲究个先来后到 孝宇节年纪还小 以后有的是机会 秉承着尊老的优良传统 还是先把机会让给靳思辰这个老光棍好了 所以在听了夜初期的话之后 向超自然是双手赞成 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一幕 此情此景 夜初期心里是很满意的 比起室友们出的那些馊主意 他觉得自己简直不要太睿智 想要彻底征服一个男人 还是要以攻心为上 夜初期非常的确定以及肯定 即使他现在脱光光了 躺进思辰的床上 他的反应也比不过此时此刻 至少有十分钟了吧 他居然连一句话都还没说出来 他确定他不是不说 而是真的说不出来 他已经连续声明三次 他喜欢他 他没有反应 他现在又将手臂举到了他的面前 他还是无动于衷 他忽然抿着唇笑了起来 得意洋洋地冲他勾了一下手指头 娇声道 大叔 过来吗 人家有个恋爱想和你谈谈 这真是个扰人的小妖精 别说禁思沉了 但凡任何一个男人被这么表白 恐怕都会心痒痒地难以自控 也不知道是谁开的头 说了句 轻一个 然后其余的人纷纷起哄附和 轻一个 轻一个 叶初七双眼一瞪 大叔还没答应 还没到这个步骤啊 喂 瞎起什么哄呢 禁思沉也不知道是被谁 往夜初七的方向推了一把 像是忽然被解了穴 他顿时如梦初醒一般 直接往前跨了一步 一把拽住了夜初七的手腕 哇哦 现场的气氛 刹那间被推到了高潮 按照正常剧本 他应该事先拽住夜初七的手腕 然后直接将人拽进怀里来 抱住再亲下去 一起呵成 可是禁思沉却只是将夜初七 从那个礼盒里拉了出来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他们两个人之间 始终隔着十几公分的距离 别说亲了 禁思沉连抱都没抱人家一下 还冷冷地出声问道 你又在玩什么把戏 本来已经嗨到最高点的气氛 因为禁思沉的一句话 就冷了吵 夜初七呃了一下 笑声道 今天你生日啊 你还知道是我生日 不是愚人节 你跑这儿来搞什么恶作剧啊 所以 他搞了这么半天 他只当他是在恶作剧 别说夜初七 就连其他人都听不下去了 裴紫谦就率先道 陈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人家小可爱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可谓是煞费苦心啊 无论如何 你也不能怀疑人家 对你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相超哼了声 装 你再接着装呢 好吧 禁思沉暂时也只能装到这里了 今晚奉献出了这么一出好戏 其他人看戏也该看够了 禁思沉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人拖出去了 大叔 大叔 他他他他 你慢点 夜初七的呼通 并没能阻止禁思沉的脚步 他一直将人拖出包厢 拖进电梯下了楼 特意避开了嘈杂的一楼大厅 在拐角处拐了个弯 将他往另一个方向拽去 第八十三集 前厅里人满为患 工愁交错 至最金迷 紧隔了一个楼道的距离 后面却安静的仿佛另一个事件 只有有人经过拉开楼梯口那扇门时 才会有隐约的音乐声传过来 黄金台的装潢 全部都是奢华的欧式风 就连这里一个小小的过道 都装着精致的水晶灯 撒下一片光明 禁思沉直接甩开了他的手 夜初七的背 撞上了墙壁 不由的哆嗦了一下 沿着这条过道一直往里面走 尽头就是黄金台的后门 此时一到深秋 瑟瑟的冷风从后门灌了进来 禁思沉感觉自己浑身沸腾的血液还没冷却 就连脸上的余热都还在 这种陌生的难以自持的感觉 实在是令人惶恐 他唯有紧紧的绷着 用冷硬的表情和语气来掩饰这种惶恐 所以在面对夜初七时 他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凶巴巴的 行了 你给我说说吧 你又打算给我整什么要额子 还是 话才刚说到一半 马上破功 因为夜初七 根本就是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 还没等他说完 他就已经扑到他怀里来 搂着他的腰抱得紧紧的 这又是哪一出 禁思沉像是被毒黄蜂给遮了一下 几乎是本能的 想要把他从怀里拉开 可是夜初七不一 他甚至还得寸进尺的 将手伸进他的外套里去 抱住他的腰 一个劲的往他怀里钻 像是要跟他融为一体似的 禁思沉的手握在他的肩膀上 将人往外推 可是很奇怪 但凡他出手 一拳撂倒一头老虎都有可能 眼下不过就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生 他却没有力气推开他 抑或是不想推开他 他忽然感到一股火气从心底生腾起来 也不知道是在恼他还是在恼自己 斥责道 夜初七 你还没完了是吧 夜初七从他怀里抬起头来 眼巴巴地望着他道 我冷啊 就抱人家一下好不好 他说 这话说的 好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一样 而事实却是 他的双手依然搂在他的腰上 他整个人也像只大号的五尾熊似的 缠在他怀里 完全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靳思辰低头看着他 又气愤又无奈 也不知道他是在发什么神经 现在夜里这么凉 他居然只穿了一件无袖的蓬蓬裙 两只纤细的手臂露在外面 没有了包厢里的暖气庇护 也难怪他会说冷 我冷死你了 靳思辰嘴上对他不满 可叹了口气之后 他还是反手到身后 将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 逆着他道 松开 夜初期刚松开 还在他腰上的手 他就已经将外套 披到了他的肩上 他的衣服上 还残留着他的气息和温度 将他紧紧环绕 他的温度传递到他的身上 夜初期忽然感觉到 心里也暖暖的 心想着 靳思辰到底还是关心他的 又觉得有一丝丝的甜 就像是丝滑的巧克力 黏黏的缠住他的心 来说 靳思辰捏了他一眼 不语 你把外套给我了 你不冷吗 靳思辰没好气的道 那要不然 你现在脱下来还给我 他的话中 有挑衅的意味 心里终究还是憋着一股 说不上来是生气 还是一种连他自己 都没法形容的情绪 无法发现 总之 今晚的一切 让他有种被耍的感觉 这死丫头 人不大 胆子倒是不小 敢背着他 跟相超他们串通一气 还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 反正他不承认 那是什么表白 而且 不知道他是哪根筋搭错了 才穿成这样 冷死他活该 好啊 夜初七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爽快 那让你穿着 然后你抱着我就好了 这样我们都不会被冻着了 靳思辰一正 夜初七马上又堆起了笑容 那说 你觉得我这个主意是不是很好啊 他一边说一边动手 想要将他的外套脱下来 靳思辰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 立刻按住他的手 阻止他到 不用 我不冷 你自己穿着 不用躲 他的语速很快 生怕慢了一秒 他就真的会将衣服给脱下来 夜初七将他的慌乱看在眼里 使劲地抿着嘴 憋着笑 哦 那好吧 靳思辰默地松了口气 那就好 消停就好 然而 消停不过两秒 夜初七马上又到 他说 靳思辰都已经不想理他了 勉为其难地应了一声 啊 你的衣服好暖和 还有你的味道 靳思辰感觉 夜初七又要不说好话了 果然 夜初七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下一句就是 我把你的衣服穿在身上 感觉就像是你在抱着我一样呢 如果他之前只是有种被耍了的感觉 那么此刻很有必要纠正一下 这怎么能是被耍呢 他分明就是被调戏了 这死丫头 真的是 稀有此理 这个话题是彻底聊不下去了 靳思辰迅速地别开脸去 一本正经地呵斥道 少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送你回学校去 我不回去啊 夜初七果断地拒绝 尽管靳思辰逃避得够快 但他还是看到了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叫起来 大叔 你脸红了 之前有没有脸红 靳思辰不知道 但是在听了他的这句话 仿佛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被窥探到 他是真的感觉到老脸一红 这种感觉接二连三地出现 每一次都来得毫无预兆 让他一点防备都没有 夜初七眼又不瞎 若是他在这时候还否认 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太欲盖迷彰了 可他又如何能承认 自己脸红了 最要命的是 他居然被一个小丫头 三言两语就调戏得脸都红了 这么一想 他更加恨不得把自己给揍晕 为什么会这样 他比他大了那么多岁 这十几年都白混了吗 道行居然还比不过一个 出出茅庐的小丫头 小来真够丢脸的 可是他若是不否认 什么都不说的话 就像现在这样 夜初七就当是他无话可说了 反而更加得寸进尺 大叔 你真的脸红了 我看看 他一边说着 一边绕到他面前去 剑丝尘怎么还可能乖乖地让他看 只能一而再地避开他 夜初七不让他躲 大胆地粘了上去 拽住他的手臂 伸长了脖子 到他面前 这么一来一回的 剑丝尘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让他钻到怀里来了 两人的距离那么近 近到他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少女心香 近到他如银铃般的笑声 一直传到他的心底 大叔 为什么呢 为什么脸红 没道理啊 以你的条件 喜欢你的女人 手拉手 我估计都能绕京都一圈了 难道从没有别人跟你表白过 难道是你平时总是凶巴巴的 太吓人了 所以没人敢跟你表白 不会啊 你虽然有时候挺凶的 但是我知道 你就是只只老虎 特别生气了 也是雷声大 有点小 可能是别人不知道而已 看吧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了解你的女人 叶初期打开了话匣子 哪怕得不到回应 他也说得很起劲 金思辰的手再次搭上他的肩膀 之前推开他的时候还很果断 但是这会儿却忽然迟疑起来 他一直都知道 他的笑声像是有种致命的魔力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要看见他 看着他的笑容 就可以让人忘却一切烦恼 他有些抗拒 却又忍不住贪恋 此刻他大概只是震惊 好好的 他到底哪里不对劲 居然向他表白 金思辰好不容易让自己冷静一点 可是一想起刚才在包厢里 他对他说的那些话 他整个人都不受控制了 叶初期却依然没完 继续道 不过这样也好 其他女人就不敢来接近你了 大树 我怎么忽然觉得你这么可爱呢 我好像会忍不住越来越喜欢你了 那可怎么办才好 有些话真真假假 也不知道乱了谁的心 但叶初期有句话绝对是真心的 那就是今天的金思辰 真的是太可爱了 他和他认识这么多年 从来不知道他竟然还有脸红这项技能 让他觉得既新奇又得意 忍不住去想 是为了他吧 但是这一项重大发现 也不枉费他辛辛苦苦筹备了今晚 他好像真的有点喜欢这样的他 喜欢这样的接近他 莫得想起用邮箱跟他联系的那个神秘人 在近思辰看不到的时候 叶初期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 心疏得沉重起来 有了对比 方知道刚才的所有欢笑都是发自内心 叶初期 近思辰实在招架不住这样的叶初期 终究还是黑着脸将他推开去 斥责道 胡闹也该有个底线 你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动不动就说喜欢 动不动就 在近思辰看来 叶初期今晚的所有举动都是胡闹 他从来都是这么的大胆 直接热烈 也不管他的偶尔心血来潮 将会在别人的心里 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 至少 近思辰的心里是不平静了 明明知道不是真的 心里却还是忍不住暗暗窃喜 这样的矛盾心态 让他的心里憋着一团火 不仅恼他 更恼自己 小小年纪 这么轻易的就将喜欢挂在嘴边 他知道什么是喜欢吗 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吗 他除非是疯了才会相信他说的什么 因为看到他的身边有了其他女人 所以才产生了危机感 他的把戏那么多 一天一个样 现在他又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在做什么吗 第八十四集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成年人都能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夜初期一开口 就把话说满了 静思辰心底的疑惑 还没完全表述清楚 他就给了他确切的答案 他说 他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静思辰猝了下眉心 低头看了眼 身高只有到自己肩膀的小丫头 四目相对之际 他试图想从他的眼中 看到一丝玩笑的痕迹 然而没有 在他坚定的眼中 他似乎一眼就望到了底 看到了他的真心 最糟糕的是 透过他的盈盈水眸 他还看到了自己 从震惊到慌乱 再到坚信的表情 在他明媚纯粗的眼狐中 他一点点的逆下去 幸好 电话铃声及时拯救了他 静思辰默地回过神来 取出手机 看了眼屏幕上的号码 他故作镇定的眼中 没有丝毫波动 却久久不见 谁啊 叶初七 马上伸长脖子 凑过来看 尽管静思辰 有意要避开 却还是让他看到了 屏幕上只显示了一串 陌生的数字 并没有留存姓名 叶初七自顾自地问 大叔 你不接吗 静思辰逆了他一眼 并不回答 叶初七又道 该不会是什么骚扰电话吧 你不接的话 就让我帮你解决怎么样 不管是推销保险的 还是放高利贷的 或者是提供夜间服务的 我保证在接过之后 对方下次再也不敢来骚扰你了 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说着就伸过手来 静思辰能让他接 就真的是见了鬼了 他懒得理他 稍微抬了一下手 将手机举起来的同时 按下了接听键 喂 话烟刚落 叶初七就贴了过来 他的双手揪住他的衬衫 几乎将整个人都倚在他的胸口上 如果说刚才只是不拿自己当外人 那么现在是彻底拿自己当内人了 他才不考虑 电话其实是静思辰的个人隐私 反而在他面前点起脚尖 直接凑上去听 胶软的身体 婀娜的曲线 毫无缝隙的贴在静思辰身上 静思辰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呼吸顿了一下 然后很快又乱了章法 变得越来越沉 越来越粗重 就连电话里的人说了什么都没听清楚 他知道应该要推开他的 可是他在他面前总是间歇性的出现 手脚无力的症状 刚刚有所动作 他反而还缠得更紧了 这丫头真的是没大没小 无法无天 听他的电话都敢听得这么明目张胆了 他真是惯得他 静思辰看着那颗拱到自己脖子上 作乱的小脑袋 只能深深叹息一声 暂时放弃了抵抗 甚由他胡作非为了 也许是他久久没有说话 电话那端的人只能再次开口 思辰 怀中的人顿时僵硬了一瞬 夜初期听出来了 是白威的声音 静思辰倒是面不改色的 嗯 什么事 白威的声音嘀嘀的 带着若有似无的惶恐 思辰 你 你现在忙忙 能不能过来一趟 怎么了 就是 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回来的时候 总觉得后面有人在跟踪我 我一个人实在是害怕 所以你能不能 静思辰握紧了手机 却没有马上接话 像是在犹豫着什么 半晓后 白威再次开了口 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如果你实在谋的话 那就算了 我也不是很要紧 我 我待会儿过去 说完 他就果断地挂了电话 这一次 夜初期没有再死缠烂打 他轻轻一推 甚至都没用什么力气 他就已经主动从他怀里退开了 你还好白威在一起 他瞪着他 小嘴觉得老高 话中全是哀怨 这样的哀怨 让静思辰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竟没来由的有几分心虚 他的脖唇动了动 想说什么却不知怎么说 他和白威的事情 其实也不是不能解释 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 关键是 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微妙 他才跟他表白过 他就马上跟他解释 自己与其他女人之间的事 那就更微妙了 可若是什么都不说吧 就像现在这样 夜初期就误会了 马上就到 我不准你去 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 他还主动地拉住他的手 将自己纤细的手指头 一根根地嵌进他的指缝里去 紧紧地扣住 静思辰想正开来 很显然并没有成功 他最见不得他这种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固执 只好沉下了脸 试图端着架子 颇为严厉地倒 别闹了 时候不早了 我先送你回学校 他其实知道 夜初期不会医的 已经做好了 再跟他争辩几个回合的准备 奇料 夜初期却负气地道 我就闹 就闹怎么了 反正再怎么闹 也拦不住你半夜去 私会初恋情人 那你去好了 我不用你管 他是说到做到了 马上就甩开了他的手 还脱掉了他的外套 往他怀里一塞 哼了一声 扭头就走 臭丫头 脾气也越来越臭了 晋思辰看到他 穿成这样就走了 脑仁一阵阵地疼 上次他赌气的时候 没有去追他 是因为他和几个室友在一起 而且他也想给他一点教训 不想他继续蹬鼻子上脸 可是现在 他认命地叹了口气 终于还是追了上去 夜初期在扭头的那一瞬 已经在心里默默地开始倒数计时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还没数到一 身后已经响起了脚步声 他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自信 反正就是这么自信 果然下一秒 他的手臂就被晋思辰给拽住了 带着脾气的男人将他拽了回来 训斥道 你非要跟我在这儿闹是不是 我没胡闹 夜初期忽然扬起头来 灿烂的笑容 让晋思辰瞬间就忘了自己还在生气 什么叫做翻脸如翻书 谁都没他诠释得这么准确 他的双眼弯弯的 英纯是上扬的弧度 冲着他笑道 我就是想看看 大叔你究竟在不在乎我 他差点一口老血 喷到他的脸上 看到这丫头明媚的笑脸 他活活地被他给气笑了 然后是无言以对 明明也知道是个坑 他自己愿意跳 又怪得了谁 夜初期也深知他是个什么性子 所以在捉弄了他一番之后 马上就装乖卖谋 哄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是我不对 大叔你别生气嘛 晋思辰沉默 不生气难道该高兴吗 夜初期又道 你要体谅一下人家的一片苦心嘛 你又不是不知道 自己有多早女人惦记 我这不是怕你被别人抢走了吗 他除了装乖卖萌 还很懂楚楚可怜那一套 只要在他面前露出个可怜的表情 就搞得好像他不接受他的道歉 就有多么的罪大恶极一样 晋思辰真的从未有过如此无奈的时刻 打不得骂了也没用 本想撒手不管了 好吧 是他自己没用 撒不开手 总而言之就是 看上这么个麻烦惊 也是他自作自受 他今晚 第N次叹气之后 很认真的道 我就跟你说一遍 白威找我有事 我现在要去他那里一趟 你听话先回学校去 好不好 如果求他管用的话 他都想求他别再缠他了 那种偶尔烦躁 偶尔欣喜 一个不小心又失控的感觉 真的是很糟糕 然而 夜初期已经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哪里肯轻易妥协 马上问道 他找你能有什么事 很重要的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想了想 还是多此一举的解释了一句 那么 索性就当他 真的是很有危机感 不愿意他被其他女人抢走好了 那他现在解释了 不是他想的那回事 总该行了吧 夜初期却偏偏是个 不喜欢按常理出牌的 忽然就来了句 那你带我一起去吧 所以我无论说什么 都是白说了是吗 既然你们坦坦荡荡的 那带我去又能怎么样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说不定我还能帮个忙什么的 靳思辰想起那天 他和白薇的针锋相对 恨不得你死我活的 现在又说帮什么忙 也难为他不假思索的 就说得这么顺了 反正靳思辰内心是拒绝的 夜初期却又道 更何况 你们孤男寡女大晚上的 在一起很危险的 被有心人看到的话 还得闲话连篇 我只有跟你在一起 才危险 然而夜初期后面那句话 却又说对了 她晚上单独去见白薇 确实不妥 就在她迟疑的功夫 夜初期已经替她做了决定 行了别犹豫了 万一人家有什么急事呢 你这么一单膏 可是会要命的 这丫头 不知道的还当真以为 她有多关心白薇 靳思辰甩不掉她 还莫名其妙地 被她给说服了 于是还真就带她去了 白薇住的地方 在月井酒店 当两人在酒店门前下了车 靳思辰将车钥匙递给了博车小弟 没等夜初期问她 她已经主动道 她这些年一直在国外生活 最近才回来 短短一句话 不仅解释了白薇住酒店的原因 也解释了她和白薇是最近才联系的 夜初期像是对此 没什么好奇心的样子 兴致缺缺地 嗡了一声 嗡 然后就没有了 靳思辰还想多说两句 都说不出来了 本以为没什么可说的了 靳思辰重新把外套递给夜初期 示意她披上 也不知道她是故意装聋作哑 还是真的没看明白她的意思 没有任何的反应 靳思辰只好妥协地来到她身旁 亲自将外套给她披上 瞧 就是故意的吧 眼角又荡漾起一抹小狐狸似的贼笑了 靳思辰感觉自己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偏偏还甘之若疑 跟酒店的前台交涉了几句 靳思辰就带着夜初期一起进入电梯 之前看她对白威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 靳思辰以为这个话题就此结束了 起料 电梯门刚合上 她又马上如临大敌的模样 大叔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靳思辰挑眉看着她 反问 什么事 我刚才听你们在电话里说的话 好像白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找你帮忙的样子 那她住酒店的房钱 该不会是你付的吧 是或不是又怎么样 靳思辰再度挑眉 所以呢 月经酒店在京都也是排得上号的五星酒店 一碗的房费多贵啊 如果白威现在真的这么麻烦 连房费都付不起的话 那我建议 还是让她去住后面那家小旅馆吧 靳思辰就知道 依着她瑕疵必报的性格 怎么可能会主动提出来 帮白威的忙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 可是 她所关注的点 是不是有点偏了 她不想回答她的这种问题 夜初期却依然不消停的道 我是为你好 你想啊 你对她太好的话 她万一误会了怎么办 你有钱也不能这么花的呀 当然 钱是小事 文件事 你对她太好 我会吃醋的 靳思辰默得一晃 整个人瞬间失重 电梯钉的一声 有一段紧密依微的小情侣 走了进来 所以夜初期骤然头下的这颗炸弹 就这么灭了 靳思辰没有回应她 所谓的吃醋 那段小情侣腻在一起 心热得恨不能长成连体婴儿 全然不顾电梯里还有其他人 就在这种日渐尴尬的氛围中 靳思辰忽然感觉到 身旁的小丫头在朝她靠近 靳思辰的心咯噔了一下 竟紧张起来 看着前面的那段情侣 还在旁若无人的护摇耳朵 尤其是那男人的手 搂着女人的小蛮腰 时而沿着女人的背部 来回抚摸 靳思辰忽然很想将这两人 从电梯里踢出去 这种要不得的想法 刚刚冒出来 忽然就感觉 手背被什么挠了一下 轻轻的 像是错觉 然后又被挠了一下 这次的感觉很明显 像是调皮的小猫 寻到了好玩的玩具 挠了一下之后 马上退开去 紧接着很快又来挠一下 这么幼稚的把戏 他还玩得不亦乐乎了 当然 敢跟他玩这种把戏的人 除了夜初七 还有谁 靳思辰觉得 自从夜初七出现后 这一晚他真的是头昏脑胀 时而分不清楚 这究竟是现实还是在做梦 太突然了 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他却这么接二连三的 靳思辰很无语 也很无奈 正想把手收回来 他像是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立马将自己的小手 塞到他的掌心里 与此同时 他的身体也往他这边靠了靠 靳思辰低头望向他 看到了他脚狭地冲他勾了下手指头 他很快接收到他的意思 稍微俯下了身 将耳朵凑进他的唇半 很快 他鲜香的气息就传进了他的耳窝里 他听到他小声道 大叔 大叔 你有没有觉得很刺激 啥 靳思辰以为自己听错了 也出气又道 就是 我们现在 你偷偷拐带祖国的花袋 来酒店开房啊 你觉得像不像 他在说这话的时候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小手指还轻轻地挠一下他的掌心 靳思沉默的一僵 那一瞬间 仿佛浑身过了殿 明明已经是深秋时间 明明他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衬衫 可是他却感觉到身体的温度在不断攀升 整个人都热了起来 他是故意逗他的吧 反正今天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他自己还偏偏这么不禁逗 不过就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不过就是牵了一下手 不过就是听他说了一句话 他居然就有反应了 这种反应让他恐慌 也让他觉得可耻 他是祖国的花朵人设 那他成什么人了 他一秒松开他的手 分明在他的手钻进他的掌心时 他还很警惕 可是就这么一会儿 他居然连自己什么时候主动握紧了他的手 都没有防备 他总觉得身体的某个地方勒得慌 下意识地抬起手 想要松一下脖子上的领带 可是手举起来 他才发现 自己今天离开公司前 他已经取下领带 扔在了办公室里了 只好又兴兴然地垂下了手 电梯一直在上升 每一秒都漫长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用力地吞咽了一下口水 才勉强让自己镇定下来 叮 电梯门开了 他像是终于得到了解脱 马上就走出去 当然还不忘仗着自己身材高大的优势 看似无意 实则有心地 用肩膀撞了前面的那男人一下 在公共场合都不知道收敛一下 简直有声风化 夜初期也赶紧跟了出去 无奈 前面的男人腿太长 他只要稍微提速 他就要小跑着才能跟得上 大叔你慢点 等等我 金思辰并没有等他 他还在绞尽脑汁 要怎么才能甩开他 不过从电梯出来 也就十几米的距离 注定是甩不掉了 夜初期看着他一路 沿着走廊走过去 在1109号房间门口 停了下来 夜初期跟过去 与他并肩而立 看着金思辰熟门熟路地来到这里 抬起手就按门铃的样子 夜初期心里 泛起了嘀咕 他不会是经常光顾吧 他正胡思乱想着 房门就打开了 白威的脸出现在门缝里 看到外面的男人之后 一脸的心血 思辰你来了 我还以为 白威一边说 一边打开了门 准备迎客 下一秒 话音就止住了 笑容也僵在了脸上 因为他看到了跟在 沁思辰身旁的夜初期 阴魂不散的夜初期 他惊愕地张大了嘴 一肚子的疑问已经到了嘴边 却被夜初期抢先了一句 哈喽 晚上好 我们可以进来吗 夜初期笑意盈盈 跟那天初次相见时的情景 判若两人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白威还能怎么办 只能往旁边让了让 笑得比哭还难看得到 进 进来吧 夜初期也不拿自己当客人 一步跨了进来 白威还僵在门口 进也不是 他都想退出去了 夜初期将整间套房 打量了一遍 回头看到白威和 进思辰还在门口 忽然做无辜状 你们怎么还不进来 莲花姐姐 你是不欢迎我吗 莲花姐姐 谁他们是莲花姐姐 若不是进思辰在场 白威都想骂人了 进思辰不动声色地 瞄了眼夜初期 只能说 平白无辜给人起外号之后 还能这么若无其事地 无辜着 除了夜初期 恐怕也没谁了 白威应该庆幸地 因为夜初期没管他 叫做阿姨 建思辰无声地叹了口气 脉步走了进来 白威暗暗观察着他的脸色 发现建思辰面色平静 并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 对夜初期加以斥责什么的 他还能怎么样呢 他只能当成自己没听清 默认了莲花姐姐的身份 努力地维持着效益 怎 怎么会呢 就是觉得这么晚了 可能太麻烦了 建思辰摇摇头 心想 女人虚伪起来 个个都是影后啊 他都不想听这两个女人 虚伪的对话了 刚想步入正题 夜初期却比他更快回到 还是大叔考虑周到 就怕现在不麻烦 以后会更麻烦 什么 大叔说了 你们孤男寡女的 在晚上相见有诸多不便 为了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他把我带来当个见证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怕我误会了 我们家大叔 永远都是这么体贴 建思辰看着这丫头 洋洋自得的模样 不由的头皮发麻 他说过这种话吗 为什么自己不记得了 还有 他什么时候成了他家的 在白威惊恶的目光下 他终于开口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啊 夜初期和白威的对话 算是被金思辰强行打断了 两个女人心思各异 金思辰又不瞎 心里跟明镜似的 只不过是懒得去拆穿这种 无关紧要的小把戏罢了 不用再演下去 他也能猜到接下来的戏码 所以适可而止就行了 白威刚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说得不清不楚的 他需要跟他再确认一遍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白威竟被他问得忽然猛了一下 本来已经写好了剧本 无奈半路杀出了一个夜初期 扰乱了他所有的步骤 白威顿时措手不及 好在金思辰也不催 就这么安静地等着他缓过神来 才吞吞吐吐地道 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回来的时候 发现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他将刚才在电话里 跟金思辰说的话 再重复了一遍 也不知道是因为金思辰的目光中 审视的意味太明显 还是因为有个夜初期在场 这短短的一段话 白威的声音却越来越低 越说越不自然 没等他说完 夜初期就忍不住插了一嘴 跟踪你的是男人吧 白威须的妄想谈 心中暗暗恼怒 脸上却一副茫然样 夜初期又道 你这么漂亮 身材也OK 还有这一头自带仙气的长发 男人多看你两眼 甚至忍不住跟着你 想多看几眼 都很正常的好吗 夜初期说得很溜 却也越说越觉得不对劲了 他这是在使劲夸白威呢 但是他又发现 自己说的都是事实 白威就算一无是处 外在条件 确实是引人犯罪的 到底是晋思辰 主动追过的女人 晋思辰这人 还真是个名副其实的严控 夜初期默默地在心里 评价了一句 哼 肤浅 白威则是听得目瞪口呆 所以这是在夸他 他的心刚有点飘飘然 夜初期又补充了一句 更何况 你大晚上出门 还穿得这么的 一言难尽 不就是为了招惹男人来看吗 你该庆幸你现在好端端地在这里 所以跟踪你的男人 只是想多看两眼 而没有把你当成战奸女 什么叫做一会儿天堂 一会儿地狱 白威领略到了 他就知道 夜初期怎么可能把他夸上天 原来是为了将他推入地狱 做的铺垫 白威被他怼得 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表情无比精彩 再看看自己此刻的模样 白威的一头长发 保养得很好 柔顺地披在肩上 撒满了整个背部 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 在灯光下显得白皙细腻有光泽 整个人一点瑕疵都找不到 但重点在于 他穿了一套贴身的针织连衣裙 裙子是淡雅的米白色 跟白威的气质很搭 整件裙子剪裁得体 版型修身 以白威的气质应该能穿出优雅的感觉来 然而所有的优雅都会在低胸的设计上 所以此刻白威身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一段要路不路的半球 仙气没有了 反而显得俗气 如果今晚来的人只是靳思辰 白威应该还能坦然面对 他也知道 但凡是个男人都会多看他两眼 不管靳思辰心里是怎么想的 只要他把目光放在他的身上就够了 所谓的司马昭之心 白威不想否认 可是被夜初期这么毫不避讳地说出来 白威仿佛挨了两个耳光 脸上火辣辣的 嘴上也是欲言又止 我 我刚才出去的时候是穿了风衣的 我 我没有 不说还好 越说越乱 解释的太多 就等同于坐实了对靳思辰的引诱之嫌 可若是什么都不说吧 又怕被误解成 他是要出去勾搭别的男人了 被夜初期这么一脚 白威简直白口莫辩 靳思辰练就这种面不改色的功力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事情 他向来懒得过问 只问道 你在哪儿被人跟踪的 就是我刚才出去 在重温街那边 就感觉一直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刚开始我没留意 可是他一路跟着我到了酒店 我才警惕起来 我在大堂里躲开了他 就赶紧上楼来 后来还有人还敲门 我没敢开 就给你打电话了 靳思辰听得皱了眉 不是让你没事别出去吗 我就出去了一次 买点东西 很快就回来了 他说着就迅速低下了头 像是犯了错的孩子 男人都有保护弱小的本能 白威本来也楚楚可怜 气氛酝酿得刚刚好 忽然 你确定就出去了一次啊 叶出气安静了不到两分钟 又开始插嘴了 白威也是很无奈 可是靳思辰都没说什么 他也只能忍住心中的不快 点了点头 恩了一声 叶出气又问 去了重温街 白威不知道他问这个做什么 但是自己刚刚才说的话 也不能这么快就自己打脸 只能硬着头皮再点了一下头 刚才他说的好像是重温街吧 叶出气也跟着点点头 总结道 大叔 我看他真的是吓坏了呢 别说几话来都颠三倒四的了 嗯 这话要从何说起 叶出气解释道 看 这个明明就是许记蛋糕店的盒子 许记在京都有很多分店 距离月景酒店最近的一家 应该是在新华街 新华街在南边 崇文街是在北边 他就出去了一次 而且是很快就回来了 怎么可能从崇文街再绕到新华街去买蛋糕啊 白威咬了下唇 整照脸全白了 他没想到叶出气这么较真儿 只能解释道 可能是我记错了 叶出气也很好心的给了他一个台阶 所以说 可能真的是被吓坏了吧 记错了地方 可是时间没记错就好 还特地买了这么大一个蛋糕 好吧 既然都挑破了 白威也不掩饰了 他干脆抬起头来 满目春情地放向靳思辰 生日快乐 所以很明显 他还记得靳思辰的生日 所以特地找个理由 将他叫到酒店来 准备好了蛋糕和凶器 万事俱备 却算漏了多出来的夜初期 白威的这点心思 靳思辰不是不知道 他只是不说破 也不接招 他后期的 只是夜初期 今晚接到白威的电话 并不在靳思辰的预料之内 但夜初期一起过来 更加是临时起义而已 所以夜初期 不可能提前做好功课 可是 他为什么对京都都那么熟悉呢 据靳思辰了解 夜初期并不是经常出门 以前念高中时很繁忙 现在上了大学 他也很刻苦努力 不会没事就出去瞎晃悠 可他刚才跟白威说的那番话 倒像是熟悉京都的每一个角落 知道新华街和崇文街很正常 知道许记蛋糕在京都有很多分店 也不足为奇 但是 他连距离月经酒店最近的许记 在哪条街都知道 就奈人寻味了 而且京都这么大 月经酒店并不在他平时生活的圈子内 靳思辰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深究这个问题 或许他只是碰巧知道呢 靳思辰的目光追随着夜初期 眼中全是探究 真的只是碰巧吗 可如果不是 又能是因为什么 他微微出神 白威的心里头都跟猫抓似的 他在他面前 他在跟他说话 他却跟没听到一样 只看着夜初期 白威不甘心就这样被忽略 动了下粉白的唇瓣 弱弱的出声道 思辰 靳思辰回过神来 想起白威刚才跟他说的生日快乐 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淡淡地回了一声 谢谢 针锋相对这件事情 有夜初期就够了 白威是他的初恋 靳思辰并不否证这个事实 也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最终没有在一起 但总归是在一起过 时隔这么多年 过去的爱恨情仇 早就淡地掀不起任何波澜了 他只是觉得 对待前任 最该有的态度 就是绅士一点 有时候 越是计较 反而说明越在乎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是坦荡而平静的 所以在面对白威的时候 靳思辰一直都是用最客气的态度 来表达他最冷漠的书里 谢谢 两个字足矣 所以当这两个字落下的时候 白威反而无话可说了 两人陷入短暂的沉默中 直到那边的夜初期 乍乍乎呼呼地叫起来 哎 大叔 你今晚都还没来得及吃蛋糕呢 快过来啊 他一边招呼着 一边伸手去解绑在蛋糕盒子上的丝带 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来熟 喂 白威刚想开口阻止他 那边的夜初七 已经朝他仰起了笑脸 问道 我可以帮大叔拆开吧 白威想说不能 有用吗 他算是看出来了 夜初七不过是仗着自己年纪小 所以就可以没大没小的一点规矩都没有 偏偏还不能跟一个小丫头计较 当然 计较也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夜初七没等白威同意 就已经把蛋糕给揭开了 原本以为看到的会是一个很精美奢华的蛋糕 谁知道 这个蛋糕居然很普通 就连上面的裱花和水果的摆放都显得不太专业 我听说许姬蛋糕是可以自己DIY的 上次我同学过生日就去过 所以莲花姐姐 这个蛋糕也是你亲自为大叔做的吧 真的是太有心了 又听到莲花姐姐 白威这回都懒得计较了 重点在于夜初七所说的后半句 他望了眼靳思辰 娇羞地点了点头 白威也算是懂得洞察人心的 甚至以靳思辰的财力资源人脉 什么样的礼物他没收过 所以礼物本身的价值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重要的是心意 他过生日他亲自做个蛋糕 应时应景 关键是不怕他不收 白威抿了下唇 小声道 你们男人家应该都不太喜欢吃太甜腻的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柳橙 所以特地把蛋糕做成柳橙味的 应该不会太腻 你可以尝尝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白威这边正柔声细语地说着话呢 那边却传来夜初七短暂的一声惊呼 紧接着不轻不重啪的一声 白威望过去 点都绿了 因为他亲手做的蛋糕 见思辰别说长了 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 就被夜初七给摔了个稀巴烂 第八十七集 奶油糊在地板上 水果摔得七零八落的 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本的模样 白威真的已经闪夜初七很久了 终于发飙 他大步冲过去 拽住夜初七的手腕 质问道 你在做什么 就一个蛋糕而已 你都非要跟他过不去吗 到底 我不是故意的 夜初七马上别了嘴 轻声道 我今晚也是给大叔庆祝生日 都没来得及吃晚饭 闻到这么香的蛋糕 我就是 就是拉了一下那根袋子而已 它就掉下去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大叔 明明就是使坏 却说着不是故意的 白威都看见了 夜初七却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可是 他看见没有用 关键是近丝缠也跟着瞎啊 他慢悠悠地走过来 同样握住了夜初七的手腕 却对白威道 你别介意 他向来都是这么猫猫躁躁的 所以 夜初七猫猫躁躁没错 我介意 反而罪大恶极了 近丝缠将白威的手 从夜初七的手腕上掰开 然后道 待会儿让适应声上来收拾一下 为了避免今晚被跟踪的事情再发生 你近期最好是待在酒店里边出去 有人敲门的话 也看清楚了再开门 白威一口气没提上来 所以没应他 近丝缠又道 你放心 我会找最好的律师 尽快把你的事情解决 夜初七听着近丝缠的话 事实上 他在说什么 他根本就没听懂 但是 他也没什么兴趣了 因为近丝缠直接跟白威道别 拉着他就走了 管他白威是生气 是伤心 是愤怒 还是直接想杀人 谁在乎呢 从酒店出来之后 近丝缠才松开了他的手 他这么胡闹 他都已经习惯了 他看了眼时间 已经十点多了 他逆着夜初七 这下子满意了 真不知道你究竟折腾个什么劲啊 许昊不早了 送你回学校 走 近丝缠也不再跟他废话 这次是直接下达了命令 他的意图很明显 那就是他现在必须回学校了 回也得回 不回也得回 可是 近丝缠却忽略了一件事 他下达命令 在其他人面前 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可是 到了夜初七这里 别说雨了 顶多也就是一阵耳旁风 他今晚提了好几次要送他回学校 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这会儿还是有进步的 他至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提议 而是摸着自己的小肚子 可怜巴巴地望着他道 他说我好像饿了 他今晚确实没吃晚饭 事实上就连近丝缠也没来得及吃 先是去了黄金台 遇见他这么一个大惊吓 刚将他拉出来准备思想教育一番 又接到了白威的电话 然后就到现在了 他叹了口气 只能将送他回学校的想法 暂时搁置 于是问道 想吃什么 夜初七反问 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吗 靳思辰无语地逆了他一眼 心里想的是 今天到底是谁过生日 这句话不是应该由他来说 才比较恰当吗 然而他的嘴上却答应道 随便 夜初七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那我们先去那边的超市 月景酒店的对面就是万达广场 这个时间人潮还没散尽 纪思辰也没多问 就真的 还真的就陪他去逛了超市 原以为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买 比如私密的女性用品之类的 否则他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他会在明明肚子饿的情况下 居然不是第一时间去找餐厅吃饭 而是先来逛超市 事实证明 夜初七的脑回路从来都跟他不在同一个频道上 他进了超市之后 推了一辆购物车 别的东西连看都不看一眼 直奔水果去 准确的来说是直奔摆放柳橙的货架 好吧 肚子饿想吃水果也不是不能理解 可是他却只买柳橙 不管好的坏的新鲜的还是发霉的 全部一咕噜的装进购物车里 直到一个也不剩 别说近思辰了 就连去称重时都引得其他人目瞪口呆 近思辰该庆幸的 毕竟现在已经接近打烊时间 所以货架上只剩下四十多斤的柳橙 否则他真的有可能提不动 结完账 超市的出口处 还有卖麻辣烫的小摊贩 夜初七马上寻了一处凳子坐了下来 看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橙子 近思辰刚才在太多人面前不方便闻 现在总算有机会开口了 为什么买这么多 你吃 夜初七忽然打断了他 近思辰被他弄得猛了一下 夜初七却已经将全部的柳橙一股脑的推到他面前 板着小脸双手插腰再强调了一次 全部吃完 他觉得他肯定又是哪根筋搭错了 莫名其妙地拉着他来逛超市 别的东西不要 单单把柳橙一扫而光 现在还摆到他面前来 命令他全部吃完 没错 他的那语气就是在命令 可是为什么呀 近思辰一头雾水 夜初七却傲娇地抬起下巴 小嘴儿觉得老高 开始了他阴阳怪气的表演 你们男人家应该都不太喜欢吃太甜腻的 我还记得你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柳橙 所以特地把蛋糕做成柳橙份的 应该不会太腻 你可以尝尝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蛋糕涂在身上让你来舔啊 近思辰先是一愣 然后他发誓他是想忍住的 但是有一股莫名的冲动 往他的胸腔里狠狠一撞 他的心因为这忽如其来的震荡 被愉悦到了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勾了一下唇角 然后没忍住笑了出来 他是该夸他记性好呢 还是心眼小呢 他不仅把白薇说话的语气 模仿得很到位 就连白薇说的那句话 他也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一遍 连标点符号都准确 当然 最后那点睛的一句 大概就是白薇想说 却没说出来的 近思辰觉得 自己的笑点可能有些奇怪 反正他就是笑了 叶初期觉得 这是个无比严肃震惊的时刻 所以近思辰的笑场 让他顿时恼火 质问道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吃完再笑 重点是吃完 看你还喜欢吃柳橙不 撑不死你 近思辰却抱着双臂 往椅背上一靠 拨 啥 叶初期承认 自己的思想有点不纯洁 因为有那么一瞬 他差点误以为 他说的是拖 直到他的目光 落在柳橙上 他才意识到 是拨 把皮拨了 你能拨得完 我就吃得完 可是 为什么要他拨呢 叶初期是拒绝的 但是一听他的语气 好像就是笃定 他拨不完似的 哪怕是为了 赌一口气 他也决定 跟他杠上了 拨就拨 谁怕谁啊 于是 在麻辣烫的小摊饭前 就出现了 这么诡异的一幕 事实上 麻辣烫的小老板 本来是不高兴的 看着那么多人 提着大包小包 从超市里出来 偏偏他等了一晚上 也没几个人 来光顾他的麻辣烫 有的只是路过 到这里借座的 建思辰和叶初期来的时候 他还想上去 提醒一下他们 到底要不要吃东西啊 两位 不吃的话 麻烦让个喂 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可后来 却被这两人惊呆了 女孩子像是 跟那些橙子卯上了 一个劲的在拨 男人像是 从没吃过橙子一样 一个劲的在吃 瞧这男的 人模人样的 女的也聪慧漂亮 该不会是有毛病吧 小老板连生意也不做了 光顾着看着他俩了 最后 叶初期觉得 自己是自讨苦吃 建思辰吃得面不改色的 他却剥得 指甲都快断掉了 索性把橙子 往桌上一扔 嚷道 不剥了不剥了 你是饿死鬼投胎的吗 有橙就那么好吃 他觉得 自己就像是个小丫鬟似的 为他服务 反而正好 碎了他的意 吃吃吃 就知道吃 金思辰虽然面露微笑 实际上 心里却已经是在哀嚎 因为他真的快要吐了 他想 他大概也是有哪根筋搭错了 否则为什么要跟这小丫头 在这儿较劲 好好地过个生日不好吗 结果别的事情没干 就陪他瞎胡闹一通 别的东西也没吃 就被他喂了一肚子的柳橙 他是疯了吗 他发誓 以后再也不喜欢吃柳橙了 从万达广场出来 已经十一点半了 这一晚上 疯也疯过了 胡闹也闹得差不多了 金思辰第一次提出来 要送夜初七回学校去 夜初七没有意义 下一秒 却抓住了他的手腕举起来 让他自己看 金思辰猝了下眉 一时半会儿 没能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看 几点了 金思辰看了眼 自己手腕上的表 十一点三十五分 有什么问题吗 夜初七却道 我们学校有门禁的时间 零点之前 校门就关了 不能再继续出入 还有二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确定能开到学校吗 这里距离大学城 即使在一路畅通无阻的情况下 也至少需要四十分钟 金思辰挑了下眉毛 目光深邃地落在他身上 你故意的吗 夜初七眨了眨眼睛 装作看不懂的样子 继续道 要是学校已经关门 你总不会让我翻墙进去吧 要是进不去学校 我这么漂亮的青春美少女 度速街头 很危险的 金思辰还是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看他还能编出什么理由来 其料 夜初七却很快就妥协了 嘟着唇道 好嘛 其实我是故意的 他一边说 还一边拽住他的手腕摇了 再加上他那娇滴滴的声音 金思辰愣是被他给摇出一身的鸡皮疙瘩来 他还眼巴巴地望着他道 人家还不是为了想和你一起 待久一点 金思辰一个机灵 这下子是浑身的鸡皮疙瘩 抖落了一地 他看着夜初七娇俏的面旁 脑海里忽然窜过了一个念头 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事实上 金思辰也不是没遇到过 毕业初七更能魔人的女人 却偏偏地被他魔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还把这个魔人的小妖精带回了家 看着他一副小人得志的狡黠样 心底暗自叹息 何必呢 他本来就是住在他那里 明明就是他自己闹小别扭 非要搬出去 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 感谢他的照顾 他会照顾好自己之类的 他还以为他是真的长大了 懂事了 这才多久 又想方设法地要跟他回去了 也许这小丫头真的是他的命中克星 金思辰不是拿他没办法 而是他拿自己没办法 正如这兵荒马乱的一晚 他意外过 震惊过 烦躁过 最终却发现 跟他在一起 他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放松的 仿佛被他的青春活力所感染 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看到他的笑脸 他的心竟是欢喜的 原以为他从他那里搬出去 其实是件好事 至少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他的生活很平静 没有大起大落 没有波澜起伏 他以为 这就是他们之间最好的状态 然而 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才适应了这种平静的状态 夜初七 却只用了一天 不 一天都不到 只用了一个晚上 就让时间倒流回到 之前的状态 夜初七跟他回到玉井湾 就像从来没离开过一样 他回到他原来住的房间 靳思辰站在过道里 看到他将房门关上 他愣了好半赏 才抬起手来 按了一下发胀的太阳穴 心想 这个不可思议的生日 总算是到此结束了 忽然 对面刚关上的房门 又打开了 夜初七从里面 看出一个头来 茫茫地笑道 大叔 借我件衬衫呗 靳思辰没有回答他 却马上转身 回自己的卧室去 很快就取了一件 自己的衬衫来递给他 心想着 明天又得让张扬 给他送衣服 要不 以后干脆让张扬 来给他当助理好了 反正这丫头事多 麻烦 夜初七冲他甜甜一笑 谢谢大叔 眼看着他的小脑袋 马上就要缩回去了 靳思辰却阻止了他 等等 啊 我和白薇的事情 你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啊 其实 从那晚他和白薇吃饭 被他撞见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这么问他了 却一直拖到了现在 才有机会和他 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夜初七眨了眨眼 从卧室里走出来 当然是我表姐告诉我的 他回答的理所当然 夜初七不可能知道 靳思辰的事情 所以一切的消息来源 只能是萧小 这一点毋庸置疑 靳思辰已经料到了 他会这么回答 实际上也就只有 这一种可能性而已 可是 他凝视着他的眼睛 又问道 就这样 要不然呢 就跟你说过了 我和我表姐的关系很好 我们无话不谈 你和他之间的事情 我都知道 不信的话 你现在可以随便出一个 来考考我 靳思辰却没有考谈 而是反问道 就算你都知道 那也不过是听萧小说的 萧小和白薇之间 确实有点恩怨 但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你才几岁啊 就算是你长大之后 再听萧小说的 那你顶多也就听过白薇这个人 见都没见过他 怎么做到 一见到他就认出来了 夜初七一惊 他怎么就忘记了 他是靳思辰 在许多事情上 他都是超乎常人的敏锐 他心里紧了一下 还没想好应付他的说法 靳思辰忽然又问道 还是你忘记了 其实你是见过他的 这话怎么听起来 那么像是在试探什么呢 夜初七果断地摇头 没有 确定没有 确定 以及肯定 那你还能认出他呢 咸 绕了一大圈回来 还不就是想试探吗 夜初七索性 坦荡荡地道 反正我就是能认出他来 至于我是怎么知道的 大叔你这么聪明 不如你猜猜呗 哼 夸他聪明 其实最精的却是他 就这么把问题甩回来了 让他怎么猜 夜初七就知道他猜不出来 于是又道 其实吧 我虽然从我表姐口中知道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但总有一些是连我表姐都不知道的 大叔 不如你给我解解货吧 你想知道什么 比如你和你的初恋啊 你们睡过没有 剑思辰的脸色一秒沉了下来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训斥的 女孩子家家 也净说些没凶没臊的话 夜初七可不承认什么没凶没臊 他马上为自己辩解到 人家都说 初恋是最刻骨铭心的 我就是很好奇嘛 白威当年不仅做了伤害我表姐的事 你追他的时候 他还跟你玩欲擒故纵那套 他是什么人品 你应该很清楚才对 可是现在他有事找你 你立马就赶过去了 为什么 剑思辰有一瞬的迟疑 要不要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可是 这毕竟是白威的私事 他还没想好 夜初七紧接着诱导 所以我就好奇啊 到底是过去这么多年 你早就已经不计较过去的事了 还是因为白威不紧长得漂亮 而且还 活儿好 夜初七 剑思辰沉声打断他 这丫头 没胸没臊 都不够形容他了 他是怎么做到 夜半三更 跟一个男人讨论这种问题 而且还讨论得理所应当 脸部红心不跳的 夜初七吐了下舌头 本来只是想捉弄一下他 可他现在真的好奇了怎么办 他现在这么的 应该算是恼羞成怒吧 到底是因为被他说中了 还是因为听不得他胡说八道 他不正面回答 他永远都得不到确切的答案 夜初七看到他还生气了 只能顺着毛驴 妥协道 好了好了 你不想提白威 那我不提了还不行吗 那不如 你跟我说说我表姐吧 他灵气一动 顿时又想到了一个新的点子 靳思辰沉着脸哼了一声 心想 不是所有的事情 你都知道吗 还有什么可说的 然而 他还是太低估了夜初七 语不经人死不休的能力 因为他接下来的一句话 问的就是 你和我表姐睡过吗 脱口而出的那一瞬 其实连他自己都诧异 明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但就是想听听 靳思辰是怎么说的 他的话才刚问出口 就感觉周围的气压降低了几个度 夜初七缩了下脖子 弱弱的道 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 真的就是好奇 你跟我表姐不是差点就结婚了吗 所以 进去睡你的觉 靳思辰黑着脸打断了他的话 说完 没等夜初七反应过来 他已经率先退回到自己的卧室里 将房门摔了个震天响 夜初七怂怂间 虽然他的问题都没能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但他却觉得 靳思辰生气的样子莫名的有些可爱 在他退回去的时候 他似乎好像又看到他脸红了 他却淡定的好像在跟他讨论今晚要吃什么一样 大概真的就是他说的那样子 没羞没臊 折腾了一晚上 他整个人的状态 看似很放松 实际上 却已经筋疲力尽 今天 就到此为止吧 否则 别说靳思辰 就连他自己都吃不消了 夜初七夜退回了卧室里 洗了个澡 穿着靳思辰的衬衫躺到床上 登录了邮箱 给那个神秘人发了一封邮件 我又住到靳思辰家里了 对方不是让他接近靳思辰吗 那他总得先汇报一下进展 他实在是累了 发完邮件之后 很快就睡了过去 一日 夜初七醒来的时候 靳思辰已经出门了 三副张扬给他送来了衣服 他换好衣服后 想起今天早上十点 有两节大课 便匆匆赶回了学校 自从上了大学 他每晚都住宿舍 昨晚彻夜不归 中午一回到宿舍 就遭到室友们的言行逼供 学坏了夜初七 都敢夜不归宿了 看你早上上课 都一直在走神 一副双目寒春的样子 就差恨不得在脸上写着 我恋爱了 老实招了吧 昨晚跟你家大叔去哪里浪了 夜初七很诚实地道 大家 哇哦 都同居了 云南和孙甜甜 一口同声 夜初七的脸红了一下 早就同居了好吗 就是同住在一栋房子里 他住他的房间 我住我的房间 都说了我们是纯洁的 小样 不能跟大叔住一间房 听起来你很遗憾嘛 夜初七立即反驳道 我哪有 云南拍了拍他的肩宝道 没事 再接再立嘛 只要功夫伸 铁杵磨成针 何况人家 不都说什么 这年头的大叔有三好 温柔成熟一推倒 哈哈哈哈 夜初七翻了几百眼 云南这种恋爱白痴 时不时蹦出来的名言 都是从网上看来的吧 网上能有什么靠谱的言乱 温柔 那是你们没见过他凶的样子 成熟 有时候也很幼稚的好吗 还会脸红呢 一推倒 这个他倒是没有试过 谁知道呢 第八十九集 他们三个在这边聊得热火朝天的 柳芳菲和男友有约会 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化妆 忽然冷不丁的就来了一句 你们都住在一起了 你又那么喜欢你家大叔 没有控制不住自己去扑倒他 也是一个奇迹 柳芳菲正在涂口红 说得有些含糊 但是最重要的一句 夜初七还是听清楚了 你又那么喜欢你家大叔 夜初七不知怎么的就焦躁起来 就像是被踩着尾巴的猫张牙舞找得到 瞎说什么 谁说我喜欢他了 他的反应太大 把其他三人的目光统统吸引了过来 这还用说吗 只要不瞎都看得出来了好吗 夜初七辩解道 我才不喜欢他 我那是因为 因为谁让他和那个什么初恋 又搅在一起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怎么着也得搞点破坏 你确定 真的是这样吗 柳芳菲又总结道 不错 这倒是个自欺欺人的好借口 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喜欢近思辰 喜欢他 好吧 他确实有那么一点喜欢他 那也是因为他一直照顾他 纵重他 那他有一点喜欢他 不是很正常吗 这种喜欢 就跟喜欢一条漂亮的裙子 喜欢一顿精致的美食 是同一个道理 就是很单纯的喜欢 反正绝对不是他们所想的那种意思 他怎么会喜欢近思辰呢 若是喜欢他 他们早就喜结连理了 何必蹉跎了这么多年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连接近他 都是别有用心 想到这里 他又想起那些神秘邮件来 夜初期昨晚 发送了那封邮件之后 对方今早就给了回复 只有一句话 那就预祝你早日成为近太太了 他一直都想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他成为近太太呢 或者说 近思辰的妻子这个身份 到底能给对方带来什么好处 早在第一次收到这个人的邮件时 夜初期本来是打算跟近思辰坦白的 后来因为白威的出现 阴差阳错的 弄成现在的局面 既然已经错过了 告诉近思辰的最佳事迹 那还是不要再告诉他了 对方用肖小的消息来诱他 一来是他确实想知道肖小的消息 二来嘛 他也想诱这个人露出马脚 很明显 这个人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如果他现在贸然告诉近思辰 若是惊动了对方 反而会打草惊蛇 那么不妨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探探究竟 既然让他接近近思辰 那他就乖乖接近好了 如果这个人是冲着他来的 他也就只能迎难而上 如果是冲着近思辰来的 反正他知道 自己绝对不会被任何人利用 更不会去做任何伤害近思辰的事情 这就够了 如此一想 叶初期觉得自己又心安理得了一些 可是另一边的近思辰却心乱如麻 他觉得可能真的是被裴子迁那张乌鸦嘴给说中了 说他会走什么桃花运 结果他最近真的是桃花朵朵开 白威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他目前还没有很直白的表明过 但他所有的言行举止都说明他这次回来 还想跟他再续前缘 还有萧锦言 自从萧锦言从中牵线搭桥 请麦克给金老夫人做过手术之后 这几个月几乎没有再来反过金思辰 以为他就此放弃了吗 答案是 No 可能是当初夜初期给他上的那一刻 实在是印象太深刻 萧锦言冷静下来想想 自己死缠至金思辰少说也有十几年了 并没有能得到他一丝一毫的另眼相看 除去这个男人太难搞的因素 归根结底还是他用错了方法 从当初的事情就能看出来 金思辰是个孝子 就算别人的话他不听 那么父母之命呢 好吧 就算还是左右不了他 但至少金家那两个老的 在金思辰心中是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所以萧锦言决定从金老夫人身上下手 手术成功之后 萧锦言隔三差五的就去金家老宅报到 抛去金销两家仿制的关系不谈 萧锦言现在可算是金老夫人的救命恩人 岂有将救命恩人拒之门外的道理 更何况萧锦言是吃一欠长一智 这次变聪明了 他从未说过是为了金思辰 只说跟老夫人投缘来探望一下老人家 那么金家只能把大门给他敞开了 此刻 金思辰在办公室里 左手边放着一叠文件 右手边摆着手机 手机显示是通话的状态 还开了免提 而另一端的人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丁冠荣女士 经过了几个月的调养和康复 丁冠荣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尽管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 但他的声音却很显年轻 在那头叹息道 今天肖家那孩子又来了 给我带了礼物 又是陪我娇花 又是陪我遛狗的 也难为他一个大姑娘家 陪我这个老太婆 大半天也不嫌闷 金思辰回了去 那是因为您不老 真的吗 丁冠荣被自己儿子给逾越到了 双眼都止不出笑意 但很快就低落起来 你就知道拿你妈寻开心 我这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 还不老吗 唉 你当初要能和小小结成婚就好了 妈 金思辰打断了他 提起这个就更烦躁 丁冠荣道 好好好 过去的事咱不提 要我说啊 小姐这孩子单这么看也是不错的 也配得上咱们家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吧 这孩子虽然会讨人欢心 但是心思却有点深 你觉得呢 嗯 看来二姐给您配的老花镜管用 带上不瞎 说什么呢 有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 那我不说了 挂了行吗 别挂啊 小孙 你听妈说 就算你不喜欢萧锦言这孩子 那你总得找一个吧 哪怕先处跟女朋友都好啊 妈没别的要求 只要是个女的 只要是个女的 能生孩子就行 又来了 剑思辰 剑思辰叹了口气 甚有老太太的声音在耳边徘徊 想要挂又不敢挂 不挂又不想听 那她沉默总可以了吧 刚开始是可以的 可丁冠荣说了一通 没得到回应之后就不一了 小四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听 听着呢 那你是怎么个意思 剑思辰想了想 妈 我这儿正上班呢 待会儿还有个重要的视频会议要看 要不改天再说 丁冠荣一听出 他有拒绝聊天的苗头 马上就急了 改天改天 每次都是改天 我们进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 就让你结个婚 生个孩子 又不是让你上断头台 能要命不成 小四 你老是干妈说 你该不会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吧 这话题转得还真是猝不及防 谁让这是母上大人提出的疑惑 剑思辰只能无奈地回答 没有 真的 我没毛病你很失望啊 丁冠荣马上恼了 你说的是什么话 反正你现在给我听好了 你大外甥七年都结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好消息 要是连你大姐都当上奶奶了 你还没让我当上奶奶 我跟你没完 啪的一声 丁冠荣放完狠话之后 直接撂了电话 剑思辰听的电话里的嘟嘟声 没有松口气的感觉 反而更加烦躁 其实他很能理解父母 盼孙心切 老两口生了他 算是老来得子 别人到那个年纪 连曾孙都有了 他们老两口 却还在盼着一个孙子 对于结婚生孩子 剑思辰并不反感 可是婚是不能随便结的 得有合适的对象 孩子也不是随便生的 得先找到那个 给他生孩子的女人 他的脑海里 忽然浮现出 叶初七的脸 剑思辰烦躁不已 在心底按咒一声 真是见了鬼 他为什么又会想到夜初七 而且还是在考虑 结婚生孩子 这种事情的时候 连想到他 这实在是太玄幻了 正如昨天晚上 自夜初七 从玉井湾搬出去之后 他一直都是清心寡欲 心如止水 可是昨晚 他都辗转反侧 一夜难眠 脑子里边 一直都是放空的 好像想了许多事情 却又漫无边际地 抓不到重点 不知道自己具体在想些什么 后来好不容易有了睡意 他逐渐睡了过去 睡着之后就出事了 因为他竟然又梦到了夜初七 梦到了和他做 善而不移的羞羞事 在梦里 他清晰地看到 夜初七的脸 他的身体就如他曾经亲眼所见的一样 鲜浓有度 浑身白痴一般的皮肤 仿佛最上好的绸缎 又嫩又滑 让人爱不释手 他明明就很理智 理智地知道就是他 却还是忍不住 在现实里一再克制的东西 在梦里 终于如数爆发 早上起来换内裤的时候 就连他都忍不住骂自己几声 禽兽不如 可能是他真的单身太久了 是时候找个女朋友了 别看他们进家全是滔天 老爷子一声呼风唤雨 但晋邦国却是出了名的 爱妻如命 平时这些子子孙孙 谁敢惹丁冠容 皱个眉头 晋邦国都得在家中 掀起一阵狂风咒雨 一家之主都起到了带头先锋作用 下面受管制的人就更不敢造次了 那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 晋家子孙绝不能沾惹 所以晋思辰的品貌家事摆在这儿 但他这个人三观被调教得正得很 绝不招惹小姐 绝不包养情人 绝不跟女朋友以外的女人搞暧昧 他既然想交女朋友 那就是想谈个正正经经的恋爱了 第九十集 这个念头出现的时候 晋思辰居然第一个就想到了夜初七 想到了他从礼盒里蹦出来 对他勾手指头 说着 大叔你过来 我有个恋爱想和你谈谈 这应该只是个玩笑吧 昨天过生日 说不定就是夜初七和向超他们联合了 说不定就是夜初七和向超他们联合起来的恶作剧 夜初七不是口口声声说喜欢小鲜肉吗 怎么会喜欢我呢 不会 晋思辰在心里否认了之后 忽然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强迫自己暂时将这件事情抛到脑后 不去想就不存在 他原本以为接下来的生活又将恢复到之前的平静 但夜初七见缝插针的本领不容小觑 他就像空气一样 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他的生活里 比如他来过公司几次 晋思辰并没有见到他 每次都是开完会或者是应酬回来时 公司前台就递给他一个粉红色的保温盒 上面还印着Hello Kitty的图案 晋思辰根本就不想理会这种东西 让人直接扔掉 然而前台却追上来告诉他说 晋总 这是一个小姑娘送来的 他说只要告诉你他叫夜初七 你就一定会收下的 还要扔掉吗 晋思辰停下了脚步 果然收下了 他就想看看他玩的是什么把戏 于是提着这么个盒子回到办公室 打开来却发现里面是一锅还冒着热气的汤 他还特地打电话过来问他 大叔 今天的汤你喝了吗 晋思辰漫不经心地应了声 哦 那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好喝吗 这是我亲手炖的哦 不得不说 晋思辰将自己的惊讶掩饰得很好 才平静地反问 你 好吧 其实是我亲自去超市挑的排骨 让师傅给我切好 又让导购员给我选了合适的调料 我拿回来全部往锅里一放 炖的 如此也算是自己炖的了吧 晋思辰没说话 他又问道 你快说啊 味道怎么样 这是人家第一次呢 听到他迫不及待想要邀功的语气 晋思辰又嗡了一声 看在他第一次的份上 他都不忍心说实话 味道真的不怎么样 但他还是喝下去了 又比如 他经常出现在他家里 玉井湾的别墅大门 一直存着夜初期的指纹 他随时都能进去 但晋思辰和他碰面的机会却很少 一来他很忙 经常不回来 就算回来也是早出晚归 二来 夜初期也不闲 大学生活虽然自由惬意 但除去节假日 他几乎每天都需要到学校去报道 但是 晋思辰就是知道 夜初期来过 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当然 这很有可能是终点工的功劳 依着夜初期 食指不沾阳春水 那股娇生惯养的劲儿 他是不指望他会做家务的 然而 晾在他卧室阳台上的衬衫 却绝对是他的功劳 之前两次是无奈之举 所以才给他穿了自己的衬衫 可现在 他经常过来 偶尔也住在这里 应该是带了换洗的衣服才对 却还是毫不客气的 拿他手工定制的高级衬衫 当睡衣传 甚至连招呼都不用跟他打吧 晋思辰觉得 自己的每件衬衫上 都染上了他的味道 很意外的是 他并没有阻止 所以恰逢最闲的周二 下午没有课 夜初期在结束了 早上的两节体育课之后 就直接去了御井湾 其实也没什么事 就是觉得有好些天 没见着晋思辰了 他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 旁敲侧击地打听到 他今晚没有应酬 那么应该会早点回来的吧 那几个八卦的室友 一知道他是要往晋思辰家里跑 都取笑他 不如干脆从学校里搬出来 跟大叔同居算了 否则 这个恋爱谈得这么辛苦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夜初期很想反驳他们 胡说八道 他和大叔 分明就还没有开始恋爱 可是他却真的有种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的感觉怎么办 只要想着能见到他 整颗心都是悸动而欢喜的 是喜欢吧 尽管他一直都在否认 直到再也没法否认的时候 他便只能告诉自己 在晋思辰这样耀眼的男人面前 他稍微有一点点控制不住自己 也是情有可原的吧 一点点喜欢他 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他在洗澡的时候 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 一颗心 轰轰乱跳着 夜初期洗了一个美美的澡 时间上澡 估计晋思辰也没回来那么快 他又往脸上涂了一层面膜 这才裹着浴巾往他的卧室走去 他在一点点的试探 慢慢渗入他的生活里 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 他不信他会看不透他的意图 但他却一直以纵容的态度 默认他的靠近 这种认知 让夜初期的心里有些欢喜 有点得意 还有一丝丝 让他自己都心慌的甜蜜 这就是他接近他最真实的感受 就好比咬破了夹心的巧克力 尝到了满嘴的甜蜜之后 便再也抵抗不了任何甜的诱惑 他现在还不知道 剑思辰有毒 等他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上了瘾 戒也戒不掉了 让夜初期上瘾的第一件事 就是穿他的衬衫 仿佛一种变态的嗜好 如果非要说一个原因的话 大概就是他喜欢以任何的方式 跟他靠得更近一点 夜初期裹着浴巾 来到靳思辰的卧室里 找了件他的衬衫换上 以前在同一屋檐下住这么久 因为始终恪守着本分 他极少到过他的卧室 现在不一样了 自从跟他表白过之后 他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 放眼望去 全都是黑灰的色调 不管他什么时候进来 他的风格都没有变过 每一个角落都收拾得一丝不苟 夜初期本来已经打算出去了 可是看到那张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床 他忽然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好奇心 他的床 躺上去会不会特别舒服 这个念头就像是在他的心底里 剥了一颗种子 迅速地生根发芽 仿佛一根藤腕 很快就缠住了他的心 要不要试试看 试一下吧 可这是一个男人的床啊 他这么主动地上他的床 要是被他发现 那得多羞涩啊 可是 可是他不会发现的呀 现在他又不在家 卧室里又不可能装摄像头 现在整栋别墅都是他的天下 更别说这一间卧室 这一张床啊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错过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地儿了 叶初期终于说服了自己 下定了决心之后 一鼓作气地蹦了过去 整个人往他的床上倒去 柔软的床 微微弹起了他柔软的身体 叶初期也不在乎形象 整个人呈大字形躺在上面 终于如愿以偿 就两个字 舒服 他望着天花板 绝对没意识到自己此刻的样子 有多傻 躺了一会儿 又在上面滚了两圈 心里已经盘算着 要不要以后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 就过来睡个午觉什么的 谁让他的床这么舒服呢 谁让他的床这么干净 躺在上面呼吸间全是他的气息 叶初期正暗自享受着 忽然感觉外面似乎有轻微的动静 他顿时一正 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坐好 仔细地听了听 好像又什么都听不到了 该不会是金丝禅回来了吧 不可能啊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情况 否则他从来没有中午就往家里跑的先例 更何况 他连他的脚步声都听得出来 分明就没有任何动静 幻觉吧 叶初期不想自己吓自己 再次往床上倒去 也就是刚倒下去的那一瞬间 卧室的门却被拧开了 叶初期立即慌了神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从床上起来 就是因为前所未有的慌乱 他一个不小心直接摔到了床底下 还是头朝下 双腿还搁在床沿上 最狼狼狸的那种摔法 然后他倒过来看到门口的人 原以为最羞最窘最糟糕的事情 莫过于此时回来的人是近思沉 那么也许会被他取笑 也许会被他训斥 反正没脸见人就是了 可是 现在却还有更羞更炯 更糟糕的 那就是 进来的人并不是金思辰 而是金思辰的母亲丁冠荣 丁冠荣还在楼底下 就听到上面的动静 所以特地脱了鞋子 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上来 看个究竟 现在看到了 然后 丁冠荣一声尖叫 想撤整间别墅 啊的一声之后 还补充了一句 鬼啊 鬼 哪里有鬼 夜初期还躺在床边 却被丁冠荣忽然喊出的这一声 给吓坏了 一边手忙脚乱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也被吓得 啊了一声 尖叫声此起彼伏 还好现在是大白天 也多亏了金思辰的房子 隔音效果好 否则不知情的人恐怕会以为 这里在上演恐怖片 虽然没吓到别人 但是屋子里的两个女人 却都被吓得不轻 夜初期还好 毕竟还年轻 惊吓 丁冠荣就不好了 连续啊了两声之后 脸色都变了 双眼瞪得老大 还用一只手捂住心口的位置 眼看着就要两眼一翻 直接晕死过去 夜初期先是愣了一下 就算是有鬼 他也不怕了 他现在怕的是丁冠荣 如果他的记忆没被下出毛病的话 丁冠荣可是几个月前 才做过心脏手术 这会儿又受到了惊吓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那他就算是以死谢罪都不够 金思辰恐怕会直接撕了他 他赶紧冲过去 在丁冠荣倒地之前扶住了他 丁阿姨 他赶紧轻扶着丁冠荣 让人轻躺到地上 然后解开丁冠荣身上的旗袍 最顶端的盘扣 试图让他的呼吸顺畅一些 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喘着气说道 阿姨 你怎么样 你别怕 慢慢地呼吸 放松下来 呼 吸 丁冠荣的双眼直直的 一直落在他的脸上 夜初七看他的脸色始终不太好 而且也说不出话来 彻底地慌了 他赶紧去找来手机打电话 先打了急救电话 然后又赶紧打给靳思辰 靳思辰才围了一声 夜初七就哇呜地一下 哭了起来 急忙到 大叔 怎么办 怎么办我闯祸了 靳思辰听得吸一紧 赶紧追问 怎么了 你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家里来 然后 然后他就被我下晕过去了 我好怕 怎么办 靳思辰已经顾不上细问他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更没有功夫去责备他 只说了一句 我马上回来 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家 靳思辰向来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可是他为了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玉井湾 却撂下了会议室里的众多股东 还连续闯了好几个红灯 他真的是被夜初七吓得不轻 他怎么会在玉井湾 他母亲又怎么会在玉井湾 他们两个碰到一起 本来就是个麻烦了 偏偏夜初七还在电话里 呼天喊地的 说是丁冠戎被他吓得晕倒了 一想到老太太那颗脆弱的心脏 靳思辰就担忧不已 他还在回家的路上 就赶紧联系了医院 以最快的速度派救护车过来 还要在医院那边 做好万全的抢救准备 无论什么最糟糕的情况 他都已经想过了 却唯独算漏了那两个女人 都是不怎么靠谱的女人 所以当他急冲冲地 踢开自家门的时候 屋子里却是这么一副景象 夜初七身上穿着他宽大的衬衫 正绕在沙发后面忙碌着 而丁冠戎却舒舒服服地 坐在沙发上 将头震在沙发的靠背上 闭着眼睛 但却不是什么被吓晕了 而是他在闭着眼睛享受 因为夜初七正在将黑泥面膜 涂到他的脸上 老远的就能听到两个人 有说有笑的声音 阿姨 你真的已经七十多岁了吗 你不说的话 我还以为你最多四十出头呢 你看你的身材保养得这么好 一点发肤的痕迹都没有 还有你的皮肤状态也这么好 根本找不到老人般呢 丁冠戎呵呵笑道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要是我在年轻个二十岁 哪有现在那些小网红的立足之地啊 我素颜就秒杀他们 老太太还知道秒杀这个词 看来是紧跟时代潮流啊 所以可想而知 靳思辰听到老太太的自吹自擂 是什么感受了 前些天还说自己脸上的褶子 能夹死苍蝇的人是谁 两人的对话就这么多了 因为靳思辰进门的动静实在太大 夜初期马上就扭头 朝门口看去 立场问候道 大叔 你回来了 他笑盈盈的 完全不见之前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的模样 前后半个小时都不到 靳思辰觉得这世界真他妈的玄幻了吗 刚才哭着给他打电话的是鬼吗 所以现在的情况到底又是夜初七闹的一场恶作剧 还是他刚才接的电话真的就只是他的幻觉而已 实际根本不存在的 靳思辰甩甩头 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脑容量似乎不太够用了 丁冠戎也象征性的扭了下头 笑得比夜初七还开怀 小四回来了 靳思辰没有回答 而是走了过来 将手里的车钥匙重重的往茶几上一摔 用啪的一声来表达他的愤怒 说 你们谁先给我个解释 嘎嘎嘎 仿佛几只乌鸦从眼前飞过 屋里顿时鸦雀无声 他是真的生气了 不知道他这一路上都被吓出心脏病了吗 这么耍他很好玩是不是 都是欠教训的人 没有人回答 靳思辰不敢拿心脏脆弱的老太太怎么样 若是没被夜初七吓晓晓 反而被他吓出个好歹来 老爷子恐怕会直接抽死他 所以他不动声色地放向夜初七 那一眼 严厉的 然而 瞄到他身上穿的衬衫之后 严厉之余又有点困惑 他怎么又穿他的衬衫 平时穿也就算了 在他母亲面前也不知道稍微收敛一下的吗 夜初七像是读懂了他眼中的疑惑 在他灼灼逼人的目光下 他下意识地揪住衬衫的下摆 往下扯了扯 人家本来是想换掉的 但是阿姨说 我这么穿好看 夜初七弱弱地说了一句 丁冠戎也表示赞同 对 好看 以后在家里啊 就这么穿 信思辰还能说什么 老太太是因为没戴老花镜 所以没看出来 那是她的衬衫吗 正常情况下 当长辈的看到一个晚辈 穿得这么的一言难尽 不是都会数落 有伤风化吗 哦 她忘了 她家里的这位 也是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好吧 衬衫的事情 就先这么着吧 信思辰只盯着夜初七 谁也别想蒙混过关 说到底怎么回事 夜初七咬了下唇 继续弱弱地道 我 今天早上在学校上了体育课 身上出了点汗 然后回来之后 洗了个澡 哼 回来洗的澡 建思辰没好气地反问 你们学校没水还是怎么的 丁冠戎听到他恶声恶气的 不由地指责道 小四 咱们说话的 学校的水跟家里的水能一样吗 小七就是想回家里来洗个澡 能浪费你多少水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建思辰算是听出来了 老太太在袒护夜初七 于是他就更纳闷了 这应该是他们两个初次见面吧 当初老太太住院动手术 夜初七虽然也去了 但并没有去病房里探望 所以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 相处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这么熟了 真好 都是有本事的女人 但这都不是重点 建思辰没有接话 而是等夜初七继续的 我洗完澡后 贴了个面膜 没想到阿姨忽然会来 当时脸上的黑面膜 还没来得及洗掉 所以把阿姨给吓到了 夜初七避重就轻的 忽略掉了 他进了他的卧室 还躺了他的床 这些细节 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 丁冠荣也作证的 对 真的吓到了 差一点点就直接晕了 还好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阿姨的脸色都不对劲了 我当时真的很害怕 所以想叫你回来 别怪我不惊吓 哪里知道会是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呢 她洗了脸之后 我马上就不晕了 瞧着小姑娘水嫩的 皮肤好的都能掐出水来 她说她都是自己调制春天然的面膜 往脸上敷 那我也来试试 她一边说着 一边招呼夜初七过来 继续给她涂面膜 这边 对 就是这里 我法令纹太深了 这里多涂一点 小四 等会让你见证奇迹 我把皮肤保养水嫩了 直接回去 闪到你爸的脸 看她还敢说我老 哼 剑思辰忽然觉得心好累 听着老太太沾沾自喜的语气 她真的无力吐槽 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 就算把脸上那层面膜 涂得跟城墙一样厚 也不可能出现 变成十八九岁一样水嫩的奇迹 夜初七却很捧场 马上到 阿姨 你真的不老 我保证你贴完面膜 肯定比原来还要年轻十岁 剑思辰已经无力再说什么了 优雅的变老 不好吗 还有 为什么夜初七一直叫她大叔 现在却管她母亲叫阿姨 还叫得这么溜 她总是经常搞乱辈分 自己却不自知 剑思辰觉得 自己丢下工作回来 不是为了看她们互相吹捧的 她有很多话要说 可是 常言怎么说来着 三个女人一台戏 现在在她眼前的这两个女人 就撑起了半边天 她们一个说一不二 一个活泼讨喜 尤其是在讨论皮肤和身材的保养时 靳思辰悲哀地发现 自己根本就插不进去嘴 她只能等着 二十分钟后 直到丁冠戎洗掉了脸上的面膜 夜初七还特地拿来镜子 夸起人来 更是滔滔不绝 阿姨你看 皮肤是不是有比之前细腻一点 尤其是脸颊这里 丁冠戎欣喜得到 哎呀 还真的呢 连护肤品都还没有擦 却一点紧绷的感觉都没有 小七啊 这面膜真的是你自己弄的 是啊 毕竟我年纪还小嘛 市面上的面膜 或多或少都含有化学成分 我怕对皮肤不好 那倒也是 小七啊 那能不能 当然 夜初七还没等丁冠戎说完 就已经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 于是自高奋勇地道 只要我没有课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想护肤了 都可以找我 我来给你弄 丁冠戎心花怒放 那太好了 你微信多少 我加你吧 好啊 她的手机就搁在茶几上 就几步路远的距离 也不知道她是懒 还是丝毫不在意 直接就往前倾去 整个人趴在沙发上 伸长了手去够 可这么趴着 手还往前伸 罩在身上的衬衫 往上移 两条细白的长腿 就这么横在了沙发上 衬衫遮不住她曼妙的身体 直接露到了大腿竿 她却还浑然不自知 第九十二集 剑丝尘不经意间瞄到了一眼 顿时就呼吸一致 叶初七 她以最快的速度叫了她的名字 开口时却发现声音有几分暗哑 叶初七扭过头来 看到她黑沉沉的脸 眼中全是诧异 怎么了大叔 去把衣服换了 没等叶初七反应过来 丁冠戎已经不满得到 哎呀 说话就好好说 这么大声做什么 你就跟你爸一个死样子 动不动就吼人 也不知道是想吓死谁 小七 先不理她 来 咱先加微信 你扫我吧 老太太还挺时髦 对年轻人的玩意儿熟悉得很 终于等到他们俩互相加为好友 剑丝尘又才就话重提 去把衣服换了 她明明在跟叶初七说话 丁冠戎却呛着回答 哎呀 你烦不烦 不就是件衣服 人家又不是穿了不还你 急什么 剑丝尘也杠上了 我明天要穿这件 赶紧给我换了戏了 我说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的 老太太在努力想着词 归根结底就一个不解风情足以形容 人家女孩子愿意穿你衣服 你还这么多毛病 不是不解风情是什么 她本来还想教育一下自己的儿子来着 可是夜初七却马上到 我去换了 我去换了 马上换 保证洗得干干净净的 事实上 她早就已经想换了 看到她一溜烟似的跑上楼 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 丁冠戎才将自己的目光收回来 再望向自己的儿子 眼中满满的笑意都快溢出来了 行啊小四 丁冠戎正想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一张嘴就乐得合不拢嘴了 她用力的在晋思辰的胳膊上拍了几下 刚开始还只是抿嘴笑 慢慢的直接笑出了声 乐得前仰后合的 晋思辰一脸无语的看着自己的母亲 这下好了 又开始日常发神经了 笑笑笑 有这么好笑吗 晋思辰本来就是受了惊吓才回来的 有惊无险 已经是万幸 所以她有点担心 老太太没被夜初七给吓晕 最后却因为太激动而笑晕了 她很无奈地叫了一声 妈 等等 丁冠戎却阻止了她 让我再笑一会儿 哈哈哈哈 算了 她今天算是白担心了 抛下公司那么多事情 赶回家了 也算是白忙活了 反正也不差这点时间 难得老太太这么开怀 就先让她笑个够 她就这么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看着 她这个当事人没什么反应 丁冠戎大笑也没劲儿 终于逐渐收敛了一些 剑司尘寻到了说话的余地 妈 你今天怎么回来 要知道 她个人在京都有多处房产 算是狡兔三窟 一个人住在外面 就是不想回家 受老爷子的管束 所以她的行踪 并不透露给父母知道 久而久之的 老两口也不关心 她到底住哪了 今天这么巧的出现 简直太蹊跷了 丁冠戎的眼神闪了一下 随即就颇为坚定地道 我想来就来了 我是你妈 我想来看看你 是要挑时间 还是要提前预约啊 剑司尘哼了一声 那你可真会挑时间 专挑我上班不在家的时候 我高兴什么时候 就什么时候 还要你批准吗 这倒不用 靳司尘很坦然的样子 却趁着丁冠戎不备 夺了他的手机 那我删了小东西的微信 也不用你批准 丁冠戎急了 别 别删 他一边扑上去 想夺回自己的手机 一边妥协道 好了 好了 告诉你就是了 我昨天逛商场 碰见裴家那孩子了 剑司尘挑了下眉 裴子迁 那就难怪了 丁冠戎继续道 我就跟他随便闲聊了两句 他跟我说 你有喜欢的女孩子了 你们两个还住在一起 我本来还不信 没想到啊 丁冠戎的话还没说完 又开始乐呵了 乐了一会儿之后 马上就想起了什么 赶紧到 他可不是特地来向我打小报告 就是不小心说漏嘴了 我答应了 不会让你知道是他说的 你可别怪人家 见了他 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懂吗 这个要求 简直不要太强词夺理 剑司尘也没兴趣再去追究 到底是谁说的 他头疼的是 老太太误会了 他和叶初七的关系 还和叶初七打成一片 若是让这个误会 持续发酵下去 恐怕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他叹了口气 无奈地解释道 唉 你别听裴子谦胡说八道 他说的话能信吗 叶初七就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 托我暂时照顾一下 丁冠荣耸耸牵 那有什么关系 只要他是女的 你是男的就行 有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了 不能跟朋友的女儿谈恋爱 剑思辰被噎了一下 好像确实没有 丁冠荣又道 何况 你看小七这孩子 多好啊 又懂事又活泼又孝顺 跟他相处就两个字 舒服 好像他跟老太太 终于在某方面达成一致了 他曾经也这么问过自己 就算是答应叶军豪要照顾叶初七 但他对他的纵容和宠溺 有时候也过了头 为什么他能容忍他 就这么的在自己的世界里横冲直撞呢 事实上 不过是因为跟他相处的时候 他也觉得全身心很放松 用老太太的话来说 就真的是舒服 丁冠荣丝毫不掩饰 自己对叶初七的满意 既然近思沉无话可说 他便继续道 最重要的是 你看人家女孩子多漂亮 你俩在一起的话 以后生个孩子的颜值 那还不得逆天呢 我想啊 以后我把大孙子抱出去 逢人比夸 哎呀那谁谁 你们家孩子怎么长的呀 怎么这么好看呢 老太太已经开始沉浸在自己畅想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近思沉终于听不下去 打断他 妈 他才十九岁 你差不多行了 越说越离谱 都说到生孩子了 近思沉下意识地往楼上方向看了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心虚 万一被叶初七听到老太太的话呢 丁冠荣却还是那句话 那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你们有结婚的打算 年龄应该不是问题 让你爸想个法子 把他的年龄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登记了呀 我的亲妈 说改就改 有问过人家的意见吗 丁冠荣又道 虽然你们的年龄差有点大 那也没关系啊 结婚以后 你对人家好点不就行了吧 难道 小四 你该不会是自卑吧 自卑又是什么鬼啊 丁冠荣解释道 你怕人家太年轻 你跟人家在一起会显老的话 那你下次也跟我们一起 敷个面膜什么的 敷完之后 皮肤真的很滑 不信 你仔细看看 他拿手指戳着自己的脸 拓地凑上前去 让尽司尘看个清楚 尽司尘再次心累 可是他不忍心看着老太太 现在一头热 最后换来的 却全是失望 所以他很认真的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妈 我求你千万别掺和行吗 他现在还在念书 你没听见他叫我大叔吗 我也就是纯粹拿他当晚辈看 真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 丁冠戎却已经油盐不尽了 他白白手道 行了 在你妈面前 有声不好意思承认的 他叫你大叔 你拿他当晚辈 有当晚辈的 穿着长辈的衣服 还睡长辈床上的吗 尽司尘默得一惊 什么意思 谁睡谁的床上 老太太虽然有些无厘头 却也不至于说谎话 可是 夜初期试穿他的衣服不假 干什么睡他的床上 为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 丁冠戎看他一脸困惑的样子 我今天偷偷来的 偷偷上的楼 我可都看到了 你们就是睡一起的 没有 小四啊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 男子和大丈夫 敢做就要敢当 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那孩子估计是怕我责备 看到我 还吓得从你床上摔下来 他忽然觉得 他这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还有 我不小心都看见了 丁冠戎忽然又来了这么一句 然后也下意识地往楼上瞄了一眼 确认过没看到夜初期的影子 这才凑近近丝尘耳边的 他摔下来的时候 还走光了 我看到他穿的是黑色的内裤 蕾丝的 很省不料的那种 可性感吧 金丝尘忽然觉得后脑勺挨了一剂闷棍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听错了 但他很确定自己忽然感觉浑身一热 根据老太太的形容 在脑海里勾勒一下那幅画面 差点就脑冲血 真是亲妈 您真的觉得跟自己儿子说这个很妥当吗 很显然 丁冠戎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妥 思维马上又跳脱到另一个层面 兴奋得到 是真好看 我年轻时候都没穿过这种 不然我问问他是在哪儿买的 妈 建丝尘像是受到了什么巨大惊吓 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真是够他受的了 他赶紧阻止了老太太 你别把人吓着行吗 还有 你今天跑出来我爸知道吗 别等他回去找不着你又发脾气 你就快回去行吗 丁冠戎愣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 有道理啊 你好不容易交个女朋友 要是被我给吓跑了 那我这罪过就大了 建丝尘都懒得否认了 顺着他的话道 你知道就好 行了 快回去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引着老太太往门口的方向走 老太太并不介意被驱赶 反而更乐呵了 这么快就想把我赶走 看把你急的 迫不及待想去看看 人家到底穿的是什么内裤对不对 放心吧 妈理解 老太太主动出了门 对了 跟小七说一声 我改天再来看她 你快进门去吧 我有司机 不用你送 虽然现在是大白天 但是家里就你们两个人 脑再大的动静 也不会有人听到的 你 建丝尘直接把老太太的声音 关在了门外 他站在大门背后 喘了口气 莫名地觉得 心跳有点快 是怎么回事 第九十三集 丁冠戎走了 把她的锅灶也带走了 整栋别墅里顿时安静下来 近丝尘喘了口气 清晰地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 一下下地敲打着她的胸膛 哪怕经过几个回合的深呼吸调整 也没能缓过来 在客厅里徘徊了几圈 又时不时地往楼上瞄一眼 总觉得一颗心 仿佛放在热锅上煎烤 让她焦躁不安 明明就是在自己家里 实在不应该啊 难道 真的是因为 就她和叶初期两个人在家 无论闹出多大的动静 也不会有人听到的缘故 近丝尘被这种想法吓了一跳 暗恼 自己居然将老太太的胡言乱语 放在了心上 她在想什么 跟老太太讲道理的时候 还一套一套的 她年纪太小 她是朋友的女儿 最重要的一点 她都没和老太太说 她还是萧小的表妹 这种种理由 已经足以让她理智地克制自己 不要靠她太近 可是心里头 却还是时常冒出一些不该有的想法来 怪她主动撩她了 其实她很明白 主要还是自己的心不够坚定 近丝尘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本以为自己活到这个年纪 对于男女感情已经可以做到收放自如 但是 遇见夜初七 一切还是乱了她 她觉得自己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 楼梯上传来灯灯灯的声音 她回头看去 只见夜初七已经换好了衣服 破洞牛仔裤 配大红色的连帽卫衣 很简单大方的款式 却跟她的青春朝气 配合得刚刚好 尤其是在鲜艳的大红色的硬衬下 欲发显得她脸上的皮肤 白袭胜雪 她从楼上下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往四周围扫视一圈 然后问道 大叔 阿姨呢 近丝尘看着她忽闪忽闪的大眼睛 终于明白 为什么人们都说 这个世界不公平了 她被扰得心烦意乱 她却永远没心没肺 何来的公平 她叹息一声 回应她的态度 有些冷淡 回去了 叶初期的大眼睛 瞪得更远了 惊讶了一瞬之后 顿时就失落起来 怎么这么快就回去了 我还有好多话想和她说呢 谢思辰不由自主地 端起长辈的架子 你们才认识多久 很熟吗 哪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熟不熟 跟认识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 有些人 你认识她一辈子也不熟 有些人 见一面就知道头不头缘 我和阿姨就属于一见如故 她一副不假思索的语气 说的都是大实话 她和丁冠荣的缘分 可以追溯到前世 她还是肖小的时候 叶军寓一心想要将她培养成淑女 名愿 她知道母亲是为她好 但多少压制了她天真活泼的天性 在丁冠荣那里 她的天性全都得以解放了 她的年纪都可以当丁冠荣的孙女了 又是从小就被定下来的儿媳妇 所以丁冠荣看着她从小长大 疼她就跟疼亲闺女似的 再加上丁冠荣本来就是人来风的欢托性格 正和肖小的胃口 两人凑在一起 简直就是一拍即合 靳思辰并不知道这些 她只是觉得丁冠荣从差点被叶初七吓晕 倒想撮合叶初七和她在一起 这个过程快得有些诡异 她不动声色地盯着她 你怎么会来 叶初七正了一下 看她的脸色不是太好 还以为她是要责备她 马上就解释道 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想到阿姨会来啊 我知道她身体不好 差点吓到她 说我不对 你要是想骂我的话 就骂吧 回忆起丁冠荣吓得往后倒的样子 叶初七至今依然心有余悸 她自己都吓到了 更别说靳思辰还接到她一惊一乍的电话 肯定吓得不轻 就算她有脾气 那也是情理之中 叶初七说完就垂下头来 等骂 然而 她等来的却是靳思辰不痛不痒地问了句 你是怎么吓着她 啊 叶初七有些意外 但也很快就反应过来 如实答道 就是 她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我在敷面膜 吓到了 靳思辰又问 还有呢 还有吗 没有了吧 她一时想不出来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但靳思辰落在她脸上的目光 却下意识地往下移 从她身上那件鲜红的卫衣 一直滑到她的腰 再到她的腿 丁冠荣说的话 又浮上脑海 她说 夜初七睡在她床上 从床上摔下来的时候走光了 穿着黑色的蕾丝内裤 还是很少布料 还是很少布料的那种 靳思辰在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觉得老太太真的是口无遮拦 为老不尊 但是她却将那些无意间听到的话 全都记在了心里 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曾放过 现在还落实到了具体位置 她甚至在想 能有多省不了 乖书 夜初七觉得 她此刻的表情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怪怪的 她还久久没有说话 她这才不得不出声提醒她 还有什么 她是真的想不出来了 她倒是给提个醒啊 靳思辰却道 没什么 尽管她也很好奇 她不在家的时候 这丫头一个人在搞什么鬼 甚至后悔 没有在卧室安装摄像头 她为什么好端端的 会在她的床上呢 她不说 她也不提了吧 靳思辰以前觉得 她在这里也没什么 但现在却觉得 孤男寡女的 真的有点危险 还是不要再提任何 暧昧的话题 为了不冷场 她只好随口问道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啊 大叔 夜初七忽然板起小脸 不悦得道 这个问题 你已经问了两遍了 我知道 她问了两遍 还不是因为 问第一遍的时候 她并没有回答吗 夜初七绕到她面前 盯着她的 大叔 你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这又是什么套 我一有空就给你包爱心汤 时不时的还跑到你家里来 在你面前刷一下存在感 无孔不入的 想要融进你的生活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吗 剑思辰的呼吸 顿了一下 很显然 夜初七的这番话 在她的意料之外 尽管她都已经猜到 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但还是忍不住 问了一句 为什么 因为 我喜欢你啊 剑思辰心底的答案 就被夜初七这么坦荡荡的说了出来 明明就已经预料到了 但亲耳听她说出来 还是在她的心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许久 无法平息 她只有在她生日那晚 说过喜欢她 那晚过后 她都尽量不让自己当真 毕竟这个小丫头 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她怕一旦当真了 就上当了 这些天 也都相安无事 她虽然以各种方式 在她面前刷存在感 却从来没说过什么 今天是第二次 她看着她的眼睛 明明白白地说 我喜欢你啊 即使还是有些震惊 但相比起那天晚上的猝不及防 她这会儿 多少还是有点心理准备 所以死死地忍住 没让自己脸红起来 可是 心跳还是乱了 她只能佯装镇定地朝她伸手过去 在夜初七惊地瞪大眼睛的同时 她的手掌已经落在了她的头顶 然后将她的脸掰到一边去 避开了她执事的目光 她才淡定地开口 你先去查一下字典 等你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喜欢在说 说完 她绕开了她 往大门的方向走去 这一次 她做得很好 完全没有失态 她就像是一个见惯了世间百态的长者 完全不把她的小打小闹放在眼里 仿佛她的一切言行举止 不管是得体的 还是出格的 在她看来 都是小儿科 她转身的那一刹那 夜初七都猛了 一定是她刚才说话的方式不对 同样的表白 靳思辰上回的反应多可爱啊 今天却忽然变得这么古板 简直不能再讨厌了 在她打开大门的时候 她赶紧追上去 挡住了她的去路 所以 大叔 你刚才是拒绝我了 靳思辰不愿跟她多做纠缠 因为她永远都猜不透 她的下一步举动将会是什么 因为她敢知道 自己对她的心思已经不单纯 孤男寡女终究是危险的 于是顺着她的话道 你说是那就是吧 她的态度简直不能再敷衍了 激怒了夜初七 当然 只是靳思辰单方面认为的激怒 一位小丫头 忽然就双手插腰 摆出一副母夜叉的架式 特别凶悍的道 大叔 我有必要先提醒你一下 我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靳思辰面不改色 仿佛在问那又如何 我跟你表白 就算你不接受 那我只能继续追到你了 但是我真的很记仇 等我追到你的时候 到时候我会凭心情把你柔圆搓扁的 你怕不怕 听听吧 就知道她会不走寻常路 反正 金思辰是没料到她会这么说 她还以为他们正在讨论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结果她却被她凶巴巴的样子给逗笑了 叶初七就更怒了 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那你等你追到再说 忽然抛出这么一句话 话音落下的时候 金思辰才知道 什么叫做说出去的话 等同于泼出去的水 覆水难收 第九十四集 金思辰的本意是 叶初七无论如何也追不到自己 但是他笑着说出来 反而就成了是在给叶初七机会 追到再说 至少叶初七就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他很快就喜笑颜开起来 追就追 人家都说 经常所致金石为开 我就不信 还有我追不到的男人 谢思辰的脖唇动了一下 本想要解释什么 可话到了嘴边 却变成了这样 那你说好感的时间到了 今天因为你闯的祸 已经耽误了我两个小时的时间 要是懂事的话 现在就给我让到一边去 叶初七只是饿了一下 两秒过后 他果然就懂事地 给他让出了一条路 金思辰看着他乖巧的样子 忽然想再伸出手去 摸摸他的头 但他忍住了 迈开步伐走出家门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可能有些卑鄙 因为卑鄙所以羞愧 原来他是这么虚伪的男人 一边义正言辞地拒绝了人家 一边又开始有点向往 被他追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夜初七一直目送着他离开的背影 直到再也看不到了 他才激动地跳起来 傻傻地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心想着 金思辰也不是那么难搞定吗 他还在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 却看不到自己脸上 发自内心的笑容 有多真切 有时候 爱情就是男女双方的一场较量 谁输谁赢 不到最后都没法定论 金思辰的一句话 像是给了夜初七一张 被追许可证 他持证上岗 底气就更足了 追他 必须得靠手段 其他的新花样还在预备阶段 但是给他炖汤这件事情 是一直都坚持下来的 他毕竟还是学生 平时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里 既要讨好金思辰 又要兼顾学业 夜初七不能天天都绕路 去玉井湾那边 所以炖汤这会儿 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完成的 金思辰觉得 夜初七炖的汤 味道一般般 除了他本身的技术不到家之外 也是因为宿舍里的设备太简陋 但他还是买了一个小小的陶瓷炖锅 想要在有朝一日 先抓住他的胃 除去每周三和周五课程 安排的比较满之外 其余时间里 他都会守着炖锅两个小时 包一锅美味的汤 同寝室里 只有孙甜甜的时间 跟他完全一致 可是 这个甜妞却宅得很 不抱社团不谈恋爱 不参加学生会 学校里所有的课余活动 都不站边 除了能用美食 偶尔引诱他出去一趟之外 他其余的时间 都是躺在他的床上 追剧看小说 以前还会出去逛一下超市 但最近听说 连零食都有同校的学生 上门来推销 孙甜甜已经连续大半个月 都没出过校门了 这天 下逢周四 夜初期照例在炖汤 孙甜甜也依然在床上 一边看小说 一边啃薯片 忽然吸了一下鼻子 他趴到床檐上 对夜初期说道 行啊你 香味都飘出来了 手艺有进步 你家大叔的胃 终于不要再受你的折磨了 真是可喜可贺啊 夜初期也丝毫不谦虚 回道 那是 只要我想学 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你说你和你大叔是纯洁的 可是你又天天给他这么补 只有剑没有出 你考虑过大叔的感受吗 夜初期顿了一下 好像这还真的是个问题 他正想着这个问题 忽然电话响了起来 夜初期拿过手机一看 是刘畅的电话 他和刘畅在不同的学校 平时虽然不常见面 但联系却很频繁 自从刘畅在青秀山观景塔受伤后 夜初期几乎是每天都要打电话 或者发信息 询问他的伤势如何 刘畅都说 自己已经完全康复了 让他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那日 刘畅虽然是受夜初期之邀去看画展 但是发生火灾 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这跟夜初期并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 话是这么说 但夜初期还是看到刘畅康复了 才安心 只是不知道刘畅今天找他有什么事 喂 他刚接通了电话 就听到刘畅细软的声音传来 小七 你现在有空吗 夜初期看了眼自己正在炖的汤 中午要给浸丝陈送去的话 理论上是没有空的 但是他似乎在刘畅的声音中 听出了一丝忧虑 迟疑了一会儿 他道 现在有空 我下午四点才有两节选修课要上 刘畅道 那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你怎么了 不是我 我今天早上没课 回家去了一趟 听到街坊邻居在谈起 安又林好像生了 夜初期算了下时间 吃惊得到 怎么生了 还没到时间啊 哦 听说是早产了 好像情况不太好的样子 也不知道是大人的情况不好 还是孩子不好 这种事在邻里之间传来传去的 总有些事实被扭曲了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要不我们去看他一下 夜初期问道 他在哪家医院 你给他打过电话了吗 打过了 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关机 我怎么都打不通 夜初期沉默了 凭着他们在高中时代那么好的关系 当然是应该去看望一下的 可是 自从安又林退学之后 他们的联系也慢慢变少了 偶尔联络的时候 他们的重心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而安又林的重心却是肚子里的孩子 他们之间能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玄妙 有多少曾经亲密无间的人 在某个分岔路口分开之后 从此就各自天涯了 事实上 刘畅和安又林对于夜初期而言是不同的 如今的这些室友也都相处得很融洽 但他们是他通往向前的道路上的锦上添花 而刘畅和安又林不同 那时候他刚刚经历了背叛 死亡 重生 当他以一个新的身份重活时 哪怕是在他熟悉的环境里 却还是觉得这个世界陌生的可怕 他们两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给他一份友情 是让他体会到一丝来自外界的温暖 然后慢慢地以新的身份去适应这份新的生活 有些人不常常联系 却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朋友有事 岂有袖手旁观之力 叶初七思量了片刻之后 那你继续拨一下他的电话 或是打听一下他现在在哪 我过去和你会合 我们一起去看他 挂了电话之后 叶初七看着桌上还在炖着的汤 犯了难 孙甜甜将他为难的样子 看在了眼里 又听到了叶初七刚才说的话 于是自高奋勇地道 你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给你看着这锅汤 叶初七就等着他这句话了 感激不尽得道 那拜托你了 再过一个小时 你给我把电切断了就行了 嗨 这点小事 放在我身上 叶初七匆匆出去了 他赶往京都大学 跟刘畅会合之后 得知安又林现在还在医院里 以安家的经济实力 安又林生孩子这么大的事情 自然是住在京都最好的医院 不管是京都还是全国 最好的医院 非横峰医院莫属 叶初七已经不记得 这是自己第几次出现在这里了 每一次的心态都大同小异 他和刘畅一路在谈论安又林的事情 据刘畅说 柯毅自从陪着安又林一起退学之后 他们母子两个就算是非黄腾达了 很少再回原来住的地方 听说安又林的父母 不忍心让女儿跟着柯毅受苦 在默认了柯毅这个女婿之后 曾想过让柯毅搬到安家来住 柯毅拒绝了 安又林也从旁说好话 人家又不是倒插门的女婿 虽然年纪还小 但毕竟也是有自尊心的 咱们可能会住到女方家里来 安爸爸无奈之下 只好另外买了一套房子 当然是以安又林的名义买的 让安又林搬出去住 柯毅毕竟是安又林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总是在旁照顾一二 所以也暂时搬进安又林的房子里 虽然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 但是不在岳父岳母的眼皮子底下 到底自在一些 如此 柯母也打着照顾儿媳妇的幌子 搬进了豪宅里 这么一来 那就不只是安又林的房子了 而成为了柯家母子的天下 柯母偶尔回原来居住的地方 每次都是为了吹嘘 说他儿子如何如何有本事 可能要进安家的公司帮忙了 也有可能要出国留学了 这个事件向来都是笑贫不笑娼 即使许多街坊四林都对柯母让自己儿子去吃软饭的行为表示不耻 但是看到人家如今得势了 也只能处处逢迎 夜初期在听刘畅提起这些事的时候 虽然也有道听途说夸大事实之嫌 但还是为安又林捏了把冷汗 本来有大好的人生 为什么要委屈求全至此 那个人有那么值得爱吗 以安又林的家事 他只要稍微再努力一点 完全可以把自己活成女王 但他现在却把一切前途命运都拴在一个男人身上 可以待他好 他就是人生赢家 可若是不好呢 他走到这一步 恐怕连回头的路都没有了吧 大概是安又林跟前世的自己太像了 而自己眼睁睁地看着他陷入深渊却无能为力 心中就无比感慨 可是除了一声叹息还能怎么样呢 刘畅联系不上安又林 只能联系了柯毅 柯毅告诉他们 安又林的身体有些虚弱 在病房里休息 让他们直接到产科病房去就行了 两人乘坐电梯上了楼 第九十五集 若问这年头什么地方最火爆 自然非医院莫属 大道公立医院 小道私人诊所 大多数都是人满为患 更别说全国最顶尖的恒丰医院了 大部分专家门展都要提前预约排队 人多是必须的 夜初七和刘畅刚进入电梯 很快又有其他人挤进来 碰巧隔壁的电梯刚好下到一楼 里面的人纷纷走了出来 一时间 电梯口 人潮涌动 熙熙攘攘 夜初七尽量 往角落的位置里站 方便外面的人进来 不过是偶尔一抬头的功夫 他的目光就定住了 他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那人披着一头长卷发 地棕色的大波浪 跟身上的驼色大衣 搭配得刚刚好 他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长筒皮靴 迈开的步伐 给人一种自信而从容的感觉 这个背影夜初七认识 正是萧锦岩 萧锦岩出现在这里并不奇怪 怪就怪在跟他走在一起的那个人 如果说萧锦岩一路向前的时候 像是骄傲的公主 那么跟他在一起 那个点头哈腰的身影 就像是他的小丫鬟 那个人起初也只是一个背影 然而 当那人稍微侧过头来 跟萧锦岩说话的时候 夜初七还是以自己二点零的势力 将那个人认出来了 谈不上熟悉 但是也不陌生 正是夜初七当初 在西亚高中的摄友之一 童杰 比起安幼林和刘畅 童杰这个人 当时在他们浅室的存在感 低得不能再低 夜初七跟他说过的话 恐怕十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但是毕竟在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宿舍里待过 夜初七确定 自己不会认错 只不过 童杰为什么会和萧锦岩在一起 萧锦岩的背景 夜初七再了解不过了 在他们萧家这边的关系亡理 并没有童杰这一号人 至于萧锦岩的父亲 池海峰那边的关系 也很简单 也并没有听说过童杰 排除亲戚的关系外 萧锦岩跟童杰出现在一起 只能是因为利益了 因为比起当初 西亚高中里 出身优越的权贵子弟 童杰的出身很平凡 比起像刘畅和柯毅那样的学霸 童杰的学习也很平凡 就这么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做说萧锦岩会跟他交朋友 夜初七是不信的 他们像是刚从电梯下来 打算离开医院的样子 两个人走在一起时的卑微关系 那么明显 咱们可能是朋友 那么他们两个凑一块 就耐人寻味了 夜初七忽然灵机一动 似乎想起了什么 看着电梯外面那两人 渐行渐远的背影 他突然有种 想要拨开挡在前面的人 冲出电梯的冲动 事实上他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他刚推了一把身前的人 电梯门却缓缓合上了 在他面前的人 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 被莫名其妙地推了一下 猛地回过头来 正准备发飙 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机灵漂亮的小姑娘 怒火瞬间就熄灭了 他只是提醒了一声 小心点 刘畅也看出来 夜初七不太对劲 拉了他一把 哎 怎么了 夜初七的思绪 还是有点飘的 脑海中有无数个 零星的片段闪过 却又凌乱地 让人抓不住重点 他呆浪了半生才到 没 没什么 就是有点急 刘畅也不多问 两人一路到了 产科所在的楼层 才从电梯里出来 因为刘畅事先跟柯义联系过 所以安又林已经知道了 他们会来 一段时间没见 安又林看到他们很高兴 可是他刚生完孩子 憔悴又虚弱 跟刘畅和夜初七的青春活力一对比 恐怕谁也不会相信 他们原来是同龄人 夜初七和刘畅此刻内心的感慨颇多 但全都藏在了心里 他们三个在一旁聊天 柯义也并未离开 安静地守在一边 时尔给他们递一下水果 时尔又给安又林叶一下被子 他的表情依然是冷冷淡淡的 仿佛不知道笑是什么玩意儿 还好 他的举动算是相当温情 刚开始聊得还挺开心的 直到刘畅问了一句 对了 你的宝宝呢 夜初七其实也有同样的疑惑 从他们进来到现在 病房里只有安又林和柯义两个人 并没有看到孩子 甚至也没见到任何的婴儿用品 夜初七心里有点底 没主动提及 没想到刘畅却问了出来 果然话音刚落 安又林脸上好不容易才堆积起来的笑容 就僵硬了 最后还是刻意的 孩子早产 现在住宝文箱 安又林的情绪来得很快 刚才还好好的 这会儿眼泪马上就下来了 抽气道 都是我不好 我没能保护好他 我都没听见他哭一声 你没来得及看他一眼 他现在就一个人哭哩哩哩的 呆在保卫箱里 刘畅一时僵住了 体会不到维然母的担忧和焦虑 连安慰都显得苍白无力 叶初七好歹活了两世 就算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他安慰道 别太担心 现在早产的孩子很多 在保温箱里住一阵子 就跟正常孩子一样了 只要好好照料着 不会有事的 安又林却道 可是 他除了早产 还有很多问题 肺部感染 还有很复杂的心天心系脏病 是我不好 没能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 叶初七症了一下 没想到孩子的问题 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安又林的话还没说完 眼泪又掉下来了 叶初七赶紧道 这怎么能怪你 别哭 你现在还在月子 可别掉眼泪了 万一落下病干 就得不成失了 他的话刚说完 柯易的手就伸了过来 他亲手擦掉 安又林脸上的泪水 医生道 别哭 安又林抽噎了一声 巴巴地望着他 柯易道 横峰医院的医疗条件这么好 不管是医生还是设备 都是最顶尖的 绵绵在这里 能得到最好的治疗 一定会康复的 别担心 我在呢 安又林点点头 终于不哭了 别说叶初七了 就连刘畅认识柯易多年 都没见过他这么温柔的一面 绵绵 是他们女儿的名字吧 叶初七虽然一直对柯易心存偏见 但此刻安又林眼中的幸福 却是最真实的 别人说无数句 也比不上柯易说一句 我在呢 这世间的幸福 有千百种定义 表现在每个人的脸上 又有千百种模样 幸或不幸 本来就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柯易虽然生性冷淡 但安又林就是抵挡不住 他偶尔的关心和温柔 他们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旁人又有什么资格 对他们的生活指手画脚 至少 柯易对安又林还算不错的 那么 作为旁观者 叶初七和刘畅 除了祝福他们的宝宝 早日康复 祝福他们能够白头偕老之外 还能怎么样 聊了半个小时不到 安又林就已经表现出倦意 柯易马上导 他生冥冥的时候大出血 现在身体虚弱得很 医生嘱咐一定要好好休息 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流畅和叶初七也不便多留 本来就是忽然听闻 安又林有事 才匆忙赶来的 别说给孩子买点礼物了 就连鲜花水果都没有 所以也没有理由去计较 可以冷冰冰的逐客令 虽然情况有点糟糕 但幸好 安又林已经在慢慢恢复中 他们说好 等安又林和孩子都出院了 再来看望 便打算离开了 林出门前 叶初七忽然又回头问道 林烈 童节有没有来看过你 童节 童然听到这个名字 刘畅和安又林都有短暂的意外 愣了半晌 才想起那个曾经毫无存在感的摄友 安又林困惑得摇摇头 没有啊 怎么了 他想说的是 就算当初被安排在同一个宿舍 但高中时期 他们都是很少住校 再加上童节向来独来独往 好像跟谁都不熟的样子 跟他们也亲密不到哪里去 所以 童节怎么会来 啊 没什么 就是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好像在楼底下看到他了 还以为他来看过你 事实上 他不过也是心存一丝丝侥幸 也许是他想太多了 童节跟萧锦岩在一起 可能只是个巧合 出现在医院 可能是还有别的事情 比如 看望一下曾经同窗异场的安又林 但很显然 他连一丝侥幸都不该有 他也没有想太多 只怕 他想到的还不够多 从病房出来之后 刘畅就一直沉默着 夜初期看不透他的满腹心事 但却知道 自从柯毅和安又林扯上关系 刘畅夹在他们中间 就一直很微妙 得知安又林有事 刘畅第一时间赶过来看望 由此可见 他是真心把安又林当成朋友的 那么柯毅呢 夜初期不知道的是 刘畅对柯毅是怎么想的 既然心中已经有了疑问 他便委婉地问道 刘畅 以你对柯毅的了解 你觉得他对林莲是真心的吗 刘畅正了一下 默地回过神来 他停下了脚步 雨夜初期对视了半晌之后 很轻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小七 我好像跟你说过 柯毅这个人 我虽然已经认识他很多年 但是真的不够了解他 那你了解你自己吗 啊 你曾经也跟我说过 你对他有好感 现在呢 刘畅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正愣了片刻后 舒得笑了起来 铺垫了这么多 原来你是怀疑 我对柯毅还有非分之想啊 夜初期不闪不闭 以沉默表示默认 第九十六集 夜初期确实有过这样的顾虑 毕竟他们两个都是他的朋友 他不希望他们为了一个男人 而伤了姐妹情 安又林那边已经很明白了 只要柯毅对他好 他就可以当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为难的只是刘畅 人家两个连孩子都生了 刘畅的那点心思 若是依然当断不断 痛苦的只有自己 夜初期对别人的感情 向来看得很通透 操碎了一担子的心 可刘畅却笑了 对 我是对他挺有好感 因为我们两个人 有口头上的娃娃亲 所以我有时候难免对号入座 把他当成是我的所有物 就因为他真的很优秀 从小到大 我就听身边的人在夸他 我就自然而然的把他当成榜样 一直紧跟在他的后面 渐渐的形成了习惯 夜初期认真地听着 却没有说话 他知道 刘畅的话还没说完 老实说 我一直都很理智 我知道在什么年纪该做什么 明明不属于我的东西 我也不屑于强求 但若是说维持了十几年 追随他的习惯 就这么被打破了 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 那也是骗人的 我也介怀过 可是 今天看到他和连练在一起的样子 我好像忽然就幡然醒悟了 他选择他的人生 我走我的路 其实 他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我完全没必要 追随他 甚至 我能比他更优秀 所以那点残留在心里 很多年的崇拜和好感 忽然间 就全部都消失了 与毙 他还特地问了一句 小七 我这么说 你信吗 夜初七有短暂的惊讶 然后敏唇轻笑 他信呢 他不仅相信 还特别羡慕刘畅 小小年纪就能对自己这么的理智 若是他前世有刘畅一半的通透 就不会在云凯那棵树上把自己吊死了 夜初七正想说些什么 却被忽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 他掏出手机 看到孙甜甜的来电 他刚接通 连一声问候语都还没来得及说 就听到孙甜甜在电话里叫道 小七 你什么时候回来 出事了 夜初七马上问道 什么事 孙甜甜喘着气 说话有点急 就是你那个汤 夜初七翻了个白眼 怎么了 是不是溢出来了 你能别这么懒么亲 不怪夜初七一副责问的语气 实在是这个孙甜甜 懒到了一定境界 不怎么靠谱 看到游平倒了都不服一下 说的就是他那种人了 有一次夜初七在炖汤时 去离汤洗手间 就听到孙甜甜在外面喊 汤溢出来了 夜初七让他给揭一下盖子 那妞却说 跟他的床正热恋着 难舍难分 溢就溢出来吧 擦一下桌子就好了 闻着还挺香 所以夜初七以为 这次应该也是差不多相同的状况 毕竟孙甜甜大呼小叫 是常态 完全不需要惊讶 可是孙甜甜这次 却表示很无辜 马上道 不是啊 你快回来 不是汤溢了 是露店了 差点着火烧了宿舍 夜初七顿时 被孙甜甜高分贝的嗓音 给吼得猛了一下 他不知道他算不算是 传说中的犯了太岁 最近还真是流年不利 单是跟火这玩意儿 就杠上了 上次去看画展 在火场里逃生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这次又闹火灾 幸好孙甜甜说的是 差点 夜初七赶紧回了学校 从他出来再到回去 前后才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原本干净温馨的宿舍 此时已经一片狼藉 尤其是夜初七的位置 他桌上的汤 撒了一大半出来 好像还被泼了水 油腻腻湿漉漉的 铺满了整个桌面 不知道从哪里 还冒出来一股烧焦的味道 当然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 楼管阿姨和辅导员 都已经在宿舍里等着他 当着全宿舍 甚至是整个楼层 围观者的面 对夜初七进行了 严厉的批评和教育 楼管阿姨恼怒的道 楼梯里就张贴了宿舍安全条例 你们的眼睛都整在了头底 看不见的是不是 说了多少次不能在宿舍里开小灶 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你们从来都不把校计校规 当回事了是不是 夜初七低着头 不敢出声反驳 所有的大学宿舍都有这么一条规定 不能在宿舍里使用大功率电器 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学宿舍里 都会有偷偷开小灶的情况 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有时候不慎被发现了 也不过是被收缴了电器 在给予口头警告 被抓个现行 夜初七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只不过是比较倒霉的那个 因为他炖一个汤 不仅造成了整个楼层的电线短路 影响了大家正常用电视小 插口的位置还冒了火花 若不是发现的及时 可能会引发一场火灾 若真是烧起来 后果可想而知 一来 整栋宿舍的学生的生命安全 受到了威胁 二来 对学校的生育和形象 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 但是这两点 就足够账夜初七 吃不了兜着走了 夜初七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不敢反驳 他沉默地接受批评 楼管阿姨教育完 又轮到了辅导员 夜初七 学校最近的食堂 距离你们这等路 才两百米不到 下楼吃个饭能有多远 为什么要单独在宿舍里 做这么危险的事 夜初七咬着唇 小声道 下次不会了 无论如何 是他违反校规在先 主动承认错误 才是硬道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宿舍门外的走廊 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 夜初七不想被当成猴子一样围观 只想稀释宁人 却忽然有一道声音传进来 听说人家是帮上了大款 为了讨款也开心才这么瞎折腾呗 自己折腾就折腾啊 还害得我们整层楼断电 当时我的论文才写了大半呢 要是丢了稿子 谁负责啊 夜初七寻声望去 说话的人正是站在门口的一个女生 夜初七觉得有些眼熟 也许是住在同一层楼 平时进出的时候会无意间打个照面 但夜初七真的不认识她 也很确定两人之间并没有恩怨 有时就是这样 你会连什么时候得罪人了都不知道 从刚入学开始 像夜初七这种完全可以凭美貌脱颖而出的女生 她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往那一站就能吸引无数目光 尤其是在军训时 还发生了人工教育事件 就算夜初七让宿舍的人 不要外传她和晋思辰的关系 但难免会有些流言在不经意间扩散开来 所以一直有许多关于夜初七的流言蜚语在流传着 夜初七不是不知道 只是不愿理会 可羡慕和嫉妒 有时候只是一面之差 有人羡慕她 就必然有人嫉妒她 在这种时候 落井下石 根本不需要有什么深仇大恨 光是那些极度的目光 就足以将夜初七推到风口浪尖上 一旦有人开了头 各种质疑的声音就来了 原来是真的呀 怪不得总看见她老是往学校外面跑 原来是被人给包养了 就是我还听人说经常看到她进出学校有豪车接送 不过从来没有见过车里面的人露过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谁知道 可能是个满面油腻 铺顶又挺着个啤酒肚的中年大叔呢 那怎么好意思下车来见人 原来她是这种人啊 一时间 围观的吃瓜群众都化身八卦使者 开始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越说越难听 夜初七不为自己辩解什么 但是辅导员却听不下去了 谁都不希望自己带的学生被丑闻缠身 更何况对夜初七这样漂亮的女学生 男辅导员本能地维护 行了 其他同学都散了 电路已经在维修 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都各自回自己的宿舍去 夜初七跟我到办公室来 看热闹的人这才慢慢地散了 夜初七跟着辅导员去了办公室 那要面对的就不是辅导员一个人了 系主任校领导全部都在场 按理说 他使用的电炖锅并不算多大的功率 用了这么久也都相安无事 而且他们住的那栋是新建成的宿舍楼 各种基本设备都是最完善最安全的 不可能在电路上存在安全隐患 连一个小小的电炖锅都承受不起 尽管有种种疑惑 但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只能承担责任 一番深刻的思想教育是免不了的了 然后就是既过处分 再然后就是经济赔偿了 最终造成了多少损失 现在还不确定 还是要等电工全面检查过才有结论 但是电线电表都有损坏 赔偿是必须的 辅导员说道 叶初七 还是联系你的家长过来一趟吧 家长 这个词在叶初七这里还真是陌生 他和叶军豪的妇女关系很淡 所以他在刚入学填写家庭资料的时候 全部填的是禁思辰的资料 若是为了这个事情把他叫到学校来 那真的丢死人了 他马上道 不用的 我家里人都在外地 不方便过来 需要赔多少钱 我招架赔偿就是了 真的不用叫家长 然而他虽然极力隐瞒 但不代表禁思辰不会知道 第九十七集 这一整天 禁思辰都坐立南安的 尤其是中午过后 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他在工作的时候 特地将手机 放在右手边最近的位置 时不时地瞄上一两眼 瞄不出什么名堂 又拿过来看一下 没有电话 没有信息 当然 他最关注的 只是没有夜初七的信息 今天是周三 按理说他会过来的呀 这个念头掠过脑海的时候 禁思辰都被自己吓了一跳 明明就没有刻意去关注过 但是他却将夜初七的刻表 记得一清二楚 什么时候他有刻要上 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什么时候他是空闲的 就有可能会来找他 周三 应该是中午会给他来送汤的时候啊 对此 禁思辰还特地打电话 到前台去询问 结果却得知 夜初七今天并没有来 他的心竟有几分的失落 事实上 他从来也没说过 他每周三 必然会来呀 他以为他会来 不过是他以为而已 除了他 夜初七的生活中 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没必要全围绕着他一个人打转 可是 那几分失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甚至还想打个电话过去 问问他 然而找到他的号码 却马上被李智制止了 这是要做什么呢 他不过就是心血来潮 说过几句喜欢他 他以前还嫌弃过他年纪大 口口声声说 喜欢小鲜肉呢 十八九岁的孩子 他知道什么是喜欢 他说喜欢他 也许就跟喜欢一件漂亮衣服 是同样的道理 也许是追求时髦 也许是忽然合了眼缘 等到他看见另一件 更喜欢的衣服 也许就不喜欢现在这件了 这么一想 金思辰就更烦躁了 他也真的是服了自己 为什么会想到 这么一个破比喻 把自己比喻成衣服 除了他自己也是没谁了 大概也只有他 才会把一个还不定性的女孩子 随口而出的喜欢 当了针 他今天想不来就不来了 不来了也不通知他一声 也许是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他在这时候 若是还特地打电话去追问 反倒显得多此一举了 金思辰将手机放下 心中那股烦躁的感觉 更明显了 本想安下心来处理工作 但心里还是记挂着这件事 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总想往手机上描 他呼出了口气 将手机拿过来 直接关了机 既然他是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连一声交代都没有 那他又何必还要心存期待 他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 烤得好像有多稀罕 他的那碗汤似的 他敢不联系他 他就敢让他联系不上 金思辰将手机丢到一旁 一边埋怨着夜初期 幼稚善变 却不知道 自己关了机的行为 更加幼稚 不过 没有了期待之后 工作效率确实提高了 所以当他得知夜初期 在学校出了事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他推掉了晚上的应酬 第一时间赶到京都一大 去找他 同一时间 夜初期却在宿舍里 听孙甜甜 讲述今天事发的经过 小倩 对不起啊 都是我不好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是看你之前熬了那么多次 都没怎么样嘛 所以就没怎么留意 谁知道 孙甜甜内疚极了 已经道歉无数次 现在受到处分的是夜初期 但孙甜甜觉得 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毕竟出事的时候 夜初期不在 他答应替人家看着汤 结果却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没怪你 于南听了他们的对话 在一旁帮腔道 我看你还是怪他一下吧 他都在这儿念叨了一个下午了 你不怪他 他于心不安 孙甜甜猛地点头 仿佛在说 怪我吧怪我吧 夜初期却道 好好好 那就怪你一下 今天有没有其他人来过我们宿舍 我是说 在出事之前 他刚才将自己的床位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就是从他这里漏的电 导致电路损坏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 可是他选用的是移动插座和电炖锅 都是质量过关的 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为了方便学生用电 在每个床位旁边都装了插线口 除非是有谁 特地在这个插线口上动了手脚 那么一切就有可能了 对于住在同一个寝室的人 其实他也留了个心眼 但没有确切的证据 他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 哪怕是怀疑 他也先怀疑其他的人 孙甜甜道 没有啊 柳芳飞和于南两个都有客 一直没回来过 就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啊 柳芳飞和于南 既然在出事前没回来过 可以完全排除 孙甜甜也可以排除 否则只要他还有点智商 就不会说只有他一个人 夜初气松了口气 其实他是信任他们的 只是出了事 却还是难免会纠结一下 只要不是他们 那就好吧 你仔细想想 真的没有吗 那你有没有离开过宿舍 没有啊 我一直在床上躺着 都没下过床 孙甜甜困惑地挠了下头 他这么懒得动 能坐着绝不站着 能躺着绝不坐着 确实没有离开过呀 那这就奇怪了 夜初期望了眼被烧焦了的插线口 也陷入到困惑之中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 就算是新的楼房 就算所有的设备 都不存在质量问题 但有些事情 就跟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一样 该发生的 总归是阻止不了 换言之 就是她倒霉呗 会不会真的是 她想太多了 就在夜初期 自我怀疑的时候 孙甜甜忽然叫道 哦 我想起来了 夜初期立马望向她 听她说道 有 有人来过 就在你出去之后不久 谁 夜初期警惕地问道 孙甜甜道 就是那个 经常到咱们宿舍 推销零食的呀 你别说 她上回给我推荐的 那几包坚果 可好吃了 不仅便宜 她还给我送到宿舍来 这个吃货 夜说到吃的 就偏离了主题 夜初期只能将 她的思绪拉回来 她是谁 大学宿舍里 经常会有学生 来推荐一些 类似于面膜 零食之类的小东西 那个推销零食的 夜初期听孙甜甜 提过两次 但她的选修课多 还老往 剑思辰那里跑 所以没有见过 那个人 会是谁呢 孙甜甜 习惯性地 挠了下头发 犯迷糊了 在脑海里 搜寻了好伴赏 大多数 都是零食的信息 至于那个 来推销零食的人 她是真的 没怎么留意 我又不认识她 好像 是跟咱们 同一界的 但不住这栋楼 叫什么 孙甜甜 绞尽脑汁 也只想起了一些 无关紧要的信息 最后 还是柳芳飞道 童节 童节 众人登到这个名字 叶初七都有片刻的症了 若不是今天 才在医院里见到过 老实说 她都已经很久 没有想起过这个 没有存在感的人了 但作为高中同学 叶初七也知道 童节似乎也上了京都一大 至于哪个系 哪个专业 就不了解了 这么大的校园 叶初七从未跟童节 碰过面 忽然听到这个名字 从柳芳飞嘴里蹦出来 连孙甜甜 都是惊讶的 你怎么知道的 柳芳飞 头也不回的道 她上次来的时候 你还跟人家聊了半天 为了方便 吓死交易 你不是问过她的名字 还留了她的微信吗 所以 孙甜甜 记住的是灵石 柳芳飞 却记住了这个人了 叶初七仔细 推算了一下时间 她是和刘畅 刚进电梯 就看到童节 从医院离开 从他们去看望 安又林 到接到孙甜甜的电话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如果童节从医院离开 就马上回了学校 确实有充足的作案时间 叶初七马上问道 那她今天来的时候 是不是穿了一件 灰白格子的上衣 她凭借着单薄的记忆 回想起童节 在医院时的穿着 孙甜甜道 好像 是吧 那就对了 哪怕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叶初七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就是童节作案 如果今天到他们宿舍的是 其他任何一个人 叶初七都不会这么肯定 如果 即便来的是童节也行 如果不是今天 在医院看到童节和肖锦岩 走在一起 叶初七也不会这么肯定 就是她 哼 肖锦岩 一段时间没有正式交锋 叶初七还以为她消停了 没想到 她竟高估了肖锦岩的人品 煞时间 跟肖锦岩之间的所有恩怨 过节 全都涌上脑海 叶初七的眼神中 不由得多了几分阴色 孙田田看到她的脸色不对 怎么了嘛 叶初七回过神来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 你不是说 你都没下过床吗 那人家是怎么进来的 从窗户爬进来的 孙田田道 不是 数把钥匙从窗户扔出去 让她自己开门进来的 懒很常见 但是懒到这种境界 也算是让人开了眼界了 就在这时 叶初七的电话响了起来 看到靳思辰的名字 她一时有些正冷 犹豫着该不该接 为了追她 才给她炖汤 为了炖汤 却差点烧了宿舍 这件事情说起来 真的有点丢人啊 她为此一整天都没有联系她 没想到她自己打过来了 也对 她是什么人 哪有她不知道的事情 反正已经瞒不住 叶初七最终还是接起了电话 喂 大叔 在哪 靳思辰的声音如成 但她还是听出了些许忧虑 她若无其事地答道 在宿舍里啊 出来 啊 啊什么呀 我在你学校门口 出来 说吧 她就挂了电话 叶初七窘地吐了下舌头 本来还心存一丝侥幸 但是听她说话的语气 就表示她真的全都知道了 虽然她的语气听起来不太好 但是看在她是因为担心她的份上 她还是乐呵呵地跑出去见她了 第九十八集 五分钟后到达大门口 十分钟后又接到靳思辰的电话 她的语气更不好了 人呐 磨磨蹭蹭地干什么 我已经出来了 在哪儿 在校门口的广场上 最最中心的位置 她从宿舍出来 只要五分钟 然后就在这里等了五分钟 这才等来了靳思辰的电话 黄祖管 她虽然很少来这里找她 但是却送她回来过几次 校门口的中心广场 不允许停车 所以她每次都将车 停在距离校门口一百米处的路边停车位上 夜初期既然都出来了 应该知道过去找她才对 可她却道 我不过去 你过来找我 靳思辰愣了一下 不知道她这又是什么意思 刚想要开口询问 这次却轮到她那边先挂了电话 她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耐心 居然真的下了车 大概是因为等了一天没等到她 心里真的很烦躁 后来却得知她出了事 她没能第一时间知道 反而还赌气关了机 心里那股烦躁消失了 全而代之的却是烦恼和愧疚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已经将她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没能及时替她处理 就好像对不起她似的 靳思辰只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就来到了校门口的广场上 果然 叶初七就站在最中心的位置 也不知道是因为人长得漂亮 还是因为今天她闯了祸 所以很多过往的学生都认识她 忍不住多往她身上看两眼 叶初七才不介意被围观 反正她现在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在看到靳思辰走过去的时候 她就像只欢托的小鸟 连忙朝她飞奔过去 她说 她人跑过来就可以了 却偏偏还是大叫一声 在引来更多的人围观的同时 她甚至还无所顾忌地 搂住了她的胳膊 靳思辰被她忽如其来的举动 惊了一下 总觉得她不太对劲儿 太开心了 不是听说她被处分了吗 在这种时候 不是应该欲寡欢才对吗 为什么她觉得 她好像心情还很好的样子 靳思辰抓住她的手臂 将她扯开 再将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 还好没有受伤 她最怕的就是像上次一样 看到她受伤 哪怕只是伤了手 她也心疼 既然她现在好好的 那她就要开始教育了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有事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你把我的话全当耳旁疯了 是不是 建思辰一开口 就是披头盖脸的一通训斥 叶初七虚心地接受她的责问 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 在老师面前乖乖承认错误 下次不会了 她微微垂下头 其实是不想让她看到她眼底溢出的笑意 刚才看着她朝她走过来 也初期感觉自己整颗心仿佛裹了蜜 那么多那么多的甜蜜 她想藏都藏不住 这种感觉真好 有人告诉她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第一时间找她 建思辰原本还准备了一肚子的话要说 但是看到她的认错态度这么好 那些责备的话也就说不出口了 她叹了口气 晚饭吃了吗 叶初七眼巴巴地望着她 摇摇头 京都的深秋已经北风呼啸 天气预报说 正在准备酝酿今年的第一场大雪 夜幕降临之后 寒风更凛冽了 尤其是他们现在还站在空旷的广场中心 叶初七穿着纯白色的羽绒服 拉链拉得严严实实的 大半个脑袋都缩在宽厚的毛铃里 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鞍蠢 靳思辰看着她这模样 心头不由地柔软了几分 她问道 想吃什么 叶初七不说话 还是摇摇头 靳思辰皱了眉又问道 怎么了 叶初七将双手从口袋里拿出来 放到嘴边喝了口气 你先陪我十分钟 不然五分钟也行 靳思辰皱炎 眉头醋得更深了 陪是什么意思 叶初七像是看出了她的疑惑 你就陪我在这站着就行 只要五分钟就好了 五分钟后我们去吃饭 她确定不是在逗她吗 天都黑透了 广场周围的灯光亮了起来 本来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 就够抢眼了 再加上这么耀眼的灯光 全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演得过往的学生 都忍不住往他们身上多瞄几眼 靳思辰不介意成为焦点 反正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但是冷啊 她自己倒是无所谓 西装外面还穿了一件中长款的黑色羊绒大衣 再加上本身身体素质好 郁寒能力也强 叶初七就不一样了 她都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缩到衣服里去 连说话都打哆嗦了 却还提出让他陪着他在这里站五分钟的要求 实在是非遗所思 他伸出手去 弹一下他的额头 难以置信地问道 懂傻了 叶初七却道 我是为你好 省得你被误会 误会什么 我原本不知道自己人缘那么差的 今天才见识到 什么叫做强倒众人推 你知道学校里大部分人是怎么看到我的吗 靳思沉的眉头一直没松开过 这会儿拧得前所未有的紧 就说他怎么不太对劲 原来不只是因为受了处分 还受了委屈 他可以理解 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心里相对而言是脆弱的 流言蜚语 有时候足以摧毁一个人 可是 他这么的漂亮又活泼 人缘怎么差了 据靳思沉的了解 他跟同寝室的那几个小姐妹 不是都处得挺好的吗 他打量着她 是不是有人说你闲话了 叶初期坦然的道 是啊 很多人都在传 我是包上大款 被人给包养了 靳思沉的眉目一脸 谁啊 他自己也是过来人 所以很清楚 大学其实也是个小社会 各种人各种生意 甚至各种阴谋算计都有 类似于被包养的传闻 足以将一个女大学生 推进深渊 所以 靳思沉格外重视 他也在心里认定了 叶初期之所以不太对劲 也是因为受了传闻的影响 谁敢传这种谣言 让他知道的话 靳思沉心中已经在酝酿 给造谣者 一点教训的一万种方法 奇料 叶初期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谁传的有什么关系啊 反正这也是事实啊 怎么就是事实了 叶初期笑道 我这么幸运 帮上你 你不就是大款吗 要说我被你包养了也不冤枉 反正我也吃你的 祝你的 你的卡都还在我这儿呢 靳思沉竟无言以对 看着这丫头狡黠的笑容 她觉得自己是傻了 才会觉得 她是受了流言蜚语的影响 才心情不好 她心情好得很 好得都敢耍她了 叶初期在她的审视下 马上又道 别人怎么说我 我无所谓 但是不能说你啊 你不知道我当时 都恨不得去撕了那人的嘴 靳思沉愣了一下 一颗心 被她搞得忽上忽下的 刚才还觉得 她是在胡说八道 但这会儿 听到她不在乎 别人怎么说她自己 却不允许别人说她 她居然有那么一点小感动 嗯 不枉她给她吃 给她住 还给她卡 好歹是懂得知恩图报的 她清了清嗓子 说我什么 她们在背地里议论 每次你接送我 都不敢露面 一定是个秃顶 满脸油腻 还挺着个大啤酒肚的中年大叔 你说可气不可气 靳思沉反问 就因为这个 本来还以为是有多严重的事情 没想到就是小女生之间的小打小闹 别人怎么说她 她才不在乎 可能是因为太自信的缘故 就连所有的贬低 到了她这里 都能听成是赞扬 叶初七却道 因为这个还不够吗 他们质疑什么都好 反正就是不能质疑你的帅啊 靳思沉被她义愤填膺的样子逗笑了 也许是因为 她终于不再指桑骂怀地说 她是老辣肉了 能让她亲口承认她的帅 可真是不容易啊 她尽量克制着 不让自己的唇角 上扬得太明显 所以呢 别人的嘴你又堵不住 还真的能去撕蓝 撕逼多难看啊 我还怕脏了我的手呢 所以我这不 才想到了这个办法吗 事实生于雄辩 你只要往这一站 就能粉碎所有留言 还能顺便 让那些长蛇妇 自己打脸打得啪啪响的 怪不得 谢思辰可算是明白了 难怪她今天不去车上找她 非让她自己下车 走到她面前来 特地选了个 全校最显眼的地方 让她陪她 在这站五分钟 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啊 金思辰觉得既无奈又好笑 果然是小女生的心思 为了满足那一点虚荣心 挨饿受冻也在所不惜 她看着她瑟瑟发抖的样子 不冷吗 冷啊 夜初期一边往手上喝着气 一边冲她笑道 我觉得这样的话 应该会好很多吧 说完 她就朝她扑了过来 金思辰被她忽如其来的行为 惊了一下 还以为她是要扑到她怀里来 然而 她在距离她还有十厘米的距离时 就停了下来 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只是将她冰冷的小手 藏到她大衣的口袋里去 她仰着头望向她 她的笑容 璀璨如星辰 我就知道 你的口袋会比较暖和 金思辰也注视着她的眼睛 那一瞬间 她感觉心口的位置 像是被什么东西 撞了个猝不及防 夜初期还说 从明天开始 全校都会知道 我棒上的金主是帅哥 介思辰看着她嘚瑟的样 忽然有一种感觉 哪怕她此刻让她去摘天上的星星 她也会去 更别说 只是陪她在这里站五分钟 心里头明明有一道理智的声音 告诉她不应该 可是 一旦跟夜初期在一起 她的智商就下线了 就连理智也常常放假 直到有些过往的学生 停下脚步 对他们指指点点 更甚者还掏出手机来要拍照 金思辰这才终止了这场胡闹 她二话不说 拽住夜初期的手腕 就要将她拉走 夜初期却道 还没够五分钟呢 小小年纪 虚荣心这么强可要不得 她可以纵容她的小任性 也不介意满足一下她的虚荣心 但是有个词叫做 过犹不及 她不想明天就看到 自己泡女大学生的新闻上了头条 夜初期知道她的顾虑 所以也没有死降着 而是乖乖地跟她走了 第九十九集 这么冷的天气 最美好的事情 莫过于开一间分暖雅致的包厢 两个人围绕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 夜初期把这个想法和靳思辰一说 十分钟后就实现了 靳思辰其实并不太饿 但是每次和夜初期一起吃饭 看到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她也会食欲大振 她特别的能吃辣 辣的两片唇瓣都红艳艳的 靳思辰看着她一边吸着气 一边吐出粉色的小舌头 心间忽然就冒出了一个想法 如果此时对着她的那张小嘴 亲下去 会不会被辣得跳脚 大叔 你怎么不吃啊 夜初期忽然开口 把靳思辰的思绪拉了回来 为了刚刚冒出来的那一个念头 她一时间静心虚地不敢面对她 纯彻的眼睛 轻壳了一声道 我不饿 你多吃点 夜初期没多想 呕了一声 靳思辰生怕自己老是这么看着她 又会产生什么不该有的想法 她思量了片刻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聊的话题 今天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好好的会烧坏了电路啊 她只是在得知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赶过来找她了 至于具体的来龙去脉 靳思辰也还没有搞清楚 既然说到了正题 夜初期只能先放下筷子了 她抽出一张纸巾 擦了擦嘴 然后道 谁知道啊 可能是我太天生励志 连学校的电路都要跟我作对吧 夜初期明明就是用很轻松的语气 说了一句类似于开玩笑的话 可靳思辰却马上听出来 她是话里有话 她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 不是意外 大概不是吧 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她的猜测 她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 今天的事情是跟童节 或者是跟萧锦岩有关 除了背下这个锅 还能怎么样 要不怎么说 她们是有默契呢 夜初期不用说的太明白 靳思辰就已经领略到了她的意思 本来是挺聪明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不说人见人爱吧 至少不招人讨厌 可是 也不知道夜初期 真的是自带招黑体质 诸多的麻烦和不顺 一桩一剑的 全部招上她 你最近在学校尽量小心着点 这件事到底是意外 还是有人想要故意拉你下水 给我点时间 很快 大叔 夜初期却打断了她的话 在靳思辰诧异的目光下 她很认真地道 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靳思辰的眉头瞬间又拧了起来 看着她的时候多了几分难以置信 自从她来到她的世界里 给她带来大大小小的麻烦也不少 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她替她解决的 她一直很依赖她 她也习惯了被她所依赖 可是夜初期现在忽然来一句让她别管了 是什么意思 她的心底里莫名地生出一丝不悦的情绪来 于是脱口而出 那你想要谁管啊 她的语气有些冷硬 夜初期末地望向她 短暂地错愕之后 她忽然笑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非要管我 你又不答应做我男朋友 靳思辰僵了一下 她内心依然不是滋味 但是比起刚才纯粹的不悦 这会儿又多了几分别扭的感觉 她冷着脸道 你别给我动拉西扯的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才大一就被击过处分 这也就罢了 若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别人栽赃嫁祸 现在能搞这么一出 那么接下来呢 还会发生什么是你能预料得到吗 靳思辰从来不是好相处的人 因为太了解她 总是能摸到她的底线 夜初期才跟她处得相安无事 一旦她冷酷严肃起来 真的能吓死个人 夜初期也是怕她的 然而此刻看到她严肃的俊脸 听着她一字一句地 替她分析事情利弊 她忽然一点都不怕她了 反而还扑斥一下笑出声来 她将脸凑到她面前 她说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的呀 靳思辰确实是担心她 但是被她这么调侃 她的脸色更难看了 你自己压根没当回事是不是 这个时候还跟我嬉皮笑脸的 不用我管是不是 行 那你找别人管你 看她的样子 竟像是真的生气了 夜初期虽然也想多看看 她为她担心 因为她而生气的样子 但是也怕真的惹恼了她 只能赶紧用哄她 人有时候总是这么奇怪 当你开始在乎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会想方设法地试探猜忌 无所不用其极 只为证明对方也在乎着自己 有人喜欢打个巴掌再给客填枣 夜初期却喜欢 将人惹恼了再去哄她 靳思辰是很好哄的 所以让她觉得格外有成就感 她只说了一句 我若是都不让你管了 又怎么还会找别人来管 靳思辰的脸色马上就缓和过来 唉 这会不会也太好哄了 但是她话里的意思 就是这么明显了呀 翻译过来就是 如果我连你都不要 就别提其他人了 仔细想想 这话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好话 但是靳思辰就是听出了一种 全世界你最重要的意思来 所以消停了 她眼也不眨地盯着她 等着她的下文 我是说 好歹我也是一个成年人了 有些事情 我可以自己处理 我一定要依靠你 或者任何人 你自己处理 这一句 名副其实的疑问句 真不是靳思辰非要看清她 而是她一个女大学生 在京都除了她之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背景和依靠 若真的碰上有心人要对付她 她除了坐以待毙 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夜初七就知道她会这么想的 她佯装不悦地 嘟起小嘴道 大叔 我好像听到了你心里在说 我自不量力啊 靳思辰也不掩饰 挑了下眉 反问道 你难道不是 那你就不能信我一次吗 就这一次 你不要过问也不要插手 让我自己去处理 实在不行的话 我再回来抱你大腿 也不迟的吗 靳思辰看她无比坚决的样子 也知道 这丫头一旦倔起来 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只要她不是找别人就好 就连这种迅速膨胀起来的战友欲 她都忽略不计了 只跟她确认道 你确定 夜初七无比认真地点点头 不确定 靳思辰吃道 随你 到时候被欺负了 别来找我哭 夜初七原本信心满满 可这男人却始终一副 等着看她笑话的态度 她不满得道 我在你心里就是不成气候的废材嘛 连信都不愿意信我一回 那你说 如果我凭一己之力 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 你要怎么样吧 那你想怎么样 夜初七想了想到 你要无条件 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她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 再次印证了 她根本就不相信她 夜初七却跟她迈起了关子 我现在还没想到 反正你先答应了 到时候我再提出来就是了 介思辰在言语间迟疑了一瞬 夜初七忽然想起 小时候看的倚天屠龙记 赵敏让张无忌答应她三件事 并保证不会让她违背江湖道义 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被戳中了笑点 她笑着道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去做什么违背江湖道义的事 她在看着她说话的时候 双眼都在放着光 金思辰却在想 会不会违背江湖道义 她不知道 那万一 她提出让她做她的男朋友 怎么办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忽然有这种 被她逼凉为娼的感觉 最奇怪的是 她明明都有这种预感了 却还是很果断地说 好 一边拒绝人家 一边又心甘情愿被套路 建思辰觉得 自己玩了一首非常成功的欲擒故纵 这心机也是没谁了 事实上 提个要求不过也是随口一说 叶初期还真的没想好 要让金思辰答应她什么 她只是真心地觉得 这一路走来 她依靠金思辰太多太多了 她给她庇护 她很感动 也很感激 但是事实也一次次地证明了 只要金思辰那边有哪怕一丁点的松懈 她就不是陷入危险 就是被陷害 她保护她 只能是锦上添花 现实已经教会她 若想要做到真正的强大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也许真的到时候 让她自己独自去面对一些事情了 那些欺负她的人 她要让他们都付出代价 以前是一头雾水 现在却有了童节这个突破口 所以夜初期毫不犹豫地 决定先从童节这里下手 那日 恰逢周六 夜初期参加的美术社 组织了联谊活动 但夜初期 你家里有事为由 没有去参加 而是在学校里等着童节 在同一个学校 想要打听一个人 很容易 关于童节 夜初期甚至都不需要去特地打听 就已经从童寝室那几张八卦的嘴里 了解了童节的基本信息 童节 护理学专业的大一新生 还是跟高中时代一样 学习一般 人缘一般 不加入任何学校社团 可能是因为家境不好 她为了贴补家用 一边在图书馆做兼职 还在闲暇时候 到各个宿舍 推销一些学生需要的小玩意儿 最重要的是 她住在二号公寓 四零九市 夜初期就在这儿 等着她了 第一百集 早上八点多 童节刚从宿舍出来 就看到站在走廊上的夜初期 不由地愣了一下 就一下下而已 她马上就收回了视线 低下头 若无其事地走过去 然而 在路过夜初期身边时 却被挡住了去路 童节停顿了一下 想要绕道往旁边走 很巧 夜初期又挡在了她前面 故意的简直不要太明显 童节竟躲不过 只能直面她 笑得又几分尴尬的倒 夜初期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是找我吗 原来你认得我 我还以为好歹童窗几个月 还在同一间宿舍里待过 你居然连我都不认识了 童节更尴尬了 我 我只是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 所以 她又低下了头 那唯唯诺诺的样子 我见有连的 对比之下 反而显得夜初期 像是半路拦截女学生 给过路费的社会恶霸 夜初期也不介意 将这个形象落实了 巧了 我也有点急事 既然都已经到这儿了 她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的 找个地方 我们谈谈 童节一听 顿时紧张起来 拒绝道 我 我真的有急事 我赶时间要出去 你能不能 有多急 比我知道你和肖家的关系还急吗 童节一正 刷的一下 白了脸 咖啡厅内 太阳刚升起不久 透过落地窗折射进来 罩在身上 暖融融的 可是 看着坐在自己对面 正在气定神闲地搅拌咖啡的夜初期 童节却感觉到了一阵阵的冷 时间仿佛就这么静止了 谁也没有说话 约莫十分钟过去了 最终还是童节先绑不住了 吞吞吐吐的道 夜初期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真的还赶时间 我为什么找你 我还以为你很清楚 童节莫名地紧张了一下 我 我怎么会清楚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清楚 夜初期冷笑道 你不清楚什么 是不清楚当初 为什么安佑林用过的 验孕棒的盒子 会出现在我床上 还是不清楚 当初在李群家里的泳池 我为什么好好的 会掉进泳池里 还是你也不清楚 为什么我在宿舍用个电炖锅 都差点能引发火灾 有些事情 夜初期没有说过 但心里跟明镜似的 比如当初 她被误会怀孕 安佑林说得很清楚 她是在宿舍的洗手间里 验孕的 情节之下 将验孕棒和盒子 都扔在了垃圾桶里 后来 验孕棒在楼层的垃圾桶里 被发现 闹得全校皆知 那个盒子 却在她的床上 这么明显的栽赃嫁祸 针对性还特别明显 根本就是冲着她来的 安佑林后来人赃并货 完全没有必要撒谎 既然验孕棒跟盒子 一起扔在宿舍的垃圾桶里 被发现的时候 这两样东西 却是分开的 这两样东西 不会自己分开 只能是人为的 而且十有八九 是他们同一个宿舍的人干的 安佑林可以第一个排除 她完全没必要 做这种自掘坟墓的事 在刘畅和同节之间 夜初期当然是怀疑同节 还有那次的泳衣派对 夜初期在李群家的泳池落水 就算是当时的光线太暗 而且泳池旁边太滑 排除一部分 她自己也不够小心的因素 她在摔下去之前 分明感觉到 有人办了她一下 事实上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确切证据 但猜到并不难 夜初期以前没有去追究 就当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同学 嫉妒她太漂亮 有事没事 使点半子了 高中毕业后 她跟同节这个人的交集 几乎为零 她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 浪费在这么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上 直到这次受了处分 她才恍然大悟 同节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人 有些人越是闷不吭声 越是在憋着大招 如果不把这些事都挑明了 说白了 同节是不是真的当她是傻瓜 这下子傻的是同节了 她以为自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 没想到夜初期的秋后算账 来得这么猝不及防的 同节的脸顿时白的像是刷了一层漆 四目相对沉默片刻之后 怎么不说话 我 同节喘了口气 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 说来说去她都还是这一句 她更明白 夜初期不过是猜测 没有证据的 否则也不会等到现在才就是重提 反正她一口咬定 跟自己无关就可以了 可是夜初期也是有备而来的 同节死不承认在她的预料当中 所以她不紧不慢地道 你现在不明白不要紧啊 我再跟你提一下萧家的关系 你应该就明白了 同节莫得拽紧了手指 这是夜初期第二次提到萧家 如果不是因为提及这个敏感的字眼 她根本就不会跟夜初期在这里浪费时间 她紧勉着唇 不敢开口 有时候说多错多 夜初期却毫不迟疑地亮出了底牌 说到底你跟萧家根本也没关系 就连萧姐现在不过也是纠占雀巢 更别提她那个入赘的丈夫 迟海疯了 同节的脸一寸一寸地变得僵硬 尤其是在听到夜初期说了最后这一句 而你不过是迟海疯在外面的私生女 跟萧家更是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去 同节脸上一片死色 现在已经不是继续保持沉默的时候 她的唇哆嗦了几下 还在试图垂死挣扎 你 你别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可能吧 那我不妨把这件事情告诉萧姐 上她去查查你的母亲 同警方跟迟海疯到底是什么关系 夜初期一边说着 一边悠哉地掏出手机 她不过就是做个样子而已 但同节却以为她是要联系萧姐 不要 同节急地扑过来 抢了她的手机 夜初期也就任由她抢了 淡定地坐在原处 看着同节从震惊到惶恐 最后才慢慢地平静下来 哪怕大势已去 她依然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就不跟你细说了 反正我不仅知道 你是迟海峰的私生女 还知道当年你还没出生 你母亲就挺着个大肚子 闹到萧家去 想让迟海峰给一个交代 这件事情除了萧锦还蒙在鼓里 萧家很多人都知道 当然萧小也知道 若不是忽然出来一个同节 夜初期都快彻底忘了这件事 那年她大概只有七八岁的年纪 同静方来闹的时候 她已经大概可以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 只可惜这件事情终究是没能闹起来 因为同静方没挑队时间 刚好是趁着萧简出差不在的时候 当时萧家当家做主的还是萧横峰 虽然萧横峰很气愤 但迟海峰却会不当初 承认自己犯了错 再三保证会将这件事情妥善处理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求原谅 萧横峰最后是看在 迟海峰和萧锦 与有一对儿女 而两个孩子又还在年幼的份上 才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终商议过后 让同静方打掉孩子和迟海峰一刀两断 并禁止萧家所有人将此事外传 一来不愿让这种丑闻影响了萧家声誉 二来 萧横峰知道自己女儿是什么性子 若是被他知情的话 就不可能稀释宁人了 这么多年一直风平浪静 却不料当年同静方根本没把孩子打掉 如今还卷土重来 对于萧锦和迟海峰那两口子之间的事情 叶初其一点也不关心 但是萧锦如今不仅把控着萧家及恒风集团 还把叶军玉关在精神病院 叶初其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 萧锦这一生要强 若是他知道一直在自己掌控之内的丈夫 背着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连私生女都搞出来了 可想而知萧锦的表情会有多精彩 佟杰可是个关键点 此时佟杰却脸色惨白 连呼吸都带着大喘气 叶初期却看着他 面不改色地倒 萧锦这个人啊 也就是事业心太强 他接手了萧家之后就更忙了 所以不知道迟海风背着他暗度陈仓 这女人就是太自负了 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就能让自己的男人服服贴贴 可到头来忙来忙去的 唉 丈夫还不是瞒着他在外面找小三 我妈不是小三 佟杰终于开口 打断了叶初期的话 既然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 叶初期都已经知道的那么清楚 就完全没有继续隐瞒的必要了 佟杰也不是真的傻 他很清楚 叶初期若是想告诉萧锦 直接就说了 现在约他出来说了这么一番话 不就是想谈条件吗 要谈 那就敞开了来谈 佟杰道 我妈和我爸早就认识了 他们才是一对 是萧锦 根本就是他横刀夺爱 我妈不是小三 叶初期稍微吃惊了一下 倒是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本以为 齿海峰是因为受不了萧锦的高压统治 才在外面找了佟杰锋 原来人家两个是真爱啊 不用同杰细说 夜初期就能导致出一个具体的版本来 不过就是齿海峰和同警方相爱在先 结果半路杀出了一个萧锦 可能是他们之间的感情 本来就出现了问题 可能是萧锦 满不讲理横刀夺爱 也有可能是齿海峰 看中了萧锦背后的萧家 为了前途 抛弃了爱情 最终 齿海峰成功成为了萧家的女婿 再后来 也许齿海峰和同警方 一直在藕断丝连 也许是时隔几年之后 重遇旧爱 如同甘柴玉烈火 两人之间有了一个同结 就再也断不了了 故事越来越精彩了 第101集 夜初期冷笑一声 原来是这样 那就怪不得 据我所知 你妈生了很严重的病吧 怪不得齿海峰的胆子那么大 居然敢让你妈 住进横峰医院里来 同结低着头 唇半缅得紧紧的 唇角却在抽搐着 同静方确实病得很严重 而横峰医院能提供最好的治疗 所以齿海峰 才不得不冒险这么做 本来好好的 却忽然冒出了一个萧锦岩来 夜初期也跟她想到一块去了 接着道 不过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 倒是挺义气的呀 居然敢瞒着萧锦 给你们打掩护 如果说那日去看望安幼林时 无意间撞见萧锦岩和佟杰在一起 还感到震惊和纳闷 那么此刻 全部都有了答案 当年 同静方企图上门逼宫时 萧小知道 萧锦岩自然也知道 只是不能说 当初也许是受到萧横峰的威慑 老爷子说不许外传 谁还敢乱嚼舌根 渐渐的 估计萧锦岩也意识到 把这件事情闹大了 没有甚何好处 萧锦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谁都怕他 萧锦岩也怕 就算他很清楚 自己的父亲是个吃软饭的 但是在外面好歹跟萧锦 伴着恩爱的模范夫妻 他的父母恩爱 家庭和睦 他就是个让全京都人 都羡慕的名愿千金 若是萧锦和池海峰闹翻了 若是这桩丑闻愈演愈烈 一发不可收拾 本质上 萧锦岩和萧锦是一样的 有时候宁可打落了牙祸血吞 也不愿意 把自己不堪的一面 露出来让人看笑话 更何况 池海峰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就算萧锦岩也恨那两个女人的存在 给自己幸福的家庭埋下隐患 但多少还是顾念到 跟池海峰之间的妇女之情 事已至此 除了帮忙隐瞒 还能怎么样 叶初期以自己对萧锦岩的了解 做出了这番猜测 于是对童节道 这么说来 你们还真的是姐妹情深啊 她帮你 你也帮她的 童节否认道 我没有 我跟你无冤无仇 别告诉我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 不是她指使你的 是她逼我的 终于童节道破了真相 其实也不过就是两种可能 要么是逼迫 要么就是合作互利 以萧锦岩的性子 应该是将童节视作眼中钉才对 哪里可能有什么姐妹情深 所以结果也在叶初期的预料当中 童节却像是憋闷了许久 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 恨恨得到 没错 你说的都对 我妈生了很严重的病 本来有我爸在 医疗费用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但是后来被萧锦岩发现了 她非要横插一脚进来 提到萧锦岩 童节的眼中出现了一丝愤恨 停顿了片刻后 她才接着说道 萧锦岩怕我抢了她的父亲 更怕我们母女的出现 会破坏她的家庭 所以她连我爸都敢威胁 若是不肯听她的安排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萧锦 我爸也怕她真的会说出去 她知道我跟你住一个宿舍 就给我出主意算计你 我没有办法 我妈的病不能脱 果然如此 萧锦岩自从勾引尽私沉不成 还招了夜初期的道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曾出现过 还以为会消停啊 没想到 童节又道 我跟你确实无冤无仇 其实我不想伤害到你 但是我总得做什么让她知道 那次在李群家里 我看到你落水就后悔了 我怕没人发现你 你真的会淹死在泳池里 还是我先教育人落水了 向宇杰才能及时来救你 夜初期一直仔细听着 却无动于衷 童节继续道 还有你的电炖锅 烧坏了电路 是我做的 萧锦岩本来是小蕾一直狠的 他让我想办法 要让你们宿舍烧起来 只要最后能查到 是从你那里引发的火源就行了 他说有什么事情他都呆着 只要能让你不好过 可是我不敢 夜初期捏紧了手中的勺子 就好比那是萧锦岩的脖子 为了陷害他 萧锦岩居然敢让童节 想方设法在学生宿舍制造火灾 有什么事情他担着 他担得起吗 那是学校 学生宿舍 里面住的都是风华正茂的女大学生 若是真的引发大火 烧毁了楼房市小 若是闹出人命呢 萧锦岩简直丧心病狂 夜初期忽然觉得自己还是高估了 人性 从当初萧锦岩企图 将他冻死在太平间那刻开始 他就不该奢望 这个人还会有什么人性 杀人放火他都敢 萧锦岩恐怕都没这么狠吧 夜初期的心 像是脆了冰 透心的寒 他和萧锦岩 就算他们从小到大 都视同水火 但他一直以为 都只是些小打小闹 毕竟是血缘关系 那么近的表姐妹 即使做不成朋友 也不可能真的变仇敌 原来他错了 在萧锦岩那里 没有什么不可能 夜初期眼中的阴寒 甚至煞到了童节 童节知道 自己现在的情况 使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所以他把自己 做过的事情都交代 可夜初期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赶紧又强调道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不得不按萧锦岩 吩咐地去做 但我没想过要伤害你 夜初期将心头那股愤怒 震惊又心寒的情绪 压制下去 望向童节时 他说 在李群家里那次 其实我在水里挣扎的时候 好像是听到你大叫的声音了 否则 你以为我现在会坐在这里 跟你废话 童节一正 没想到他会忽然提起这个 在反应过来 夜初期话中的意思后 童节马上到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以给你道歉赔罪 一直到你满意为止 我只拜托你夜初期 你能不能别把我和我妈的事情告诉小锦 只是小锦人知道的话 我妈起码还能在医院治疗 万一被小锦知道了 不能 小锦是一定要知道的 夜初期给了童节一点希望 却又马上将这一点希望扼杀在了摇篮里 童节的动机或许可以被理解 但夜初期又不是什么圣母玛丽亚 她不会对一个几度企图伤害她的人心慈手软 她理解童节 不代表无计前嫌就这么原谅 她妄向童节 但是 你可以选择 以什么样的方式 让小锦知道 童节的一颗心 被她的话搞得忽上忽下的 不再妄自揣测她的意图 而是不确定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 我若是将你们母女的事情 悄悄地泄露给小锦知道了 你妈别说是继续接受治疗 不仅是你妈 就连你 小锦也有本事 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 你信不信 童节的瞳孔 莫得睁大 像是受到了莫大的惊吓 但她知道 夜初期不是在威严耸听 小锦是个多么厉害的女人 别说她了 如今全京都都知道 小锦背后 还有京都四大家族之一的肖家 通节相信 只要是肖锦想做的事 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肖锦才刚掌权不久 她不会允许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出现什么不利的丑闻 更不会允许自己女强人的人设被败坏 那么小锦若是知道她们母女的存在 最有可能做的就是让她们消失 童节毕竟只是一个没见过大风大浪的女学生 一下子吓得脸都白了 夜初期就是要把她吓得够呛 然后才说出第二条路 第二 我可以给你想办法 保证将你妈送出国去 让她能在小锦的手够不着的地方 平安地接受最好的治疗 夜初期平静地抛出了橄榄枝 本以为童节会很激动 却不料她很平静 几经起落之后 童节已经不妄想 夜初期会这么好心了 她深吸了口气 条件呢 夜初期觉得 平平无奇的童节终于聪明了一回 于是道 你跟我去尽小锦 等到你们母女的身份公之于众的时候 再也没有比你更直接的证据了 童节沉默 她能分析出整件事情的利弊 夜初期的意图也不加掩饰 明显就是想玩一票大的 给肖家制造这么一个大丑闻 代价却是将自己推到封口浪尖上去 一旦被推出去 自己还能全身而退吗 夜初期知道童节的顾虑 所以道 结果如何 那就是你的命运了 我没法预料 也不敢保证 她很坦诚 明明又是威逼又是利诱的 却连一句保证都不肯给 童节思量了半晌后 反问 要是 我不答应呢 你最好答应 说不然 你选第一条路 你们母女的下场更悬 选第二条路的话 至少可以保全你母亲 而且 比起让肖锦神不知鬼不觉 将你们母女解决掉 你不觉得干脆将事情闹大 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吗 若人人都知晓了 你是直海风的女儿 肖锦再想逗你 也要掂量掂量 因为 你若是出事 她会第一个被怀疑 以她如今的身份地位 不会轻易冒着险 童节紧紧地拽住拳头 她知道 夜初期是在引她上钩 但她竟也觉得 有道理 夜初期看她动摇了 继续加了一把火 否则你以为 这样能拖多久 你妈如何 全凭肖锦炎高兴 万一她哪天不高兴了 就窜夺医生 做点什么手脚呢 还有你那个爸 她若是能护着你 你现在也不会在这里 听我说这些了不是吗 夜初期的言语中 句句不忘提起童静风 她猜想 童节自小跟着童静风长大 母女两个的关系一定很好 童节只要有点脑子 就该知道 无论肖锦炎还是持海风 都靠不住 与其每天像现在这样 既担心被肖锦发现 又要在肖锦炎的控制下 活得战战兢兢的 还不如放手一搏 也许这就是个转机呢 从小到大 她都没享受过父爱 如果可以光明正大 谁愿意做见不得光的私生女 在人前 哪怕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也不能叫一声爸爸 童节思量了半赏之后 终于妥协到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 要说到做到 先保我妈的平安 第102集 答应童节的事情 叶初期说到做到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这件事情还得速战速决 事情进行的比想象中还要顺利 不管是持海风还是小锦炎 他们为了避险 并不经常在医院出现 所以只要童节出面 就能搞定所有的转院手续 把童竞方送出国就更简单了 只要有钱就行 叶初期最不缺的就是钱 以前小小的账户 她不敢动 一是因为她现在是叶初期 要动用以前的账户 会很麻烦 二是因为怕打草惊蛇 光是叶初期这些年的零花钱 就足以支付 童竞方在国外治疗的第一笔费用了 她够爽快 童节也够配合 重生后 叶初期跟肖锦打过几次交道 但每一次都是敌强我弱的状态 这还是她第一次 底气十足地站在肖锦面前 见面的地点在沁园 本是自己的家 可现在却只能在高高的院门外面等候 还要经过层层通报 得到肖锦的同意 才能进家门 夜初期望着大门前 那几根高达十余米的罗马柱 看着最上方挂着的牌匾 沁园二字还是当年爷爷情有名的书法大师 亲自提的 还如当年一样光芯 她仰着头看了很久很久 就好比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得仰望削锦的鼻息 她相信这只是暂时的 现在站在这里 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 总有一天她会光明正大的回来 夺回这本来就该属于她的一切 夜初期握着拳 这个念头从未如此坚定过 她就在这里等着 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才终于看到远远驶过来一辆 劳斯莱斯换影 那是肖锦的坐驾 汽车在大门口停下 司机马上下了车 打开车门 恭敬地迎肖锦下车 肖锦穿着一身长级膝盖的深紫色大衣 配着长筒的黑色皮靴 一头长发全部整齐地盘在头顶 看起来既得体又干脸 唯一不搭的就是她的脸色有些阴纯 下车后看到夜初期那刻 肖锦惊了一下 脸色更难看了 夜初期要的就是现在这种效果 两个小时前 她来到沁园要求见肖锦 毫无疑问被拦了下来 第一 肖锦不在家 第二 信员很少接待外客 不是说进就能进的 夜初期也不着急 只将一个信封递给了门卫 让门卫 托人带给肖锦 她特别强调 是很重要的东西 要是肖锦错过了 恐怕一个小小门卫担待不起 另外还让人交代肖锦 就说有人在沁园等着 务必让肖锦尽快回来 过期不后 门卫也怕万一真的有什么大事 所以让人送到了横峰集团 果然肖锦回来了 肖锦看到她 很惊讶吧 很震撼吧 夜初期很有耐心的 等着肖锦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还故意朝肖锦 扬了一下眉毛 挑衅之意最明显不过 最终是肖锦迈开步伐 朝她走了过来 肖锦不愧是肖锦 不管先前有多惊诧 才短短几十秒的时间 就已经完全平复过来 不动声色地开口问道 是你 夜初期淡然地道 是吗 肖锦扬了一下手中的信封 正是两个小时前 夜初期让人送去的那个 随即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夜初期轻笑道 在大门外面谈事情 这就是肖女士当家之后 肖家的代课知道吗 肖锦看着眼前这小丫头 脸上自信逼人的飞笑 一口气忽然涌上来 堵住喉咙 眼看着就要破涌而出 可是 她捏紧了手中的信封 终于慢慢慢慢地冷静下来 醒来吧 随着肖锦丢下这句话 夜初期在重生后 第二次进入沁园 比起上次的慈善晚宴 这次在大白天 更足以让她将这里的 每一个角落都看清楚 每一个角落都熟悉了 她回家了 今天还是工作日 夜初期也是向学校 请了假才过来的 池海峰和肖锦严都不在家 肖锦一个人回来 将夜初期和童节 领到了偏厅招待 偏厅是老中式的布置 两排古色古香的椅子 整齐地排列着 肖恒风偏爱中式 这间偏厅 还有主楼楼上的那间茶室 是她最喜欢的地方 可惜 她老人家已经好几年 没能到这里来坐上一坐了 自从中风瘫痪后 一直住在后院的小院里表养 夜初期不由自主地 往后院的方向看了一眼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见爷爷一面 她现在是夜初期 夜君豫好歹是她的姑妈 她提出要见夜君豫很正常 可她现在的身份 和肖恒风的交集不多 若是她还提出要见爷爷 就显得太奇怪了 为金之计只有等 她将思绪收回来 没等肖锦开口 就直接往主位一坐 肖锦的脸色一秒就变了 看着这个没大没小的死丫头 她硬生生地忍住 咒骂的冲动 却忍不住地将那个信封 往夜初期身旁的桌子上一摔 你可以解释了 好嚣张的语气 肖锦这个女人强势惯了 看来还没搞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 夜初期比她更嚣张 大大咧咧的倒 肖女士 我跟我朋友刚才在外面 等了你两个小时 现在很累很渴 恐怕没力气开口说话 你 肖锦气的想冲上去撕了她 这个臭丫头 看着她无法无天的样子 尾巴一翘 仿佛骄傲自大的孔雀招摇过世 肖锦脑子里默得闪过了一个名字 肖小 这样子太像肖小了 上次见到她 还是唯唯诺诺的样子 在尽司尘身边 就像只小小的跟屁虫一样 连大声喘气都不敢 如今有把柄在手 果然连气焰都不一样了 肖锦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吩咐庸忍给她上了茶 肖锦瞄了眼 正在悠哉喝茶的夜初七 目光顺势扫过跟夜初七 一起来的童节 比起夜初七的淡定 童节则是拘谨的 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才好 她一直都低着头 企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所以感觉到了肖锦的目光扫过来 童节吓得连呼吸都不敢用力了 哪怕低着头 她也能感觉来自于肖锦眼中的滔天恨意 肖锦将她上下打量了一遍 这才开口问道 你就是迟海峰的私生女 肖锦本然 童节还是第一次见 但是 关于肖锦的传闻 童节倒是听说过不少 所有人都说 肖锦是个厉害的女人 童节之前不知道肖锦有多厉害 但是 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能让迟海峰服服帖帖的 如今 她只不过开口问了一句话 既没有责备 也没有怒骂 甚至都算不上严厉 却还是把童节给震慑住了 我 我 她支支吾吾的 连头都不敢抬 半天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童节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里 童镜芳也是个普通的女人 但凡有点手段 也不可能烙得连医药费都没有的下场 可想而知 在童镜芳的影响下 童节也不可能有多硬气 所以 肖锦一个眼神一句话 童节就怂了 但夜初七可不怂 她将茶杯往桌子上移放 缓缓地站起身走过来 夜初七先是将童节往身后一拉 然后才无所畏惧地直视着肖锦 笑道 肖女士 好歹是你丈夫的女儿 你把人给吓坏了 不怕外面把你传成恶毒后妈呀 肖锦一听这丫头说话 那股怒火又上来了 她一忍再忍 才没有发作 再次打量了一遍童节 发现眉目间真的跟池海峰有几分相似 肖锦之所以能站在别的女人无法匹敌的高度 自然要能忍受其他女人所不能忍的 所以 她生生地忍下了那种 类似于吞了只死苍蝇的恶心 夜初期让人交给她的信封里的证据 已经足以证明 童节和池海峰的关系 更何况 量夜初期也不敢随便拿这种事情来匡谈 只要做个亲子鉴定就能证明的事情 夜初期匡谈也没意思 所以 就是事实无疑了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最重要的就是解决 肖锦冷静地问道 夜初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夜初期耸耸肩 我什么意思 那就取决于萧女士你的意思了 你虽然五十多了 但谁让你们萧家的基因好 你的身材相貌都保养得那么好 再加上你现在有钱有权有势 找个当红小鲜肉都不在话下 所以我想问问萧女士的意思 要不要我帮你把池海峰出轨的事情曝光出去 她是过错方 那你就能光明壮大地踢开她 并结新欢了 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萧锦的脸终于绑不住了 温婉的目光中脆了毒 她恨不得立即撕了夜初期的那张嘴 她越是生气 夜初期就越是微笑 说到底 萧锦可是她的亲姑姑 斩不断的血缘关系摆在那儿 但是现在却逼得她不得不跟萧锦对立决裂 夜初期并没有觉得心里有多爽 只觉得悲凉 看着萧锦被她云淡风轻的一番话 气得缓不过气来 夜初期凉凉的笑道 可是这么一来 你苦心经营的幸福家庭就毁于一旦了 你猜外面的人会怎么说 可能会说 萧女士 你那么厉害 管得了那么大一个集团 却管不住自己的丈夫 到底是萧女士你的个人魅力值得怀疑呢 还是直接质疑你的能力不够呢 夜初期故意顿了一下 接着又到 鹏风集团虽然姓萧 但也不代表姓萧的就能一手遮天 下面的集团董事 大大小小那么多股东 大家都不是省油的灯 若是你的能力被质疑 你说 该怎么办才好 第103集 此刻的萧锦 就像是被拉到最大的弓 崩得紧紧的 她几度愤怒到难以克制 最终都逼着自己冷静下来了 这次也一样 萧锦几乎从未被任何人逼到无言一对的地步 偏偏这个小丫头做到了 萧锦再次望向夜初期的目光中 不由的多了几分审视 第一次在沁原见到这个丫头时 她还觉得根本不需要放在心上 后来靳思辰为这个丫头出面 求见夜君寓一面 萧锦就觉得这丫头不简单了 如今 哼 不得不刮目相看呢 萧锦甚至开始怀疑 眼前这个真的只是个十八九岁的丫头吗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 不应该都像童节一样胆小怕事的吗 怎么这个夜初期敢敢跟她谈条件 居然有备而来 毫不怯场 萧锦没有说话 夜初期知道她在审视自己 也许审视之中还有一丝丝算计 她又笑道 萧女士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该不会想怎么让我闭嘴吧 那我家大叔可能就不答应了 他说他最爱我伶牙利齿 好吧 靳思辰其实从来没这么说过 但是今天夜初期敢底气十足的来到这里 一来是手里握着萧锦忌惮的把柄 二来是仗着有靳思辰撑腰 萧锦想动弹 那得先看看靳思辰同不同意 而且她还在心里盘算着 这事儿靳思辰知道吗 夜初期现在的做法到底是她一个人的主意 还是靳思辰的意思 按理说不应该呀 她和靳思辰的关系 虽谈不上有多亲厚 但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靳思辰没道理 突然来犯她 可是想到夜初期和靳思辰的关系 萧锦的心里又不确定了 如今陷入被动的局面 萧锦不得不先退让了一步 我没时间替你卖弄口才 说吧 你想怎么样 这种话一说出口 就相当于把刀柄交到对方手上 夜初期就知道萧锦会妥协 她又特地关注过滕峰集团的股票 发现虽然整体趋势良好 但波动也很明显 并不如当初萧鱼还在的时候稳定 其实这是必然的 萧锦就算再有能耐 毕竟是刚刚上位 弱大的董事会里 既然会有她的拥护者 就必然会有人在她的对立面 所以萧锦在还没有完全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前 绝不能行差踏错 每一步都很关键 若是因为她的家庭丑闻而影响了横峰集团的骨架 那部分反对她的人就会抓住这个小辫子借题发挥 重则她可能被弹劾下台 轻则也会麻烦缠身 叶初七在来之前就很肯定 萧锦在这个时候绝不可能让事情扩散闹大 最有可能会选择稀释宁人 她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了这句话 你想怎样 终于掌握了主动权 叶初七不可能浪费这么绝好的机会 马上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要接我姑妈 回替氏去照顾 叶初七终于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虽然刚才站在大门外 她还心怀雄心壮志 心想着总有一天 要把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统统夺回来 可是这一刻 她却只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其他的想法都只是梦想 能实现最好不过 就算暂时只是一个缥缈的梦 可是未来还很长 她还有很多时间能去把梦想变成现实 但叶君玉却等不了 她只要想起母亲住在精神病院里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只有面无表情的医生护士 还经常被铁链子锁在那间冰冷的病房 她的心就跟刀割一样难受 她还需要继续留在京都念书 而且在萧家全市滔天的地盘上 变数实在太多 所以她想的是将叶君玉送回替市去 她相信叶君豪会将叶君玉照顾好 她一直都在想办法 要怎么样才能将母亲接出来 跟萧锦硬碰硬是不现实的 她也只有等 终于 童节的身世曝光 给了她这么一个契机 她的脑海里都已经预想好了 跟母亲再次相见 母女二人抱头痛哭的画面了 然而 萧锦却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拒绝道 这不可能 叶初七愣了一下 萧锦拒绝 她居然拒绝了 叶初七觉得 这应该是一桩核算的买卖 毕竟萧雨死了 萧小失踪了 萧锦现在最重要的是彻底站稳脚跟 而不是为了什么所谓 怕叶君玉疯疯癫癫的影响萧家的名誉 而扣着不放人 若说到什么名誉 池海峰的丑闻对萧家名誉的影响才更大 所以都谈到这个份上了 萧锦还有什么理由不放人 除非 她扣着叶君玉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叶初七暂时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 她赶紧问道 为什么 上我把她接走 我爸爸会给她最好的照顾 而且远离了京都 也不用担心她疯疯癫癫的行为 让人开笑话了 对你对萧家都好 萧锦却依然坚持 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 叶初七的心一领 若说萧锦有什么优点 那就是说一不二 若说萧锦有什么缺点 那就是 她的原则性很强 太过于说一不二了 既然她连原因都懒得解释 只是连续两次强调不可能 那就是真的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 为了母亲 叶初七不在乎 稍微向萧锦服一次软 但是萧锦既然堵死了她的退路 那就只能撕破脸皮了 叶初七的目光中 也多了几分冷冽 所以 你是宁可两败俱伤 也不留一点商量的余地了 萧锦冷哼道 哼 两败俱伤 哼 你确定你伤得了我 既然如此 那我想 我和萧女士应该是谈不到一块去了 到底最后谁能伤得了谁 咱们走着瞧 谈不拢 就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 叶初七拉着同节就要走 萧锦隐约有一点想蓝的苗头 不用问就知道 对付他们两个小女生 不是威逼就是利游 或者 还有更狠的招 叶初七却道 中午约了大叔吃饭 这都过了时间了 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等我 我打个电话问问 当然 并没有跟靳思辰约好 也没有真的要打电话 但此时 靳思辰就像是一张护身符 萧锦多少会有几分忌惮 即使真的想做什么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叶初七和同节离开沁园很顺利 可今天此行却并不顺利 在叶初七的预想中 即使不能顺利地接走叶军玉 但这件事情起码是有的商量了 却没想到被萧锦拒绝得这么果断 难道 这当中真的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叶初七的目光有些沉 就连周身笼罩的气场 都是阴寒的 跟他在一起 同节都感受到了 时不时地往他身上描一眼 同节今天算是被吓得不轻 他天生胆子不大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 叶初七和萧锦正面交锋的时候 虽然不是剑拔弩张 也不见刀光剑影 更没闻到硝烟味 但同节就一个感觉 可怕 萧小的大概人物关系 同节还算是了解 叶初七是萧小的表妹 同节也知道 同节原来一直不知道 叶初七跟萧家有什么仇什么怨 经过今天才知道 原来叶初七的目的 只是为了自己的姑妈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却不能得偿所愿 也难怪他脸色不好看 同节几经犹豫 终于弱弱地开口问了句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那些有事的应该是萧锦才对 同节听到这个名字 就猝得慌 咬着唇问道 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叶初七的目光中 多了几分坚定 就按照原计划 原计划 同节有些胆怯 但是 只要想到同镜方 现在是安全的 得到的治疗也是最好的 再想到 这也许就是他一辈子 唯一一次的转机 终究还是点点头 好 就按远计划 当然 此刻的萧锦并不知道夜初七和同节能有什么计划 公司还有一大堆紧急事物等着他来处理 毕竟刚掌权不久 除了部分心腹之外 他还不能确定到底什么人值得真正的信任 所以不敢轻易奉权 他忙得很 现在也没心思再回公司了 而是一通电话将持海峰和萧锦炎都叫回家里来 好一个持海峰居然敢背着他来这么一出 而他是真的没有察觉 并不是他对持海峰有多信任 所以从不怀疑什么 而是他对自己太自信 赌定了持海峰就算是有贼心也没那个贼胆 没想到啊 持海峰却弄出来一个私生女 还是那么大的私生女 萧锦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跟持海峰好好算一次账是免不了的 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叶初七 真的会将这件事情抖出去 那么接踵而来的麻烦可想而知 可是落到如今这么被动的局面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叶军玉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出去的 更何况就算叶军玉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现在也不可能拿来跟叶初七做交易了 叶初七不知道 他却一清二楚 并且忧心忡忡 因为三天前精神病院那里 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第104集 肖锦一开口 他的话就等同于圣旨 持海峰和肖锦炎一接到圣旨 片刻不敢耽搁 马不停蹄就赶回了家 妇女两个一前一后回来 刚进大门就察觉到信源的气氛不太对 平时在前院里修剪花草的园丁 不知道哪里去了 主楼大厅里也没有庸人伺候 只有肖锦一个人 已在沙发上 周身笼罩着低气压 持海峰跟肖锦炎对视一眼 预感到事情不妙 肖锦炎率先叫了一声 妈 持海峰的行动却快了一步 迅速地来到肖锦身边 又是揉肩垂背 又是按太阳穴的 好生好气地问道 老婆 你不是说今天有好几个重要的会要开吗 怎么又回家来了 还板着脸 谁惹你不高兴了 肖锦凉凉地一眼扫过来 持海峰机灵了一下 修长灵活的手指 从肖锦的太阳穴揉到了眼角 一副心疼得不行的模样 哎哟 怎么了 别皱眉 待会儿眼角的皱纹 出来你又该不开心了 这些举动 这些言语 持海峰信手拈来 很显然 他平时都习惯了 这些都是日常红老婆的必修课 要说持海峰这个人 他比肖锦还小了几岁 本人又是高大挺拔 眉目俊老的 虽然年纪已经五十往上了 但是整个人的状态却保持得很年轻 跟肖锦在一起倒也算是般配的 关键是他又是个有嘴滑舌的 那张嘴时刻都像是抹了蜜 肖锦在外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回到家来就需要这么一个对他为命适从的男人 所以两人相处了二十几年 夫妻关系一直很和谐 别人都怕肖锦 只有持海峰摸得准他的脾气 总是能将人给哄好了 可这次 任由持海峰把好话说尽了 肖锦也没有喜笑颜开 目光反而更寒凉了 声音也没有丝毫温度 持海峰 持海峰忙不迭地硬了 老婆大人有什么吩咐 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过去 想要搂住肖锦的肩膀 却被肖锦毫不留情地推开了 正正愣间 一个信封朝他的脸上睁了过来 看看你做的好事 持海峰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 有时候会越哄越糟 他只能暂时消停了 随手打开肖锦扔过来的信封 看到里面的东西之后 整个人脸色一变 就连一旁的肖锦颜也是面如死灰 终于还是被发现了 持海峰慌的连呼吸都停滞了 赶紧道 老婆 你听我解释 肖锦从沙发上站起来 冷冽地道 解释什么 你的老情人和私生女 都已经赶到我眼皮子底下叫嚣了 你要解释什么 为他们母女俩加油助威吗 老婆 我 证据确凿就在面前 持海峰抹了把冷汗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现在肖锦正在气头上 无论他说什么都是错 可若是什么都不说的话 好像就更加错上加错 他以为肖锦平时那么忙 而他自己的表现一直良好 只要同镜方母女俩不来闹 应该不会被发现的 那么肖锦颜也跟持海峰 想到一块去了 妈 这些东西 是不是那对母女拿来给你的 哼 是叶初期那个贱丫头 肖锦颜和持海峰同时惊呆了 肖锦看到这妇女两个 气不打一处来 说是那母女俩还好 起码我还有办法 让他们把嘴闭上 可现在被叶初期知道了 说是他把这个事情抖出去 持海峰 你想过后果没有 持海峰一惊 心彻底凉了 肖锦颜也慌了神 妈 那现在怎么办 在他们妇女心里 肖锦就是主心骨 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他们都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肖锦身上 肖锦望向肖锦颜 一开口就指责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办 这事你早知道是不是 你若早告诉我 我还能想好解决的对策 不至于现在被搞得措手不及 你倒好 居然给你那个没用的爸爸一起瞒着我 谁给你的胆子 肖锦颜 锦锦颜 捶下头 连话都不敢答了 他也很无奈呀 他帮持海峰隐瞒 就是想在他的介入下 让持海峰不敢有二心 也能先稳住那母女两个 等寻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就将那对母女两个赶得远远的 可是 费了这么多功夫 还是避免不了 今日这场家庭大战 若是此事外传 也就不只是家庭战争那么简单了 肖锦颜深知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不敢吭声 持海峰也是彻底慌了 目光闪烁 和上不断地冒着汗 他和肖锦 能做这么多年的夫妻 在某种认知上 还是很有默契的 就好比 肖锦知道 他婚内出轨 搞出了一个私生女 如今还在跟老情人 藕断私连 这一系列的事情 若是在其他女人身上 肯定是揪着自己的丈夫质问 你费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这么做 对得起我吗 更甚者 一哭二闹三上吊 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 肖锦没有 他只是分析利弊 然后问持海峰 你想过后果没有 持海峰也是一样的 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 他现在该想的 已经不是如何给肖锦一个满意的解释了 而是怎么应对这件事情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仔细想了想 我去找他们 马上把他们母女送走 绝不会让他们对外胡说一个字 持海峰难得这么果断一回 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就算这件事情被叶初七知道了 就算叶初七把事情宣扬出去 只要拿不出确切的证据来 他还可以反告叶初七一个诽谤 所谓的证据就是同静方和同结了 持海峰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 这母女两个都听他的 只要他们很配合的闭嘴 或者是死不承认跟他有关系 连当事人都不承认 叶初七还能有什么办法 肖锦却冷笑一声 反问 你确定他们母女能听你的 持海峰道 我确定 他们不过是 你确定个屁 肖锦极少被气成这样 连温婉端庄的形象都不顾了 直接抱了粗口 他们连同静方什么时候被转移了都不知道 同静方被转移了 乍一听之下 持海峰完全是猛的 同静方那个女人 怎么说呢 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 两人谈过几年恋爱 后来因为他认识了肖锦 所以分了手 娶到肖锦 在某种意义上 算是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是 那种长期被老婆压制的苦闷 却鲜少有人能够理解 持海峰和肖锦在一起几年 一方面想要依附肖家这棵大树 一方面 又忍受不了肖锦 被我独尊的个性 在这种情况下 再遇见自己昔日的恋染 持海峰和同静方 很快再次陷入爱河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们暗渡陈仓这么多年 同静方什么都听他的 就跟肖锦不担心持海峰会有二心一样 持海峰也从不担心同静方那里会有什么变故 如今可笑的是 他们都亲自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做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持海峰满心以为 同静方病重 只能乖乖接受治疗 同结也是个软弱的个性 不可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他在肖锦面前没什么地位 但不代表 他是完全吃软饭的 在跟肖锦结婚前 他家中也经营了一家制药厂 只不过是一家私营的小企业 后来因为效益不好 面临倒闭的困境 入坠肖家后 他手下的制药厂也自然而然地并入恒丰集团 有了肖家的庇护 公司不仅其死回生 还逐步步入新的辉煌阶段 恒丰集团旗下有好几家制药厂 但京都总部这边却一直由池海峰把控 所以他在外面也是一号呼风唤雨的人物 只有回到家 在肖锦的面前才会怂成一副熊样 平时他也忙于工作 佟静芳在医院那边有专人照顾 他也不是天天都有时间去报道 他就是太放心了 所以这会儿真的是猛的 完全不知道佟静芳转院了 也不知道是谁给佟静芳的胆子 肖锦先前也不知道 但夜初期和佟姐刚刚来过 就在他等着池海峰和肖锦炎回来 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 只要打几个电话 就能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了 看到池海峰后知后觉的样子 肖锦更是怒火中烧 池海峰我警告你 这个娄子是你捅出来的 夜初期那个臭丫头 我禁思沉护着 吃定了我不敢贸然动她 若是她跟你那个私生女 把事情抖出去的话 懒贪子你来收拾 收拾不了 就给我滚出肖家 肖锦平时已只气势惯了 在别的女人眼里 池海峰这样的男人 或许是个香伯伯 但是在他这种强势的女人面前 男人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在以前 池海峰好歹还有个模范丈夫的名头 混迹在那些名怨贵妇中间时 人人都得夸她有个完美老公 她的脸上也有光 今时不同往事 若真的事情败露 池海峰就变成了她的耻辱 肖锦就是个这么现实而果断的女人 如果池海峰在她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 那么留着何用 若说谁最了解肖锦 池海峰敢说第二 绝没有人敢称第一 所以当她从肖锦的话中 领略到这个意思 顿时就慌了 老婆 她走到肖锦面前 想要去拉她的手 肖锦手一甩就避开了她 再次坐回到沙发上 第105集 池海峰反正也是怂惯了 也不在乎肖锦言还在场 联盟舔着脸沾过去 哀求道 老婆 你原谅我这一次 我知道错了 我保证跟同警方断得干干净净 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敢了 她说着还想去搂肖锦的肩 肖锦本来就横竖看她不顺眼 脚一抬就踹往她的膝盖 池海峰还没来得及坐到沙发上 就被肖锦踹到了地毯上 老婆 她狼狈地求饶 又想去扯肖锦的大衣 心知 面对肖锦这么硬气的女人 她只能让自己比软弱更软弱 其料 肖锦这一次 却是软硬不吃 只丢给她一个字 滚 气愤之余 她还随手拿起茶几上的 水晶烟灰缸 就治了这举 而池海峰 却正好在这个时候迎过来 砰 烟灰缸砸在池海峰的额头上 又掉落在地毯上 一声闷响 池海峰只感觉眼貌金星 下意识地低下头 伸手捂住了额头 血腥味很快就在客厅里蔓延开来 萧锦也吓坏了 连忙扑过去 爸 爸 你怎么样了 萧锦只是微微正了一下 骂道 池海峰 你有胆背着我在外面玩女人 就该想到会是这个下场 你当我萧锦是什么人 瘦破烂的吗 你要是还算是个能人 就自己收拾东西 给我滚 好歹夫气一场 也逼我做得太难看 妈 萧锦急得都快哭了 毕竟是亲生父母 就算一个强势 一个转座 没有一个真正贴他的心 但也是割不断的骨肉亲情 有父母庇佑 有幸福完整的家庭 他走出去都底气十足 令人称陷 一旦家庭发生变故 他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这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局面 萧锦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 这都让池海峰滚了 看样子是再难有转环的余地 但是不到最后一刻 萧锦岩也不放弃求情 哀求道 妈 你就原谅爸爸这一次吧 要是你们真的 真的分开了 那不就是让亲者痛愁这块吗 爸 你快跟妈说几句好听的话 说不定他就 萧锦岩也是两头忙 劝完这个劝那个 他以为池海峰会一直求原谅 求到萧锦心软为止 然而 池海峰只是低着头 捂住自己的额头 在萧锦岩的劝说下 他非但没有再向萧锦辅转 反而一把将萧锦岩推开了 他缓缓地从地毯上站起来 再慢慢地抬头 望向萧锦时 他的目光中第一次有了一股坚毅 那是真正的男人该有的样子 别说萧锦岩正住了 就连萧锦都有几分难以置信 这个男人是在他面前 唯唯诺诺了二十年的丈夫 你是收婆娜的 池海峰开了口 话中已无半点讨好之意 反而换成了浓浓的嘲讽 这话你说反了吧 我看我是收婆娜的才对 萧锦啊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活 当年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又不是第一次 还能看出伤痕来 谁知道你是给别的男人生过孩子 还是早就被男人给玩烂了 弱大的客厅里一片死寂 最震惊的莫过于萧锦岩了 那些劝说池海峰的话 还梗在喉咙里 没完全说出来 忽然就听到了这么劲爆的事情 而且还是从自己的父亲口中 说出来的 毕竟是父母之间的私密事 没有哪个做儿女的 愿意听到这种事情 萧锦岩惊得张大嘴巴 缓缓地扭头望向萧锦 萧锦的脸色铁青 萧锦岩还是第一次从自己母亲的脸上 看到这么多种情绪 隐忍 痛苦 甚至濒临崩溃 萧锦岩连大气都不敢出 就怕萧锦已经倾金必现 万一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爆发 迟海峰的话也止于此 虽然他恨恨地瞪着萧锦 眼中有一抹复杂的利色 但是嘴唇拧得紧紧的 却控制不住在抽搐 到底还是心存俱意的 都已经被压制了那么多年 忽然揭竿起意 他也不知道胜算会有多少 客厅里只剩下三个人的呼吸声 此起彼伏 萧锦的呼吸最为明显 他连续几次深呼吸之后 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 他抬起手指指向迟海峰 一步步地逼近 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在沉默的对峙中 迟海峰刚刚开始有点怂 现在却马上被萧锦的一个动作 激得斗志昂扬 没有人喜欢被人指着额头 尤其是一个男人 居然被自己的妻子指着额头 颜面这种东西 池海峰早就想找回来了 反正都已经撕破脸 池海峰索性豁出去了 他也抬起手来 气氛一度随着他的这个举动而凝制 就连萧锦言也忍不住猜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后机勃发 池海峰被压制了这么多年 终于奋起反抗了 这是要干什么 打人吗 萧锦一见女流 若真动起手来 当然不可能是池海峰的对手 现在关键就在池海峰了 说他真的敢 事实上池海峰还真不敢 他的极限也就是挥开了萧锦 指着自己的手 愤怒地道 萧锦 我忍你很久了 对 我就是在外面养女人 生个私生女又怎么样 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啊 说到底 我们不过去是扯平了 现在想一脚把我踢开 我告诉你 没门 池海峰不敢动手 萧锦岩刚刚松了一口气 转瞬之间 一颗心又崩到了极限 爸 为了避免战争一触即发 萧锦岩赶紧上前来 拉了池海峰一句 我正在气头上 你就先少说两句吧 池海峰逆了眼萧锦岩后 再次将人推开 他正在气头上 我就不气吗 这二十几年 我在这个家受了多少窝囊气啊 你妈不把我当人看也就算了 你呢 你知道佟靖方母女又怎么样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威胁我 还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的 我 萧锦岩无辜被拉入战争 解释道 我那是怕你一时糊涂 被那母女两个蒙蔽了 我就是不想看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发生啊 说来说去 还不是为了你自己 你就跟你这个妈一样 哼 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爸 你现在就给我闭嘴 萧锦岩抿着唇 委屈不已 但是父母之间的事情 现在连萧锦都还没表态 他确实也不便插手 萧锦向来没有那么多废话 事情已经发生 追究过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他现在只在乎结果 他甭紧了脸 已经怒急 眼睁睁地看着父女两个争论 等到他们都停了下来 萧锦才道 赤海风 你该知道 你要为你自己刚才说的话付出代价 除了这句 他暂时说不出别的话了 毕竟是捧了他二十多年的男人 忽然将他摔了 说一点意外都没有 是不可能的 赤海风其实也没有底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见 他只能硬着头皮道 什么代价 毁了我的事业 将我赶出萧锦 让我一无所有 还是让我从此落魄得连狗都不如 更或者是 让佟竟发和佟竟做点什么 让我后悔莫及 你以为我做不到 赤海风冷笑 你当然做得到 我非常确定你有这个本事 但是萧锦 我怎么说 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我连狗都不如 你以为是打的谁的脸 他停顿了一下 挑衅地指示萧锦 你做得到 但是你敢吗 萧锦没有接话 他也在思考 敢与不敢这个问题 赤海风接着道 这么多年夫妻 你是怎么做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你做过的那些事 使过的那些手段 哪一桩哪一件我不知道 萧锦咬着牙反问 你想威胁我 赤海风答道 不想 威胁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天你威风不在了 对我更没有好处 我不过就是想告诉你 老婆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应该互相扶持才对 闹到想狠想杀的地步 只会让人看笑话 常言道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这句话 用在萧锦和 赤海风身上 简直就是真理 他们在本质上 根本就是同一类人 二十多年的夫妻感情 都抵不过利益二字 看到萧锦 居然会有 无言以对的时候 赤海风就像是 斗胜了的攻击 从前他从未想过 自己会有在萧锦面前 扬眉吐气的这一天 没想到 这种感觉真不赖 最终 萧锦没被赤海风气死 反而活活气笑了 当真是刮目相看了 赤海风 你等这一天很久了吧 你就是料准了 我现在拿你没办法 也笃定了 我会给你擦屁股是不是 是 赤海风很不要脸地承认了 我相信 不管最终会闹成什么样 你老婆你的本事 总是能摆平的 我就不操这个心了 萧锦再次被气到 赤海风却趁机道 我还得督促制药厂那边 加快精度呢 否则 叶军玉跑了 就算他不跑 关了他这么久 你也没能从他口中 问出点有用的信息来 我怕你会被上头的人责备 你是我老婆 我可是会心疼的 萧锦顿十一脸 有种父辈受敌的感觉 没错 前两天得到的消息 叶军玉居然避开了精神病院 重重的天罗地网 从他的手底下跑了 第106集 一场家庭大战 终于落下帷幕 最终没有输赢 只有妥协 赤海风入坠萧家二十多年 今天虽然爽了一回 但他也明白 萧锦的地位 不是那么轻易 可以被撼动的 树倒湖森散 而萧锦就是那棵树 所以 赤海风也懂得见好就收 适当地给萧锦一个台阶下 至于萧锦 不管他对赤海风这个人 认不认同 但不得不承认 赤海风有一句话说对了 他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夫妻这么多年 他们之间很难再有什么秘密 他们的身家利益 都已经绑到一起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萧锦确实想过 若是事情败露的话 就将他赤海风推出去 把这件事情 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赤海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兔子被逼急了 都还会咬人 再加上叶军玉的事 这还是萧锦上位以来 第一次面临这么大的危机 独善其身 已经不可能了 他们只能抱团解决 赤海风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办法 依然是让佟静芳和佟杰闭嘴 然而 佟静芳都已经被送出了国 不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想做什么都畏手畏脚 佟杰则是直接失去了联系 赤海风打他电话不通 到学校找人也找不到 据悉 他和叶初七待在一起 叶初七却动不得 萧锦是亲眼所见 静思辰几次三番地 为那个臭丫头撑腰出头 叶初七也不过是仗着 有静思辰这张护身符在手 才敢为所欲为 叶初七也根本不可能 留给萧锦还击的时间 四日 一段小视频就刷爆网络 视频看不出背景 画面里从始至终 也只出现了一个 十八九岁的女孩子 但凡认识的人 都能一眼就认出来 那是童杰 童杰依然还是平时的 那个童杰 她先是很平静地 做了自我介绍 然后开始讲述 自小的生活经历 说她是一个 不被期待的私生女 私生女这个身份 或许会令许多人诟病 但出身不是她能够选择的 她又做错了什么呢 她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很久很久都见不到爸爸一面 虽然已经习惯了不完整的家庭 但是她心里还是对父爱 心存期待 以前她还小 只能接受命运 对自己的安排 如今她长大了 最后一段话 童杰是这么说的 我现在选择站出来 并不是想要抱怨 命运对我的不公 我只是想对我爸爸说几句话 他看着镜头 一字一顿地说道 爸爸 这么多年来 我知道你有你的苦衷和难处 不认我 是你逼不得已 我不怪你 我和妈妈也不会破坏 你现在的家庭和生活 你给了我生命 现在我想请求你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叫你一声 爸爸 说到动情处 童杰的眼泪都下来了 就算是在演戏 那也是本色出演 渴望父爱 是每个孩子的一种本能 童杰从小就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里 他明明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 就顶着一个畸形的身份 生活了这么多年 那种对父亲的渴望 从最初的热切到最终的绝望 这个过程有多痛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童杰之所以会答应叶初期这么做 受到威胁是一回事 最重要的是 他想逼着池海峰当众认下他这个女儿 他不想一直生活在惶恐中 担心哪天东窗事发 他也不想一直被人指指点点 说他是个没爸的孩子 他没资格去评论父母之间的结合 是对是错 或者双方都有错 但是 池海峰却依然威风凛凛 在萧家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全部的苦果都由他和母亲两个人来背 凭什么呢 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场豪赌 范伊赢了呢 童杰这一次也算是背水一战了 在视频的最后说道 我的爸爸是 横峰制药厂的董事长 石海峰 这一年头 随着各种视频网站的兴起 网络上什么人都有 为了能红 更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童杰这种中规中矩的表演 本不足以吸引太多的关注 然而 他的最后一句话 却犹如平地一声雷 彻底的炸了 叶初期原本也想过 干脆就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 将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看萧简如何能收得了场 但转念一想 行不通 就算他向记者 报了池海峰的料 可最终 究竟有几家媒体 敢公然刊登 萧家的丑闻 还是个未知数 更甚者 连新闻发布会能否顺利召开 也都是个谜 所以 他干脆不费那个功夫 直接录段视频 注册了几个小号 分别发布在微博 以及当下最热门的几个视频网站上 煞时间 一时激起千层浪 就算萧简在事发后 第一时间动用关系 去将视频删除 但是 萧简的速度再快 也比不上网络传播的速度 一传十 十传百 在网络上传播过的东西 永远也不可能删干净 那么拿这件事情当作茶余饭后谈资的吃瓜群众 看没看到不要紧 只要在横峰集团董事会里传开来就可以了 果然 网络一片哗然 有些网友 甚至是逐字逐句去斟酌 同杰在那段视频中说的话 比如 什么池海峰逼不得已 为什么会逼不得已 谁逼的 虽然没有点名道姓 但已经很明显 直指萧简 一时间 不管是针对萧简的 还是针对池海峰的 各种难听的言论 接踵而来 谁敢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去堵这悠悠众口 就证明 谁心虚了 舆论的压力 不仅能压垮一个人 还能瓦解一个企业 当然 横峰集团根深蒂固 根基是不可能被这么点小事动摇的 但是 这也算是削减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滑铁炉 偏偏他迫于舆论的压力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什么都不能做 童结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无法否认 却也不能承认 这个敏感的时期 无论他站出来说什么 都会被有心人拿来大做文章 最明智的反而是 以不变 以万变 所以 他唯有选择揭没 一边沉默着 一边等待着 在等待流言平息的同时 却也等来了 横峰集团的骨架下滑 半年前 萧家呼逢变故 萧锦在这个时候高调上位 地腕狂澜 人尽皆知 在京都 萧锦不仅是 横峰集团的领导人 也是代言人 他代表的是一个集团的形象 如今有丑闻传出来 势必对整个集团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横峰集团内部如何动乱 夜初期并不能亲眼所见 但他能猜到 萧锦这么多年来 也培养了一部分的势力 安插在公司的各个部门 出事之后 自然有他的拥护者 站出来为他说话 可是 一家人 尚且还有隔阂 像横峰集团 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更不可能万众一心 平时看不出端倪 关键时候 就显示出来了 有拥护的 必然就会有反对的 比如那些一直保持中立的高管 态度就很微妙 比如那些曾经跟随萧鱼的人 如今就算不落井下石 也会找萧锦的茬 夜初期就知道一个人 梁富文 这个人不仅曾是萧鱼 那个派系的人 也是横峰集团的第三大鼓动 兼任横峰医院 京都总院的院长 如今抓住萧锦的小辫子 梁富文不可能无动于衷 只要他随便在董事会上煽动一下 就够萧锦吃一壶的了 夜初期只能静等事态的发展 他也明白 不可能一下子将萧锦扳倒 但是从现在开始 一步步慢慢来 他比萧锦年轻 也比萧锦有耐心 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进思辰那里也是第一时间就听到了风声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夜初期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 自从上次夜初期跟他说 不用他管 可以自己处理之后 他就在静等着他回过头来找他 在他看来 小丫头太自不量力了 他能做的不过就是些小打小闹小把戏 没想到他这次却放了这么个大招 轰动了京都 进思辰立刻打了他的电话 一开口就问道 是你做的 虽然是个疑问句 却完全是肯定的语气 夜初期接到静思辰的电话 没有丝毫的意外 但是对于他犯的问题 他却故意卖了个关子 反问他 你很想知道吗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答了 他也不是真的那么想知道 可若是说不想知道吧 那他特地打电话来问他 又算是怎么一回事 夜初期没等他出声 就继续道 那你晚上回来吃饭 我就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吧 戒思辰马上问道 你在哪 在家啊 他说的家自然指的是预警般 戒思辰感觉自己的心 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 心间流淌着一种 很奇妙的感觉 还没来得及抓住 就已经流逝 其实 静思辰最近一直在头疼这个问题 夜初期这阵子一有空 就往御井弯跑 俨然把那里当成了家 而他的母亲丁冠荣 也时常跟着瞎掺和 他很想跟夜初期说 真的不要这么缠着他了 也很想跟丁冠荣说 他跟夜初期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他还小 不懂事 但他很理智 可是 又觉得偶尔让他胡闹一下 生活似乎也没那么单调了 他就一直被这种矛盾的心理左右着 最后 也不知道是怎么被夜初期忽悠的 总之 他还真的答应了他回家吃饭 虽然他已经预感到了 可能会是一场灾难 因为夜初期在挂断电话之前说了一句 啊 大树 你早点回来 我今天亲自下厨 他 下厨 第107集 靳思禅傍晚回到家 才意识到 夜初期所谓的下厨 可能是 想要烧了 玉井翻的厨房 他才刚进门 在玄关处 还没来得及换鞋 就闻到有烧焦的味道 从厨房的方向 飘了过来 紧接着 就是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 靳思辰赶紧直奔厨房 然后就看到了如此震撼的一幕 原本一尘不染的厨房 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海啸 放眼看去 一片狼藉 地板上一大摊的不明液体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洒了 水槽里 垃圾桶里 料理台上 到处都是废掉的食材 也不知道它是浪费了多少原料 才炒出了一盘青菜 还有那盘红黄混合在一起的物体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番茄炒蛋 靳思辰盯着看了好几眼 都不能完全确定 最要命的是 夜初七此时 一手拿着锅盖 一手拿着铲子 像是准备要上战场似的 用锅盖当盾牌 试图去翻正在锅里煎的那条鱼 靳思辰眼睁睁地看着它 用力过猛 直接将鱼翻出了锅 吊在地板上 夜初七还被吓得 啊了一声 鱼不见了 锅里的油还在滋滋地乱跳 火开得太大的缘故 很快就烧出了烟雾来 弥漫在厨房里 怎么看都像是恐怖片的战场 不知道是不是被油溅到了手 夜初七连锅盖都丢了 一边啊啊啊地乱叫着 一边往后退 躲得远远的 介思辰被它整得目瞪口呆 有些人或许就是这样 一天不打 他就敢上房接瓦 不过 现在也不是收拾他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赶紧处理事故现场 靳思辰连忙上前去 直接关了火 终于 滋滋的声音变得小了 厨房里的油烟也逐渐地散了 靳思辰挥开眼前的烟雾 看着混乱的厨房再看到吓得躲到冰箱边上的夜初七 心想 他能把这里折腾成这样 也算是一种神奇的本事 如果他再晚一点回来 他是不是打算烧了他的房子 靳思辰气不打一处来 他是抽了风才真的答应他回家来吃饭 饭他是没见着 吃了满肚子的火还差不多 正要开口教训几句 夜初七忽然将手臂向他伸了过来 嘟着嘴 嗲嗲地对他说道 嗯 大叔 人家被烫到了 疼 如果说靳思辰前一秒 还是个胀鼓鼓的气球 那么他弱弱的一声疼 就像是一根细细的针 轻轻地戳了他一下 顿时就瘪了 他走了过来 抓住他递过来的小手 白白嫩嫩的皮肤上 倒是沾了几滴水渍 很可能是油 也可能是酱油 但是他检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水泡 或者是其他被烫到的痕迹 心里已经有了数 却还是问道 哪里疼啊 不知道呢 到处都有点疼 要不你给我吹吹 吹吹就不疼了 他一边说着 一眼将手举到了他的嘴边 靳思辰一垂下头 正好看到叶出其眼中 狡黠的坏笑 他真是信了这丫头的邪 他担心她真的受伤 而他却在耍她 他甩开她的手 一秒钟都不想 在这脏乱的厨房里待下去 转身出去前对他说道 自己闯的货 自己收拾干净 夜初七有没有真的收拾 他不知道 很快就见他戴着隔热手套 捧着一盅汤出来了 然后是那盘青菜 那盘传说中的番茄炒蛋 再然后 靳思辰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 也没猜出来 他最后端出来的那两盘 究竟是什么东西 靳思辰坐在餐桌旁 表情有些复杂 夜初七却很阴擒地 给他掀盛了一碗汤 可能是之前经常给他炖汤 也可能是包普通的汤 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他也就这一项手艺拿得出手了 老鸭炖白果 看着色泽不错 闻着也挺香 大叔 我今天前前后后忙了三个小时呢 汤还烫着 不如你先尝尝 这个糖醋猪蹄怎么样 靳思辰看着他夹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过来 不说的话 他还真看不出来是糖醋猪蹄 还以为是他从窑子里挖出来的一块黑炭 他看着那块黑炭靠近自己 赶紧摇摇头 拒绝道 不用 我不喜欢吃酸甜的东西 你自己吃吧 是吗 夜初七似乎有些困惑 我记得你明明爱吃的呀 现在肚子饿着 空腹就吃酸的对胃不好 夜初七恍然大悟 马上道 那我先给你盛一碗饭吧 他说着就马上起身 拿着碗走到店饭堡旁边 一开锅顿时傻眼了 半晌后 他才回过头来 一脸羞愧地叫他 他说 靳思辰从他的表情就能判断出来 没什么好事 于是问道 怎么了 难道是连米饭都煮成了黑炭 好歹是全智能的店饭堡 连饭都煮不好 也需要技术的呀 然而 夜初七却道 我那个 今天光顾着炒菜 都忘了煮饭了 他还能说什么 也不知道这个结果 是比他想象中的好一点 还是更差一点 他也是做足了心理建设 才能面不改色的道 没事 那就喝汤吧 夜初七苦着脸走过来 颇有几分不好意思的挠挠头 大叔 你怎么只喝汤 是不是其他的菜不合你胃口 没有 你不用勉强的 不如你告诉我 你喜欢吃什么 我再去做 别 金丝尘像是听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样 急忙阻止了他 不用这么麻烦 我觉得汤 这个汤挺好喝的 本来还想违心地说一句 他做得不错 但又怕 说了之后 他会让他吃 所以他最终只表扬了能入口的汤 他这么不挑剔 夜初七就更羞愧了 马上就下定了决心一般 大叔 我知道我现在做得不够好 委屈你了 你放心 我以后有空会多练练的 我相信 以我的聪明才智 说不定还能考个厨师证呢 你说呢 剑丝尘呵呵搭 他光是听他说要练练 就被吓得不轻 若是他还准备在他家里练的话 这可能会成为一场灾难 为了彻底打消他这个恐怖的念头 剑丝尘决定 语重心长地跟他谈一谈 开场白是这样的 你最近很闲吗 夜初七摇了摇头 没有啊 我忙得很 那就好 剑丝尘继续道 那就别做这种闲人才做的闲事 我想吃什么可以出去吃 也可以找人做 你不用 大叔 夜初七打断了他 板着小脸道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 我这不是闲 是闲惠 你以为我随便给人做饭的吗 我在百忙之中抽空给你做饭 是想在你面前表现一下我的贤惠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呢 这个话题就这么被聊死了 剑丝尘心里那种复杂的矛盾的感觉又来了 他一边有点欣喜 一边又有点烦恼 心想 这丫头怎么还是贼心不死呢 他最开始跟她表白的时候 他可以当她是胡闹 恶作剧 或是一时觉得好玩 等她的新鲜件过去了就好了 没想到 他现在是越来越来近 靳丝尘拒绝了他一次又一次 什么该用的能用的理由都用上了 这会儿有点招架不住 只能主动结束这个话题 他想了想 才想起今天给他打的那个电话 说无奇事地问道 石海峰的事情是你抖出去的 话题转得有点快 夜初期却也跟得上他的节奏 他一副吃惊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的 靳丝尘挑挑眉像是在反问 这难道很难猜吗 我这次也算是阴差阳错 那个童结是我高中同学 一次次地跟我过不去 我早就怀疑是他了 也就是最近才被我逮个正着 然后他就全招了 都是萧锦严指使他做的 萧锦严不让我好过 就让他全家都不好过了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但靳丝尘的关注点向来与众不同 他问道 石海峰有私生女的事 萧锦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夜初期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还没开口 靳丝尘又道 别说你查到的或者是在哪听到的 这不可能 萧锦的事情不是你那么容易听得到的 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外人知道 这个 夜初期正在绞尽脑汁 靳丝尘却马上帮他解答 还是 又是萧锦告诉你的 夜初期马上顺着台阶道 对啊 我表姐无意间跟我提过一次 你也知道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听说 听说当年萧爷爷不准外传 所以才一直隐瞒了下来 我 我也是怀疑童节 又被我发现 赤海峰去医院 看过童节的母亲 所以 我就这么猜到了吗 谁让我就是这么聪明吗 说来说去 还不忘自夸一番 但 靳丝尘的眉宇间 却有几分沉重 叹道 那你这么聪明 就没有想过 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萧锦能放过你 靳丝尘是真的为夜初期感到担忧 树立了萧锦这么一个强劲的敌人 对他百害而无一利 夜初期却也无所谓得到 这才是真正的招显 我聪明的地方吗 呐 我老实给你招了 虽然我说了不让你管 但是我可是打着你的幌子 去见了萧锦 我是你的人 亮他也不敢动我一下 靳丝尘听得愣了一下 我是你的人 他听着这话 怎么感觉这么别扭 他什么时候成了他的人 夜初期接着又道 要是我再努力一点 抱紧你的大腿 最后实现我的人生目标 成功嫁入豪门 他就更不敢拿我怎么样了 靳丝尘看着他得意洋洋的模样 嘴角不由地抽搐了一下 嫁入豪门 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 夜初期理所当然的道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难道没有问题吗 当然 夜初期又补充了一句 我也不是什么豪门都嫁的 那也要看是谁家的豪门 他放着他 一双眼睛像狐狸一样 贼亮贼亮的 他画中的指向那么明显 都不带掩饰的 第108集 靳丝尘知道 自己有很多女人想嫁 就冲着他们进家的门楣 说谁能嫁给他 谁就是未来的女主人 但是 被夜初期这么盯着 他居然觉得不好意思 死贼的丫头 野心终于暴露出来了吧 说什么喜欢他 不过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嫁入豪门 靳丝尘的心里 忽然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 他不愿去深想 对于不想提及的话题 他也选择性地进行忽略 只问道 你还去见了萧锦 夜初期点点头 是啊 否则错过他气得要跳脚的样子 岂不是很可惜啊 只是这样 好吧 其实我是想跟他谈个条件的 什么条件 夜初期对靳丝尘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只好如实说了 本来我是想拿池海峰的丑闻 来当作交换条件的 我答应替他保守秘密 他就让我把姑妈带回帝室去照顾 靳丝尘的目光闪烁了一下 没想到 这丫头对叶军玉倒是真的有心 就算萧小现在也在这里 对自己的亲生母亲 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萧锦不可能答应你的 夜初期并没有在意 靳丝尘这么肯定的语气 也道 对啊 我原本还以为他一定会答应的 我把姑妈借回帝室 相当于给萧锦解决了一个麻烦 他以前不同意也就算了 现在宁可让池海峰的丑闻曝光 也不肯交换 我就更加肯定了 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认真 放着靳丝尘 那说 我觉得萧锦就是做贼心虚 我表姐一家出事 这背后一定另有引擎 十有八九跟萧锦有关 这样的猜测 一直都在夜初期的心中 他毫不避讳地 将自己的想法说给靳丝尘听 希望能得到他的肯定 靳丝尘在沉默了片刻之后 却知道 萧锦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以后不要再管 可是 你根本管不了 小心把自己搭进去 夜初期咬了下唇 并没有去忤逆他的意思 而是弱弱地 呕了一声 对于萧家的事情 夜初期觉得 靳丝尘知道的 比他想象的还多 如今他是夜初期 顶着这个身份 对萧家的事儿那么伤心 反而说不清楚了 他现在就乖乖听话 不要跟他对着干 反正就是缠着他就好了 害怕撬不开他的嘴 他暂时卸下心里的重担 笑盈盈地道 不管就不管 谁让萧锦严总是在跟我过不去 我就是也不想让他好过而已 现在这件事情 够他们全家烦恼一阵子了 其他的事情 我才懒得去管呢 辛丝尘满意地点点头 你知道就好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先跟我商量 夜初期眼睛一亮 那我现在就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辛丝尘偏了他一眼 没有马上回答 每次看到这丫头双眼放光 他就下意识地提高警惕心 我们上次说好了的 如果我能自己把这件事解决了 你就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辛丝尘的心默地提了一下 竟紧张起来 他想起来 确实有这么回事 但是他答应的时候 是笃定了他一定办不到的 谁知道 空头承诺已经许下了 总不能临时反悔 可是看到他贼兮兮的模样 那种让他有些不安的念头 又涌上来了 他会不会真的让他答应 做他男朋友 万一他真的这么要求怎么办 他要不要答应 金丝尘强忍着心里的小紧张 什么事啊 你当时也说过 不会那什么 想起当时他说的原话是 不会让他违反江湖道义 这算什么鬼话 他当时也就是太自信了 才根本不在乎他说了什么 放心吧 我只要你一晚上而已 什么意思 不要名分 要肉肠了 要你一晚上 夜初七也是说完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这句话中 包含了许多让人误解的信息 马上解释道 哦 我是说 我只要你腾出一个晚上的时间给我 还是一晚上啊 夜初七又到 我同学说了 明天晚上有那什么的流行语 什么星座我给忘了 反正就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流行语 我们打算去山上露营 半夜看完流行语 早上再起来看日出 我想你陪我一起去 原来如此啊 金丝尘的心微微震荡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松了口气 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可是对于什么看流行语 他很明显的也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就是一些小女生 或者小情侣 爱玩的小浪漫 他去掺和什么 你想看的话 我书房里有望远镜 到楼顶也能看 去录什么营啊 你不要去 让你的同学也不要去 几个女生在外面过夜 遇上危险怎么办 所以我这不是才邀请你一起吗 有你在还有什么危险 建丝尘被他这么一顶高帽压下来 简直就是无言以对 然而他还是不想去啊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电话响起来解救了他 建丝尘还以为 这个及时的电话拯救了他 等他接完电话之后 什么看流行语的话题 就这么接过去了 可他偷出手机 却看到了白威两个字 很显然 夜初七夜看到了 建丝尘若是接听别人的电话 他会很自觉地避开 毕竟偷听别人的电话 是一种不太礼貌的行为 可白威就不一样了 建丝尘才一接通 夜初七就凑了上去 他有些无奈地 溺了眼拱到他面前来的小脑袋 这小东西 他将他的脑袋推开 想要从餐椅上站起来 夜初七察觉到他的意图 赶紧按住了他的肩膀 将他钉在了椅子上 他还俯身屈膝 双手搭住他的肩膀 屁股都快坐到他大腿了 这姿势真的是 对于他忽如其来的亲近 建丝尘心里总是出现一股 无耻的矛盾感 一边想将人推开 一边又舍不得推开 明明自己就很贪恋 分相转遇在怀 却还把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 不怪他意志不够坚定 要怪就怪这小妖精 实在太能磨人了 反正每次都被他这么缠着 结果都是他妥协 这次也不例外 金丝尘就这么握着手机 开口道 喂 白威的声音传来 丝尘 你现在忙吗 金丝尘看着怀里的人 他觉得 这应该算是挺忙的吧 他的手扶在夜初期纤细的腰肢上 将他固定在距离自己几公分之外的位置上 否则 他再这么贴过来 他都没办法正常说话了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 才嗡了一声 忙 光是这个小妖精 就够他忙的了 白威又道 那我现在打电话 不打扰你吧 没事 白威闻言 接下来的声音中 已经多了几分欣喜 又问道 那你 不知道你明天晚上 有没有空 又是明天晚上 金丝尘没说有没有空 而是反问道 有什么事吗 白威道 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 你帮了我那么多忙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好好跟你说句谢谢 不如 我请你吃个饭吧 夜初期一听这话 就不乐意了 从白威的话中 可以听出来 他们这段时间 一直都有联系 他还帮了白威那朵 白莲花那么多忙 凭什么 初恋真的有那么难以忘怀吗 夜初期气的 一拳头 砸在他的肩膀上 愤怒地瞪着他 不过 这种花拳绣腿 全当是给金丝尘 挠痒痒了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继续听电话里的白威道 我订了摩天大厦 顶楼的旋转餐厅 如果你明天晚上能抽出时间的话 可以一起出来吃个饭吗 夜初期听到这话 就更不能淡定了 摩天大厦是京都第一高楼 顶楼可以俯瞰整个京都的夜景 而且电视网络媒体在介绍明晚那场百年难得一遇的流星雨时 重点提到在京都市区内最适合观看流星雨的地方 就是摩天大厦 白威偏偏偏在这个时候订了顶楼的旋转餐厅 还邀请金丝尘一起共进晚餐 已经是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夜初期拽住金丝尘的衣领 用力地摇了她两下 她的目光被吸引到她的脸上来 看到她唇半清奇 无声地说了三个字 不准去 金丝尘放着她 虽然还没有答应白威 却也没有明确拒绝 那模样像是在考虑的样子 她刚才提出让她陪的时候 她不假思索的就拒绝了 一起看她流星雨而已 好像是要逼她上断头台一样 现在白威不过是打着吃饭的谎子 实际上还不是一样的目的 她却在考虑 夜初期气地掐了下她的手臂 谁让她不拒绝的 必须要马上拒绝 否则 否则看她不掐死她 可是 刚掐下去 手感就不太对 隔着两层衣服 她手臂上的肌肉还捧得硬硬的 根本就掐不下去 夜初期飞快地将手 下移到她的腿上 拧住她的大腿 就用力一掐 她终于听到金丝尘 在毫无防备之下 闷哼一声 她顿时就笑了 像只狡黠的小狐狸一样 被自己偷袭成功 而沾沾自喜 看你还敢不拒绝 那个白莲花 白薇本来还在耐心地等待 金丝尘的答复 可左等右等 也没等到她说话 反而听到了什么 奇怪的声音 她马上又开口问道 丝尘 你还在听吗 你 金丝尘这一次 很果断地道 不好意思 我明晚没空 白薇顿时就失落不已 还在不死心地道 是 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 真的就不能 稍微抽出一点时间 不能 那你 我现在还有点事要处理 有空再说 被懂到白薇的回应 她就先挂断了电话 将手机扔到了餐桌上 她比谁都清楚白薇的目的 本来也没打算赴白薇的冤 之所以没有立即拒绝 是因为她也不想答应夜出气 而且 看着她像只愤怒的小狮子一样 张牙舞爪 其实还挺可爱的 可是 闹着闹着 就有点过火了 她往她腿上掐的那一下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 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 她不仅连腿上的肌肉 都绷得硬邦邦的 总之 她身上该硬的 能硬的地方 都硬了 这小丫头 很显然不明白男人身上 什么地方能碰 什么地方坚决不能碰 她连自己闯祸了 都还不自知 她只知道 自己胡搅蛮缠的目的达到了 她拒绝了白威 夜出气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到靳思辰 僵硬的声音 相在耳畔 还不起来 啊 夜出气猛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 刚才不知道怎么搞的 明明就是为了方便 偷听电话 才特地挤到她面前来 结果这会儿 她却真的坐到了 她的大腿上 这姿势 怎一个暧昧了的 而且 被她坐住的男人 僵硬的跟画石似的 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道是谁的呼吸 有点急 有点乱 还有一点喘 夜出气的脸一红 赶紧从她身上起来 远远地退开几步去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那种难以言喻的尴尬 在她无所适从的目光下 静思辰点燃了一根烟 坐在那里 开始吞云吐雾 她不说话 夜出气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怂了 不就是坐了一下大腿吗 而且 还是在打打闹闹的情况下 不小心坐上去的 她一副被占了便宜的样子 谁占谁便宜 还不知道呢 夜出气心中愤然 脸上却如同有火在手 静思辰那支烟抽了有多久 她就在旁边煎熬了有多久 直到她将烟头暗灭在那烟灰缸里 缓缓地站起身来 她身上那股逼人的气势 也随着她站起来 更具压迫感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要揪着她算账 然而 她一开口 却是问道 明晚 确定要去 啊 夜出气被她忽然抛出来的问题 给弄猛了一下 半晌后才反应过来 她问的是什么 忙不迭地点头 当然要去啊 她长这么大 活了两世 都还没亲眼看过刘新宇 静思辰又问道 我只答应了你一件事 你确定是这件事 不反悔了 事实上 这种小儿科的事情 也没什么值得期待的 她完全可以提出一些 其他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夜出气却很肯定地说 不反悔 我非常确定 静思辰点点头 好 谁让自己答应在先了呢 这并不是一顿十分愉快的晚餐 连一口饭都没吃上 好在静思辰也不算饿 跟夜出气把事情确定下来之后 她就起身离开了餐厅 夜出气跟着她走了出去 也不知道是不是晚餐 不合胃口的缘故 夜出气看她的背影 总觉得她在郁闷 看她的样子 似乎是打算上楼去了 却在迈上楼梯之前 又忽然转过身来 夜出气就在她身后 一米远的位置 被迫停了下来 刚才是远看她的背影 如今近看她的脸 夜出气更加确定了 她确实很郁闷呢 为什么呢 就是让她陪她一起出去 录个营 看场流星雨而已 多浪漫的事情啊 真的有这么为难她吗 夜出气都有点不忍心了 正要犹豫着 要不要干脆换一个要求 奇料 近思辰却忽然问道 看清楚了吗 看啥 夜出气是真的搞不懂 她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 问的究竟是个啥 近思辰却继续道 我是个男人 啊 所以她刚才的两句话连在一起 应该是这样的 看清楚了吗 我是个男人 所以呢 夜出气被她弄得彻底摸不着头脑了 心想她早就看清楚了呀 她是个男人 她知道啊 这么明显的特征并不需要她特别强调 她心里也很清楚 并且从未怀疑过呀 所以 她是闹哪样 近思辰看着她懵懂无知的样子 更加抓心脑肺的 说了最后一句 你记住 男人很危险 她看着她转身往楼上走的背影 还是觉得有点猛 但是 仔细想一想 又好像隐隐地明白了些什么 她挠了下头发 微微有些苦恼 有些事情 还是不要太明白的好 近思辰就这么上楼去了 一直没下来过 既然她都没提出要送她回学校 那么 她就默许自己留下过夜了 鉴于今晚的晚餐 实在太失败 近思辰除了喝两口汤之外 什么都没吃 事实上 她看着自己做的菜 也没什么食欲 但总不能一晚上 就这么饿着肚子 所以 她又折回厨房里 烧了清水 煮了两碗最简单的面 煎蛋 她是煎不好了 那就干脆煮荷包蛋好了 装好了两碗面 又分别往两个碗里 各自加了一个鸡蛋 她特地尝了下 虽然也不是太美味 但至少味道是正常的 卖相也还好 于是便端着其中一个碗 上楼去了 她先到书房里 看了一圈 没人 于是来到她的卧室门前 先是敲了敲门 大叔 大叔 你在里面吗 敲了门 没反应 叫了她 也没应答 夜初七等了片刻之后 试探着 拧了一下门把手 卧室的门就开了 浴室里 有哗哗的水流声 传出来 原来是在洗澡 怪不得没听见 夜初七将面条 放在床头的柜子上 正打算去提醒她一声 却听到她 扔在床上的手机 响了起来 白薇刚才已经被拒绝了 不可能再自讨没趣 其实 如果排除了白薇 夜初七真的不想窥探 她的隐私 她只不过是 下意识地瞄了一眼 却瞄到了一个 让她深恶痛绝的名字 萧锦妍 对啊 她只顾着防着白薇 怎么忘了萧锦妍 也是浸丝辰的 爱慕者之一 比起白薇那朵白莲花 萧锦妍可是个 名副其实的黑心老妖 萧锦妍也来找浸丝辰 这可就热闹了 浸丝辰在洗澡 并没有听到手机在响 而夜初七一直盯着 闪烁的手机屏幕 几度伸出手去 却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这个时候 还要挑衅萧锦妍吗 听到萧锦妍 气得蹊跷声烟 确实是很爽 但贸然接听 靳思辰的电话 会不会不太好 万一萧锦妍找靳思辰 是有正经事 却被她给破坏了呢 就在她犹豫的时间里 铃声停止了 夜初七也不知怎么的 就松了口气 正想克制住 不让心里那个 蠢蠢欲动的小恶魔 出来作乱 却马上又看到 有信息进来 还是萧锦妍的信息 手机没有解锁 所以夜初七只 瞄到了前面的几个字 大意是 萧锦妍似乎也想约 靳思辰 至于是为了什么而约 屏幕很快就黑了 什么也看不到了 于是 那只小恶魔 又开始不安分了 也不知道是 靳思辰实在太招人 还是那些 想招惹她的人 实在太败折不挠了 至少白威和萧锦妍 都属于 屡败屡战的类型 夜初七将 靳思辰的手机 拿起来 按了一下 出现了指纹 或密码解锁的字样 她的密码 会是什么 夜初七在心里思量着 也不知道究竟是 想看萧锦妍刚发来的信息 还是只是想验证一下 她的密码 她往屏幕上 输入了六个数字 然后 解锁成功了 夜初七一正 心里忽然就掀起了 一阵惊涛骇浪 疯狂地吹打着她的心壁 或许是疼痛 或许是麻木 让她愣了好久 才挥过神来 她将手机关了 再重新解锁 再次解锁成功了 没有弄错 也不是错觉 她连续两次 输入的都是同一个密码 030303 这是萧小的生日 夜初七捏着手机 心里已经在翻江倒海 进思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用这个密码的呢 她仔细地想了想 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那年 他们都还才十几岁 还是很好的哥们 但是 萧小天生对数字 就不敏感 所以 她所有的密码 都是自己的生日 很简单的 030303 有一段时间 她和进思辰迷上了玩 同一款网络游戏 那时候 她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初中生 而进思辰却已经面临高考 她没有太多时间上网 经常让她帮忙登录 她的游戏账户 她抱怨她的密码太复杂 要求她改成 跟自己同样的密码 先是游戏账号 再是社交账号 游戏账号 她所有的密码 包括银行卡 和大门密码 都渐渐地 全都改成了她的生日 当时纯粹是为了方便记忆 她偶尔良心发现的时候 还会问她 金思辰 若是让你女朋友知道 你用我的生日当密码 不会吃醋吧 她不假思索地回道 别人没机会知道 别人 包括女朋友在内 都不会有机会 再知道她的密码 所以 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意思 第110集 夜初期如今 已经回忆不起 当初那种偷之乐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了 就是觉得 自己占据了一个 独一无二的位置 很爽 很得意 这么多年过去 她们已经从亲密到疏远 再到反目 年少的情谊 早已成为回忆 夜初期以为 她一定早就把密码给改了 却原来还没变 到底是用习惯了 懒得再改 还是因为 萧小 在她心里的位置 始终没变 可明明一切都变了呀 夜初期扭头 望了眼浴室的方向 想起里面那个男人 想起他们从小到大 一起经历过的点点滴滴 莫名地伤感起来 她深吸了口气 才勉强压制住这股 复杂的情绪 本想将手机放下 可手指不小心滑过屏幕 却无意间 将刚才萧锦炎 发过来的那条信息 点开来 思辰 明晚可以一起出来 吃个饭吗 我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又是约饭的 萧锦炎也算是有点脑子 大概是料到了 直接约饭的话 会被靳思辰拒绝 所以 彻底加了句 有重要的事情 到底是真的有事 还是也想约一起 看流星雨 这就难说了 夜初七根本就不想浪费表情 去嘲笑萧锦炎了 反正晋思辰已经答应了他 萧锦炎只能自讨没趣 那就等着晋思辰 亲自去拒绝好了 这样子 对萧锦炎的杀伤力 应该会更大一点 夜初七将手机又放下 正打算从卧室里退出去 输的 脚步又停止了 萧锦炎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 甚至还想要了他的命 他们之间早就不剩下什么亲情了 只有仇恨 仇人跟他讲难认 他还有什么好客气呢 至于又怎么不客气 夜初七忽然想起白薇来 他和白薇之间虽然不至于不共戴天 但也早就结下了梁子 还是水泥钢筋结的 牢不可破 两个都是情敌 谁都不需要手下留情 所以他忽然心生一记 浴室里水生还在继续 夜初七刚才还纳闷 为什么浸丝尘洗个澡能洗这么久 可现在他却盼着他最好还能洗得更久一点 千万不要那么快就出来 他又拿起他的手机重新解了锁 先是给萧锦言回复 好 明晚八点 魔灯大厦旋转餐厅见 紧接着 他又在通讯录里找到白薇的号码 同样编辑了一条信息 我明晚本来有事 临时推迟了 明晚餐厅见吧 刚要点击发送 他的手指却迟疑了一下 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正好 有点事情 想和你面谈 否则 以浸丝尘一直以来的态度 忽然改变了主意 答应赴约的话 可能会引起白薇的怀疑 但是若还有别的事情要谈 那就另当别乱了 将两条信息发送完毕之后 他赶紧地清理了痕迹 犹豫了片刻 为了避免横生变故 他干脆将白薇和萧锦炎的号码都拉进了黑名单里 做完这一切 他终于输了口气 将手机放回了原处 趁着浸丝尘还没洗完澡出来 赶紧逃之夭夭 夜初期已经开始期待萧锦炎和白薇碰头的情景了 作为浸丝尘的资深爱慕者 萧锦炎知道在浸丝尘身边出现过的所有女人 更别提白薇这个初恋了 如果说别的情敌相见是泛外眼红 那么萧锦炎和白薇相见 说不定比狗咬狗还精彩 夜初期早就想寻萧锦炎报仇了 无奈自己势单力薄 得罪不起他 只能一忍再忍 等到了现在 至于白薇 那可是十几年的怨念 如果今生老死不相往来 也许他也不会再想起白薇这个人来 谁让白薇自己往枪口上撞 而浸丝尘却始终一副纵容他的姿态 夜初期早就不爽了 现在可好 只需要轻轻地动一下手指 就一剑双雕了两个轻敌 夜初期觉得自己简直不能更贵致了 明晚他和浸丝尘去露营看流星雨 白薇和萧锦炎上演年度大撕逼 但是想想那个场面 就令人心情愉悦 夜初期都已经开始期待明晚的到来了 但是对于浸丝尘而言 怎么过完今晚都是像艰巨的任务 他在浴室里待了半个小时 这么冷的天还洗了个一言难尽的冷水澡 也多亏了他体格壮硕体质好 才没有把自己写出毛病来 裹着浴袍从浴室里出来 他便敏锐地感觉到房间里有人来过 看到放在床头柜子上的那碗面 才明白过来 小丫头 算他还有点良心 他随便擦了两下头发 就扔了毛巾 端起那碗面 尝了两口 想起夜初期此时 就待在跟他一墙之隔的地方 心头就涌上了一股 难以言喻的烦躁感来 他在身边 就像是一缕阳光 照得他的生活暖融融的 他起初只是贪恋这种温暖 但是渐渐地 却发现情势已经脱离了他的掌控 他有预感 这么继续下去的话 恐怕要出事 他到底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而他却还毫不自知地勾着他 看来 等这次看流星雨的事件过去之后 他必须要严肃认真的 跟他好好谈一谈了 最近京都的天气很好 连续一周都是晴空万里 阳光高照 气氛也有所回升 就连每天的最低温度 都升至十度以上 外出露营 似乎也不是一件太为难的事情 露营的地点在阳明山 那里地势高且平坦 周围也很空旷 关键是距离京都市区才一个小时的车程 是观看流星雨的绝佳地点 夜出七结束了上午的课之后 就打电话给晋思辰 兴许他是在忙 并没有接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才打过来给他 夜出七一接通电话 就兴奋地问道 喂 男叔 你有空了吗 我下午还有个客户要接 怎么了 夜出七明显失落地啊了一声 然后道 可是我同学他们都说 要提前过去才点 否则人太多的话 我们就找不到最佳的录音地点了 那你们先过去 我晚点到 夜出七闷闷地道 好吧 需要准备些什么吗 他也是昨天晚上才得知这个消息 今早上又一直在忙 并没有时间去想录营这个事情 但他也知道 出去录营要准备的东西不少 夜出七却道 不用不用 我们都准备好了 你人来了就好了 晋思辰感觉自己的心 被他这最后一句话拨动了一下 有些痒痒的 那种被他期待的感觉 既让他感到欣喜 可欣喜过后 又觉得像是有什么压在心头 沉甸甸的 夜出七挂断电话之后 就跟同寝室的几个小姐妹 一起打包好东西 最终 有柳芳飞的男朋友 开车带他们一起去往阳明山 晋思辰则是在傍晚时分才赶到了 老实说 在夜出七提出来要看什么流星雨的时候 他真的觉得 这真的是一件特别无聊的事情 在家里戴上望远镜 或者直接在网上搜视频不就可以了吗 非要这么冷的天 还要跑到山上来过一夜 不是自讨苦吃是什么 可能是他这个人真的没什么浪漫细胞 哪怕是二十岁的时候谈恋爱 最多也只是陪女朋友吃饭看电影 流星雨在他的世界里只是个传说 然而 当他真正来到阳明山 居然看到这里聚集了许多人 上到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 下到几岁的小屁孩 居然这么多人 愿意为了那一瞬间的浪漫 来这里傻傻地等待好几个小时 靳思辰这才猛然意识到 不是别人太无聊 可能真的是他自己太无趣 阳明山的风景不错 每逢节假日 都会有不少的人来这里登高游玩 更别提今晚有这样的盛事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人 他扫视了一圈 也没看到叶初七 正想要给他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具体位置 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响起来 那说 这边 看上面 这里 靳思辰寻声望去 只见叶初七撞在山顶上 冲他招手 果然来得早 还是有好处的 最好的位置都被他们给占领了 靳思辰跟叶初七那几个小姐妹 也算是见过面 不过上一次见面 因为白威的缘故实在是不太愉快 靳思辰已经打算好 尽量让自己表现的平易近人一些 毕竟叶初七飞来的几年都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既然都已经来了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缘故 上叶初七在其他人面前难做 可是几个小女生却比他想象的要热情得多 柳芳菲还好 毕竟是跟男朋友一起来的 所以比较克制 只是随夜初七 甜甜的叫了一声大叔 孙甜甜和于南更是典型的自来手 因为靳思辰都还没来得及 将自己平易近人的一面表现出来 就已经被两个不拘小节的小姑娘 拉去做苦力了 陆营必备物之一 自然就是帐篷 这都是他们第一次在外陆营 搭帐篷更是头一遭 柳芳菲跟男朋友在一起合作搭一个帐篷 虽然还没有成功 却已经初见初醒了 于南和孙甜甜却被难倒了 一筹莫展 靳思辰来的正是时候 还没动手 就被两个小姑娘给捧上了天 大叔 小七一直都跟我们说 你男友力满分 搭帐篷这么点小事 一定难不倒你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小七还说 你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我们都很羡慕他能找到你这么全能的男朋友呢 快给我们露一声 他还没能开口 就觉得自己开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上天入地的本事 他还真没有 当然 这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男朋友 第111集 我那只是比较 比较夸张的说法而已 哎呀 反正不就是搭个帐篷而已吗 你看人家柳芳菲的男朋友 都快搭好了 大叔 你也一定行的 加油 于南和孙甜甜 一口同声道 我们也看好你哦 大叔 一个两个三个 都这么奉承他 靳思辰不行也得行啊 他无奈地道 把说明书和示意图给我 你们一边玩去 事实证明 男人在某些方面的天赋 确实是强于女人的 靳思辰也是第一次搭帐篷这种玩意儿 但是几个小姑娘 弄了大半个小时 也没弄好的事情 她只要十分钟就独立完成了 夜出七左看看又看看 确定完美之后 开始带头起哄 大叔好棒 孙甜甜也道 大叔好帅 于南更夸张 直接就是 好想嫁啊 若不是见惯了大风小浪 靳思辰险些 就要被几个小姑娘夸张的样子 搞得不好意思了 也难怪说物以类聚 夜出七是什么德行 跟他住一起的人 就是什么德行 他没理会他们 只问道 其他的帐篷呢 在这儿 孙甜甜马上又取出一个帐篷给他 刚才还只是在旁边观看 这会儿却开始殷勤地帮起忙来 解开套在简易帐篷外面的包装袋 孙甜甜忽然 变了那么大的一片 即便是把帐篷搭起来 也没办法助人 孙甜甜焦急地道 怎么会坏了呢 于南 是不是你动过 于南很无辜地道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这包装都还没拆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弄啊 好好的 怎么坏了 孙甜甜又叫道 哎 柳芳飞 帐篷是你帮忙准备的 你看这 柳芳飞一直跟男朋友腻在一起 还特地将他们的帐篷搭在角落的地方 眼看着近丝晨三两下就完工了 他们却还没弄好 已经开始着急了 他眼皮都不抬一下 回道 我也是在网上订的 有问题找卖家 眼看着天都黑了 这时候找卖家还有什么用 现在可怎么办啊 要不要再去买个新的 可是这里距离市区太远 一来一回的 到时候连流星雨都错过了 露营还有什么意义啊 那怎么办 一共才准备了五个帐篷 柳芳飞和她男朋友一个大的 我们这里都是小的 现在少了一个 嗯 分配的这么均匀 唯独现在少了一个 夜初期本来就是被他们怂恿来的 帐篷的事情 不归她管 她还真的就没管了 刚才在听他们说 帐篷坏了一个的时候 她还真的以为 就是单纯的坏了 可是 听他们两个 你一句我一句的 夜初期只要不傻 都听出来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的小姐妹们 用心良苦 她岂有不配合的道理呢 她也洋装焦急的样子 那要怎么办 早上很冷的 若是没有帐篷的话 待在外面 一定会着凉的 于南冲夜初期使了个眼色 主动开口道 小姐 要不你跟我睡一个帐篷 夜初期想也不想 就拒绝了 不行 你脚臭 跟你待在一个帐篷里 我怕我会被熏得晕过去 行 细眼到这一步 脚臭这个锅 她也就背了 孙甜甜也马上举手附和道 我也是 我不跟你睡 橘南又忍了忍 提议道 既然嫌弃我 那不如你们两个一起睡好了 孙甜甜就道 我 我不行的 我打呼噜 我怕小七跟我在一起睡不着 那样我会羞愧欲死的 那怎么办 总不能让小七去当柳芳飞他们家的电脑炮吧 还能怎么办 孙思辰都听不下去了 连夜初期都早就看出来的小把戏 她又怎么会看不穿 这几个小丫头 要干这种事情 拜托一动点脑子 不要搞得这么小儿科 却还拼命地在这里演得起劲好吗 她叹了口气 都别争了 她就睡我那个帐篷 噢耶 等的就是这么一句 橘南假装恍然大悟地道 对啊 人家小七的男朋友都在这里 我们怎么忘了 争什么争 孙甜甜也马上到 大叔 那小七今晚就拜托给你了 橘南把另一个帐篷递了过来 大叔 这是你的 我们早就帮你站好位置了 就在那边 那边的树底下比较清静 我们不会去打扰的 靳思辰将东西接过来 他表示 现在就已经不想被打扰了 通过这件事情 他也算是吸取到了一个教训 那就是空头承诺 不能轻易许 因为你不会知道 将来会在哪里被坑 靳思辰往他们指定的 比较清静的地方走过去 叶初七也屁颠屁颠地跟过来 大叔 需要我帮忙吗 靳思辰逆了他一眼 你别乱说话 就是忘了我的大妈妈 叶初七听出他的话 一有所指 马上就把自己摘干净 我发誓 这都是他们的诡计 我也是受害者 实际完全不知情 被坑了太多次的他 还信他就有鬼了 叶初七急忙表忠心 我说的是真的 大叔 你不相信我 相信你没有跟他们说 我是你男朋友 叶初七的脸 被他这句话给堵了 瞬间就红了 好吧 他说过 以前是室友们都误会了他们的关系 就这么误会着误会着 当他习惯了这种误会之后 已经默认了 尤其是他还大胆向他表白 放下豪言壮语 要将他追到手之后 他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 自己追了这么久 他还不是他男朋友 靳思辰被他搅和得有点混乱 本来就打算找个机会 跟他说清楚的 现在就更不能给他任何的错觉了 他一边搭着帐篷 一边道 以后不许再跟别人胡说八道 叶初七被他明令禁止 而且看他一副急于 跟他撇清关系的样子 他就更不能依他了 去理力争道 我才没有胡说八道 靳思辰挑眉 那你跟别人乱说什么 男朋友也是能乱认的 我没有乱认 就算你现在不是 以后也会是 我不过就是提前行使一下女朋友的权利而已 靳思辰一正 抬起头来望向他 是不是天色太暗 所以才产生了幻觉 他竟然觉得 在这丫头的眼中 看到了几分固执的认真 现在不是 以后也会是 他究竟是对自己太自信 还是他给了他什么错觉 让他才有底气 这么自信 夜初期被他这么盯着 略有几分不自在 却依然挺直了身板 熊啾啾气昂昂的道 看什么看 如果我之前的表白还不够明确 那我现在再向你宣布一遍 新思辰 我就打算追你了 你一天不答应 我就追你一天 一年不答应 我就追你一年 你要是一辈子不答应 反正我比你小那么多 你肯定好不过我 这番豪言壮语 直接把沁思辰给听傻眼了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 对他这么说过话 好都要好他一辈子的 他的心里涌动着一股 狂躁的情绪 忽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他的直白 他有时候会以为 他只是在逗着他玩 有时候却又觉得 在他眼中看到了 不撞南墙不死心的固执 那种固执 让他心惊胆战 比如此刻 他就是这么宣誓主权 快把帐篷搭好吧 男朋友 见过墙买墙卖的 没见过就这么被墙塞 一个女朋友的 被封为男朋友 金思辰只能任命的 把帐篷搭起来 毕竟大家今晚都是开开心心 出来玩的 他也不能扫得兴 随着夜幕降临 阳明山上更热闹了 在流星雨来临之前 狂欢已经开始 小情侣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固摇耳朵 大部队则聚在一起 办起了篝火晚会 夜初期 他们这一伙人 也不甘落后 他们也在附近 捡了一堆干柴 生了一堆火 伴随音乐声响起 几个小女生 已经手牵手 围绕着火堆 跳起舞来 大叔 大叔 在嘈杂的音乐声中 和一片欢声笑语中 金思辰似乎听到 有人在叫自己 他稍一回头 就看到夜初期 朝他跑过来 像只欢快的蝴蝶似的 落到他身边 尽管夜里寒凉 但毕竟是在火堆旁边 他还一直蹦蹦跳跳的 跳得整张小脸 都红扑扑的 呼吸微喘 大叔 他扯着他的手臂 想将他拉起来 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金思辰站立不动 拒绝道 你自己去跳 可是人家 想和你一起跳吗 你看 整个柳芳菲的男朋友 都陪他一起 人家多体贴啊 金思辰循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果然见那对小情侣 抱在一起 跳舞是假 趁机秀恩爱还差不多 金思辰是听到 男朋友三个字就头疼 他从来都没有答应过他 他却已经拿他 跟别人的男人比上了 更何况 他一个叔叔伴的老男人 跟那种小屁孩 有什么可比的 疯疯癫癫癫地跟一群小姑娘胡闹 又像什么样 第112集 大叔 夜初期又开始充分发挥他磨人的功力了 抓着金思辰的手臂又是摇又是拖又是拽的 撒娇地 你就陪我一下吗 就一下下了 好不好 金思辰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正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 小可爱 这一声叫的就是夜初七 金思辰和夜初七同时转过头去 便看到一张年轻英俊的脸在火光下忽明忽现的 竟然就是裴子谦 这倒也不奇怪 裴子谦在金思辰的兄弟圈中可以说是最闲的一个 谁让人家天生命好 父亲是高官 母亲是企业家 权势不愁 金钱不缺 而且上头还有两个能独挑大梁的哥哥 所以他既不用为仕途奋斗 也不用为生意奔波 就连传宗接代这种事 他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办得妥妥当当的了 到了裴子谦这里 除了吃喝玩乐 泡美妞 真没别的事了 所以 别说是什么百年难得一遇的大规模流星雨了 就算是流星雨天天有 他也有时间天天看 他今天出现在这里 实在太正常了 唯一不正常的是 这么月黑风高 人潮混杂的 他们都能碰见 裴子谦走上前来 身旁还跟着一个肤白貌美的大兄美女 他笑着打招呼道 我刚才还以为是幻觉 怎么好像听到了小可爱的声音 原来真的是你们呀 他抛了个眼神给建思辰 却是对夜初期笑着说道 行啊小可爱 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人拿下了 还像我们陈哥调教的这么浪漫 都知道陪女朋友看流星雨了 建思辰无语望天 对于全世界都误会了他和夜初期的关系 他也很无奈啊 夜初期却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 大大方方的道 还得多谢裴叔叔和向叔叔 当初的鼎力相助 他的话中所指 自然就是 建思沉生日食的那一处 如果没有他们配合 他的表白 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进行 裴子谦就喜欢这么爽快 不扭捏的姑娘 哈哈笑道 下次再有这样的精彩节目啊 可以继续来叫叔叔给你助攻 夜初期也不客气 回到 好嘞 建思辰看着他们一人一句 配合默契的 真是够了呀 命运就是如此不公 人人都说 他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京都名少 生下来就什么都有吧 可实际上呢 跟裴子谦根本就没法比 他家中虽然姐妹众多 但上头都是姐姐 偏偏父母又觉得只有男丁才算是后继有人 所有的压力全在他一人身上 在公司忙得团团转 回家还得面对父母的逼婚催子 如今还被夜初期这么个魔人的小丫头缠得脱不了身 人生怎么这么苦 看到裴子谦这么肆意洒脱又想起就是这一家伙将他和夜初期的事情透露给丁冠荣知道的 静思辰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若说裴子谦有什么可以被静思辰拿来打击的短板 想来想去还真没有 静思辰只能打量几眼 黏在裴子谦身边的美女忽然开口道 一阵子没见你最近又长个了 两人不明所以的对望了一眼 最终确认这句话是对裴子谦说的 因为夜初期和静思辰几乎天天见 可是大叔这句开场白是不是太奇怪了 裴子谦今年虚岁二十七 虽然还年轻吧 但也不至于再长个儿啊 他们都有点猛 静思辰这话是什么意思 静思辰却不动声色地解释道 我前阵子见你女朋友的时候 她的身高都快到你耳朵那了 怎么今天还不进你肩膀呢 所以她是以裴子谦身边女伴的身高 来衡量裴子谦的身高的 当然重点不是身高 而是定有所指 裴子谦猛地僵了一下 静思辰的言外之意 她算是听明白了 嘴巴够毒啊我的哥 非要拆台是不是 可是夜初期却慢了半拍 猛猛地道 裴叔叔哪里又长高 分明就是她这个女朋友 比前女伍长得矮 嗯 她好像说得太多了 果然裴子谦身边的美女 就变了脸色 偏偏静思辰还要再添一把火 一脸震惊地问道 是吗 又换了一个 我看脸好像都差不多 还以为是你长高了 不好意思 她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实际上哪里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裴子谦却已经磨牙祸祸的 什么叫做又换了一个 这个话题 换个时间换个地点再聊 不行吗 什么叫做换女人如换衣服 裴子谦就是了 夜初期只见过她的前一任女朋友 当然也有可能是前前女友 还是那次她特地组了个局 被女友庆生 对比她前后两任女友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次天爱网红脸 如果不是身高的差别 就连夜初期都以为 现在这个跟上次那个是同一个人 况且 靳思辰和裴子谦混了那么多年 早就摸清楚裴子谦是个什么德行了 没有哪个女友在她身边能超过三个月 现在跟在身边这个 估计也不过就是露水姻缘 所以她才毫不客气地接裴子谦的底 网红美女精致的脸都快要扭曲了 毕竟还是新欢 裴子谦哄了句 你别听她俩胡说 其他的都是浮云 我现在就爱长得娇小玲珑的 只有你才是我的心肝宝贝 夜初期顿时 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这话听着肉麻 但不得不佩服裴子谦的情伤还是有的 不愧是情场老手 红女人的功力也是杠杠的 瞧人家都会说话啊 他们不是在暗示 现任不及前任 身材高挑吗 得 那人家现在喜欢娇小玲珑型的了 一句话 就把变了脸的网红美女 哄得心花怒放 亲密地挽着裴子谦的手臂 笑盈盈地道 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这么快就哄好了 靳思辰顿时觉得没趣 夜初期却默默地给她递了个眼神 仿佛在说 大叔跟人家好好学学吧 他们这边几个人撕了一遍之后 那边跳舞的几个小姑娘也累了 裴子谦第一次跟他们几个见面 夜初期介绍道 这三位都是我室友 那位是室友的男朋友许浩 说完他又对几位室友道 这位是我家大叔的朋友 裴叔叔还有他女朋友 哇塞 孙甜甜站在距离夜初期最近的地方 立马就亮枪了一下 双眼放光地道 夜初期 你身边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果然你们家大叔是极品 就连他身边的朋友也都这么帅啊 不行啊 谁快来扶我一下 夜初期还没反应过来 他搞什么鬼 还是另一侧的鱼男 掺了他一把 别搞这么夸张 丢人了啊 不过 大叔的朋友和大叔一样 简直帅得丧心病狂啊 极致丧心病狂 简直是让人合不拢腿 叶出其轻咳两声 打断他们的对话 含糊地对左右两个人道 差不多得了啊 当面讨论 你们倒人家是聋的吗 咱说了 人家女朋友还在找呢 就不能收连点 孙田田和云南 马上力政站好 朝着裴子谦 微笑打招呼 哈喽 裴叔叔好 事实上 裴子谦也比他们大不了很多岁 实在够不着叔叔的级别 谁让晋思辰是夜初期的大叔 而裴子谦跟晋思辰 又是同一辈分的 如此推算下来 勉强也是个叔了 余南马上自我介绍 裴叔叔 我叫余南 是小七的室友 可惜 余南的话音还没落下 就被孙田田抢戏了 裴叔叔 我不仅是小七的室友 还是他同学 我叫孙田田 甜蜜蜜的调 裴子谦看见两个小姑娘 双眼冒红心 依然面不改色的 他笑道 小可爱那么可爱 就连他的室友 也全都一样可爱啊 这个巨事 听起来怎么好像 有点熟悉 夜初期瞥了这两个 只看颜值的肤浅女人一眼 庆幸自己老早 就将晋思辰据为己有了 否则被这俩花吃货盯上了 那还了得 网红美女刚刚才被哄好 瞅着脸色又要变了 夜初 急急忙道 你们刚才不是说 跳完舞就要开始烧烤的吗 东西呢 还不赶快去准备起来 孙田田这才停止了饭花吃 准备烧烤用具去了 裴子谦和网红美女 自然而然的加入到他们的阵营里来 围绕着火堆一边烧烤 一边玩起了游戏 裴子谦天性就爱玩 跟这群小朋友也能很快打成一片 季思辰就比较头疼了 尤其是他们玩的那些游戏 比如什么007杀人游戏 谁是卧底 嘴巴手指不一样 近思辰别说是玩了 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也难为他一个年过三十的大叔 陪着这帮小年轻玩了个遍 玩腻了一个又换另一个 裴子谦到这儿来 简直就是活跃气氛的 永远都有用不完的新点子 这下他又提议道 暴笑成语你们都玩过吧 现在大家每人都先说一个成语 其他人都笑了 纷纷附和提议 只有近思辰半了半拍 跟着扯了下嘴角 他觉得 刚才那个什么007 真的是太弱智了 现在都玩上成语了 好歹也算是走上高端路线了吧 可是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那么好笑 裴子谦点名道 陈哥 你先说一个 随便什么成语都行 近思辰心里打鼓 总觉得现在这画风 有点不太对 所以他说了一个 比较符合他现在心境的成语 七上八下 他这心啊 可不就是七上八下的吗 第一百一十三集 接下来轮到其他人 每个人都说了不同的成语 热九升墙 翻江倒海 一镜之动 一针剑险 五大精神 水漫金山 鸡飞蛋打 每个人都说完了 建思辰依然觉得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成语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所以他们这会儿一个个都憋着笑 是几个意思 陪子谦接着马上道 好了 现在呢 好用下面的句式 洞房花竹叶 我在某某某某 加上你们刚才说的成语 接着 他自己先开了个头 洞房花竹叶 我在鸡飞蛋打 接着 每个人都说了一遍 建思辰好像隐隐明白 暴笑成语是什么意思了 怪不得每个人说一遍 都要笑到抽筋 现在的大学生真的是 玩个游戏 有必要这么污吗 他们单独说成语的时候 很正常 但是跟洞房花竹叶连在一起 再取用那些成语的谐音 或者是深一层意思 简直就是不堪入耳了 所以 他们其他人都知道 这个游戏怎么玩 就禁思辰一个人不知道而已 事实上 除了禁思辰 夜初期也不知道 毕竟他的心理年龄 摆在这里 以前没玩过这种游戏 重生后 也还是第一次玩 真的有点赶不上 这帮年轻人的潮流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中华文化 还真是博大精深呢 其他人都套用 裴子谦的句式 把一句完整的话说完 最后就只剩下 禁思辰 和夜初期了 夜初期 瞟了身边的男人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 竟觉得脸上像火烧似的 完全没道理的呀 这个游戏 又不是他想出来的 他炯个什么劲啊 而他不知怎么的 居然说了这么一个成语 日久生情 醉魁祸首 裴子谦 在哈哈大笑道 喂 就剩你俩 倒是说呀 禁思辰意识到 自己着了道 恨不得直接撕了 这熊孩子的嘴 天侧侧的一眼扫过去 反问 我说了 你敢听 呃 裴子谦怂了一下 他也懂什么叫适可而止 恐怕现在 拿把刀架在脖子上 禁思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说不出那种话来 裴子谦继续圆场道 好好好 谁让你是我哥 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 大家知道就行了 其他人也都跟着 暴笑出声 比起裴子谦嘻嘻哈哈的 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禁思辰明显有点高冷 不笑的时候 让人感觉怕怕的 也就没有人敢逼他了 裴子谦却继续道 不过陈哥 你说那么什么七上八下 七八加起来可就十五次啊 这炖房花烛夜就那一碗 你确定能撑得住吗 禁思辰挟了他一眼 决定暂时先冉冉他 裴子谦却不怕死的又问道 就算你撑得住 你确定小可爱受得了吗 禁思辰彻底染无可染 盯着他道 说 你继续说啊 真心你现在能说话的机会 多说点 哦 这是在威胁他 以后可能会说不出话来的意思 裴子谦也很无辜啊 不就是玩个游戏嘛 连这个都玩不起 就知道威胁人 算了 谁让禁思辰比自己大 打架又打不过他 裴子谦只能默默认栽 乖乖地闭嘴 不敢再说了 夜初期本来挺豪放的一个小女生 这下子脸红得跟什么似的 裴子谦忽然觉得 大概不是因为禁思辰玩不起 而是他怕夜初期会更加不好意思 典型的互犊子呀 夜初期和禁思辰最终都没有说 但违反了游戏规则 每人罚了一杯酒 就这么过去了 中场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看了下时间 已经十一点多了 这次轮到孙田天提议道 哎 距离流星雨降临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不如我们来玩点 更刺激的怎么样 一群年轻气盛的小伙伴 就怕不够刺激 听他这么一提议 纷纷举手同意 最终一致决定 这一轮玩的是真心话大冒险 这个游戏虽然老掉牙 但是只要玩得好 放得开 不管在哪里 都能迅速地将气氛 推向至高潮 游戏规则很简单 每个人发一张扑克牌 比牌面的大小 牌面最小的人 则要选择真心话 或者大冒险 由牌面最大的人出题 今晚的人都成双成对 唯独游南和孙田田担着 所以才在第一把 两个人就掐上了 游南得到了此轮排面最大的小王 而孙田田却得到了最小的红桃寺 游南问道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孙田田一咬牙 大冒险吧 游南想了想 狡黠地笑道 选择在场的一位男士 要握住对方的手 直视对方的眼睛 认认真认地说 我喜欢你 孙田田猛了 当场就扑过去 吹了游南几下 不带这么坑人的呀 这简直就是送命的操作 好不好 在场的男士 一共只有三位 建思辰 裴子谦 还有许浩 要命的是 这三个人都是明草有主的 并且另一半就在身边啊 游南催促道 摸造什么 快点啊 我 孙田田纠结了好奔赏 看似随手一指 其实目标很明确 果断的道 我选裴叔叔 于是网红美女的脸色 又变了 这一晚上 可真是变化多端 精彩至极 没办法呀 许浩是柳芳菲的男朋友 信思辰是夜初期的男朋友 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寝室的小姐妹 孙田田可不想开罪 那就只能选裴子谦了 至于那网红美女 过了今晚之后 谁还认识谁呀 裴子谦也是玩得开的 地马就站起身道 来吧 小甜甜 孙田田的脸一红 小甜甜都叫上了 裴叔叔实在太能聊 不过就是一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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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在心里 连续强调了三遍 然而 当他走到裴子谦面前时 还是紧张的 连喘气都不敢太用力 更别提什么去握住对方的手 直视对方的眼睛了 裴子谦只觉得 这害羞的小妹妹挺有意思的 人家不好意思 她还主动地伸出手去 提醒道 快点啊 大家都还等着下一轮呢 孙甜甜咽了下口水 终于握上了她的手 抬起头举她对视 我 我 我 她吞吞吐吐的 好半天都说不出来 完整的一句话 只能默默地垂下头 酝酿了几秒之后 在抬起头时 眼中已经没有了羞怯 只有认真 我喜欢你 话音刚落 其他人就开始鼓掌起哄 裴子谦松开了她的手 同时也意味着 这一轮游戏结束 有了这么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的气氛就更嗨了 第二轮发牌的时候 裴子谦得到了最大的牌 最小的那张落在了柳芳菲的男朋友许浩手里 这一晚上许浩的存在感都很低 事实上许浩也是个不错的男生 家世不错 成绩不错 长得也不错 但是在裴子谦和靳思辰这样耀眼的男人面前 他到底还是太青涩了 这下子落在裴子谦手上 他明显有些紧张 却还是开玩笑似的道 裴叔叔 手下留情啊 裴子谦笑道 放心 看在你女朋友这么漂亮的份上 叔叔会格外关照你的 说吧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吧 裴子谦想了想 贼笑道 最近以贼MN2采取了什么安全措施啊 夜初七从小接受的就是宁院士的教育 对于那些中规中矩的条条框框 他虽然也曾抗争过 叛逆过 总想放飞自我 但是归根结底 他的骨子里还是保守的 裴子谦又是出了名的玩得起 放得开 落到裴子谦手里 作为老阿姨的夜初七 都为许昊捏了把冷汗 然而 人家许昊和柳芳飞 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两人对视了一眼 许昊就道 最近一次 正好它是安全期 所有人都跟着开始鼓掌哄笑 每玩一局 都能嗨上好一会儿 夜初七这才觉得自己多虑了 现在的小年轻可一点都不扭念 裴子谦自从被孙甜甜选为表白对象之后 玩游戏就像是开了挂 每一局都让他得到了最大的牌 几乎所有人都被他折腾了个遍 最后连禁思辰都逃不过 不幸摸到了最小点 裴子谦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 贼笑道 嘿嘿 神经话还是大冒险 禁思辰以为自己一直挺幸运的 有时候觉得自己的牌很小了 没想到最后总有人给他垫底 蒙混过关了这么多次 终于还是中招了 参考其他人之前玩过的来看 他迟疑了半晌后做了决定 真心话 大冒险的话太冒险了 十有八九会被要求跟其他异性 做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虽然真心话的问题也很奇葩 但他觉得还是相对安全的 不管被问到什么 硬着头皮答一句就行了 他觉得应该不至于 有什么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奇料 裴子谦一开口就问道 你下面多长呢 气氛瞬间就被点燃 禁思辰的俊脸抽出了几下 僵了 也黑了 第114集 几个小女生还迅速地摆出一张八卦脸 一脸八卦地 放向禁思辰 裴子谦道 说呀 满足一下小妹妹的好奇心吧 实话实说 等了几秒 才看到禁思辰的脖唇动了动 也不知道是在酝酿 还是在犹豫 他犹豫的时间太久 裴子谦不耐烦地催促道 倒是快点啊 你自己多长自己不知道 不需要当场量过吧 要是你不好意思说这个问题 让小可爱带我个回答也可以啊 下时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夜初七身上 夜初七像是忽然被点了穴定住了 我 我 我能说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虽然他们也有过差点擦枪走火的时候 但那一次 他只是在一气之下 把他给扒光了 他自己连衣服都没脱 裤子更是穿得好好的 他真的不知道啊 众目睽睽之下 夜初七只感觉浑身的血气都在上涌 头昏脑胀的 于南和孙甜甜兴奋得难以自持 刚才的焦点在晋思辰身上 只有裴子谦敢问 他们只能在心里好奇一下 现在焦点转移到夜初七身上 他们都忍不住开始跃跃欲试 说啊 去玩个游戏好吧 大家都玩过了 你学学刚才人家柳芳菲 可别掉链子啊 你这么保持沉默 会让人误会成 你家大叔的长度难以启齿 就连柳芳菲也道 别给大叔招黑啊 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算他看不到自己的脸 也知道此刻一定红得要低血 浑身弱了起来 只能扭头望向晋思辰 向他求助 晋思辰叹了口气 他并没有转头去跟夜初七对视 而是到 我发酒 咻 众人唏嘘 这种感觉就像是弹奏了一首曲子 弹到最高潮的部分时 忽然琴弦断了 一个个好奇心满满 却没能听到答案 但是 浸思辰都选择罚酒了 其他人也不能再说什么 他干了一杯之后 游戏又进入下一局 可能是他上一轮 没有让大家八卦到 也可能是他的好运气 在前面几局 已经全部用光了 所以 又是他得到了最小的牌 最大的 依然还是裴子谦 嘿嘿嘿 裴子谦忍不住 仰天大笑三声 好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 浸思辰也是很无奈 但他依然选择了真心话 裴子谦在出题前就声明道 之前说好了 老是罚酒就没意思了 这局你得好好回答 放开了好好玩知道吧 那得先看你问的是什么 裴子谦也觉得 问得太露骨了 万一浸思辰继续不答 岂不是浪费了 他现在掌握主动权的好机会 他想了想 放心 这次绝不会难你了 不如你就说说 在你前三十年的生命中 有出现过让你很爱很爱的女人吗 这个问题不算太难为人 有就一个字 没有就两个字 很简单 但裴子谦的字眼 却抠得很紧 不是喜欢 而是爱 很爱很爱 裴子谦的目的很简单 浸思辰都已经陪夜初七来参加这种聚会了 他猜测 他们俩人至少八次有了一片 那他不如再给他们添一把火 他们兄弟团里的这些人 都对夜初七挺满意的 小姑娘乐观 开朗 活泼 整个人像是个小太阳一样 浸思辰正好需要这样的温暖和活力 两人绝配 夜初七都已经主动的来过一次轰轰烈烈的告白了 这次也该给浸思辰一次表现的机会 毕竟小姑娘都喜欢这样的惊喜和浪漫 裴子谦也算是为他们操碎了心 这次他还算是靠谱 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比起刚才那种带屋的问题 这次所有人都严肃了 等待着他的回答 最为期待的人 莫过于夜初七了 他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爱过谁 浸思辰这一次没让大家失望 定没有犹豫太久 点点头道 有 有一个人 他很爱很爱 夜初七的心像是被什么给击中了 连呼吸都被他刚才那低沉的嗓音给饿住了 他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几秒过后 其余的人再次沸腾起来 于南和孙甜甜等人 纷纷朝夜初七挤眉弄眼 全都当成这是大叔的表白 最为兴奋的当属裴子谦 他马上又问道 有料 快报快报 是谁啊 在现场吗 夜初七感觉 自己的心就像是一张 被拉到极致的弓 越崩越紧 已经到达了极限 只要再稍加一点力道 就马上会锻炼 浸思辰亲口承认 他有过很爱很爱的人 裴子谦问 谁在现场吗 不得不承认 裴子谦真是个玩游戏的老手 随便问一个问题 就能将现场的气氛给点燃 几乎要爆炸 夜初七也是屏住了呼吸 浸思辰垂下了眼 像是思考 虽然玩那些弱智的游戏时 他不太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但是 若论洞察人心 在场的这些小朋友都不如他 所以 裴子谦的目的 其他人想看热闹的心态 他全部都一清二楚 包括夜初七的目光 落在他的脸上 他不用转头 也知道他的期待 正因为太清楚 所以才会犹豫不决 他也一直在头疼 要如何处理 与夜初七之间的关系 可是 这丫头 却总是嬉皮笑脸 又油盐不尽的 他吐出一口气 终于博唇清起 吴大 他的声音不算大 但足以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然后 最怕空气忽然的安静 尽管周围不远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在狂欢 但在此时此刻 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隔离开来 他们几个人 完全处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 连呼吸都很清晰 晋思辰有很爱的人 却不在现场 于是 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了夜初七 有震惊 有困惑 有担忧 但更多的却是不知所措 唯独夜初七 他始终在看着晋思辰 他的表情不变 但他眼中的光芒 却一点点黯淡下来 仿佛星星陨落 其实 夜初七明明就有心理准备的 爱 晋思辰和夜初七之间 哪里会够得着这个字 他照顾他 保护他 不过是受到夜君豪的嘱托 就算他偶尔纵容他宠爱他 也不过就是因为 他在某些方面正好对了他的胃口 即使他对他有了那么一点点超乎了长辈对晚辈的感觉 但顶多也就是一点点好感而已 跟爱不爱的根本就沾不上边 只要他爱 什么样的女人他得不到 他若爱她 又怎么还会一直在拒绝她 夜初七心里明明一清二楚 但是听他亲口承认他有所爱之人 却不是他 他仿佛一个人面对千军万马 然后被万箭穿心 哪怕当初被云凯挖了心 他都没感觉到这么真切的痛楚 裴子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虽然说是真心话大冒险 但就算是说一下假话也不会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 正常人都知道该怎么回答的呀 靳思辰是怎么一回事 看到夜初七呆滞的样子 他都心疼得过意不去了 既然是他挑起的尴尬 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化解 由于他对靳思辰实在没有什么把握 所以干脆什么也不问了 直接将这一页给翻过去 好了 这局到此结束 我们继续下一局 玩游戏嘛 本来就只是一场游戏 来来来来 他开了个头 其余人纷纷附和 大家都是好朋友 谁都不愿意让夜初七尴尬 夜初七本来都麻木了 但他还是用力咬了一下唇 让自己清醒过来 大家都在努力地给他一个台阶 若是他不顺势走下来 只会让所有的人都不痛快 本来是高高兴兴出来玩的 实在犯不着不高兴 这个时候他也只能乐极生悲了 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他也跟着道 继续玩 别浪费时间 发牌啊 季思辰不动声色地 瞥了眼山旁的小丫头 目光深邃而复杂 早知道他真的不该来 大伙都是善解人意的 没有人再提刚才事情 就当作没有发生过 继续玩了几局之后 虽然不如之前嗨翻天 但气氛又慢慢地缓和过来了 发牌的时候 裴子谦就说 最后一轮 结果 倒霉的是夜初七了 幸运的是 这次没有让裴子谦那种 骨灰击玩家 得到最大的牌面 掌握主动权的是耿直的于南 于南笑道 最后一次了 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夜初七想了想到 大冒险吧 于南眨了眨眼 选择在场的一位男士 舍吻十秒钟 舍吻哦 好吧 这个要求真的很于南 第一局 他得到最大的牌 也是这么要求孙甜甜的 只不过选择一个人深情地说 我喜欢你 跟舍吻十秒钟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其实跟神经最大条的孙甜甜比起来 于南还是有点脑子的 他提出这个要求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大叔虽然是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他们也很乐于把夜初七和大叔凑一块 但是在刚才的那轮游戏中 大叔的表现根本就不及格 为了给夜初七挣回一点面子 于南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故意出了这么刁难的一个题 夜初七总不能去吻裴子谦 或者许浩 那就只有近思臣这么一个选择了 也算是给了夜初七和近思臣 一个缓和的空间 二要 comparisons 一整冠 ko 还有 三 每次 两 一 飞